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作者 傅晓晨 演播 邵华 第440集 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次的聚会不管怎样落幕 有多少人表现出色 恐怕都很难盖过叶熙文了 又一个百强榜的高手出现了 原本许多人都因为白汉墨身边的叶熙文而看不起白汉墨 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但是现在则是很多人因为叶熙文的恐怖实力 而对白汉墨高看一眼 这绝对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的典型代表了 没有了叶熙文这突然出手的黑马 整个聚会又恢复到了正常的秩序之中 不过 有了之前叶熙文和柴建明和柴建本的两场战斗 后面的战斗对于众人来说 无疑要无趣得多了 但是众人还是打起了精神 一来是因为这些战斗虽然比起叶熙文的又差了很多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仍然可以有不少的收获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 期待着能够看到更为精彩的战斗 又比斗了十几场 这个时候那个碧汉海直接下场了 虽然刚才在白汉墨和叶熙文面前一副吃瘪的样子 让很多人暗地里偷笑不已 觉得这又是一个顽固子弟罢了 但是当他真正下场之后 却让许多人眼就瞪瞪出来了 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超脱镜三重天的高手 第二个对手又是一个超脱镜四重天的高手 第三个甚至已经是超脱镜四重天了 连续三人都被他一招击败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叶熙文的实力他们都已经见识过了 这白汉墨虽然没有出手 但是也通过碧汉海来隐隐体现出来 众人终于明白 恐怕不是柴剑本不强 而是叶熙文太强了 同时也隐隐地兴奋起来 仅仅是在这阳竹岛上就能见到这几个黑马 那么其他地方呢 显然 这一次的百强争夺 明显比起之前要强烈的多了 在碧汉海之后 首席之上的高手都纷纷轮流下场 也都如同碧汉海一般轻松地击败了对手 哪怕是其中最弱的赤雷仙子 都以巨大的优势彻底将自己的对手给击败 他们或许在各地都是有名的天才 但是在这里他们都只能沦为看客 看着首席之上的那几个人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无比辉煌的光芒 姚妹妹 姐姐要请教一番如何呀 这个时候赤雷仙子终于动了 要挑战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姚茜 双方之间的真正实力 一直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 现在赤雷仙子明显比之前要强坑得多了 自然要趁着这个机会为自己讨回公道 找回荣誉 赤雷仙子带着几分挑衅地看着姚茜 而姚茜对此仅仅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哼 自然是好的 说着 她的身形如踏波而来 静止落入了场中 而赤雷仙子紧接着冲了下来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当空就抓出一道巨大的雷电 朝姚茜劈落下来 那一道雷链如同一声惊雷 直接划破长空劈下姚茜 而姚茜则是神情不变 这一招虽然有些偷袭的意味 但是作为杨竹双倒双出 双方之间可谓是异常的了解 面对她的这次攻击 她丝毫不乱 素白的手掌瞬间探出 裹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素色手套 当场直接抓住这一道手电 这一道能够劈开山岳的雷电 居然被她直接给抓灭了 而紧接着赤雷仙子 瞬间如闪电般劈出一掌 掌风之间隐隐有雷鸣之声 趁着姚茜接住闪电的一瞬间 她终于出手了 虽然双方已经作为竞争对手 超过了数十年 但要真正交起手来 也就仅仅是这一次而已 而姚茜的反应一点都不慢 瞬间五指捏拳一拳轰出 带着难以匹敌的恐怖气势 迎了上去 双方两只素白的小手 当空狠狠地撞到一起 拳进和掌风又撞在一起 一片滋滋声 伴随着无数的电花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这赤雷仙子施展的 应该是赤雷帮的镇派绝学 人皆高级的武学 藏海胜雷掌了吧 据说这套掌法修炼到极致 能够一掌蒸发一片海的海域 将之化成雷电的海洋 没想到这赤雷仙子一出手 就是藏海胜雷掌 果然没有丝毫留守啊 不过姚仙子的绫罗破黄拳 也非等闲的绝学 这下有的好看了 赤雷仙子再度强攻上前 对于能够击败这个多年竞争的老对手 他简直是太有怨念了 漫天的掌影瞬间化作一团团的雷电 从天空中轰落下来 完全将姚剑给笼罩其中 对于在藏海胜雷掌的掌控 赤雷仙子已经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 而在这个时候 面对赤雷仙子的袭击 姚剑只是不慌不忙的 一拳一拳的轰出 每一拳都看似没有太大的威力 但是那震荡出来的余波 都会轻松的将落下来的雷电 给生生的震碎 那漫天的雷电居然不能奈何得了姚剑 姚剑完全是发挥自如 如果是一年前 他还没有跨入超脱镜六重天的话 这样的攻击足以让他好一阵手忙脚乱了 但现在已经不同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场势军力敌的战斗 也唯有叶锡文指导姚剑没有出权力 在破开赤雷仙子的攻势之后 姚剑迅速转手为攻 低贺一声石破天惊 手中的拳头 瞬间和刚才那娇弱的样子 有了根本的差别 和刚才那清零的拳法完全不一样 走的是以利破巧的路子 形势瞬间转变 两人直接攻手转换 双方各自施展绝学 杀的是难舍难分 这个时候首席之上的高手们也都看出来了 赤雷仙子明显在姚剑的面前是束手束脚 该死 赤雷仙子双目之中闪过一丝恨意 他有些难以理解 为什么自己会被姚剑压得死死呢 但是他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绝不能再这样下去 他轻和一声 那漫天的云层瞬间都开始变得乌黑起来 一股磅礴的气息从他的身体之中沸腾了起来 在他的契机牵引之下 整个天地之间的雷电都在朝着天空中凝聚 在天空中形成一条条的雷龙 居然形成了一道雷电的海洋 轰 数条雷龙直接落到赤雷仙子的身上 在他身上缠绕成了一件龙纹的雷电铠甲 赤雷仙子裹在一团雷电之中 瞬间朝着姚剑轰杀而来 砰的一声 赤雷仙子和姚剑一掌对到了一起 好恐怖的声势啊 这就是赤雷仙子真正的底牌不成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真正恐怖了 有人看到这一幕顿时吓得惊呼起来 但是这样的攻击 却也仅仅只是让姚剑 JV的后退了几步 就稳住身形 赤雷仙子瞪大了一双眉目 宛若是没有想到一般 而姚剑的反击更是迅若雷霆 没有丝毫停顿 瞬间朝着赤雷仙子席卷而出 姚剑的拳头轰在赤雷仙子的龙门铠甲上 但是却没有办法轰动其分毫 哼 你奈何不得我的 赤雷仙子见状哈哈大笑一声说道 几乎是立刻遭到攻击的龙门铠甲上 顿时一条巨龙的咆哮声传来 一条雷龙呼啸着飞掠出来 要将姚剑给生生的咬死 姚剑只是脚尖一点 身形顿时飘飞了出去 宛若一个凌波仙子一般 只是这个时候 神情便没有了刚才的轻松和血液 眉头微粗 这个时候 除非他暴露出已经跨入了超脱经六重天 否则很难真正的撼动赤雷仙子身上的龙门铠甲 虽然他知道 赤雷仙子绝对不可能长久的保持这样的状态 但是他绝对不想将战斗拖入那样的节奏之中 今天我就要拜了你 赤雷仙子冷笑一声说道 砰 赤雷仙子的动作被姚剑给拦住了 原本仅仅仅只有一下 赤雷仙子要发动更进一步袭击的时候 姚剑动了 菱罗破黄拳 这个时候 就犹如是一个高速的钻头一般 他的拳头携� Hide着恐怖的光芒轰了出去 轰 他的拳头再度轰到赤雷仙子的龙门铠甲之上 和之前不同的是 他陷入的力量全分散到整个拳头上 对于整个龙门铠甲来说 根本没办法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现在却不一样 所有力量都凝聚到一点上 狠狠地撞进了它的龙门铠甲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欢迎订阅 瞬间一个恐怖的能量狂潮席卷出来 两股截然不同的能量撞到一起 卡拉 龙门铠甲上在以那个被摇倩钻头一般的 真元之力轰重的地方为中心 犹如是蜘蛛网一般 裂纹瞬间出现 砰 整个龙门铠甲瞬间崩碎开来 而摇倩的速度不减 直接一拳轰到了赤雷仙子的胸口处 赤雷仙子一口鲜血喷出 如遭重击 身体直接就横飞了出去 这次好不容易抓到机会 趁着双方境界持平的时候 他可以发起挑战 一举将这个多年的魔杖给消灭掉 谁知道竟然会是这样的下场 他不甘心 他双目越发的怨毒 像是在看一个刻骨的仇人一般 以前或许还没有太深的感觉 但这一次却让他真正恨到骨髓 这个时候 他不等摇倩宣布自己获胜 便晃晃悠悠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外面走去 有些狼狈 但是却没有人敢嘲笑他 不是他不行 而是摇倩太强了 见赤雷仙子离去 摇倩也没有阻止 也没有什么额外的侮辱 因为根本就不需要 他是胜利者 这就够了 好厉害啊 叶锡文暗自赞叹道 倒不是说摇倩的实力 而是他的战斗智慧 这才是他真正赞叹的地方 实力能够修炼上来 但是战斗智慧 却不能够以修炼提升 摇倩几乎是片刻间 就找到了破解龙纹铠甲的方法 这样的速度不可谓不快 那是当然了 我摇姐姐是谁啊 那可是我姐啊 白汉默在旁边 听到叶锡文的按赞 顿时哈哈大笑一声 颇为自豪地说道 恶兄 今次我前来这里 便有大半是为了你而来的 可敢一战呢 若你能胜了我 那么之前关于毕臣的一切 我们两族就一笔勾销了 如何呀 这个时候 碧丽玄起身说道 碧丽玄淡淡地看着恶红 虽然他这次 却是为了毕臣的事情而来 但是得到的消息 却是毕臣已经死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不仅仅是绝影独恶族的人 怎么说 就连他们的内线 收到的消息也是如此 哼 有何不敢 只是你没有胜算的 恶红只是略微恶然之后 便点头同意了 有没有胜算 打过才知道吗 既然你要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两人的身影 直接窜进场中 目光略微有些冷冽地 看着对方 双方的气势 瞬间就释放出来 仿佛是约好了一番 不约而同的释放 创击在一起 发出尖锐的破空声 叶锡纹的双筒之中 闪烁过一丝难以言明的震撼 两人竟然都是超脱镜六重天的巅峰 比起刚才的柴剑纹 还要更加的强势 两人的气势的比拼 隐隐的还在继续 但是率先忍不住的 却是碧力悬 他手中一柄短刀瞬间出手 滑破长空 快若闪电 朝着恶红轰杀而去 恶红的反应速度 却也一点都不慢 手中猛然间出现了两副钢爪 在爪身上 隐隐有复杂悬傲的阵纹 在其中流淌 恶红仅仅只是当空一抓 在天空中抓出了剧烈的波动 席卷成风阵 朝着直扑而来的碧力悬而去 砰 碧力悬的短刃和那风阵 狠狠地在天空中撞到了一起 让人难以想象 瞬间就切开了风阵 但是动作却也有了一丝迟滞 而这正是恶红想要的效果 他的钢爪也有时间抓上来了 绑住了短刃 当的一声巨大无比的声音 可怕的冲击直接化成波 朝着四周席卷而去 好快的速度 连恶红都有些惊恶 瞳孔微微一缩 但他的反应速度也不慢 另外一只钢爪挥舞起来 从旁边横扫而来 如果碧力悬不躲开的话 只怕会被当场拦腰战成两半 我说过 你赢不了我的 他手中的钢爪带着浑厚无比的真元 他的动作极快 简直快如闪电 但是碧力悬的速度更快 在千军一发之际 躲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但是他的整个衣袖也已经被抓破了 四周许多人类舞者都在兴致勃勃地看着 因为交手的双方都不是人类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真正的狗咬狗 叶锡文看了一眼碧力悬 摇了摇头 按道 不行啊 叶大哥 什么不行啊 你是说谁不行啊 叶锡文继续说下去 那碧力悬只怕不是恶红的对手 哦 你怎么知道啊 白汉默问道 因为碧力悬这样擅长速度和突袭的战斗方式 在面对恶红的时候太吃亏了 叶锡文接着说道 这样下去的话 碧力悬的落败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一次 再听到叶锡文的分析 就不像是刚才那晚有很多质疑了 当然 这前提是叶锡文预料的都是准确的情况下 否则肯定会有人愿意出来打脸的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 恶红不断地挤压碧力悬的空间 将碧力悬的长处一下子压到了最少的程度 没有了足够腾挪的空间 碧力悬的威胁顿时大减 只能在恶红的攻击之下不断地抵挡 而恶红将碧力悬再度逼近死角之后 他也就干脆地认输 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仅仅只是一次比次切磋而已 没必要非要拼死拼活的 众人再度哗然 不仅仅是因为恶红轻松击败了碧力悬 最重要的是 这一切都跟叶锡文预测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既然已经下来了 那就不上去了 叶锡文敢下来一站吗 恶红的话直接传到叶锡文的耳中 叶锡文就知道 这一次是绝对躲不过去的 和刚才碧力悬战斗的时候 竟然不同的气势从他的身上释放出来 完全将叶锡文给笼罩其中 你最好还是快点交代下遗言吧 等一下你就没有机会了 恶红冷声说道 哼 交代遗言吗 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吧 叶锡文冷声说 狂妄 恶红冷声说道 脚下猛然一弹 身形直接就飞跃出去 如如一枚重型的炮弹 瞬间轰落下来 非常快 在以肉身力量渐长的武者之中 恶红的速度简直快到了极致 他的肉身强横 更多的是天赋 而他的速度则是后天锻炼的 所以才显得速度和肉身都极强 巨大的爪子瞬间抓了下来 从天而降 要将叶锡文给抓死 但是 他的速度快 叶锡文的速度更快 手头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化作一柄长刀 瞬间席卷而起 直接斩向了抓来的刚招 轰隆一声 两人碰撞到一起 脱恶红有些意外 他的速度已经够快的了 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超脱镜六重天的高手 都可能被他刚才那一下突击 给生生的抓死 但叶锡文就这么躲过去了 没想到他的速度比他的力量更加的惊骇 欲碎腰爪 恶红一声饱喝 他整个身体拔地而起 在天空中双手瞬间变大 无数的针缘纠缠在上面 双手在钢罩上点出了层层的玉色 忽然朝着叶锡文抓下 不过叶锡文的反应更快 他早就反应过来 手上的火焰化作一柄长刀 瞬间斩出一道十字火焰 印着玉碎腰爪而去 轰隆一声 整个爪盲和刀盲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恐怖的力量迅速朝四面八方扩散而开 如果说之前叶锡文和柴剑本的交手 仅仅只是让周围杨竹商会的高手 布下的结界有晃动的迹象 那么现在简直就是完全破碎了 你的实力不错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恶红冷笑一声 浑身爆发出强大的针缘 无数的水气被瞬间裹挟而来 形成了滔天巨浪 他是天生的水族 这种水气十足的情景下 他的战斗力绝对大增啊 好可怕的恶红啊 许多人都开始为叶锡文担心起来 叶锡文只是淡淡地盯着恶红 神情凝肃 身体中隐藏的那一团异火 瞬间爬满了叶锡文的全身 以后以他身体为中心 瞬间朝着四面八方扩散而去 形成了一片火海 常言道水火无情 而这正是水火之间最为激烈的交锋 恶红没有意外 事实上他一直在等着 之前他也是看到叶锡文是如何击败 柴剑本的 也绝对不会小看他 怎么可能一点防备都没有呢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 邵华 第441集 这一片火海 就如同叶锡文长裙的裙摆一般 所过之处 一切都陷入了燃烧之中 就连火焰也不例外 那一团的火焰燃烧在水面之上 居然没能将水面给烧穿 直接将那漫天的巨浪给蒸发了 对于叶锡文来说 这也是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极寒重水 看来也不是一般的等闲之水啊 但是他却发现 当他踩在水面上的时候 速度都放慢了许多 很快他就发现 这并不是因为他的速度慢了 而是这水太古怪了 当他踩在水面上的时候 就感觉到一个庞大的吸扯力 将它牢牢地给吸附住了 这是我的重水领域 也是我领悟的最强的杀手锏 还从来没有出手过 能够死在这重手水域之下 也是你的荣幸了 恶红哈哈大笑着说道 重水领域 现场众人顿时都炸开了锅一般 讨论了起来 能够站在这里的 最少也是这附近 一大片海域之中的 年轻一辈高手之中的佼佼者 自然知道 超脱镜之上的境界 就是法相境 而重水领域 只有法相境才能领悟得到 这是一个全新的境界 和超脱镜最大的差别就是 法相境能够创造出一个 属于自己的领域 所谓的领域就是模仿天地规则 造出来的一片地方 在这一片地区之中 一切规则都由武者来指定 要谁往高处走也可以 在这里他就是神 他就是天道 所谓法相境 就是法相天地的意思 也就是施法天地 在这一片领域之中 就属于他的天地 相对于法相境的高手来说 领域除了是一个 犀利的攻击手段之外 还是一个领悟天道的作弊器 不对 这不是领域 应该是唯领域啊 有很多见识广的高手 必可教导 没错 这就是唯领域 虽然唯领域比起真领域 要差得多了 往往也只能操控一种规则 但是毕竟也是领域啊 这下夜席们可完了 在众人看来 现在的夜席文 基本上已经处于一种 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如果前进 那么可能会被困在 重水领域之中 但是如果不前进 又只能逃走 夜席文的身形 在重水领域之中 不断地逃窜 不断窜出来的水元素大手 直接在天空中 交织成一张密布的大网 几乎要将它 给彻底地抓住 刷 夜席文的身形 直接退出了重水领域 这才堪堪避开了 那些大手的抓捕 这重水领域的厉害 不仅仅是能够让闯入的人 一下子降低速度 甚至严重者 还会被当场吸得动不了了 最恐怖的是 这种重水 随便一巴掌拍过来 以它那恐怖的速度 绝对能够瞬间 让人直接被砸成肉饼 夜席文神情凝肃起来 正如那些人所说 拥有领域的人 几乎就是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能够对抗领域的 也仅仅只有领域了 夜席文虽然逃出了重水领域 但是恶红的攻势 却并没有结束 心中已然有几分惊恶 因为这个重水领域 克制最大的就是速度 速度越快的人 在这里面就是寸步难行 如果刚才碧里玄 落入了重水领域之中 恐怕当场就要被克制得死死的 果然 碧里玄看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脸上的神情 都立刻变得更加凝重了起来 眉头微粗 似乎在思考 如何应付这样的重水领域 这种领域即便被看到 但是也很难有办法突破 没有用的 今天你无论跑到哪儿 都一样要死 恶红瞬间一声宝贺 重水领域 再度将夜席文包裹进去 夜席文发现 自己的速度再度降低了 在领域之中 多多少少都会受到 重水领域的影响 只是实力越强的人 受到的影响也又越小 而在夜席文被重新笼罩到 重水领域的一瞬间 恶红已经扑杀上来了 碎玉妖爪 瞬间 他的两爪像是抓出 十条玉色皮链 交织成一支大网 要将夜席文笼罩进去 将它绞杀成碎片 夜席文提起手中的火焰刀器 瞬间将自己包围在了其中 挡住了碎玉妖爪的攻击 虽然在重水领域之中 但是对于寻常人来说 夜席文的速度 还是快的离谱 两人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中 从地面一路杀上了天空 在天空之中 两人也是进行着激烈的交战 尤其是看到夜席文 在重水领域之中 居然还是来去自如 丝毫不弱于恶红 众人都有些愕然 对于夜席文来说 进入重水领域之中 虽然有了巨大的阻碍 但是却不可能让他束手就擒 恶红有些郁闷 他使出全部手段之后 还是无法拿下夜席文 夜席文也感觉到郁闷 如果没有重水领域 他根本就不怕恶红 但有了重水领域之后 夜席文发现 自己完全没有以前灵活的 当然他也知道 这重水领域不可能持久 因为消耗也肯定大的吓人 但是等到恶红支撑不住的 那样消耗 将重水领域撤去了 那并不是夜席文的作风 他也不想这样 但常规的手段 对于已经达到 唯领域级别的重水领域来说 基本上没什么用 所以夜席文能够做的 就是用那几个杀手锏 来解决问题 允星报还没有彻底完成 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半成品 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成品 而妖元旦的消耗又太大了 而且太引人注目了 最后一个就是那神秘的紫色异火了 而刚才他的紫色异火 就已经暴露出来 既然都已经暴露了 那还管什么呢 反正已经被人知道 这种异火非常的强横 瞬间烧穿了漫天的浪涛 直接生生的烧出了一个大洞 而下面那些人 见到夜席文强势的表现 顿时兴奋异常 至少他对夜席文来说 比恶红要亲近得多 紫色的异火包围着夜席文 虽然无法冲破重水领域的重围 但是却能烧穿夜席文身周的重水领域 为夜席文暂时性的脱离成功 创造了条件 几乎是瞬移一般 他直接冲到恶红的面前 手中的火焰刀器 瞬间斩在恶红的身上 直接在他身上撕裂出一条巨大的口子 鲜血瞬间就碰溅出来 恶红已经隐藏得极深了 甚至都有围领域这样的杀手锏 对于超脱镜来说已经极为恐怖 但没想到夜席文隐藏得更深 就连那紫色火焰之外竟还有杀手锏 而这杀手锏不算多出奇 就是速度 快到难以想象 这并不是难以对付的 如果小心的话 就算是瞬移不还有办法对付吗 但是就是在这一瞬间的突如其来 这一刀快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出其不意 在所有人都以为 夜席文已经前驴技穷 注意力都被紫色火焰吸引过去的时候 以为他要凭借着紫色火焰恐怖的威力 生生杀出一条血路的时候 他却用这么一个突然袭击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真正关键的是 打了恶红一个措手不及 恶红第一次感觉到 死亡距离自己是如此之近 他万万没有想到 夜席文居然会斩出如此致命的一刀 这是一个恐怖的事实 他的速度太快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地一下子站了起来 完全不敢相信 原本以为恶红祭出围领域之后 夜席文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逃脱罢了 但是现在的结果 却和他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甚至是大相径庭 唯一不意外的大概就是姚倩 当初他就是夜席文救回来的 而当时夜席文已经用出了恶魔之意 能从一头超脱镜九重天的火狮手下逃生 夜席文当时的速度有多快 大约也就只有姚倩知道了 果然 夜席文那一对意识之处震惊视作 一出手就彻底重创了恶红 不过他却知道 这夜席文的压箱点的绝学远远不止于此 难道还有别的吗 最起码和一头凶兽的虚影没有使出来 他心中微微有些好奇 砰 恶红直接被夜席文一刀劈飞 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 夜席文再度一步跨出 直接追杀了过去 正要将恶红击杀的时候 目的天空中一只大手直接抓进了场地之中 直接抓下了夜席文 他猛然感觉一股恐怖的气息锁定之际 身形猛然晃动 堪堪避开了这恐怖的一抓 紧接着 一个黑袍老者直接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冲了进来 好贼子 竟然敢伤我绝影毒恶作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欢迎订阅 恶红吐出一口鲜血 说道 十八长老 他 就是他杀了恶鹰 好你个小子 今天你死定了 谁来都救不了你 这个十八长老瞇了瞇一双恶眼 双眼之中杀意盎然 夜席文几乎要展开背后的恶魔之意 转身就走 这股恐怖的气息让他感觉到强烈的威胁 换句话说 眼前这个十八长老恐怕已经跨入超脱镜九重天巅峰 这样的人物哪怕是在绝影毒恶族之中 也该算得上是位高权重的人 位列长老行列 在座的人群之中顿时无数人惊呼起来 十八长老 他就是那个绝影毒恶族新进的长老吗 据说他心狠手辣 这些年来亲自筹划了几次大事 亲自带队剿灭了几个海族之中的小部落 这次他怎么也来了 这下夜席文可危险了 这位前辈 你这样擅闯进来可不好吧 这个时候姚倩起身上前一步说 小丫头 这是我们绝影毒恶族的事情 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哼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羊竹商会的地方 而夜席文也是我们羊竹商会的客人 也容不得别人在这里放肆 你真要包庇这小子吗 这不是包庇不包庇的 夜席文乃是我们羊竹商会的客人 我们羊竹商会还没有这样的规矩 让自己的客人在我们的地方上受到迫害 十八长老似乎在想什么 沉一半天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此离开 你们这么包庇这个小子 你们会后悔的 我就不信了 这小子还不走了 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地方 伴随着十八长老大闹会场 偏然离去 这一场年轻高手的聚会 也随时结束了 随着几大高手 都纷纷下场比试切磋过了 也就没了看头 直接匆匆结束 多少有些虎头蛇尾的意思 眼看着十八长老 带着恶红离开 姚倩却听见旁边的夜席文 有些可惜的说 可惜了 没能斩杀掉这个恶红 不管怎么说 今天还是让你们为难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哦 没什么 既然在我们羊主商会的地方 你又是我邀请而来的客人 我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何况对方还是绝影独恶族 不管怎么说 这次你们收留我的事情 肯定会面临绝影独恶族的 巨大压力 其实我可以离开的 他们奈何不得我 叶细文说 姚倩颇为自信地说道 在羊主岛上 绝影独恶族也不会乱来的 毕竟在这云星海域 他们也不能一手遮天 倒是另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 哦 什么事情 是这样的 在我们云星海域之中 有一片名字叫乱魔海的地方 姚倩唯唯道来 叶细文这才知道 原来在云星海域之中 有一片乱魔海 里面生存在海魔一族 这是海族和魔族结合之后 产生的一个全新的族群 这是当年魔族 在入侵荒谷大陆 试图一统天下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后遗症之一 后来 魔族败退之后 整个荒谷大陆上 就多了这些灵星的 魔族的聚集地 事实上 不仅仅是云星海域 在很多海域之中 都有乱魔海 只不过规模有大有小 有的里面甚至还有 纯正的魔族 在其中称王称霸 而云星海域 这个乱魔海 就距离这里 并不是太远 也就是十几万里罢了 在无银无边的大海上来说 确实不算远 许多人都会将乱魔海 当成是一个历练的好地方 而且这些海魔族 全身上下都是宝贝 都能卖出不菲的价格 因此 大量的人族 以及海族的高手 都会前往乱魔海 猎杀这些海魔族 尤其是现在 距离百强榜单的争夺 已经不远了 姚倩想在此之前 再度历练一番 多斩杀一些海魔族 提升自己的实力 而他召开这一次的 年轻高手聚会 就有很大的因素 是想趁机联合那些年轻高手 组成一个小队前往 不过 因为叶熙文的关系 这个想法明显泡汤 无论是柴甲 还是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都不可能和他一族了 而碧莹海蛇族那边 却根本不熟 而这个时候 叶熙文却冒了出来 和他关系不错 而且实力不差 正是他所需要的伙伴 所以便正好邀请了 那好 我去吧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叶熙文问道 对他来说 他现在的实力 还差得远了 根本就远远不够 也需要尽快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 十天 我们十天以后就出发 这十天 你先待在我们商会 十天以后 我们自然会通知你 不过现在 恐怕军影独卧族 已经不少天罗地网了 到时候 怎么出去都是一个问题啊 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到时候 我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姚倩含笑说道 叶熙文在聚会上 大出风头 两败柴贱明 柴贱本兄弟 并且最后重创恶红的事情 迅速传遍了整个杨筑岛 这个时候的杨筑岛上 已经聚集了 无数超脱镜以上的 年轻俊杰 叶熙文以一个黑马之姿 一下子获得了 许多人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 叶熙文在他们眼中 简直就是顶峰作案 而且还不仅仅是 重创恶红这么简单 在恶英已经陨落 在他手上的情况下 他甚至连恶红 也不想放过 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顿时震惊的无数人 这个叶熙文 似乎用胆大包天 都不足以形容 绝影独卧族 已经派来大批的高手 守在杨筑岛外面 只要叶熙文出岛 就会被逮到 但是现在的绝影独卧族 的人这样围追堵截 他根本没可能再出头 而且不仅仅是 外面的人议论纷纷 甚至就连杨筑商会的人 也都在议论着 很多人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高层会做出 保护叶熙文的决定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根本就是不明智的 虽然军影德恶族 碍于其他人族庞大的势力 不会对杨筑商会怎么样 但是哪怕是 给杨筑商会穿小鞋 也够瘦的 杨筑商会内部 一座院子内 姚倩和一个 气度非凡的中年人 一前一后立在院子中 爹爹 女儿任性妄为 给爹爹带来很大压力了吧 姚倩开口说道 眼前这个气度非凡的 俊朗中年男子 竟然不是别人 正是姚倩的父亲 杨筑商会现在的会长 姚俊成 不过是一些流言蜚语罢了 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姚俊成只是温和地笑笑 说道 这些年 商会的事情 我也多交由你打理 而你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相信你不是一个鲁莽的人 必然是有自己的原因的 所以我才替你压下那些流言蜚语 他救过我 没有他我早就死了 姚倩淡淡地说道 黄平他拼死救了我女儿这一茬 保他意思又如何 姚俊成哈哈大笑一声 还有他很有潜力 他的潜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仅仅是几年前 他还仅仅是一个半步超脱镜 这进步的速度是我所紧见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将来会有不小的出息 姚倩说道 这些事情你做主就是了 军影独卧那边我来 姚俊成仅仅只是含笑 温和地说 十天的时间都可以由杨竹商会来保护 叶西文可以暂时不用考虑外面的威胁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他这十天的闭关 并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 而是为了完成他的允星报 这一招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底牌之一 虽然还没有完成 却已经算得上是底牌了 叶西文想趁着这十天的时间 将这一套允星报也完全推演出来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对于拥有神秘空间和明星古术的叶西文来说 只要拥有足够的灵石 就能迅速地修炼成功 叶西文的身体盘坐着 像是在接手灵气瀑布的洗礼一般 越来越多的灵气开始涌入其中 在他的神秘空间之内 无数允星报的推演出来的信息 全都涌入他的脑海之中 神识之中 叶西文在那一片神秘空间内站了起来 五指捏拳 不断地演化着大破灭星辰拳 在这神秘空间之内 可以完全是站出来 他一遍一遍地打着大破灭星辰拳 虽然没有用上真元 看起来威力没这么大 但是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真正最为反谱归真的境界 而且随着一点一点允星报的信息被推演 他的每一遍大破灭星辰拳 都会比之前更强上一分 而最后一招允星报 也是一点点地被推理出来 在叶西文的周身 仿佛化成了整个宇宙一般 那漫无边际黑暗无比的宇宙 他的双拳像是化成了两颗不断运动之中的星辰 每一次运动都像是蕴含某一种大道的痕迹 在其中运转 隐隐符合整个宇宙星辰的运转法则 这都是他已经将大破灭星辰拳 联系到了非常恐怖的地步 虽然不敢说能够超越原来的创始人 但是叶西文自认 也已经到了极为高深的地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五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42集 十天的时间一闪而逝 十天的时间足够一场风波扬起 也足够一段风波平息 慢慢的 叶西文当初大出风头掀起的风波 一点点的平息了 不过借着这个机会 叶西文的名字也开始瞬间被人所知 在云星海域有多少年轻一辈的高手 没有人能算得清楚 能够从中脱颖而出的 能成为百强的 绝对是强者中的强者 虽然这仅仅只是杨竹岛上的成名 但是众人相信 只要他去参加百强榜的争夺 一招成名 那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而这个时候 十天之后 依然还在时刻等待着叶西文 从杨竹商会中出来的 也就只有绝影独恶独的高手了 姚姐姐 你说叶大哥什么时候会过来啊 在叶西文的院子外 白汉墨等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应该很快了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姚倩透露气来的问了一句 早上呢 我还没玩够呢 才不要回去呢 他们很快会找到这里来的 你藏不了太久 所以我才要跟你们去那个什么乱魔海啊 就你这三脚毛的功夫 出去不小心就死了 还在什么呀 姚倩道 姐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弱呀 那个什么避汉海的 还不是被我教训的很惨吗 白汉墨不满的说道 那只是你没有遇到厉害的罢了 姚倩淡淡的说 随即瞥见白汉墨不满的嘴里都呢 虽然没听见 但是他想也能想到 大约是说他的实力也未必比他强 对于这一点 他也是没有办法 这白汉墨虽然做事经常性的不靠谱 但是论修为天赋 乃是他平生所谨见 哪怕是叶熙文在他心中 也不如这白汉墨厉害 他绝对不怀疑白汉墨的修炼天赋 事实上 以白汉墨的实力出来行走天下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看见叶熙文境界 还不如白汉墨的时候 就出来行走天下了吗 杨竹商会情报网 遍布整个云星海域 但是都没有查到叶熙文的根脚 他就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到了超脱镜之后 出去游历本身并没有什么 但是真正让他放心不下的 还是这白汉墨的性格 跟个小孩子一样 这就是姚倩最为担心的一点 也许让他多出去经历一些 反倒是一件好事 让他感觉到奇怪的是 仅仅是这十天的时间 却让他感觉到叶熙文的一种变化 因为叶熙文这个时候推门出冷 虽然算不上是脱胎换骨 但是那种变化却是在最森城的 让他一下子抓不住 若隐若现的像是藏在一片迷雾之中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叶熙文的脸上 扬着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神情 十天的时间 终于让他将允星豹的全部精髓 给推演出来了 没有很及时 姚倩笑笑说道 这一次就我们三个人吗 叶熙文问道 因为只是历练的关系 所以只有我们三个人 不过我们会在乱梦海前 再度招揽同伴的 见姚叶熙文似乎不太知道的样子 姚倩就解释了起来 原来在乱梦海之中 大部分的人都是三三两两的去历练 并不会组织大队人马前往 所以也就多了许多联合前往的情况 在真正进入乱梦海之前 姚倩还会邀请几个人加入进来 这样的话 这个小队就完成了 相对于大队来说 小队的规模最为合适 也是最为灵活的 因为在乱梦海之中 很可能会遭遇大队的海魔 这样的话 人多反而不容易逃脱了 当然 临时组成的小队 自然不如他们三人这般亲密 所以如何挑选好队友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叶熙文也准备好了之后 三人没有出阳竹商会 而是直接往阳竹商会内部而去 我们得快点了 军影独卧族在我们商会之中 肯定有眼线 你一消失 他们恐怕很快就会知道 到那个时候 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走的是哪条路线 但是肯定会很快展开天罗帝王式的追杀 而我们去乱梦海的消息 恐怕也回想不久之后 被他们探知 到那个时候 他们很可能会追杀到乱梦海那 姚倩说道 怕什么呀 那个什么军影独卧族的人 敢来多少个 我就杀他们多少个 白汉墨依旧一副大打咧咧的样子 你懂什么呀 这次军影独卧族的人恐怕是真的动怒了 这次如果他们出动的话 恐怕就是真正的顶尖高手了 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被他们追到 恐怕连我们都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地避开他们 一到洛梦海 那就什么都不怕了 带洛梦海之中 各种鱼龙混杂 各种势力都在其中交红纵横 就算是军影独卧族在其中 也不可能支手遮天 在里面真正强横的还是海摩一族 他们绝不会允许军影独卧族将触手 深进乱摩海的 所以就算是军影独卧族的高手来了 数量也不会多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姚倩侃侃而谈道 嗯 我们紧快离开这里吧 叶西文稍微一想 顿时就明白了 姚倩说的话是对的 两人都没说什么 白汉墨也没什么可说的 而且相对来说 他还巴不得赶紧进入乱摩海中 对于其他人来说 或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但是对于他来说 却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乐场 三人都没有意见 很快便离开了这里 果然不出姚倩所料 在他们离开之后 不过是短短半个时辰 大批的海摩族的高手就已经赶到了 为首的正是那个十八长老 而在他的身后还有恶红 他被叶西文锁上的伤势经过治疗 已经完全好了 盖斯果然被这几个人逃脱了 恶红双目赤红 恶狠狠地说道 根据我们在扬州商会的内线的消息 那个贱人果然帮助他逃走了 十八长老目光阴沉地说 不过可惜 他大概做梦都想不到 在他们的扬州商会内部 居然会有我们绝影独卧族的内奸 他的行踪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可惜了 就是不知道他们跑去哪了 恶红顿时有些可惜的说 从他们这个密道的方向来看 所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就是乱魔海 只有乱魔海是云星海域各大势力的禁忌之地 连我们绝影独卧族 也不可能将触手伸进这个地方 他们如果想要逃走 那么就只有这一个地方 那就是乱魔海 十八长老几乎是瞬间 就做出了判断 如果他们走其他的地方 那么他们就只能陷入 我族的天罗帝王之中 根本不能逃脱 我相信那个小贱人 肯定会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敢肯定 他们肯定是去了乱魔海 那我们快去追吧 恶红顿时迫不及待地说 不行 在乱魔海之中 那是一片禁地 海魔族虽然看起来混乱不堪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却都是非常团结的 禁止我们恶大势力派遣大批人马前往 就算要前往 也都只能是作为小队的模式 而且我这样的人 去了实在太显眼 肯定会引起海魔族高层的注意 到时候反倒是我脑部满城风雨 还不如我不去 而你去 十八长老说道 我去 恶红顿时有些脸红了 因为他知道 对于须叶信文而说 他只能是送菜而已 不过随即想到 十八长老不至于如此 联盟稳定了情绪 继续听下去 现在我族太子 和其他几个年轻高手 就在这其中历练 你进去之后 就立刻和他们想办法会合 然后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几个人给出去 而我也会带领人手 守在乱魔海的外围 只要他们敢出现 那就是死路一条 恶红顿时明白了 十八长老的意思 欣喜起来 有恶太子在那里的话 那么这个叶锡文就死定了 根本不可能活下来 在强大的恶太子的面前 这叶锡文根本不可能存活 虽然这不是他亲手击毙叶锡文 但是他这个时候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 他心中的心魔也会越变越大 最后直指让他当场 直接爆开都有可能 足从一天之后 三人才看看 飞临乱魔海外围的区域 仅仅只是在外围 三人就能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魔风 从里面吹了出来 将周围的灵气变成魔气 异常的恐怖 叶锡文甚至都能听到 其中魔兽的咆哮声 受到魔气感染的 不仅仅只是海族 而转变成海魔一族而已 还有诸多海中的凶兽 也都变成了海魔兽 比起一般的海中凶兽来说 更是凶悍无比了许多 尤其是在这乱魔海 这样的环境之中 海魔兽绝对是仅次于 海魔族的一个恐怖的族类 三人没有直接进入乱魔海中 而是进入了附近的一个乱魔城 乱魔城之中 依旧是一片混乱的场景 三人的进入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姚倩来过一次乱魔城 比起其他两人来说 他要懂得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仅仅刚刚进入乱魔城之中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就见到了两次斗殴事件 其中甚至有一人还死了 这也正为由此 所有人都是很冷漠地 看着这种情况 并没有人出面来管这个事情 所以叶锡文 这才精正地看清楚了 乱魔海之中的混乱 比起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在这一片乱魔城之中 也不分是人族还是海族 因为根本就没有必要 所有人来到乱魔城 都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竞争对手 这里有意思 没有人管 看到这混乱的景象 白汉墨非但没有任何担心 相反的还兴奋了起来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 姚姐姐 我们在这干嘛 怎么还不走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姚倩淡淡地笑着说 三人又等了足足半个时辰 正当白汉墨 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这个时候 九楼一楼中 却传了一阵豪爽的声音 怎么 姚妹子回到乱魔城 也不来找我们呢 伴随着这一声豪爽的声音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 从楼底传来 三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确切是两男一女 三人的组合 为首的一人中年模样 鹤发然虚 身形标状 极为健壮的模样 脸上挂着几分爽朗的笑容 而在她的身后 跟着一个年轻人 约莫着二十多岁的模样 一身滑袍 脸上带着略微一丝的激动 目光直直地看着姚倩 而在她的身边 则是一个二十多岁模样 样貌普通的女子 只是身上带着几分 萨爽之气 又寻常女子 所没有的经过气息 这三人迅速映入 叶锡文的眼中 叶锡文心中一动 听到这为首中年男子的话 她几乎能够判断 和姚倩 她是老相识了 那个年轻男子 看到姚倩的那一刻 顿时就激动起来 不过 当她看到了叶锡文 和身边的白汉墨的时候 顿时就有些阴沉 哎 姚姐姐 这些什么人呢 白汉墨有些好奇 便心直口快地直接问了 听到白汉墨的称呼 那年轻男子 明显松了一口气 对于白汉墨的敌意 也小了许多 而剩下的敌意 就落到了叶锡文的身上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是叶锡文对于这些气息 是何等的敏感 怎么可能瞒得过他 叶锡文眉头微醋 虽然不知道 这个年轻男子的敌意 从何而来 但是他心中感觉很不舒服 他不知道这其中 到底是有什么误会 对他来说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个年轻男子 对他有敌意 这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不过 这三个人来历 还未曾明确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姚倩的朋友 叶锡文这才没有发作 但是却已经暗记在心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在乱墨城之中 赫赫有名的猎魔小队 熊小队 以前曾经和我并肩作战过 这是队长熊成志 何玉龙 还有我最好的姐姐 于思思 姚倩脸上露出几分笑容 又介绍起来 这个是我弟弟白汉墨 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叶锡文 听到叶锡文的名字 众人都没有什么反应 能够在落摩海纵横的人物 放到其他地方 也几乎都是能够纵横一方的 而在其他地方能够驰骋的人物 在落摩海却未必能够吃得开 听到姚倩说白汉墨仅仅只是弟弟的时候 那个何玉龙的脸上明显露出了几分轻松的表情 对于白汉墨仅有的几分敌意 也都消失无踪 而剩下来的就是对叶锡文的警惕了 姚妹子 我们可是好久都没聚过了 自从你离开落摩海之后 就一点消息都没了 今天如果不是我们的人看到你出现 恐怕我们至今都没办法相见吧 那熊小队的队长熊志成 哈哈大笑一声说 姚倩和熊小队之中的人是不一样的 熊小队之中的人是职业的猎魔人 以猎杀海魔来换取足够的修炼资源 他们可能终身都会留在卵魔海 而姚倩不一样 她在外面势力庞大的师门家族 根本就不需要像这些猎魔人一样 猎杀海魔来换取修炼的资源 小梅最近事务繁多 比较忙碌 恕罪恕罪啊 姚倩只是淡胆的讨饶刀 这刑队长当初队伍有最关照的 对我来说就是大哥一般的 姚倩对着白汉墨和叶熙门儿去说 哦原来是这样啊 听到姚倩这个说法 白汉墨对于熊成志的脸神 顿时都有些许的变化 听到这个话 熊成志倒是没有什么骄傲 只有一种郁闷的感觉 他们熊小队 在整个乱魔城之中的猎人小队之中 也能算得上是颇有名声的 那时候显然对于他身边的两个人来说 就像是一个路人一般 根本无足轻重 甚至都没有姚倩的一句话来得重要 因为姚倩一句话 白汉墨的态度就能够变化 对他来说很是一种挫败感 姚倩所说的 到了乱魔海再找人组队 应该就是这个熊小队了 因为小队来说 大约也就只有熊小队 符合他们的要求 在这乱魔海乱魔城之中 根本就是一个混乱的地方 几乎没有什么规矩 有的就只有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拳头大者为王 也没有什么城主来管理秩序 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点点聚居而成的 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强力的管理者 就算是有 也是冲上混乱的人物 自然就不会管了 因此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 在这里的人多也是类似魔族一般 狡诈残忍 总之各种负面的词汇 都可以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到 所以再一次进入乱魔海 姚倩就选择了这个熊小队 之所以在这里等待 也是为了等待这个熊小队发现的 想到这里 烈西文顿时恍然 怎么 姚妹子这一次要再闯乱魔海吗 熊志诚问道 嗯 我们现在就要再闯乱魔海 不知道熊队长现在忙不忙啊 姚倩说 本来姚妹子要加入我们熊小队 那是最好不过了 但是 现在我们熊小队的大部分队员 都已经四散在外了 都有任务在身 这个时候唯一在的 也就仅仅是我们三个了 如果姚妹子不急的话 最好再等上一两个月 他们应该就能返回了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再去残疾乱魔海 把握也就大得多了 熊志诚道 一两个月 对于一个 以万年为寿命单位的 超脱竞强者来说 确实不过是一个短的 不能再短的时间了 没事 三个就三个吧 加上我们这边三个 六个人的小队最是灵活了 姚倩直接说道 没有拖延 现在她也拖不起 她估计 绝影独恶族 已经发现了 他们悄然离开 这个时候 已经布下天罗帝王 等着他们 甚至可能会直接 杀进了乱魔城 在这种情况下 越早离开越好 熊志诚也看出姚倩 很是着急 于是便说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三个 就陪姚妹子 去闯乱魔海吧 姚妹子这次来乱魔海 也是为了之后的 百强高手争夺大赛 前来历练吗 这段时间 因为这个原因而来的 年轻一辈的高手 特别的多 那个一直不说话的 模样普通的女子 于思思说道 姚倩点点头 也不否认 听到姚倩这么一说 那几个熊小队的高手 都一副了然的样子 好 既然如此 那事不宜迟 我们快点进入吧 熊志诚说道 这时何玉龙突然开口说 去乱魔海可以 不过乱魔海 可不是什么人 都可以去的地方 如果实力不足的话 去的话 也只会死在海魔的手上 那还不如不去呢 这句话 显然是目标直指叶熙文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这个实力不足的人 很明显 就是指叶熙文了 你这人什么意思 叶熙文还没开口 白汉墨顿时开口说道 我没有别的恶意 但是实力如果不够的话 只会拖累我们的队伍 玉龙也没什么恶意 他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实力不够的话 最后恐怕只能是 拖整个队伍的后腿嘛 熊志诚略微有些 担心的样子说道 既然如此 那么就不要合作好了 叶熙文突然开口说 甚至都不愿意 说明什么原因 狂妄 这里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那何语龙更是感觉 脸面受损 尤其是叶熙文的态度 对他来说 是赤裸裸的无视 加上他和姚倩的关系 终于让何语龙 一下子爆发了 何语龙瞬间出手 五指捏拳 一拳朝着叶熙文的背后轰去 那拳头穿过空气 瞬间激荡起了剧烈的拳压 直冲叶熙文的后背而去 无耻 白汉墨顿时大吼一声 就要出手 而在他身边的姚倩 顿时也带眉树立 极为的愤怒 这何语龙说动手就动手 根本就不管他的态度 让他怒火中烧 而不等白汉墨出手 那一股拳压轰到叶熙文的背上的时候 叶熙文转身 一拳轰出 五指之间金色的神盲瞬间汹涌而出 形成金色的拳风迎了上去 砰 两股拳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撞到了一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叶熙文的金色拳风 瞬间犹如一柄利刃一般 破开了何语龙的拳风 砰 何语龙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犹如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直接倒飞出去 撞进墙体之中 你 千敢下如此毒手 那鱼丝丝顿时也是横眉冷目 站到叶熙文的面前 哼 如果不是看在摇倩的份上 我早就一拳打死他了 背后突袭算什么 叶熙文冷冷一笑 说道 如果没有留守 只怕当场就能打死这个何语龙了 虽然这何语龙实力极强 已经跨入超脱镜六重天 但事实上 和之前的恶红根本就没办法比较 不可能 不可能的 那何语龙嘴角一出鲜血 依然难以置信 双母之中依旧是震惊无比 在他的观念中 超脱镜六重天就是六重天 三重天就是三重天 双峰之间几乎隔了一个大境界 一个是初期 一个是中期 他本来应该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但是他却不是叶熙文的对手 兄弟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姚倩上前一步 盯着熊志诚说道 虽然熊小队之前和他合作非常愉快 但是发生这种事情 却也是让他出奇的愤怒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御龙也想验证一下 这个小兄弟有没有这个实力 毕竟进入乱魔海 可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没有足够实力 只会拖累整个小队 你也是进入过一次乱魔海的人 所以我想 你应该能够理解我们这种谨慎的 熊志诚叹了口气说道 姚倩想了一下 他也并非是第一次来乱魔海 自然知道乱魔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如果实力不厚 肯定会送命的 就算如此又如何 就算是这样 就可以偷袭别人吗 何况偷袭都打不赢 哼 我要是他呀 干脆直接一头撞死算了 白汉墨在一旁冷笑着说道 白汉墨在一旁挪了挪嘴 神情颇为不屑 似乎在说 这个何一龙实在是太没用了 这样吧 这次进入乱魔海之中 我们拿的份额减少一成 你看如何 熊志诚这个时候 只能是咬着牙说道了 两成 不然这件事情谈都没得谈 叶锡文这个时候 却突然越举带袍 代替姚倩说道 呃 好 两成就两成 一言为定 虽然少了两成 但是熊志诚确实认为值得 毕竟相对于来说 这样的机会更难得 他们不合作 城内等着合作的人 是多得是的 那好 我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家伙 不要参与进来 我不想继续看见他 叶锡文指着地上 已经昏迷过去的 何玉龙说道 没问题 不过就我们五个人 会不会少了一点呢 熊志诚说 没关系 少一个也没什么影响 姚倩点头说道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赶紧进入乱魔海之中啊 那好吧 我们立刻就出发 熊志诚说 何玉龙很快 就被那熊小队的队员 外围给带走了 而叶锡文五人 则是一刻也没有停留 直接前往乱魔海之中 很快 恶红就已经知道 叶锡文等人 已经不在不久之前离去了 该死的贱人 恶红恶狠狠地低声骂道 随即直接写上了传信符录 开始联系起了 在乱魔海之中的恶太子 这一次 一定要将叶锡文 围杀在乱魔海之中 一片茫茫的魔海之中 五个人的身影出现在魔海内 在他们面前 一头巨大的海中凶兽 再肆意成凶 随着他巨大的身体的不断扭动 海面上顿时掀起滔天巨浪 一道道海浪席卷出一道道水箭 直冲站在魔海之中的五人 在无尽的魔海之中 无数的魔器都在翻滚之中 人类强者的血肉最好了 这一头巨大的海魔兽开口说道 笑声中充满着猖狂的意味 不等他继续发起进攻 叶锡文他们已经赶到了 而且率先出手 巨大的火焰长刀 在天空中越变越大 一直到最后 终于瞬间斩落下来 带着难以匹敌的气势 直接批破长空 无边的魔器 瞬间被斩断成两半 吐吃 这头看似巨大无比的海魔兽 在叶锡文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直接被斩杀成两端 叶锡文张开大手 顿时一股血光 从叶锡文的手上刷了出来 那一头巨大的海魔兽 身上所有的血肉 也在一瞬间 都被叶锡文给生生的 吸收进了天原镜之中 这头海魔兽的血肉精华 全都被天原镜给吸收了 然后转化成精纯的能量 灌输到叶锡文的身体之中 他感觉到 自己的修为又增强了一分 脸上抑制不住的畅快 这才进入到这个乱魔海之中 不过是几天 他的修为就有了巨大的提升 直接脱离了当初 超脱镜三重天初期的境界 而且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他甚至都不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直接达到 超脱镜三重天的巅峰 到时候 甚至就能够冲击 超脱镜四重天 到时 他的战力又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一头解决到一头海魔兽 这头海魔兽就像是傻眼一般 根本就没办法真正的抵抗 他们根本不知道 叶锡文拥有天原镜 对于魔族 已经拥有魔族血脉的 都拥有超凡的克制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 叶锡文来到了乱魔海之后 开始频频出击的根本原因了 有熊志成和余思思这样的专业猎魔人的存在 叶锡文等人少走了很多弯路 甚至几次被海族的高手伏击 都因为有熊志成和余思思的提前发现 而先行一步撤离了包围圈 不然又会是一场血战 不过即便如此 因为乱魔海混乱的情况 众人几乎每天大部分的时刻 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战斗 都有了不少的提升 尤其是邀千 更是进步飞速 他一边战斗一边领悟 一边不断地吸收丹药之中的能量 修为提升的飞速 按照这样的速度 甚至能够在百强榜单争夺赛之前 直接突破到超脱镜七重天也有可能 如果是那样 他绝对能够跨入前二十 白汉墨的进步更是极大 原本他的天赋就绝对足够用 加上经历了多年的培养和积累 他真正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战斗 在战斗中 他原本的积累也迅速地被释放出来 而对叶希文来说 这就是一场滔铁盛宴 时间就这样足足过去了三个月 这时钟 叶希文和姚县等人 不断游走在乱魔海的边缘地带 不敢深入其中 据说 落魔海深处是真正海魔族的高手 盘踞的地方 那是拥有大批超越了超脱镜的 法象镜高手的聚集地 叶希文虽然想快速提升 但并不是一个白痴 知道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除了超脱镜九重天的海魔兽之外 叶希文等人还遇到了几次超脱镜八重天的存在 有海魔兽也有海魔一族 形势可谓是非常的惊险 不过好在有经验老道的雄志成在 众人都及时逃脱了 这一天 一片深海之中 一处地底海沟之内 一朵有黑色半透明的莲花 盛开在幽谷之中 这是紫游鬼火莲 顿时传来鱼丝丝的惊呼中 什么是紫游鬼火莲呢 白汉莫问道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天才异宝 呈现紫色 通体半透明 对于海魔族来说 是一种大补的补品 超脱镜的海魔族服下了 立刻就能提升一个级别 可以说非常少见 任何一朵出石 都能引起无数海魔族的高手 乃至海魔兽的争夺 每一次出现 都可以说是血流成河 乱魔海之前也出现过几朵 每一次都有许许多多的海魔族高手 和海魔兽葬身当场 只可惜 这紫游鬼火莲 对于海魔族来说 是大补的补品 但对于人类来说 却是最毒的毒药 因为这种紫游鬼火莲 乃是有无数的魔器 在特殊的环境下 才有可能生长出来的 所以其中蕴含着非常多的魔器 一般人直接吞浮下去 直接会造成身体中的真源 和丹田完全崩溃 熊志成非常尽职尽责地解释道 叶西文 赶紧把那一朵紫游鬼火莲弄到手 木的 叶西文的耳中突然冒出了叶末的声音 哦 你已经晋级成功了吗 叶西文依旧有些难以置信的惊喜的问道 没有 只是被紫游鬼火莲的气息给惊动了 我只是对魔族的气息特别敏感罢了 你是说 用天元镜吗 和叶末多年的默契 几乎让叶西文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过 正当叶西文要开口 要这一朵没什么人真正有兴趣的紫游鬼火莲的时候 一声猖狂的大笑声从不远处传来 真是没想到 跟踪几个人组的家伙 居然让本尊发现了紫游鬼火莲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欢迎订阅 众人顿时警召大声 立刻转头看去 却见一尊浑身被包裹进了幽蓝色的鳞片 长着巨大的一对异赤的海魔族的高手 出现在众人面前 脸上挂着几分欣喜若狂的笑意 众人脸色顿时大变 这个海魔族的高手 是什么时候跟在他们的后面的 他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连熊志成这个老资格的猎魔人 居然也没有发现 而那个熊志成更是脸色异常难看 在乱魔海之中生存非常的困难 除了强横知己的实力之外 最为重要的就是小心谨慎 没想到还是被人跟踪了 真是运气太好了 那个海魔族的高手 顿时诡异地怪笑一声 再加上这些人类的人头 本作的收藏又多了几个 真是好啊 搜集人头 熊志成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你是血手人徒白隐 听到熊志成这么一说 顿时就连一旁的余思思都开始脸色大变 似乎这个名字拥有可怕的威慑力一般 没想到你还知道本作的威名 那就正好乖乖受死 本作手上还没有人能逃走呢 让你们让书将会成为本作的收藏品 那海魔族的高手 结结怪笑一声说 完了 完了 没想到我们居然遇到这么一个煞星 真的是完了 余思思异常惊恐地说道 这血手人徒很可怕吗 白汉莫问道 当然可怕了 在他手上 人类高手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 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经历 他在二十多年前突然出现 然后疯狂地屠杀着人类在落门海之中的高手 海族高手还要能在他手下逃命的吗 但是人类高手就真正的侮辱可逃了 虽然仅仅只是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但是就算一些老牌的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都没能够治得了他 甚至一次造成了数百人类高手被屠杀的惨案 最终引得我人类的一尊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震动出手 追杀三千里 但是居然都被他躲开逃走了 此话一出 叶细文三人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能够从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的手下逃脱 这份实力和经验都足够害人的呢 最为重要的是 这似乎是一个对于人族有着特殊仇恨的海魔族 对于人族的高手从来没有手下留情过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只有一战或者是死 让我来 你带着其他人逃走 这个时候 熊志成咬着牙说道 他身上一股强大的气息 正在一点一点地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这熊志成居然也是一尊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他之前一直隐藏得很好 竟然没有人发现 想走 你们走得了吗 血手人徒哈哈一笑 说道 他身上一股庞大的魔源 瞬间席卷了整个海沟 我早已经在上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 除非是我亲自去接 否则的话 你们就算想讨都走不了 跟他拼了 我就不信 他能够是我们所有人的对手 白汉墨叫道 尤其是熊志成竟然也是一个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 你们快走 我来拦着他 不然我们一个都别想走 他不是一个平静着人多就能战胜的对手 虽然是一个疯子 但毫无疑问 这也是一个天资绝眼的疯子 熊志成咬着牙吼道 哈哈 疯子 我喜欢这个称呼 但是让我变成这样的是你们人类 他的眼前浮现出了一片场景 那是血与火的交织 那是一个海魔族的小村落 断肢 残血在交替 远处传来巨大凶兽的咆哮声 预告着罪恶的开始 死亡的气息接踵而来 断桥残骸 黑烟接连而起 遗忘不到尽头的黑暗 一些人类高手化身恶魔 傲慢地入侵每一寸空间 一个海魔族的孩童 看着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 听着世界上最为绝望的嘶吼声和绝望声 盯着黑暗的天空找不到出口 双手颤抖 留不住世人的脚步 无力红了双眼 这一幅画面 在他的脑海之中 久久徘徊 无法消除 在乱魔海之中 每一刻都在上演着这样的画面 或者是人类高手全军覆没 或者是海族船队全部被歼灭 亦或者是海魔族的族人被整村整村的图灭 已经没有所谓的正义或邪恶 一切仅仅只是为了生活 这些年的经历 仍然他早就看清了什么是生死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憎恨迅速站满了他的全部头脑 双眼之中投射出残忍暴虐的光芒 而另外一方面 熊志成身上的气息也在逐渐的变强 非常强横 他前所未有的严肃说道 等一下你们快走 不然的话恐怕就走不了了 就算是我恐怕也没有办法抵挡太久 思思 回去告诉大家 我不是一个好队长 以后大家可以选出一个更好的队长 队长 于思思一对毛子中两行青泪漏了下来 融入海水之中 迅速被已经变得狂乱的海水重走 打住啊 老头子 你开玩笑吧 白尹狂笑一声 身形瞬间爆裂出去 在他的身前形成了一片血光 生生将整个海水都给劈成了两半 瞬间化作一团血光冲到熊志成的面前 硕大的拳头瞬间砸落下来 哄 熊志成双手成十字状 牢牢地将白尹的攻击给拦在外面 但是身形却被直接轰飞出了十几米 嘴角几乎是瞬间就溢出了鲜血 染红了附近的一片海水 快走 我拖不了太长时间 熊志成含着血字吼道 何止是拖不了太长时间呢 在他接下白尹疯狂的一拳之后 身上已经被肿瘮了 他甚至差一点被轰昏了过去 能够挡我一拳 不错 不过老头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说着他再度扑杀上来 可怕的拳押 直接将海水都给击爆了 白尹的速度瞬间提升起来 同时 庞大的元神瞬间锁定了叶锡文等人 防止他们逃走 如果一旦有这个迹象 他就会立刻动手 将他们斩杀 在场的人中 最弱的余思思也已经跨入超脱镜六重天 而姚倩和白万赫 都算是各自势力之中的天之骄子 什么时候被人当作老鼠一样戏刷过呢 但是 即便是他们如何的愤怒 也没办法 因为对方实力太强了 砰 熊志成再度被鸿飞 他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被鸿飞了 每一次晃晃悠悠的站立起来 但是却再度被百亿给鸿飞 队长 一旁的余思思已经哭得成了一个泪人了 但是却没有丝毫办法 因为熊志成根本就不让他过来 老头子 没想到你居然能够坚持到现在 真是了不得呀 只不过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这就解决你 送你上西天 他身上恐怖的血色光芒更加的强势 残忍的双目如冷殿一般 双手猛然一抓像是瞬间要抓破宇宙乾坤一般 众人惊骇欲绝 这是一个普通的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能够有的实力吗 熊志成的身上承受着前所未有的恐怖围压 身上的骨头甚至开始出现了不断的摩擦声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滔天火焰刀器从天而降 斩在了那一只大手之上 砰 可怕的两股力量碰撞 直接掀起了无以伦比的起浪 虽然这一刀没能最后奈何得了这只魔爪 但是却为熊志成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趁着这个时间 他终于堪堪地脱离这一只魔爪的攻击范围 一道身影直接出现在了熊志成的面前 小子 你竟然敢坏本作的事情 原本打算晚一点杀你们 看起来你们这是迫不及待的要找死了 白衣只是冷笑着看着叶锡文 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般 不是让你们走吗 熊志成这个时候才注意到 叶锡文等人居然还在 哼 我们走得掉吗 叶锡文的嘴角若有若无的苦笑 他不想走吗 可是他根本就走不掉 事到如今也唯有一战 也只能是决一死战了 他如果不死 那么就是我们死 叶锡文说 小子说得对 如果本作不死 你们一个都被想走 有本事的话就来沙沙看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作者 傅孝辰 演播 少华 第444集 叶锡文身上的力量也是一点一点的解封了出来 事到如今他再也没有任何保留 因为这个时候再保留的话 那么对他来说根本就是死路一条 他的皮肤先变成了古铜色 霸体的完全启动 紧接着又是一股股金色的神性爬上了叶锡文的皮肤 远远望去就像是一尊黄金胶筑的金色霸王一般 所有人 尤其是于思思 更是震惊地看着叶锡文 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 他说的没错 在对付任何龙的时候 他确实留守了 而熊志成也是颇为震惊地看着 已经是宛如黄金胶筑一般的叶锡文 在叶锡文的体内 小宇宙之中也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本作就先杀了你吧 百一一声怪笑 小心 熊志成联盟大叫一声提醒道 但是这个时候 百一的攻势已经轰杀到叶锡文的面前了 他的拳头上覆盖着无数的魔力 疯狂地旋转 带动着周围无数的海水 开始呈现着一个螺旋状的状态 而这个时候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叶锡文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终于动了 轰隆一声 一声巨大的爆响 从两个拳头的交接处传出 砰 又是一声剧烈的碰撞 叶锡文只觉得一股滔天的距离狠狠地笼罩下来 他浑身都被这股距离笼罩 身体都开始咯吱咯吱作响 他身上的骨头甚至都有种要被压断的感觉 他终于没有办法卸取所有的距离 直接被轰得后退了几步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在乱魔海之中 一片茫茫大海中 一行人飞速地在海面上飞行着 如果叶锡文在的话 估计能够认出来 这一行人正是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为首的一人 正是已经进入乱魔海之中的恶红 在他身后那个年轻人 也是叶锡文的老熟人 被他直接弃昏过去了的何玉龙 而在这两人身后 是一个身负黑色斗篷的高大人影 在他身上缠绕着一圈若隐若现的魔气 你确定是这条路线没错吗 恶红问向旁边的何玉龙说 没错 就是这条线 不会有错的 我们小队之中 一般都会留下特殊的心香 作为记号 只有我们小队的人 才能够特殊的办法可以闻到 所以我不会认责路的 何玉龙说道 既然是这样 那就最好 不然的话我就宰了你 当食物 这个时候 那个围首的黑色斗篷人影 开口说道 这个自然 何玉龙联盟点头 只要你能做好这个事情 我们绝影独卧族 不会亏待你的 别说什么熊小队 就算是再见一个乱队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时候 恶红拍着胸脯保证道 这次麻烦你了 恶红又对着身后那个 身穿黑色斗篷的男子 开口说道 没什么 替柱上解决这些事情 也算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那个叶席文 喊和柱上作对 那就是取死有道了 根本死不足惜 不过 最好还是要能够 将这个叶席文尽快找到 我们还要尽快 回到主上身上去 这个时候 那个黑色斗篷的男子 开口说道 这叶席文也算是太子的 一个心头之患了 尽快解决 不能让他成长起来 恶红说 那个黑色斗篷的人影 不屑地接到 在年轻一辈中 没有人能给主上带来麻烦 没有任何人是主上的对手 主上注定是要夺取 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第一人的 这个时候 那个百姨眼神中 闪过一丝恶然 那个熊志成也就算了 熊志成好歹也是 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但是这个叶席文算什么 不过是一个 超脱镜三重天罢了 对他来说 根本不过是一个 连懒得看的蝼蚁 但是叶席文 居然挡下他权力的一拳 虽然他不断后退 但是这也无法掩饰 叶席文的脸上 倒是闪过几分苦笑 果然 自己和百姨相比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甚至可以说 如果不是有着霸体 和强大的天皇再生术 他根本不会是百姨的对手 但是既然已经站在这 那就已经是别无选择 你退后吧 这里交给我 叶席文说话的时候 刚才因为受到重创 而衰弱的气息 也一下子恢复到了巅峰 见叶席文似乎没事的样子 熊志成这才堪堪松了一口气 事到如今他终于看出来 在姚剑三人之中 隐藏得最深的 就是这个叶席文了 小心点 他很强 甚至远远超过 超头颈七重天的高手 他提醒道 我明白 放心吧 叶席文点点头 队长 这个时候 熊志成退了下来 于思思早已经哭得 跟累人似的 哭什么 我还没死呢 有点意思 这是战友情吗 可惜了 你们很快就要进入地狱了 白衣脸上露出几分残忍的笑容 吓到地狱见了阎王 可不要忘记告诉他 你们是我杀的 你们的头颅 将会成为我最精美的艺术品 魔像破神拳 他的身后 隐隐开始出现了一个 由无数魔器组成的魔像 这是一头猙獰的魔神 轻面獠牙 身体之中 甚至还出现了六对手臂 非常的恐怖 红 他轰出了一拳 裹挟着浓浓的魔气 整个魔气 仿佛要将整个海洋 都给污染了一般 黑色的魔气 直接遮蔽了唯一的一点光亮 简直日月无光 叶西文神情异常地凝重起来 身上无数的神性 开始疯狂地涌现出来 每一滴神性之中 都有一尊神奇 在不断送念着远古古老的经文 和那些魔气相抗衡 红龙 魔像破神拳 狠狠地撞到金色的神性之上 像是两股天生不对头的力量 狠狠撞到一起 虽然叶西文竭力抵挡 但是这一股神性的浪潮 还是没有办法 抵挡住这魔像破神拳的威力 直接被魔像破神拳 给生生地轰穿了出来 不过 却也给了叶西文时间 从容不止 身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一起 身体内的小宇宙 瞬间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一股意境瞬间席卷而来 虽然不如恶红的那个领域 但是事实上 意境便是领域最初的样子 在叶西文的身围周边 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片宇宙虚空 疯狂地朝着遥远的方向 延伸而去 他的双拳化成了两颗巨大的星辰 迎着那巨大的魔气拳轰了出去 现场无数的海水 都在一瞬间蒸发 一瞬间竟形成了真空地带 叶西文连腿三步 每一步都将脚下只剩下空气的海底 给踩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百一已经直接冲了过来 根本不给他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刷 百一的速度奇怪 挥拳瞬间已经杀到叶西文的面前 虽然没有了刚才 魔像破身权那么强的威力 气势害人 但是速度却是更加的直接 无论是海族还是魔族的肉身 都远在人族之上 这两族也是喜欢以肉身近战的组合 砰 叶西文连忙抬手抵挡 右手只是堪堪挡住了百一的攻势 恐怖的拳头势打力尘 连一座山脉都能彻底轰碎 哪怕仅仅是很普通的直拳 没有带上什么魔源 不过百一的速度也奇快 另外一拳几乎是瞬间就破功而来 好在叶西文也是根本毫不犹豫 肉身方面 甚至他可以和同级别的龙族相争锋 可见他的肉身到底有多么恐怖 两人简直像是在掩饰国术一般 每一招一式都可以说之上是坏很准 直接朝着对方的弱脸红去 而在远处观战的姚倩和白汉墨 真正看到这一幕顿时举的也难以置信 这叶西文的肉身竟然和百一拼得不相上下 两人动作奇快无比 心狠手辣 朝着彼此的弱点下手 几乎是毫无任何的停滞 真正犹如两台恐怖的战斗机器一般 完了完了 这次叶大哥恐怕也是为难了 白汉墨难得一见的震惊了起来 他的战斗经验其实并不是很多 因为成长的环境太为顺利的关系 不过那并不代表他没有眼力见 真正说起来 百一的综合实力绝对在远远在叶西文之上 好痛快 好久没有打得这么痛快了 你虽然是人类 但是却是最不一样的那个 我就不要你的头颅 留你全尸 你一个超脱镜三重天 能和本座相抗论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百一哈哈大笑一声说道 他言语中依然是森然的杀意 尤其是这种人组之中 地位又高 实力也高的人 将来一旦成长起来 对于其他异族威胁 恐怕是恐怖的 他绝对不能留下这个后患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您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玩够了的百一终于不再留守 静止一拳带着无边的威势 朝着叶西文轰落下去 瞬间就轰到他的肉身之上 轰隆 叶西文直接因生生挨了这么恐怖的一下 就在他快要被轰飞的时候 手中猛然多了一把火焰刀 几乎是一下子瞬间斩出 火焰刀狠狠地斩在百一的身上 直接在他的胸口处 划拉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鲜血直接喷洒出来 他根本没有想到 叶西文居然还能有这种 在这个时候还能攻击到他 几乎是毫无防备的 就着了叶西文的当 直接被划拉出一条巨大的口子 而这个时候 叶西文也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直接喷出 伤势比起百一来要严重得多 整个胸口都完全塌陷下去了 百一还在正正当场 他受伤了 他竟然受伤了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不可原谅的事情 该死 你去死吧 百一的脑海中 想到那一副战火纷飞的场景 死亡似乎是唯一的主旋律 身体不由的颤抖起来 看出来是生气还是害怕 但是他的身形开始动了 立刻朝着叶西文方向掠去 要给叶西文最后致命的一击 但是实际上 他冲过去的时候却发现 情况和他想象的那完全不一样 几乎就是在他耽搁的这一段时间之内 叶西文已经利用天皇再生术 将伤势恢复个七七八八了 面对再度横冲过来的百一 叶西文文动了 甚至比起百一还要主动 已经被气疯了的百一 没有察觉到什么一样 见到叶西文放弃防御 顿时只觉得他只是在找死而已 没有觉得有什么 直接全力出手 双方犹如两颗流星一般倒飞出去 双方都遭到重创 鲜血横流肉身崩裂开来 这是一场惨烈之极的对决 双方之间简直像是生死仇敌一样 没有任何的留守 要给双方直接重创 生生的打死 双方都很惨烈 不过总的来说 还是叶西文更惨烈一些 再度招手重创 几乎快要断气的样子 姚倩瞬间看出其中的门道 顿时眼前一亮 他几乎立刻就明白 叶西文在打什么主意 竟然是要以伤换伤 生生的将百一给脱死 如果肉身不够强大的话 这样的打法 恐怕当场就会被打死 但是如果没有天皇再生术强大的医疗能力 也不可能实现 也就是只有同时间被两种能力的叶西文 能够做到了 很快 熊志成也看出来了叶西文的打算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为什么叶西文竟然敢代替他抵抗百一 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但是也正是因为有天皇再生术护身 所以他才敢和百一以伤换伤 反倒是达到了熊志成都没有的成绩 叶大哥干得好 白汉墨在一旁称赞道 而一旁的姚倩则是依旧眉头微醋 并没有因为叶西文连续两次重创百一 而有所高兴 他看出来了 虽然叶西文的天皇再生术很神奇 但是即便再神奇 要恢复也需要时间 虽然可能时间很短 但是确实也是需要时间才能恢复到巅峰的 但百一会给他这个时间吗 肯定不会 所以没有时间恢复到巅峰的叶西文 只会越战越弱 不过好在是不断遭受重创的百一的实力 也在不断的下降 双方的胜负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这是一场惊人的战斗 两人的动作都像是刘光一般 在海中闪烁 一路直接打上了海沟的深空 双方都没有求留守 全力出手 像是针尖对麦芒一般 而百一却只是以一套魔神破人拳施展开来 疯狂的朝着叶西文扑杀而去 面对叶西文的以伤患伤 他没有在意 因为在意也没用 如果缩手缩脚 反而会被叶西文抓住机会 穷追猛打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人的战斗 终于让本来很坚固的阵法轰然倒塌 红龙 阵法破碎 迅速让整个海水都在一瞬间疯狂的震动起来 掀起了滔天巨浪 两人的动作并没有因为这阵法破裂而有所停止 叶西文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海沟外面飞去 想走 做梦 杀红磊的百姨几乎马上就追杀上去 快走 这个时候熊志成一声敌贺 这时所有人都明白了叶西文的意思 他将百姨引走 给予了众人逃生的机会 这个阵法本身就不是很强的那种 真正的难点是百姨 只要给予他们时间 整个阵法的破除也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 问题就是如何拦住百姨呢 百姨也未必能够看得出来 只是这个时候已经被叶西文刺激的杀红了眼睛 顾不上许多了 这个时候斩杀叶西文才是最关键的 众人带上重伤的熊志成朝着海面上飞去 红隆隆 茫茫的乱摸海上一片混乱的爆炸声 传得极远 在一片混乱之中 却见四岛人影东到西掰的在天空之中 显得颇为的狼狈 叶西文正和一百姨站作一团 战火直接从天空中扩散到海面上 整个海面不断传来惊涛海狼 叶西文的对面正是阴波 浑身的鳞片将自己给覆盖住了 有点像是海族的湛蓝色鳞片 但是又像是魔族的深黑色鳞片 泛着幽幽的光芒 身后长着一对鳞片的翅膀 但是这个时候 百姨却显得异常狼狈 碧绿色的液体几乎全身都是 而在她的对面 叶西文也没好到哪去 甚至更加的狼狈 叶西文不断的喘着粗气 但是目光依然的坚定 这一场是她进入落马海之中 最为恐怖的一场战斗 光仅仅是为了恢复伤势 叶西文的寿命就已经耗掉了上百年不止 双方指尖 拼的就是以命相搏 根本没有停顿 小子 本座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被你逼成这个份 百姨不停的咳嗽 鲜血不断的溢出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我就送你上西天 她的身体之内 力量突然开始沸腾起来 一圈一圈恐怖的波动 从她身体中渗透出来 叶西文 小心 这时候 叶西文脑海里的叶末提醒道 叶西文这时 也疯狂地运转起天皇再生术 恢复身上的伤势 只是 现在天皇再生术恢复的速度 越来越慢了 因为不停的战斗 百姨的魔气 已经渗透进她的身体之中 她能够感觉到 这百姨正在释放的 一定是什么恐怖绝伦的招式 就算是巅峰状态下 都未必能拦得住 更何况是 现在这个半残的状态 我知道了 怎么能让你一招发出来 叶西文怒吼着咆哮着 就算是同时吸收 魔气和灵气的魔海 也不敢像叶西文这般 全部疯狂地吸收 由于这天原境的存在 所以叶西文 可以毫无顾拒地 吸收灵气和魔气之间的 剧烈冲突 无数的灵气和魔气 直接冲进她的身体 和她身体内的真缘 直接融合 她的身体 也是以一股恐怖的波动 开始剧烈闪动起来 叶西文能够感觉到 自己身体内的真缘 几乎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 被消耗掉 而一旁的姚倩和白汉莫斯的人 则是一脸惊骇地 看着身上波动不断变换的 更加恐怖的两人 像是看到了什么 惊世骇俗的事情一般 红 终于 叶西文率先完成了妖元弹 一股恐怖的气弹 在以一个令人恐怖的速度 朝着白衣 猛然轰去 红龙 她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 凌空自爆 血色的力量 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出去 在海面上 直接缓缓升腾起 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一瞬间蒸发了 无数的海水 方圆十里面的海水 都在被瞬间被蒸发 见到白衣当场自爆 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个白衣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 就像是一片乌云压顶 随时可能被他杀死 而且最重要的是 白衣比他们强太多了 已经强到了足以碾压他们的地步 甚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 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否则也不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如何修炼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绝对恐怖就对了 好在叶希文突然出手 费尽心力之后 终于将这个白衣斩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作者傅孟晨 演播 邵华 第445集 而叶希文本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身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在一瞬间像是被抽空了一番 这并不是他所遇到的最为危险的一次战斗 但是从自来到荒谷大陆以后 他就已经很久没有如此的比斗过了 在这一场战斗之中 他再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无力 他几乎没有办法想象 如果自己刚才稍微有一点迟疑 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他几乎可以说是后发先制 唯一比较有优势的就是腰元弹的准备时间太短 不是片刻间的时间就能准备好 这也是为什么腰元弹会成为他一个杀手锏的根本原因 这种招式注定了不会在平时的时候使用出来 这次能赢多少都有些侥幸 天元镜对于魔族的克制 因为他仅仅只是半魔 所以效果大打折扣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活了下来 叶希文 这百姨很不一般呢 这个时候叶末突然说道 在他的血肉之中 我竟然发现了魔神的血脉 恐怕他的祖上有一代是某一个魔神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强力的魔神 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强大 叶希文点点头 这些先天生灵的强悍 他早就已经有所领教 因为优秀的血脉 所以他们天生就可以拥有强大的实力 这么短的时间内 叶希文已经以天皇再生术恢复得差不多了 为了击败百姨 他前前后后消耗了上百年的寿命 恢复一些缘起之后 叶希文直接落了下来 来到众人身边说 我要闭关 众人连连点头 表示会为他守关 一直到他出来为止 这一次叶希文闭关主管吃了后 必然会更加的强悍 因为对他来说 也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叶希文直接落入海中 来到了之前那一片海沟之内 将紫幽鬼火连摘了下来之后 就在这海沟之中 布下了层层阵法结界 以天元镜笼罩之后 就陷入了闭关 他要借助这百姨的精血 和紫幽鬼火连 直接破入超脱镜四重天 到那个时候 他就真正将拥有 能够抗衡超脱镜七重天的力量 就算再度遇到百姨 也根本不需要这么狼狈 叶希文盘坐在海底 真元在他周身撑起 一片千米左右的真空地带 他盘坐在其中 宛如宇宙中唯一的真神 叶希文笔关的时候 叶末也在突破 一点一点凝聚出属于自己的灵体 将来有一天 甚至有可能能够脱离天元镜的限制 成为一尊大魔头 叶希文同时也在分心两用 不断指挥着天元镜不会出错 两股洪流 一股是紫幽鬼火连 一股是百姨的精确的能量 也都被纯化了之后 纷纷注入了叶希文的身体之中 他的身体散发出一阵一阵的光芒 然后霸体觉和观人精 都将这两股能量全部给吸收了下来 与此同时 叶希文的境界 已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势如破竹地 朝着超脱性三重天的巅峰而前进着 在乱魔海之中 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依然是一片混乱 犹如无数万年来一般 还是一如既往的混乱之中 一切都仿佛没有变化 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 叶希文已经在海底的深沟之中 闭关足足一个月的时间了 如果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够感觉到 叶希文那若有四无的气息 众人几乎都要以为叶希文出什么意外 毕竟叶希文之前是身受重伤之后 才进入闭关状态的 一般人都会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 才会考虑进入闭关 而叶希文进入如此仓促 会不会造成什么后遗症 这些都是他们所要考虑的问题 不过仅仅是一个月的时间 才刚刚开始 姚倩已经修炼到了超脱镜六重天的巅峰 借着这一个月 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感悟都整理出来 修为也是突飞猛进 并且在一次闭关之后 直接进入突破的状态 很可能直接跨入超脱镜七重天 而文勇 于思思和于赤诚两人 都有些苦笑的看着他们 什么是天才 这就是天才 别看熊志诚现在修为比三人要高 但事实上论潜力 三人都比他要强得多 一个舞者能够走多远 除了秦宇等一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 年纪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一般来说 年纪越大 突破的可能性就越小 他们的寿命已经走了几千年了 无法和叶新闻等人这样 可能就一两百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顶尖天才了 他们也只能羡慕极度 白汉墨百物聊赖的就趴在海面上 原本还有一些不长眼的海中凶兽 巡游过来 但是被他以熊志诚的 于斯斯联手战杀之后 那些海魔兽就不敢再往这一片走了 因为已经暴露了超脱镜七重天的实力 所以熊志诚也根本不再隐藏 反倒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现在已经完全放开 这一次战斗 也让白汉墨对于熊志诚的印象 有了很大的改观 白汉墨这个人 虽然有些大大咧咧 也有些幼稚 但是却绝对不傻 所以这一个月之中 三人虽然活话不多 但是却还是相处的比较愉快 至少比开始的时候要好得多了 这个时候 木的 白汉墨直接抬起了头 目光看向远方神庭凝重了起来 熊志诚注意到了白汉墨的异常 有些奇怪 白汉墨难道是发现什么了吗 但是他神念感知的范围之内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见白汉墨却是一副非常凝重的样子 顿时朝那个方向扫去 原本他的脸色还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他继续扫去之后 顿时就脸色大变 因为在他扫的范围之内 居然看见了一行人气势汹汹的 朝着他们这里横飞而来 虽然因为隔道太远 但他的神念也仅仅只是勉强看到一些 这就足以判断了 心中顿时有些惊恶 白汉墨比他早发现那边的异状 甚至是早多了 而白汉墨的实力比自己要低得多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而这个时候 于思思居然还没有注意到敌人的接近 小心危险 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出声提醒于思思 于思思汉有些茫然 不知道队长说的危险到底是什么 他的脸色大变 因为他感知范围内 突然感觉到有人直接闯了进来 速度很快 顿时心中大为着急起来 白汉墨更是吞的一下 犹如鲤鱼打滚一般 直接飞了到半空之中 身体顿时紧绷起来 目光牢牢的盯着前方 不一会儿 果然一行人已经出现在了 他们三人的视线之中 只是让熊志诚没有想到的是 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何玉龙 这些人居然是何玉龙带过来的 难怪这些人能够顺着追上了 他在这段时间之中 也若隐若现的猜到了 只怕叶熙文等人 是在被什么仇家追杀 他一直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隐藏了所有的踪迹 在洛门海这种地方 除非是运气极度不好 才有可能被对方追上 但他是没有防备的人 就是熊小队自己的人 何玉龙跟随他学习多年 基本上熊小队很多事情 他都知道 对于何玉龙 他几乎是将他当成 是接班人一样培养 给予他最好的照顾 几乎是做什么任务 都会将他带在身边 何玉思思是一样的 他不打算在猎魔人 这一职业上待上一辈子 将来迟早有一天 要退下来的 那个时候 他将会和思思 和何玉龙之间 选择一个传承人 搞了半天 他居然被自己看好的 接班人给背叛了 是这个姓白的小子 看起来 这叶西文果然就在这 何玉龙 你干得很好 这次我们军影独卧组 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恶红看到了白汉墨 转手对何玉龙说道 如果白汉墨在这里的话 那么就说明 叶西文和姚倩 就在这里不远 他顿时就激动起来 不过是小身上罢了 何玉龙难得的 保持了几分千功 只是这个时候 双眸之中 物自散的物自得 畜生 没想到 居然是你背叛了我们 熊志诚难以置信的 指着何对龙说道 队长 我没有背叛你 绝影独卧族的诸位都说了 只要那三个人的姓名 和我们没关系的 何玉龙上前一步说 没关系 怎么可能 你忘了我们熊小队的 规章制度了吗 你这个事情传出去 我们熊小队 还用在落门海混吗 熊志诚冷哼一声说 没关系 只要将他们全都杀了 就没人知道了 何玉龙连忙说道 不过是叶大哥的手下 败将罢了 竟然敢谋害我们 我看叶大哥出手 还是太轻了 直接杀了就对了 白汉墨冷笑一声说道 你闭嘴 今天你以为你早得掉吗 何玉龙顿时大喝一声 今天你们都要死 一个都别想走 何玉龙 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变成这样 熊志诚指着何玉龙 气急败坏地说 竟然变得如此不择手段 我平时就这样子教你的吗 就是这样怎么了 他算什么 竟然让我颜面尽失 而你竟然也不帮我 还帮他们 我才对你失望呢 何玉龙脸上 闪过几分猙獰的疯狂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五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对于他来说 从来没这么丢过脸过 被叶熙文收拾得很惨 而让他最疯狂的是 面对一个这样 折辱自己的家伙 熊志诚竟然没有选择帮他 而是选择了帮助叶熙文 好好好 我平日里就教出了你这个东西 熊志诚气急返校说道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既然这些人顽固不灵 那么就全部都杀掉好了 这个时候 恶红有些不耐烦的说 队长 你现在站到这边 还来得及 不要为了那个家伙 赔偿自己 那太愚蠢了 根本也不值得 哼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没别的可说了 熊志诚摇摇头 神情异常的坚定 好 队长 既然你死不悔改 还要帮着那个家伙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何玉龙已经扭曲了 大叔 别和他多说什么了 咱们全力一战吧 白汉墨摇摇头说道 有意思 我喜欢 我要把他们的血肉 一块一块地撕裂下来吃掉 那一个黑色斗篷的男子 节节怪笑说道 掀开他的斗篷 居然是一头长着一个类似 西异一般头颅的海魔族的武者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太子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义锐 这个海魔族的高手自我介绍道 老老实实地说出那个叶西文的下落 不然你们绝对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太子怎么没亲自来啊 白汉墨问道 在年轻一辈之中 绝影独恶族是太子最为厉害 哼 杀你们几个臭虫而已 还根本不需要太子亲自出马 那义锐冷笑一声说 那就没什么可说了 站吧 白汉墨大喝地说道 在年轻一辈之中 恶太子绝对是前列的存在 能够抗衡比肩的人很少 至少不是他白汉墨 如果说之前超脱镜七重天的百一 已经是恐怖的话 那么恶太子绝对是超越了 这个人之上的恐怖存在 除非是剑无双等人在 否则根本别想能够抑制住恶太子 既然不肯说 那么就都死吧 这个时候 那个义锐瞬间朝着白汉墨扑杀过去 砰 义锐的身影并另外一道身影挡住了 却不是别人 正是熊志诚 你的对手是我 熊志诚冷声说 你以为你挡得住我吗 这个时候 义锐顿时冷哼一声 两个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出手 直接让场面激爆了起来 双方一路杀到了天空之中 而在另外一边 余思思已经找上了何欲龙 我真没想到 千房万房家贼男房 最后出卖我们的居然会是你 队长对你这么好 还要将你培养成我行小队的下任队长 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 余思思怒指道 下一任队长 他有帮我当成是接班人吗 让人这么受侮辱我 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看重吗 你以为不知道 他已经打算将你立为接班人 事事都偏向你 是不是 你已经彻底没救了 堕落得太深了 余思思冷声说道 我没救 反正我也不需要谁来救 你们都死了 熊小队就会是我的了 我会告诉所有人 你们都死在了乱魔海的海魔兽的嘴中 到时候谁会知道 无耻 亲少 余思思早已经气急了 这个时候只能是怒火中烧 直接爆火一声 朝着何欲龙杀去 在熊小队之中 余思思和何欲龙 毫无疑问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更是被誉为接班人的存在 两个人毫无留情的厮杀 小子 你想阻止我吗 恶红冷笑的看着面前的白汉墨 虽然白汉墨之前没有出手 但是他也不认为白汉墨会是他的对手 不过是一个跟在姚倩身后的小子罢了 就算是姚倩 他也没放在心上 那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白汉墨一声爆喝 身形顿时直接掠了出去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把白玉剑 直接在办公中点出一道白玉的皮链 这小子交给我 你们去给我搜 那个叶西文到底在什么地方 恶红对身后的几个 一样穿斗篷的海墨族的高手说 哼 找死的小子 想死我就成全你 恶红冷笑一声 手中出现了一副钢罩 面对直接冲过来的白汉墨 他的钢罩瞬间抓破天地 速度极快 他的肉身非常的强大 随便就能将空气给撕裂 像是一头绝世凶兽一般 砰 乳白色的剑芒和他的钢罩 狠狠撞到了一起 恶红的眼中闪烁着金戈的神情 一个之前还远远不如自己的人 这个时候 却能扛得住自己的一招 虽然都是超脱经六重天 但是彼此之间的实力 却也有着天差地别的差别 就好像百亿能够轻松虐杀雄志成一般 同一个境界却好像是间隔着一个世界一般 如果说之前第一次遇到恶红的时候 他还不是恶红的对手的话 那么现在他就完全不触他了 绝对也已经跨入了超脱境六重天的巅峰 因为白汉墨最近时间经历了太多的历练 甚至 如果不是叶熙文和姚倩已经在闭关之中 他甚至也开始闭关 说不定什么时候竟能跨入超脱境七重天了 他眼中闪过几分凝重 这白汉墨比他想象的还要难打 还要难以对付 之前虽然已经见过一次 不过那时候却绝对没有这么强 随御御爪 在天空中 他的双手瞬间变大 无数的真缘纠缠在上面 双手的钢爪上点出了层层玉色 轰然朝着白汉墨抓了下来 在叶熙文的手上吃了亏之后 他就无比的小心 绝对不能让同样的事情再次出现 而白汉墨面对阵异击 直接在剑芒上爆出恐怖的剑芒 形成一道白芒 直接劈了下来 红龙 两股恐怖知己的力量 在半空之上产生巨大的爆炸 面对超脱境六重天巅峰的恶红 白汉墨丝毫都不落下风 这两人的交手 明显远远比一般的超脱境六重天的高手 要强横得多了 漫天都是恶红的着影 直接在天空中抓破了天穹 抓落到白汉墨的身上 白汉墨稍微退后一步 直接展开漫天剑光 将自己包裹进去 攻守兼备 威力异常之大 小子 我看你的资质不错 如果投靠我的话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恶红一声大吼说 一般来说 绝顶的高手 身边都有许许多多的追随者 尤其他们这些大家族 大势力出身的 就更是如此 投靠你 你算什么东西 让本少爷给你当追随者 只怕你还没那个资格 白汉墨一声抱喝 哼 明顽不灵 今天就是拿叶锡文和姚倩的死期 你要和他们一起赴死吗 恶红被白汉墨说的是 轻一阵白一阵的 哼哼 死恶红 你以为本少爷会和你一样吗 贪生怕死出卖朋友 这种事情本少爷做不出来 该死 明顽不灵 恶红终于完全放弃了 要说服白汉墨的想法 他手中着影闪烁 滔天巨浪 在他的控制之下 铺天盖地而来 咋走 就让本少爷干掉你吧 白汉墨冷笑连连 手中的白玉常见 猛然间绽放出万道剑芒 他宛如一尊剑道的神奇一般 一剑挥舞下去 整个天际都要被斩碎一般 砰砰砰砰 两股恐怖的力量当空碰撞 空气在一层层的 在所有人的眼中完全崩溃了 白汉墨一声爆喝 剑光瞬间贯穿了 这一头巨大的凶恶 当即那一头巨大的鳄鱼 化成了万天的水浪 瞬间就轰到了白汉墨的身上 砰砰砰砰 白汉墨一声闷哼 直接被这些急中的水滴 给撞飞出去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他的实力和恶红 还是有些差距 他的底蕴还是太浅了 潜力虽然超过恶红 但是显然他的潜力 并未完全转化成实力 白汉墨一路被轰飞捞远 这才堪堪停住了身形 目光牢牢的盯着恶红 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后悔 自己当初如果很好好 修炼努力的话 又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甚至如果他能够跨入 超脱境七重天 就能轻松地将恶红给打死 也根本不用现在这么狼狈了 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 姚剑所说的 他确实是天才 但是他会遇到更多 更强的对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46集 这一击之下 白汉墨被直接撞飞 一口鲜血喷出 不过那恶红也没有好过 虽然他的实力比白汉墨要强 但是也仅仅是强一些罢了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我本想给你一个机会 谁知道你居然不知道好好珍惜 那么就去死吧 恶红说道 什么狗屁机会 就凭你 也想收服本少爷 白汉墨冷笑一声说 这一时 白汉墨身形猛然掠飞出去 再度朝着恶红扑杀过来 在重水领域之中 他的速度无疑缓慢了许多 甚至漫天还开始飞着一滴一滴的重水 每一滴都极为沉重 既然你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恶红冷笑一声 身上所有的力量都开始沸腾 顺着去血 一下子四散开来 来吧 砸碎 白汉墨嘶吼着 双目赤红的看着恶红 而在另一方面 两个战场的形势 也是格外的危机 尤其是熊志成这个战场 他几乎是被打得节节白退 虽然同样是超脱镜七重天 义锐的实力 也远远比不过百一那么恐怖 让他几乎都生不起 什么反抗的心思 但是也非常的强横 早已经跨入了超脱镜七重天的巅峰 比起熊志成要强上不少 直接不断地打得熊志成吐血后退 另外一边 于思思和何玉龙之间的战斗 才是真正最为激烈的 于思思气愤何玉龙 居然背叛了他们熊小队 导致了现在危惧的发生 根本就不择手段 而何玉龙也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内心更是野心勃勃 什么往日情义 在这个时候看来都是一文不明 两人交手才是真正的激烈 和熊志成那边的情况比较类似的是 也是何玉龙这边占据了绝对上风 在这种生死相搏的环境下 何玉龙可以说是将于思思打得是节节百退 而于思思也像是疯了一般 异常的疯狂 根本就是不顾生死的打法 一定要替熊志成做到 将何玉龙杀掉 清理门户 没有用的 你今天死定了 挡在我面前的人都要死 何玉龙双母赤红的说道 你不得好死 何玉龙 今天我一定要替地上清理门户 于思思也壮若癫狂 双方合作多年并肩战斗 对彼此的战斗风格乃至于什么绝招 可以说是了弱之掌 因为太了解了才知道怎样才能最为有效的攻击 双方之间是拳拳到肉 真是找死 你竟然敢跟我作对 熊小队是我的 任何人都不能染指 何玉龙已经彻底笑开了 嘴角溢出的鲜血 让他在猖狂大笑的时候 不断地咳出血泪 插面看着异常的吓人 多年宿狄终于一招铲除 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 何玉龙勉强站起来 虽然是勉强得很 但是也比余思思要强得多了 身上的真员再度澎湃起来 直接杀向余思思 要将他彻底扼杀 目的天际之中 一道惊人剑芒滑破长空 瞬间斩破天地 朝着何玉龙的方向而来 原本就已经身受重伤的何玉龙 顿时大害 扭动着身形 朝着四周躲了过去 砰 扑吱 几乎是一瞬间 剑光划过何玉龙的脖颈之间 撕裂开了一条巨大的口子 何玉龙的脑袋 直接从身体上滑落了下来 恶红直接将白汗墨压住下风 落入重水领域之中的 白汗墨的速度 和之前相比 可以说是远远不如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落入我的手中 这是你注定的事情 恶红冷笑一声 不过你既然你在这里 那么说明叶熙文和那姚倩 也应该在这附近 我倒要看看 到最后是你死 他们会不会出来 我要将这里依为平地 我就不信叶熙文不出来 白汉墨被说中了心思 顿时心中以惊 这个时候 如果让恶红放开手扫荡的话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能扫到叶熙文的藏身之处 到那个时候 恐怕就真正的不得了了 以恶红的能力和性格 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可能 他会这么做 所以必须要阻止他 你还真是很多的废话呀 白汉墨冷笑一声 手中提着白玉长剑 瞬间就横冲过去 找死 恶红直接将钢罩 抓出无变的神盲 在半空中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白汉墨直接一路猛退 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像是受了重创一般 恶红顿时一袭 直接追杀上去 扑杀到白汉墨的跟前 白汉墨嘴角上过一丝得意的笑容 原本已经软弱无力的手臂 猛然抬了起来 手中长剑瞬间刺破苍穹 直接将整片天空都给刺穿了一般 直接刺入了恶红的身体之中 恶红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航背 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 白汉墨居然还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将他重创 你居然敢打伤我 今天我一定要让你不得好死 恶红神情扭曲 像是疯了一般 他被一个自己没看得上的人给重创了 对他来说简直快气疯了 恶红气急返消 手中刚找抓出 无尽的空气刹那间被捏爆 速度奇快无比 瞬间就抓在了白汉墨的身上 砰 白汉墨的胸口顿时被抓得一片血肉模糊 他的身形直接倒飞了出去 遭受到了重创 白汉墨直接被轰飞出去 飞出了数十里 本少爷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呢 不过你真的死定了 白汉墨冷笑一声 身上一股强悍的细细竟然开始沸腾起来 皮肤开始变得犹如玉衣般的颜色 他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放开一些束缚 他已经是被拼出了怒火 这一次出手绝不留情 唯有将恶红给斩杀掉 才能卸掉心头之恨 不知道为什么 恶红看到白汉墨的样子 顿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他能从白汉墨的身上 感觉到一股强横的气息 正在不断的沸腾之中 虽然不知道白汉墨到底是在玩什么花样 但是仅仅是出于本能 也要阻止白汉墨 本能告诉他 不能这么持续下去了 不然的话 他恐怕也要有危险 最后还是我会赢的 不可否认 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叶锡文 都拥有惊人的天赋 甚至假以时日 连我都不会是对手 但要有怎么样呢 现在你们根本还没有成长起来 只能是一个死字 恶红身上一股股水属性的真元 开始不断的波动 他的神情异常的冷酷和冰冷 白汉墨不断的咳出鲜血 笑笑说 哼 杂碎 想要对付你家少爷我 你还差得远呢 硬嘴 恶红封住身上 被白汉墨一箭重创的伤口 猛然朝着白汉墨的风行 呼啥而去 不甘心啊 不甘心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定会好好修炼 绝对不会让这种垃圾 都能够斩杀自己 白汉墨异常的不甘心 在内心呐喊着 他心中大恨 恨自己往日里 没能够好好修行 这才会酿成这样的局面 但在他的心中 从来没有后悔过 虽然他行事风格什么的 都好像是小孩一般 但实际上 却很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 只是性格有些散漫罢了 他并不是一个傻子 此时如果死 他虽然不甘心 但是却没有后悔过 一声爆喝 从海底之中传了出来 一道无与伦比的巨大剑气 横空出世 击舍而来 剑气所过之处 那些海浪 都被自动斩成了两截 这一道剑气 比起刚才白汉墨身上发出的 也不知要强横多少倍 这个时候狠狠地落在了恶红的身上 一瞬间就斩在他的肩膀上 恶红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剑气 轰入自己身体之中 顿时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整个身体倒飞出去 飞到了天上 与此同时 还有好几道剑气同时出现 那些想要找到叶西文的 黑色斗篷的海魔族 瞬间就被斩杀 谁 这个时候也只有恶红还能勉强抬头呵斥到 海水之中一道恐怖无比的气息 瞬间飞掠出来 让人简直难以想象的强横气势 从海水之中席卷而起 海水自动被一股恐怖的气势分开 一道人影踏着剑光 飞掠到了半空之中 一道青涩身影 踏空而立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你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言伯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恶红难以置信地 看着那一道青涩的身影 因为他不是别人 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叶西文 他目瞪口呆地 看着叶西文不敢相信 竟然会是他 和之前深藏于名的时候 感觉不一样的是 现在的他 已经是锋芒毕露 就像是一柄出了窍的宝剑 哪怕即使看了一眼 都让人有种 想戳瞎自己的冲动 看着叶西文 几乎是天与地一般的 差距变化 他几乎是立刻 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 难道这个叶西文 是在突破吗 虽说超脱镜三重天 和四重天的变化 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那也仅仅是相对而言 但要知道 完成了这个蜕变的人 却不是别人 而是叶西文呢 在超脱镜三重天的时候 叶西文就已经能够 硬扛超脱镜六重天的高手了 更别说是现在 四重天的他 只怕战斗力和当初 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超脱镜的初期 跨入了中期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不可能 怎么可能是你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怎么可能突破的 这个时候 恶红依旧是目瞪口呆地说道 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 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绝影独卧族 关于叶西文的档案 上面说 每一次见到叶西文的时候 他的实力和之前 都有了根本性的差距 每一次都有巨大的差距 甚至可以说 他们几乎是在关注着 叶西文的成长 叶西文没有回答恶红 只是目光冰冷地盯着恶红说 今天来的人全部都得死 却见他手掌弹开 一团火焰开始熊熊燃烧了起来 瞬间变成了火焰刀器 直接击射出去 原本就已经遭受重创的恶红 更是根本无法挡住 直接被瞬间斩成两半 元神和肉身都在瞬间被劈碎 所有人都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超脱镜六重天的天之骄子 居然挡不住叶西文一刀 瞬间便被斩杀 这简直难以想象 虽然第一剑的时候 叶西文的出手还有些偷袭的意味 才重创了恶红 但是他很清楚 即便是正面交锋 恐怕他也不会是叶西文的对手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远了 而这个时候 对方也就仅仅只剩下了何玉龙和那个易瑞两个人 何玉龙原本要对于斯斯直接最后致命一击 但是看到叶西文这如此恐怖的人物出现 当即没有犹豫 直接疯狂地朝着远处飞去 想要逃走 叶西文只是冷冷一笑 手头猛然一抖 一道凄厉的刀器直接划破长空 斩断天地也追了上去 扑齿一声 何玉龙的尸体断成两截 直接从天空中跌落下来 还有易瑞 他虽然强悍 但却是比不上百一那么恐怖 你就是叶西文 这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会功夫 易瑞目光冰冷地说 哼 你吃定我了吗 叶西文淡淡地说道 不过是一个小小人类罢了 居然敢和主上作对 真是天要收你 你不得不死 这些飞舞死了也就死了 反正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你干掉 将你们全部都杀死 易瑞冷笑一声说 就凭你吗 刚好我突破之后 还没有真正放手一战的时候呢 叶西文淡淡说 他身上的真缘 一圈一圈地鼓挡出去 这个时候 易瑞终于有些警惕起来 这叶西文和原本得到的情报 不一样 那不是跨入超脱井三重天 而是分明已经跨入了四重天 真正让他震惊的是 明明不过是四重天 却能散发出 让他都为之惊悚的气势 跨入了超脱井四重天 叶西文顿时觉得 有一种天分覆地的变化 如果这个时候 他是从二重天跨入三重天 他的实力绝对没有办法抗衡 已经是超脱井七重天的易瑞 现在他到底有多强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 凭借着百亿的精血 和紫幽鬼火莲 他不断跨入超脱井四重天 而且还达到了巅峰 叶西文的手臂上 迅速缠绕上了熊熊烈火 挥舞起手臂 就犹如是一道可怕的刀器 直接斩出 刀器碾压八方 无数的空气 在这一瞬间被震塌了 那易瑞冷哼一声 一步跨出 直接在海中席卷出了 一个巨大的水枪 绽放着无尽的光滑 直接迎着刀器轰落下去 红龙 双方剧烈蹦闯之后 叶西文的刀器 直接斩断了水墙 将它斩爆 化成漫天的落雨 去世不减 直接再度朝着易瑞 轰杀而去 易瑞身形猛晃 堪堪避开了这一道致命刀器 从他身上擦过 鲜血直接喷洒而出 易瑞的神情惊害无比 如果不是他反应快的话 肯定会当场死在 叶西文的手上 而这个时候 叶西文已经栖身到了跟前 他的速度奇快无比 在易瑞还仅仅只是 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已经冲杀到了面前 手中的火焰长刀 仿佛是要将所有 都给燃烧干净一般 刀器纵横 横斩天地 直接斩落下去 对准易瑞的身体 猛然斩落 易瑞身上所有的护体钢器 瞬间被叶西文的火焰刀器 斩成了碎片 易瑞怪叫着的 无数魔器 化成一尊尊小魔头 朝着叶西文扑杀而去 叶西文神情不变 身上所有的毛孔 瞬间张开 无数火焰刀器 直接喷吐而出 宛如焚天之火一般 那些冲过来的小魔头 不是被生生烧死 就是被直接斩成两半 无法靠近 叶西文的身体 易瑞直接被生生地 轰飞了出去 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 眼前这个人 根本不能以境界 来简单地判断他的实力 虽然仅仅是超脱镜四重天 但是却能够击溃他的恐怖实力 想到这里 他不顾身上的伤势 疯狂地朝着远方逃窜而去 三人都看傻了 一尊超脱镜七重天 巅峰的人物 居然被叶西文 赶得满地乱跑 不能放他逃了 这个时候 熊志成连忙开口说道 不过他即便不说 叶西文也不会放过他 不过片刻的功夫 就已经追上了易瑞 没有丝毫留守 直接一刀将他斩杀 随着斩杀易蕊之后 叶西文身上所有的气势 也都渐渐收敛起来 不再像是一柄出鞘的宝剑 更像是一柄收敛了 所有锋芒的宝剑 和刚才那张扬的样子 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 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让三人都有些一时半会儿 难以接受 已经完全跨入了 超脱镜四重天巅峰的叶西文 并不像一般人那般 需要很长时间的修炼 才能够完全掌控这股力量 所以他不会像一般人 刚刚突破时那样 还担心会不会可能倒退回去 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但是却并非没有可能 一旦没有弄好 那可能就真的倒退回去了 原本叶西文对抗无音 可谓是一点经验都没有 如果不是炸着霸体 和天皇再生树的话 恐怕他早就死了 这点他很清楚 也有自知之明 文有到了现在 他才真正和薄仪一战 并且能够战而胜之的信心 叶西文看向熊志成 于思思和白汉墨 虽然他一直在闭关 但是总会留下一缕元神在外 以保持警惕不被人突袭 所以他们的表现 叶西文都看在了眼里 辛苦你们了 叶西文说道 这时候他们没有抛下自己 让叶西文从心底底开始接纳了他们 联盟上前一步 为于思思治疗起来 在这些人中 于思思的伤势是最为严重的 反倒是白汉墨的情况倒是最好的 他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疗伤的功法 虽然仅仅是一会儿的时间 但是却也恢复了很大一部分 起码没有了重伤垂死的状态 而一旁的熊志成 也很是担心地看着于思思 现在何玉龙已经死了 他们熊小队现在的两个接班人 现在就只剩下于思思一个了 他没法再失去他 不过 好在叶西文的天皇再生术 确实是非常的神奇 几乎是没过多久 于思思就已经恢复了 没过一会儿就已经有了元气 谢谢 于思思吐出一口气 面色红润地说道 不用客气 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是 叶西文说 很快 叶西文帮助熊志成和白汉墨 也都示好伤势 既然这方面的能力 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 叶西文也就没有了顾忌 而熊志成和于思思更是高兴 他们在乱魔海 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了 当然深知 在这乱魔海这样的地方 有一个好的疗伤功法 到底是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有叶西文在的话 这个问题 他们就不用再担心了 众人稍微修整之后 就各自开始了小闭关 开始消化起 这一次战斗所带来的体悟和收获 这一次他们都差点死掉 但是有非常大的收获 却不是平常修炼能够带来的 只有这样不断的战斗之宗 才能够突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五神空间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五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 邵华 第447集 而这一次叶西文却没有闭关 他已经修炼到了超脱镜四重天的巅峰 再闭关 效果已经不大了 真正要想突破 还是要靠实战 所以他没有选择继续闭关 而是开始了在这一带海域的历练 一边等待着姚倩从闭关中出来 他很清楚 等姚倩再度从闭关之中出来的时候 必然是要突破进入超脱镜的七重天 所以他不着急 慢慢地等待着 征战的范围一点一点扩散出去 遇到的海魔族和海魔兽 也是越来越厉害 而且随着越往里面 危险也是成几何倍数的提升 在整个乱魔海之中 呈现出一个圆形的圆圈往外辐射 一般来说越往里面危险也就越大 而越往外面危险也就越小 无尽的海域之上 无数的灵气和魔气在上空碰撞着 交汇起狂风巨浪 几乎每时每刻海域之中 都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所以在乱魔海之中 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繁俗的生命 甚至连超脱镜以下的生物都不存在 因为他们根本就生存不了 光是那吸入魔气和灵气的相互排斥 就足够让超脱镜以下的高手 直接暴体而亡了 不过对于越西湾来说 这些一点没有影响 对他来说 比起一般的魔气来说 还要如鱼夺水 有着天元镜的存在 那些狂暴的魔气将会成为他的养料 不可能对他造成任何的威胁 无尽的海域之上 一道身形在海域上飞掠出去 他身上的护体钢气 就犹如是锋利的剑气一般 劈驳斩浪 他正是叶西文本人 目的 他感觉到天空中 一道道强横的身影从远方飞来 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 直间一头栽进了大海之中 将自己的气息给收敛起来 在收敛所有气息之后 叶西文的神念瞬间扫了出去 目光看向半空中 却见是五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从天空中飞绿而来 对于其他的海族 叶西文或许还会认错 毕竟那是不同的族群 但是对于绝影独恶族 他是不会认错的 他好像和他们杠上一番 叶西文的眉头微醋 这个时候绝影独恶族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呢 难道恶太子也在这里不成吗 想到这儿 叶西文不由的心头一紧 对于恶太子也在乱魔海之中的事情 他也是知道的 甚至知道的非常清楚 从那些被他斩杀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的记忆中 他就知道 恶太子现在也在乱魔海之中历练 在整个云星海域的 年轻一辈的高手之中 基本上都开始了疯狂磨练 或是闭关 或者是出去闯荡 因为新一届的百强榜单争夺赛 就要开始了 对于恶太子这样的人物来说 他自然是不会只满足于 在百强名单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云熏海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虽然这个说法看起来有些狂妄 但是他是太子 他是绝影独恶族的太子 有身份有实力 年纪又不大 正是最为有野心的时候 不过对于恶太子来说 他虽然强横 在年轻一辈之中 也属于喊逢敌手 但是却并非是没有对手 所以也正为如此 他必须要在这百强榜单争夺赛之前 尽量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叶熙文想了很多 他没想到 在这里居然还能遇到 绝影独恶族的人 那么就是说 可能恶太子 真的就会在这附近 想到这里 他也能不紧张 甚至可以说非常紧张 不过想了一下 他还是悄悄地 在海底跟了上去 神念不断地牢牢将他们锁定 不过由于叶熙文够小心 所以一直没有被他们发现 叶熙文也很好奇 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到底是怎么会来到这呢 难道是有什么阴谋吗 还是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叶熙文一定会想尽办法 将这个阴谋和秘密给破坏掉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这是叶熙文所信奉的信条 他相信 如果换成这些 绝影独恶族的人 也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所以对于他们 也根本没什么好客气的 叶熙文一直跟他们一路 行了上百公里 终于有一个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有些忍不住了 率先开口道 这次也不知道太子召集我们过来 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 这么着急 叶熙文听到这里 心头顿时意金 我也不知道 现在太子做事 越来越神秘莫测了 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猜得到 太子的目的是什么呢 说的也是 太子将来注定 是我们绝影独恶族下任组长 没有人能够阻止的 组中有一些小家伙 居然还想向太子发起挑战 真是自寻死路 他们正是因为 不太清楚太子的厉害 才敢怎么放肆的 这些年轻的太子主要经理 也放在外面征战上 所以才会对于这些挑战者 不予理睬 否则的话 早就将他们全都给斩杀了 不过我听说 这次太子似乎是 发现了一个大宝藏了 哦 什么大宝藏 据说在我们云行海域的乱魔海 本身就是有一尊大魔头 被封印在这里之后 四散开来的魔器 而形成了一片乱魔海 而这次太子 据说就是发现了这个魔头 遗留下来的宝藏 叶熙文在底下 听得倒抽一口凉气 因为一抹大魔头被封印在里面 这才形成了乱魔海 这个消息太过震撼了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我们得到消息 还有许许多多的高手 都得到消息了 所以太子才急急忙忙的召集我们 必须要在这个世界上 抢占先机 太子如果能夺得宝藏 别说是挑出镜九重天了 就算是法相镜 也是完全没什么问题 到那个时候 有太子这样的雄主在世 我们成为云星海域霸主的日子 不会太久了 说的没错 霸主想的没 叶熙文冷笑一声 本来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 也就算了 不过既然知道了 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继续下去呢 叶熙文已经做出了决定 一定要破坏掉 恶太子的这次寻宝之旅 本来超脱镜八重天的恶太子 就已经非常难对付了 如果让他得到这个宝藏 到达了法相镜 那对于叶熙文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麻烦 当即叶熙文就已经做出决定 直接追踪上去 直接以神念给姚倩他们留言 等到他们出来之后 就会看到叶熙文留下的留言 因为现在和他们之前不一样的是 白汉墨 熊志成等人 都没有进入深层次的闭关之中 随时都能出来 如果真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能够应付得来 当留下留言之后 叶熙文当即便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追了上去 叶熙文一直在海底下 跟着这些绝影独恶族的舞者 飞行了足足一天的时间 因为在这乱魔海中 有非常多的凶兽和海魔海兽 所以这些绝影独恶族的舞者 也是经历了连番苦战 才能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进 尽管整整废了一天 但是依然没有看到会合的地点 不过随着距离他们商量好的 会合地点越来越近 他们这一路上遇到的其他的 也是前往会合地点的高手 也渐渐多了起来 都是绝影独恶族的人 不过悦戏文看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也几乎都是超脱镜五六重天的 连七重天的高手都很少 更别说是超脱镜八重天乃至九重天的人了 由此可见 恶太子的号召力只怕并没有那么强 绝影独恶族的那些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似乎根本就不买他的账 哼 这次太子相招 有些人居然来都不来 真是好大的胆子 难道以为太子都没脾气吗 看来他们是忘记了太子将一些不听话的人 杀得片甲不留时候的威严了 有人明显是恶太子的忠实拥护者 看到这一幕 整个心头都异常的堵塞起来 那些人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 或者背后有着极高的后台 有人连有祖宗都另眼相看呢 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后悔的 太子迟早要均临天下 到那个时候 他们就真是死路一条了 那个绝影独卧的高手冷笑一声说 这是明显的太子一派和非太子一派在互加 而这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太子一卖的 叶熙闻在水下看得津津有微 不管怎么说 这都像是一场狗咬狗一嘴毛的争斗 不管双方的哪一方 对他来说都是敌人 而在水下的叶熙闻 体内真源流转 在一股特殊的真源调动之下 他的身形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 竟然隐隐然变成了一尊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远远看去 叶熙闻简直就是一个身形比较消瘦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他的气息也跟绝影独恶族一般无二 他的脸膝弓的功底更加的高深 身上的气息也可以推演着七七八八 几乎是毫无差别 这个时候 他说自己是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也是绝对能够取信于人的 他直接离开了越来越多的绝影独恶族的大部队 直接从另外一处海域之中冲了出来 装作是刚刚从远处赶过来的一般 直接加入了这浩浩荡荡 上百人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队列之中 大家速度快一点 太子就在前方等着我们 我们要赶紧赶去和太子会合 这次的宝藏是属于我们绝影独恶族的 谁也抢不走 这个时候 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 整个队伍顿时上下都激动起来 有些人能够集中起来 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太子做事 有些是铁粉拥护 有些则是要中立派的 绝影独恶族 前面进飞 木的 一声很是嚣张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叶熙文心中暗存 看起来太子在绝影独恶族之中 也并非是一家独大 就说之前的恶鹰 明显就不怎么将太子放在眼里 他们都是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 现在实力或许有些差距 但是更多的也只是年纪上的差距 未来的路还很长 现在或许有比较大的差距 但是再过几百年 再过一千年 他们就又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 到那个时候 谁的实力更强 还不一定了 舞者的修炼是一辈子的事情 短时间内的出影都算不了什么 没有人会因为自己一时的落后 而耿耿于怀 更别说那些天之骄子 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臣服的 即便现在恶太子 在绝影独恶族中 已经表现出了一些 唯我独尊的姿态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不服 尤其是很多自视甚高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都是一样 斗争哪里都有 随着那一声 很是嚣张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诸多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纷纷抬头一看 却是一群人 从海的另一边飞过来了 看到这些人的出现 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顿时脸色大变 这是一群皮肤有黑 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一些黑色细小的鳞片 独炎龙族 一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目光冰冷地盯着这一群人说 独炎龙族 叶希文顿时就想起来了 在云星海域之中 有三大海族势力 三大人族势力 总共六大势力之双 绝影独恶族 只是三大海族之一 还有另外两大海族 能够和绝影独恶族相提并论 其中就有这个独炎龙族 在诸多海族之中 这独炎龙族算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虽然是在海中 但是他们却有着天赋 本能掌握的一种 非常特别的龙炎 这种龙炎在水中能够遇水及着 甚至能越烧越汪 非常的了得 不过说是龙族 其实也仅仅只是他们自身的说法罢了 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最多 不过是拥有一丝龙族血脉的亚龙族罢了 所以 可以算是其他族群的 也可以算是龙族的 作为同样是这一片 云星海域的三大霸主之一 绝影独恶族和独龙炎主子之间的关系 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 如果说人族几大势力之间的竞争 更多的是发生在竞争的话 那么这些海族之间的竞争 就纯粹是你死我活了 你们独炎龙族想干什么 这个时候 绝影独恶族之中 一尊超脱镜七重天的高手 直接站出来 立声喝吃道 不好意思 这里已经是晋飞去了 你们还是绕道走吧 这里方圆一万里 已经是我们独炎龙族的地方了 这个时候 有些独炎龙族之中 一个面貌普通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有些懒散 并没有将眼前这些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放在眼里 哼 真是笑话 我怎么不知道 洛摩海什么时候 被人站坐地盘了 本座说有 那就是有 你说有就有 你算什么东西 刷 这个时候 一个绝影独恶族的人 站出来说道 那独炎龙族的年轻人 只是眼中精芒微微闪烁 杀意凛然 瞬间朝着那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屠杀而去 他身影闪烁 五指并拢 手刀瞬间在半空中 扬出一抹血色 那超脱镜七重天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居然被直接削去了手脊 他的手臂之上 还沾染着那个绝影独恶族仙族的泻血 修长漆黑的手指 在他的嘴唇圈滑光 微微舔了舔 脸上闪过一丝变态的快感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刚才被斩杀的人 虽然不是高层 但是一招就被赶掉 而且还是超脱镜七重天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独公子 他是独公子 这个时候静悄悄一片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中 有人认出了眼前这个 貌不惊人的年轻人 顿时一片道出良气的声音 独公子 就是独颜龙族之中 号称独颜双公子之一的独公子 天哪 怎么会是这个傻戏啊 有许多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都开始哀嚎了 这独公子很有名吗 叶细文抓住旁边一个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问道 啊 你竟然连他都不知道啊 啊 因为常年在洛蒙海这边修炼 所以年轻一辈 现在举起什么高手 我倒是有些不太熟悉嘛 叶细文解释说 这独公子乃是独颜龙族之中 独颜两大公子之一的独公 我们虽然和他们一起 号称是云星海域的霸主之一 事实上 三大霸主之中还是以独颜龙族为首的 这一辈之中 他们之中更是出现了两个绝世天才 号称独公子和颜公子 每一个都是绝顶目 都不比我们族中的太子要逊色 说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叹了口气 这独公子啊 最擅长的就是使用独公 曾经为了试验新的独公 让整个方圆万里的海域之内的生物 全都一下子堵死了 非常的可怕 而那个颜公子今天没有出现 也是一个可怕之极的人物 据说一手火焰能燃烧方圆生千里的海面 三天三夜不息啊 如果是颜公子在这里倒也好 这独公子为人心狠手了 惹上他的话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如果他非要堵在这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过去了 那个高手郁闷的说道 周围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也都是一阵哀嚎 小独仇 你竟敢杀我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嗯 一声冷喝声从远处传来 一道庞大的气势从天而降 一道身影生生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太子 是太子来了 有人惊喜地说道 哼 恶太子冷横一声 看向独公子的目光颇为不少 不过是帮你教训你的狗罢了 面对恶太子咄咄逼人的威势 独公子也是丝毫魂不在意 只是冷笑不已地说道 并没有把那个为他杀死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放在眼中 有些饭可以乱吃 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 独公子淡淡地说道 恶太子冷笑说 哼 就算是我的人有问题 也轮不到你来教训 唉 随便了 独公子打了个哈欠 好像是魂不在意一般 没有将恶太子的威胁放在眼中 哎呀 你这是要将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全部召集起来送死吗 哼 用不着你管 我们走 恶太子不愈和他多言 直接冷声说道 然后对着其他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说 而独炎龙族的高手 也没有阻止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离去 既然恶太子已经来了 那就没办法阻止了 恶太子 这次我们要去的到底什么地方啊 这个时候 终于有一个高手鼓起勇气问道 这次有人在乱萌海深处 发现了一处魔头的封印之地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处魔头封印之地 就是这一处乱萌海形成的根本原因 里面据说是一处古战场 当年封印这头魔头时候留下来的古战场 慢慢形成了封印之地 恶太子沉生说道 听到太子这么一说 众人纷纷有些惊恶 竟然是一处古战场 那么其中的好东西 只怕还真是少不了了 要知道 这种古战场也往往都是拥有各种各样的法宝 天才地宝 以及神功秘籍之类的 那些神功秘籍就不必说了 这些古人的神通武功 明显比现在要强横得多了 随便得到其中任何一本 都能将来一飞冲天 而那些死去的高手 他们的身上也可能遗落着各种各样的法宝 得到任何一个如果能够炼化 实力瞬间就拔过一截 想到这里 众人的呼吸明显的粗重了许多 有些早就得到消息的人不由的点头 果然如此 正如他们一早得到的消息一样 确实是一个古战场开启了 古战场 叶昔文心中暗存起来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剧烈的战斗发生 尤其是如果发生什么恐怖的战事 每时每刻都有死去大量的人 这些人死去之后很久很久以后 就可能形成一处一处的古战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循环小说《物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48集 现在各大势力也都得到了消息 都在赶来 不过那一处封印的开启时间也就在最近 来不及从族中召集更多的人手了 除了你们之外 族中可能还会有法相境的长老亲自出手 恶太子淡淡地说道 等到这一次的事情结束之后 都不会少了你们的好处 只要能够活下来的都有好处 至于那些不肯来的蠢货 那就没有他们什么事情了 听到恶太子这么一说 顿时众人纷纷群情激愤地说起了那些 推脱不来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不过听到恶太子后面的话之后 众人顿时又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 对于他们来说 这次封印之地肯定代表着无数的机遇 虽然可能有危险 但是没有人会觉得自己会是那一个遭难的人 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获得天大的好处 叶锡文冷笑一声 这些人被恶太子三言两语的就鼓动了 竟然轻易地就相信自己能够在其中获得海量的好处 从此脱颖而出亦飞冲天 也不看看每年因此死去的人有多少 没有足够的实力去了 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实力不仅仅只是单纯境界上的实力 还有包括保命的能力等等 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纷纷表忠心 为了不显得太突出 叶锡文也装模作样地说了几句 这个时候 叶锡文终于明白 为什么恶太子要带上这么多人了 要知道 如果这个乱魔海 根本就是由于这个封印之中的魔头而形成的话 那么这个封印之地 肯定就是乱魔海的最为核心的地带 而在这其中 只怕别说超脱镜九重天 就算是法相镜的魔物都会存在 如果遇上这些恐怖的魔物 怕是连恶太子也没有办法能够用复得了 而这些人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炮灰 在关键时刻遇到什么危险 恶太子绝对会第一时间弃居宝帅 将他们放弃 当然 叶锡文也没安什么好心 如果可以的话 给这些绝影独恶族的人来上一次狠的 也是在所不惜 想到这里 叶锡文的热血都开始沸腾起来 先有剑无双恶太子 现在又有独公子和严公子等人 这些才是云星海域之中 最为顶尖的年轻一辈的高手了 哪怕是有些没有在百强榜单上的高手 都算进去 这些人也是位列顶尖的那么几个 在金字塔尖之上 如果不是有天元静在 他可能直接就走了 有些地方可能是其余之地 但是更多的是死地 这个地方如果可以铲除的话 相信以云星海域各大势力的能力 早就联手将乱魔海铲除了 既然没有铲除还默认他的存在 那么也就意味着 可能连法相境的高手都没有办法奈何 当太子说完之后 众人开始上路 朝前飞去 叶锡文 如果真遇到什么危险 不要犹豫 马上就走 这个时候 叶锡文的脑海中传来了叶末的声音 这些可能都是当年魔界入侵荒谷大陆时候 遗留下来的残兵百足 虽然仅仅是兵残兵百足 但是一定是非常可怕的存在 如果不伤害的话早就死了 就算是没有死的话 也在封野之中慢慢老死了 能够从当年活到现在 一定不是一头简单的魔头 叶锡文点点头 在面对这些魔族的高手的时候 叶末就是他最大的保障 众人又往前飞了快一个时辰 顿时间到了另外一波高手 约莫着有十几人的模样 有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也有海魔族的高手 竟然全都是恶太子的手下 而且实力高强 青衣色 最刺的都是超脱近七重天 有几个众人根本就是看不透的修为 很显然 恐怕已经跨入超脱近八重天 不然的话 在场也不会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看穿他们的修为 这些人之中 最让叶锡文在意的是其中两个 一个是海魔族的高手 面相争宁 和之前的易瑞有些相似 而另外一个 则是绝影独恶族的年轻高手 也是一点居傲的模样 唯有看到恶太子的时候 才微微显露出一丝沉浮的神色 不过也仅仅只有一些罢了 这两人他都有些看不穿修为 都是已经跨入了超脱近八重天 虽然可能还不及恶太子 但是却比现在的众人要强悍得多了 叶锡文明白 如果他们都有危险的话 恶太子绝对会弃居宝帅 放弃他们 像恶太子这样冷血的 萧雄子的人物 除了他自己之外 没有谁是不能放弃的 走吧 恶太子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道 在他的身后 他的亲信率先跟了上去 然后才是其他各地聚集过来的高手 紧随其后 亲疏关系一目了然 众人又飞行了一刻钟的时间 这才堪堪飞临了封印之地 到了封印之地 众人这才发现 和这封印之地之中相比 外面的落摩海 根本就可以算得上是风平浪静 如果说在落摩海之中 到处有十几米的浪头 已经是非常恐怖的话 那么在这封印之地之中 由于无数魔器的呼啸和拍打 这浪头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上百米 乃至数百米形成的拍打 在海面上 众人纷纷撑起了护体钢器 将这些魔器都给隔绝在了外面 除了那些半魔之外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吸收这些魔器 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魔器只是有害而无力 在落摩海之中 灵气和魔器还可以说得上是各战一般 他们还可以吸收灵气 排除魔器 但是现在 他们却是连一丝一毫的灵气 都感觉不到了 所以 无论是武功招式还是飞行 都需要消耗他们本身的真元 虽然他们每一尊都是超脱镜武者之中的高手 真元异常浑厚 但是这个时候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因为真正战斗起来 那就是无数的消耗 只能不断的嗑药补充消耗的真元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除了海魔族之外 就是叶熙文最为如鱼得水了 因为他有天元镜 能够转化成灵气被他吸收 所以在这里 持久战就成了叶熙文最大的优势 大家都要小心 在这封印之地之中 一丝一毫的灵气都没有 所以大家如非必要 都要小心节省一些真元的消耗 这个时候 绝影独卧族中 有经验老道的一位高手提醒说 对于这样的场面 他或许早已面对多次了 在这一片封印之中 像是一个巨大的结界 将方圆上万里 乃至更大的范围之内 都给笼罩在其中 时不时随着魔风的咆哮和拍打 微微显示出来 只是看起来非常的稀薄 一般来说 封印都是能够将那些魔头 给生生磨死的 只是没想到 这一头魔头 生命力比想象的还要强横 所以即便是这结界 都开始有些松动 这一头魔头居然还没死 反而释放出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魔气 而在那封印的一边 一处巨大的裂缝从上到下 仿佛是被什么巨大的爪子给撕裂了一般 无数的魔风从其中吹了出来 呼啸着犹如恶魔的嚎叫 绝影独恶族的队伍只是在这个裂缝外面待了一会儿 就在恶太子的带领之下冲进了裂缝之中 一进去 众人就感觉到可怕的魔风扑面而来 原本在外面感觉到的那些魔风呼啸 但是进来之后才发现 外面的那些魔风真的只能算得上是小屋见大屋了 又有许多血肉送上门来 我闻到血肉的味道了 众人才刚刚进去 顿时就感觉到了无数道魔风之中 夹杂着数百上千的魔头 几乎都是超脱镜级别以上 这个时候浩浩荡荡的朝着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杀了过来 这些魔头也不知道被困在这封印之地多少年了 暗无天日 这个时候猛人间见到活人进来 身上那旺盛的精血 顿时就成了这些魔头们注意的目标 找死 恶太子冷横一声 双眸之中杀意凛然 刚才在那毒公子身上吃了一个大瘪 这个时候心中怒火中烧 这些魔头送上门来 对他来说简直是最好的发泄方式 他手中出现一杆水晶长枪 这杆水晶长枪通体都是由一种莫名的紫色水晶打造的 即便在黑暗的空间之中 也是一样的绽放出巨大的光芒 就如同恶太子的性格一般 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光源 在他手中 水晶长枪直接刺出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直接刺破长空 那些呼啸而来的魔头中的魔头 瞬间就被刺爆了数十头 这些可都是超脱镜级别的 每一头放在外面去 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骚乱 但是在恶太子的手中 却根本不堪一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希文没有管那些呼啸而来的魔头 仅仅只是看向了恶太子的方向 仅仅只是普通的一枪 但是却有着绝伦的威力 这恶太子的实力 果然比起一般的超脱镜八重田来说 要强得太多了 这些都是真正有实力 随时可能跨入超脱镜九重田的 和一般的超脱镜八重田 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甚至一般的超脱镜八重田 在他们面前 都说不定不是一和之敌 在同一个境界 他们都可以算是 这个境界中的无敌王者了 是真正的无敌境界 对于叶希文来说 这些人都不在意 唯一在意的 就是那两个超脱镜八重田的高手 以及这个恶太子 扑之 叶希文直接一巴掌 将一头扑杀过来的魔头给抓死 这些超脱镜二重田和三重田的恶魔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虽然他自己也仅仅只是超脱镜四重田 但是如果仅仅是以他的境界来判断他的战斗力 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清理了这一批魔头之后 叶希文这才有空关注整个封印之地内的场景 和外面一片无际的海域不一样的是 这封印里面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陆 一眼望去都不知道几万里 也不知道形成了多少年 整个大地木的开始断裂起来 出现了一条一条的裂缝 似乎是有什么巨大的身影 要从其中起身一般 紧接着 一道黑色的身影迅速穿破长空 朝着绝影独卧族的一行人 直接就抓了上去 滚 恶太子看都不看 直接怒吼一声 手中长枪猛然刺出 红楼 一声巨响从半空中传来 枪尖和那一道黑影当空猛然碰撞到一起 直接掀起了可怕的魔风 朝着四面八方散了出去 叶希文等一种高手 也都纷纷撑起了更厚的护体刚照 以抵抗这一股恐怖的魔风 这一道黑影 被恶太子的水灵长枪阻止了一下 这才看看停了下来 众人这才看清楚 这居然是一只巨大的手臂 这条手臂毛茸茸的 满是一根一根 犹如绳子一般粗大的毛发 众人顿时一惊 这地下居然还有如此恐怖的怪物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挡住了这一只巨大魔爪的同时 恶太子的身子也被震退了好几步 顿时有些惊愕 他很清楚自己一枪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居然被震退了 这一头魔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这个时候那地中的魔头 终于从地表中轰隆一下坐了起来 这个时候众人才终于看清楚 这一头魔头的真面目 这头魔头身形就柔如一座小山一般 通体有黑 青面獠牙 双目赤红异常的恐怖 双手犹如是两个巨大的蒲团一般 山洞之间都能刮起大风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绝影独卧族的年轻高手 直接飞掠出去 正是那两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之一 刚才从其他人的嘴里 叶希文也知道 这个绝影独卧族的年轻高手 名字叫恶星 在绝影独卧族之中 也是仅次于恶太子的几个顶尖高手之一 但后来不知怎么的被恶太子给收服了 现在成了恶太子手下的高手之一 吃我一剑 恶星手中出现了一柄 散发着惊天威能的宝剑 长剑耀空 直接在长空中展出了滔天剑影 落到那一头巨魔的身上 剑气斩在巨魔的身上 顿时在巨魔身上 劈出了一阵金铁骄明的声音 要说起来 这些巨魔其实是最难对付的 因为他们都是魔戒大军之中的攻坚主力 如果不是皮糙肉厚 非常难以打伤 更别说是打死 他们也不会成为魔戒大军之中的攻坚主力了 畜生找死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海魔族的高手出手了 这个高手名叫义石 叶希文得到了消息 这义石和之前那个义锐 居然是同胞兄弟 在不知道多久以前 就已经被恶太子给收服了 那一头巨魔顿时动了 直接一巴掌朝着义石拍了上去 和那个拳头硬生生撞到一起 和他这么面对面的对拼 无疑是非常不占优势的 就算是叶希文 也不会想要在这个时候 和他在力量上迎拼 而紧接着恶太子的攻击 瞬间再度扑杀而至 几乎就是瞬间就已经扑杀上来 长枪如龙刺穿长空 瞬间刺到了巨魔的肉身之中 不过也仅仅只能是将枪头 刺入他的肌肉之中 却无法再寸紧分好 好像这只巨魔的皮肤 都在一瞬间变成了金铁一般 虽然赤裸整个枪头 但是对犹如小山一般大小的巨魔来说 却无异于扎进一根针霸 只是剧烈的疼痛顿时让整个巨魔都疯狂起来 疯狂的怒吼声震天动低 周围瞬间也响起了其他的魔头的附和的口痛声 一头一头的超脱镜的魔头们 乘着魔风朝着众人扑杀过来 叶希文心中却盘算着 如果可以的话 给恶太子来上一下狠的 直接将他葬送在这里 这个想法如果被人知道 肯定是一阵惊世骇俗的评价 要知道 恶太子可绝非一般的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就算是超脱镜九重天 都很难奈何得了他 随时都可能真正的跨入 超脱镜九重天的一群人 不过叶希文不是一般人的 他肯定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他有恶魔之意 才有把握能够在关键时刻 给予恶太子致命打击 不过他这个时候 也仅仅只能是关注罢了 越来越多的魔头 都出现在了这些人的周围 似乎都是被那一头魔鬼 给召唤过来的 而巨魔就是这里附近一带 地方的王者 非常的棘手 在外界也不算 多见的超脱镜的高手 在这里居然像是大白菜一样的 不断的涌出来 这一处封隐之地 也不知道到底形成了多少年 也没有受到外界的打扰 这些超脱镜级别的魔头 成千上万的分布在封隐之地之中 给本太子去死 恶太子冷笑一声 手中的水晶长枪 瞬间刺破长空 再度轰杀到了巨魔的身上 啪 巨大的魔掌 拍在了恶太子的身上 直接将恶太子拍飞出去 恶太子身上立刻泛起水蓝色的光芒 不知道身上有多少件水属性法宝 被一下子给激活了 他的脸色异常的难看 眼前这一头巨魔非常的难以对付 但是 真正和巨魔交手是另外一回事 点击上写着 巨魔的力量很大 但是也绝对没有记载 巨魔的力量居然会大到这种程度 在面对面力量的比拼上 他完全落入下风 这巨魔说起来 速度并不是很快 而且武功而已不是很强 智商更低 原先他多少还是有些不屑一顾的 但是没想到 巨魔真正恐怖起来会这么厉害 而这个时候 恶星和异石也都一下子冲了上来 这个时候 他们也都不敢拖挡 在巨魔的身上不断的轰击上去 怒火冲天的巨魔这个时候 挥舞着巨大的手臂 在天空中不断的舞动着 不远处的恶太子顿时再度冲上来 喊道 大家要小心这头巨魔的力量 非常的恐怖 我们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 就是围着他打 将他慢慢的耗死 叶西文不断看着这头巨魔 被三个人围围着打 虽然看起来三人打得有些憋屈 但是他却知道这头巨魔的落败 仅仅只是时间的问题 扑扑扑扑 叶西文的手掌形成掌刀 瞬间将几头扑上来的魔头给斩成两半 动作轻松自如 根本就没有什么难题 而这个时候 旁边的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看到叶西文如此轻松写意 顿时有些满意的点点头 别说是封印之地了 就算是在烂魔之中 超脱颈四重天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实力 因为如果一旦碰到了实力强横的海魔族 或者是海族的高手 那么就可以说得上是真正的死路一条了 不过 现在叶西文的表现 却彻底打消了他们的怀疑 确实有些人的实力 并不能够以境界来判断 叶西文没有关注其他人诧异的目光 反正他也没有打算长期 在这绝影独卧族混下去 只是不断地关注恶太子他们的战斗的 真正影响整个战斗走向的 还是恶太子他们 如果恶太子获胜 那么他们也将同时得救 等到恶太子他们腾出手来 那么一切问题也就都不存在了 这个时候无论如何 只能希望恶太子等人 能够彻底击败 乃至击杀这一头巨魔 他们才有可能获救 活下 赶紧将他杀绝 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恶太子冷喝一声说 这个时候 无论是恶星还是义石 都纷纷点头 他们确实拖不起 如果他们去晚了 那么到时候等到他们赶到 就真的只剩下残羹剩饭了 想到这里 三人都开始眼神凌厉起来 脚下顿时掀起滔天的水浪 犹如一条水蛇一般 瞬间潜伏过去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第449集 无尽的水浪 在恶太子的控制下 凝固出了一头 栩栩如生的吞天凶恶 犹如是一座小山一般 丝毫都不比那一头巨魔 要差上分号 那一头吞天凶恶 直接和巨魔狠狠撞到一起 这两头身形巨大的凶兽 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巨人一般 搏杀起来 拳拳倒肉 每一次撞击 都是最直接的碰撞 没有丝毫的投机取巧 终于 这头巨魔终于吃痛忍不住 仰天长笑一声 浑身的魔气 一下子被击中出来 一拳贯穿天地 直接轰入了 吞天凶恶的身体之中 那水浪组成的身体 根本就无法阻止 这贯穿天地的一拳 直接被生生的红穿 吞天凶恶还想攻击 却被巨魔的大手直接抓住 然后直接猛然一撕 这一头吞天凶恶 直接被撕成了两半 恶太子长枪瞬间出手 像是一条水晶长龙一般 刺穿一切 他出手的速度太快 直接在天空中 拉起了巨大的残影 在枪尖要轰进巨魔身体之中 那一瞬 枪尖突然开始疯狂地旋转下来 周围无数的魔气 都开始被吸纳进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螺旋钻头 直接朝着巨魔的身体之中钻去 巨魔虽然力量无双 但是论速度却不算太强 更何况还是被偷袭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胸前瞬间炸开 长枪直接在他身体中 轰出一个大洞 巨魔吃痛 如蒲团一般大手 直接当空朝着恶太子拍去 恶太子猝不及防 直接被轰中 身体横飞出去 几乎瞬间就撑起水蓝色的防护罩 叶熙文一直没有离开恶太子这边 虽然恶太子被直接一巴掌拍飞 但是他却看得出来 恶太子虽然有些强悲 但是却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早已等待已久的一时和恶星 瞬间扑杀上去 刀剑之上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直接斩在了巨魔的身上 在那致命的大洞上 再度斩出巨大的伤口 畜生去死 这个时候 恶太子的攻击紧随其后 水晶长枪在天空中 划出灿烂的水晶光滑 越变越大 直接一枪朝着 巨魔的伤口再度盯了下去 巨魔惨叫一声 直接被盯死在地上 毫无反抗之力 整个心脏被恶太子手中的 长枪给盯住 鲜血犹如说火山喷发一般 喷溅出来 只能感觉到浑身的生机 再以一个惊人的速度流逝着 挣扎了两下 没有力气 睁开叶太子的水晶长枪 最后只能是恨恨的 隐恨于长枪之下 斩杀了这头魔头之后 中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纷纷跟着恶太子 离开了这个地方 虽然整个战场来不及打扫 但是这个时候也没办法 再不走会被这些魔头给继续缠上 当彻底看不到那些 绝影独卧的高手之后 叶西文反了回去 将这些巨魔的尸体 给收入了天元镜 这一头可不是一般的魔头啊 可是超脱镜八重天的 更是以肉身力量铸成的巨魔 一生精血多得难以想象 现在距离百强绑绑 但争夺赛已经很近了 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让他多做突破 他必须要趁早进行突破 亲眼看到恶太子的疏手 和上一次时候看到 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上一次只觉得他很强 但现在他已经变得更强了 吸收这些魔头的精血 是最好的方法 将这些精血炼化成为己用 等他跨入超脱镜五重天 就有希望了 他就能快速地进步 这也是占了恶太子 击杀这头巨魔的光 如果让他自己来 是绝对不可能猎杀到 这种级别的魔头的 叶西文早已料到 超脱镜八重天的巨魔的精血 对他来说诱惑力太大 可以省却他多少年的苦修 叶西文此地不宜久留 叶末提醒说 在这里不仅仅是超脱镜八重天的魔头 就算是超脱镜九重天的魔头 也是有很多的 如果你不尽早走的话 迟早会惊动这些魔头的 叶西文当即没有任何犹豫 身后的风雷之意 瞬间施展开来 化作一团雷电 直接从那些魔头之中穿了过去 那些魔头想要阻拦 无疑不是被风雷之力 给生生的轰杀掉 在魔界之中的魔族 还算是比较有智慧的 有规矩的 但是在这些风隐之地中的魔族 就没有 更像是野兽一般 就好像一个人 如果在都市中成长 那么长大之后 就是正常人 但是如果是在原始丛林里成长 那么长大以后 也只会是人缘泰山 虽然叶西文 已经可以说得上是全力飞行 但是恶太子 他们的速度也不慢 而且已经落后了那么久 一时半会儿 叶西文居然没有能够发现 恶太子他们到底去哪了 如果不是叶西文 对气息特别敏感 他们人多势众 虽然走了很久 但是他们的气息 却依然存在 能够让叶西文 轻松地捕捉到 又过了小半天的时间 叶西文才渐渐地感到 绝影独卧族的人的气息 在前方渐渐地强烈起来 除了他们的气息之外 叶西文还感觉到了 异常混乱的天地魔气 有人在前方战斗 他顿时反应过来 联盟追了上去 果然发现两拨人正在激动 其中一方正是恶太子等人 而另外一方 则是一群人组高手 只不过和恶太子这边的阵容相比 无疑要差得多了 为首的一个蓝袍青年 俊朗不凡 剑眉星目 手中一把土黄色的扇子 每一次煽动之间 都能让天地间的魔气 一阵的紊乱 直接吹出恐怖的魔风 连魔头都被这一股恐怖的魔风 给撕裂成为碎片 这个人居然也是 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不过在恶星和意识 两人联手之下 落入彻底的下风 在他的身后 也跟着十来个超脱镜六重天 或者七重天的高手 正在被绝影独恶族高手打得连连百推 虽然这蓝袍青年的实力不差 但是论起整体实力 这些人族高手和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相去甚远 而在另外一边 恶太子却没有加入那些人族高手的围剿 而是在一片魔山之上疯狂的寻找 却见那一片魔山之上 倒叉着成千上万的兵器 每一件法器上都隐隐散发着强大的波动 竟然都是人间以上的法器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叶西文竟然感觉到 这些法器之中 有一柄散发着地阶法器的气息 但是却混合在了这些人间的法器之中 而没有办法辨别出来 叶西文看到顿时眼前一亮 一个好的法器 对于一个舞者的重要性 自然不必说 叶西文现在身上除了天元镜之外 就是羽化图仙刀 但是羽化图仙刀基本上不太用 因为完全没有驯服 是一把双刃剑 而天元镜现在要距离蜕变成为地阶法器 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个时候 如果能用一把地阶法器在手 叶西文的实力 顿时就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就算是面对超脱颈八重天的高手 也一点都不出 恶太子不断地将一把一把的兵器拔出来 但是却发现没有一把是他想要的 顿时开始急躁起来 要一个一个地看完 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叶西文 这法器厉害呀 可能是在这魔器之中沾染的久了 恐怕是有些通灵 你注意到这些兵器所处的位置没有 这居然是一个法阵 那一把真正的地阶法器居然藏身在其中 借助这些兵器所形成的法阵 形成源源不断的魔器 进行修炼 如果再这样下去 说不定都不需要一万年 就能真的诞生一些最为基础的灵质 然后慢慢发展下去 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制修呢 叶末称奇说道 叶西文一听 放眼望去 果然 所有的法器之中 如果仔细看的话 居然是一个阵法 隐隐勾动天地间的魔器 不断的灌输进去 恶太子的速度越来越快 对于这一柄地阶法器 叶西文也是势在必得 如果能一把地阶法器 那么他在面对恶太子的时候 说不定还能够击败他 但是在他面前轻松全身而退 还是没问题的 甚至可以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抗衡恶太子 该死 恶太子 你不会找到的 我们已经在这里 足足在了三天三夜 依然没有发现那一把 这个时候 那一个蓝袍青年冷冷地说道 这一次的后赐 以后有机会 肯定会慢慢还给你们 绝影毒恶族的 愚蠢 司空号 你们以为你们能逃得掉吗 在这封印之底之中 就算把你们都杀了 也不会有人替你们叫声蛆的 恶太子冷冷一笑说道 哼 那就来试试吧 司空号一声宝贺 手中的扇子爆展出无尽的光芒 直接扇出一个巨大的神奇 朝着一时和恶星 狠狠地扑杀上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三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在办公中疯狂地激烈交手 尤其是司空号 怒火中烧 本来这里就是他们先发现的 结果却被恶太子给抢占了 要知道 司空号在百强榜单上 也是位列第十的存在 竟然被恶太子如此无视 同样心高气傲的他 无法接受 就是你了 恶太子顿时一声宝贺 掀手回身掀起一阵滔天水浪 将那些兵器洪流直接拦了下来 红龙 无数兵器绽放着可怕的光芒 直接横冲下来 这里面都是入了阶的兵器 也就是说 每一把兵器的攻击 都相当于一个超脱镜高手的全力一击 不过 恶太子也仅仅只能够阻止着一个兵器洪流一会儿的时间 水浪就被冻穿了 恶太子也不敢拖挡 直接撑起占蓝色的防护罩 呈球形 将他上上下下都给包裹进其中 红龙龙 在他撑起防护罩的一瞬间 他就已经被无数的兵器洪流给吞了进去 天地一阵剧烈的震动 无数的魔气在震动之中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出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那一兵就快要把恶太子抓到的长刀 开始拔地而起 叶希文这才能第一次真正看清楚这把刀 比起寻常的刀要大上一号 通体又黑 绽放着一种难以言明的魔力 让人看着就有种魔气森森的感觉 在刀面上 无数的古朴花纹遍布全身 更是深深刻入刀中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条巨大的血槽 让人感觉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锋利的刀锋爆展出恐怖的刀芒 这个时候却直接化成一团流光 从虚空中溜走 叶希文顿时一惊 这刀果然已经通灵了 虽然这通灵的程度 还是没有办法和叶末这样的 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相比 但就只是这样已经足够了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 兵器洪流瞬间被破开一个大洞 一道身影直接窜了出来 张开大手朝着魔道抓去 正是恶太子 他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一下子就追了上去 关键是要有好的法器的话 就算是足中法相境的太上长老 也有不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界法器的 可想而知 这地界法器对他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 如果当初叶希文能有一把羽化图仙刀的话 他甚至敢和超脱镜九重天的顶尖高手叫板 在那个时候 就是真正的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只是当时的情况 现在后悔也没用 而恶太子也绝对不是一个容易后悔的人 他的信条只有一个 既然当初没有抢到 那下一次就抢到就是了 一声凄厉的破功声 一道巨大的阴剑直接划破长空 朝着恶太子鸡舍而来 正是一旁一直等待的司空号出手了 恶太子 你休想 该死 恶太子只感觉身后一阵恶风破来 该死 司空号你想死吗 呵呵 恶太子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得到 司空号哈哈大笑一声 直接一扇子删除恐怖的飓风 逼退了攻击上来的义石 而在另外一边 义石和恶星这个时候纷纷也扑数 去挡住司空号 司空号固然乃是百强榜单上前十名的存在 但是他们也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强 真正见到他才发现 或许百强榜单中排名靠后的人不在他们的眼中 但是这前十绝对是名符其实的存在 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实力 虽然被他们打得不断后退 但是却稳稳压着他们一头 很快 恶太子又再度追进那一把魔刀 唐 一道惊人的刀器夹杂着无边的魔器 席卷出恐怖的威力 一瞬间朝着恶太子直接展落下来 恶太子联盟避开这一道惊人的刀器 身形一偏 直接再度追了上去 手中夹裹着无数的水源里 一把抓在了魔刀之上 顿时只感觉到无数的怨尾力魂 一下子直接冲向他的脑海之中 让他心神顿时不宁起来 这是一把魔刀 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又在封隐之地这样充满魔器的地方 淬炼了不知多少年 早就成了一把有魔器的魔刀了 一般人恐怕还没怎么用 就会被魔器侵蚀成一个指挥杀戮的疯子 但是恶太子是一个什么人 怎么可能忍受得了 自己成为一个傀儡呢 顿时冷喝一声 直接身上雄魂的真元之力 一圈一圈地席卷出来 直接将那些魔器给镇压下去 他是什么人物 那也是一个枭雄色的人物 一般人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中 手中长刀 瞬间剧烈地波动起来 隐隐然 那无数的魔器都化成一只魔头 要隔着长刀 将恶太子给吞噬进去 恶太子不得不先放开了长刀 回身避开这一些致命的打击 仅仅只是人界的法器 都能够发挥出超脱颈高手攻击的威力 更别说是地界法器了 虽然没有人操控 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很强 给我收 恶太子大手摊开 无数的真元之力开始一圈一圈席卷 一股强大无比的犀利笼罩在魔刀之上 刚才还急速飞行的魔刀 一下子像是被人用定身术给定住了一般 动弹不得 果然 只有本太子才配得上这样的魔刀 恶太子咧嘴笑笑 虽然他惯用的是枪 但是改练刀法对他来说 根本就没有任何压力 在绝影独我族之中 不仅仅只是有枪法的秘籍 人皆顶级的刀法也是有的 他一点一点朝着这一笔魔刀飞去 在定住了这一笔魔刀的同时 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魔刀的刀身上不断释放出一道道惊人的刀气 想要切断这一股真元对他的束缚 刀身之中隐隐传来恐怖的咆哮声 是那微微成形的气铃在咆哮着 他似乎也知道自己一旦被恶太子给抓住 就难逃被抹除的命运 因此他也剧烈地挣扎起来 绝对不能让自己落入恶太子手中 而这个时候的不远处 司空号也开始着急起来 可是意识和恶星似乎也意识到 应该到了最后关键的时刻了 死死地将它缠住 不让它有任何出手的机会 所以他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太子 距离磨刀越来越近 目的 绝影独卧族的人中一阵惊呼声 太子 小心后面 恶太子听到这一声惊呼 顿时还来不及反应 只感觉到一道快决的身影 从他身边飞掠而去 直接朝着那半空中动弹不得的磨刀 抓了过去 却见那一道身影 直接一把抓住半空中疯狂挣扎的磨刀 直接斩断了他所有的阵源 身形一下子朝着虚空之中飞掠而去 看那熟悉的身影 以及背后那一对巨大的翅膀 恶太子的双目顿时通红起来 咆哮而起 叶熙文 没错 正是叶熙文 螳螂堵蝉 黄雀在后 在恶太子最为得意的时候 将磨刀给抢到手了 恶太子 你也有今天 一旁的司空号简直乐开花了 找死 恶太子一声饱喝 直接抓出一只水源里的大手 抓向叶熙文 如果叶熙文被抓住 不死也要重伤 叶熙文直接一个加速 雷之翼拍动起来 身形一个闪烁 直接躲过了这一次猛然一击 雷之翼在短距离内的腾挪 简直极快 除非实力真的比叶熙文强太多 否则都很难真正的将叶熙文抓住 不过对于叶熙文来说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来自于身后的恶太子 虽然恶太子怒吼连连 但却是根本追不上他 除非是已经成就了法将经 练出属于自己的领域 才能将他一下子笼罩进去 那可不是恶红那种违领域 那是真正的领域 在这领域之内 一切的规则都是由他自己制定的 进了这个领域 就要受他的领域压制 对他来说真正的麻烦 却是来自于手上的磨刀 在叶熙文刚刚抓住磨刀的那一瞬 就感觉到一股惊天磨气 瞬间席卷到了叶熙文的身上 直接要侵入叶熙文的神志之中 影响他的神志 叶熙文冷哼一声 身上浑厚的真圆 一层一层的涌现出来 震起了肉中磨刀上散发的磨气 叶末这个时候 在叶熙文身边显行 说道 这里就交给我了 然后他直接一头就钻进了磨刀之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五神空间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五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50集 叶熙文只是不断地调动真源 镇压磨刀的异动 在叶末进去之后没多久 MOOD 磨刀之中 猛然绽放出无尽的神盲 像是在剧烈的挣扎之中 随即一声声魔头的怒吼声 从其中传了出来 让人不寒而栗 叶熙文 搞定了 那气灵已被我捏死了 我会留下一缕神念 以后这里就有我接管了 不会出什么问题 叶末兴奋地说道 叶熙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毕竟像他和叶末这样的关系 是千古罕见 又不是他自己炼制的法器 对他来说 有气灵的帮助 能够快速掌握魔刀 同时也能发挥出120%的威力 所以他采取了和羽化图仙刀一样的做法 直接抹除气灵 身后的恶太子 见叶熙文手中的魔刀 已经没有反抗 虽然时间很短 但是如何还不知道 到底是为了什么 顿时勃然大怒 叶熙文竟然已经彻底抹除了气灵 镇压了魔刀的反抗 换了他 必然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亲眼所见 却是怒火中烧 恶太子 今天真是多谢成全了 叶熙文略微有些张狂的声音 从恶太子面前传来 叶熙文 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恶太子咆哮着 不断地拍击着天空 撕裂长空 慢慢地 他被叶熙文越甩越远 直到看不到叶熙文之后 这才性性地放弃 然后反身朝着司空号那边 扑了过去 叶熙文渐渐感觉到 身后恶太子的气息慢慢消失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的速度并没有减慢 张开恶魔之意朝着远方飞去 摆脱了恶太子之后 叶熙文当即开始了吸收那一头 巨魔身上的精血 由天元净转化的力量 全顾一股脑地涌入到叶熙文的身体之中 他感觉到 浑身的血液都开始沸腾 有无数的力量都在其中死虐 他本身仅仅只是一个超脱颈四重天的舞者罢了 和超脱颈八重天巅峰的巨魔相比 还是有不少差距的 一时半会儿根本就吸收不完 他当机底段开始征战 不断用那些战斗来促进练化身上的精血 他继续深入封印之底之中 身上的气息也越来越浓烈 随时都可能跨入到超脱颈五重天 这些巨魔身上的精血 按照道理来说 是根本没有办法练化的 但是偏偏叶熙文却拥有天元净 能够炼化成为己用 而且是大规模的利用 不过随着他越发的深入到了封印之底之中 他都感觉到四周的空气完全都是魔气 而且变得异常邪恶起来 几书漫天都是魔气 甚至有些都已经异化了 轰 他的大破灭星辰拳一拳轰出 浩浩荡荡的星辰之力 迅速将眼前的无数魔气都给绞成为碎片 随着他轰出这一拳 他顿时感觉到身上的精血一震 居然被他炼化了一些 而且随着他不断的轰击 身上的精血也在一点一点的加速炼化 没有了之前那种随时可能被撑爆的感觉 有的只是一种酣畅淋漓 他的手上冒出了一朵火焰 就像是天生的邪气克星一般 当这些火焰刚刚冒出来的时候 就将无数的魔气都给烧成了灰烬 那些已经异化成为邪灵的魔气 在一瞬间就被烟烧殆尽 一头头一化的魔气邪灵 这个时候在他的刀下 成百上千的刀下 这些魔气邪灵对于寻常人来说 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因为它们没有实体 但叶熙文则不然 他身上不断冒出五彩的神盲 将地上上上下下都笼罩其中 这正是明星古术 万邪不侵 任何的邪灵都不可能入侵到 叶熙文的神职之中 这么多年下来 明星古术也成长到了数十丈高 无时无刻不在吸收着 龙脉之中的灵气 已经有了巨大无比的差距 一片虚无的虚空之中 无数的魔气孵效 夹杂着无数的魔头和怨灵在其中 一道青色的身影在其中纵横突进 正是叶熙文 他身上的气息几乎难以一直 朝着外面席卷了十天 转眼即使白居过隙 让人想要抓住也没有办法 不过对叶熙文来说 这十天他都在不断的杀戮 这些猛扑过来的魔风之中 总是蕴藏着一头一头的邪灵 或者是魔鬼 让人根本不得不小心翼翼 在他的面前 现在是一头异常巨大的邪灵 沾染了无数的魔气 隐隐约约能够看到 有黑恐怖的面孔之中 一对血色的双眼 牢牢地盯着叶熙文 虽然没有实体 但是它却比有实体 要难缠得多了 人类 贡献出你的身体吧 有了肉身之后 本作就可以离开 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去外面的花花世界了 那头魔鬼 用极具蛊惑力的声音 对叶熙文说道 哼 这种烂伎粮 也想用在我身上 叶熙文冷冷一笑 该死的人类 去死吧 刷 他的鬼爪瞬间抓出 鬼爪上 有无数悠悠的鬼火在燃烧 叶熙文顿时只觉得 周围的空气 都在一瞬间燃烧了起来 给我破 叶熙文一声爆喝 手中一团火焰熊熊燃烧了起来 那些试图靠近叶熙文的魔器 瞬间被燃烧殆尽 转化成为了火焰养料 然后刷的一下 化成了一柄火焰长刀 浩浩荡荡的刀器 瞬间朝着不远处这一魔头 斩杀下去 红龙 两股力量在半空中狠狠撞到了一起 叶熙文的火焰刀器 在他的手上 斩出了刀花 开始熊熊燃烧 让这头鬼魔 开始惨叫下来 叶熙文身上 再度翻涌出浑厚的真元 涌入到手中 他手中的火焰刀器 一下子粗壮了一倍有余 再度展落下来 这一头恶鬼 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联盟将鬼爪收了回来 身上的伤口根本没办法愈合 只能不断地惨叫着 这个时候 这一头魔鬼的双眸之中 顿时击舍出两道血色光芒 将叶熙文给笼罩住 对他来说 如果没有肉身的话 他是永远都没有可能 突破一片天地的束缚 这也是天地间的规则之一 叶熙文身上气血旺盛 对他来说 等于就是黑暗之中的 一展指路名称 在这个世界中 如果说僵尸算是难以出头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那么这些邪灵 就是真正的没有出头之日 为了出去 他只能找一座肉身 想冲进来 真是可笑 叶熙文反而不动 冷笑地看着他 这一头魔鬼 冲进叶熙文身体之中 并没有发现 犹如之前想象的那样的情况 相反的 仿佛是陷入了泥潭一般 全身上下 被一股五彩神盲 牢牢地锁定住了 身上所有的力量 都在一瞬间 仿佛被压制 被克制 正是明星古术 出手了 这就是邪灵的克星 叶熙文直接朝着 这一头邪灵猛扑过去 手中的火焰强刀 直接斩落 在天空中 划出一道巨大的痕迹 斩落下来 这一头魔鬼惨叫着 然后被一股火焰 给熊熊燃烧成了灰烬 叶熙文刚刚从 神石之海中出来 目的只觉得一阵 恶风普面 一声恐怖的吼叫声 直冲天际 他转头一看 顿时却见到一个僵尸 在不远处 冷冷地盯着自己 一双绿油油的毛子 看得人心头直发慌 叶熙文这才想起来 这里是封印之地 应该是一处上古战场 所以僵尸才是身着重铠的 在这磨焰正正的情况下 环境堪称是基因之地 许多尸体千万年都不孵化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尸体 变成了僵尸 叶熙文还没有怎么动 那头魔尸已经猛扑了过来 直接朝着叶熙文抓落下来 恶风扑面 叶熙文连忙脚下连探 堪堪避过这致命的遗迹 如果刚才叶熙文动作稍慢一点 很有可能被鬼爪当场四成两半 超脱镜八重天 他的心头顿时一惊 这居然是一头超脱镜八重天级别的殷尸 虽然比起以前叶熙文见过的 将恶太子追得夺命狂逃的伙尸 有些差距 但是差距也并不小 叶熙文直接从天原境之中抽出那一柄魔刀 一般情况下 叶熙文也是尽量少用这把魔刀 如果是不必要 他一般不会随便动用兵器 反正他也早已经到了一草一木 皆可为兵器的地步 那头僵尸见自己一击没有奏效 顿时怒吼着再度扑杀上来 叶熙文顿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让他几乎难以喘过气了 几乎像是在面对恶太子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只不过恶太子的气息比这头僵尸更加的狂放不羁 叶熙文的皮肤瞬间爬满了金色的神性 在无数魔气之中显得金光闪闪 直接将那无数的威压化为无形 要说起来谁能将自己的气势加出到神的身上 哪怕仅仅是神性也瞬间容易反弹 就像是尊严遭受挑衅一般直接反弹 如果天元净处为最为巅峰的状态 别说只是魔族了 就算是其他的族群一样能够镇压 只是现在天元净并没有处为最尖锋的状态 而这也并不完全是魔族 但是也能够压制一部分尸力 他发现自己的魔气调动起来非常的不顺 和刚才相比根本就是天壤之别 但是除了半魔之外还是一头僵尸 还有来自于自身的尸器 虽然魔气被叶熙文压制 但是尸器压制不大 叶熙文深吸一口气 并没有因为这头僵尸的力量被压制而轻松多少 僵尸的拳头每一拳轰落下来 都会化作一座山脉 生生砸响叶熙文 异常的恐怖 这些山脉好像都能够砸碎天地一般 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轰击在叶熙文的心头 叶熙文一刀斩出 在魔刀的加成之下 叶熙文斩出的火焰刀气更加的恐怖 直接在虚空之中形成一大片的火海 直接斩到了那一座山脉之上 火焰和全劲在半空中剧烈的碰撞 席卷出一道道恐怖无比的黑色旋风 僵尸的拳头没有多快的速度 滑破长空 真正恐怖的却是权重如山 势大力尘 叶熙文身为霸体 力量何等之大 但是这头僵尸也并非等闲 力量比叶熙文还要枪上一筹 叶熙文面色通红 刚才这一拳直接轰到他身体里的气血 开始翻腾 他眸中精芒一闪 发现刚刚受了这一僵尸全力一拳 反而让他身体里的精血散开了一些 吸收的更多了 顿时叶熙文心中一喜 全劲和刀芒骤然撞到一起 炫目的让人难以睁开眼睛 几乎要破碎空间 灿烂的全劲在一头僵尸 无比深厚的湿气加持下 迅速吞噬火焰刀气 双方实力上的差距在这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轰 无比恐怖的全劲在一瞬间轰到叶熙文身上 全劲散去 叶熙文的胸口几乎被轰得血肉模糊 叶熙文黑黑一笑 牵动身上的伤势 顿时疼得倒吸一口冷气 越是激烈的战斗 这精血消化吸收的速度也就越快 而原本叶熙文渐渐已经有些不动的修为 竟然开始随着精血的不断吸收 而开始缓缓上涨了 叶熙文这才发现 原来他还没有达到最巅峰的状态 原本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 不可能上涨 除非是有机缘 跨入到超脱镜五重填 但是现在想想 自己还是错了 原来还是有权力的 这一拳几乎打得叶熙文肉身都要崩散一半 这是真正的超脱镜八重填高手 哪怕是被天元镜压制的一部分的魔器 也是异常的恐怖 他身上的伤口 也在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完全 这是天皇再生术在运转 不过那一头僵尸 根本没有给叶熙文多余的时间反应 几乎在叶熙文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 就已经再度轰杀了过来 叶熙文的身形在空气中爆裂出去 一道刀翼冲天而起 手中长刀在他真元的催动下 暴涨出无数倍 朝着僵尸狠狠地斩落下来 一条巨大的伤口 从那头僵尸的胸口斜拉了过来 叶熙文身上的肋骨都在一瞬间 背着拳头给轰断了好几根 但是叶熙文非但没有后退 相反的还兴致勃勃地冲了上去 厮杀到一起 叶熙文一次次被打爆 一次次又重新组织起来 双方之间不知交受了多少招 叶熙文身上的气势越变越大 和最开始的时候 俨然有了不小的差距 他身上的气息像是控制不住一般 瞬间往上席卷 叶熙文只感觉 那原本一直横在眼前的 犹如是天欠一弯的超脱镜五重天的屏障 也就一拳被轰爆 他一口鲜血喷出 但是脸色却异常的红润 身上金色的神性开始沸腾起来 跨入到超脱镜五重田 他浑身都发生一个质鞭 一个全新的境界 他能感觉得到 多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还不一定能够跨入超脱镜五重田呢 不过也就这样了 送你上路 叶熙文一声宝贺 一道道火焰刀器 瞬间斩出 火焰本身就是天底间的质阳之物 无论是魔族还是僵尸 都是被克制的范畴 那头僵尸 连假式也是怒吼连连 仰天长笑 身上的尸气凝聚起来 底声咆哮着 尸道独尊 他的拳头在一瞬间 凝聚起了无数的尸气 在这小小的距离之内 仿佛凝聚成了一个尸道的国度 叶熙文双眸之中 顿时闪过一阵金光 这几乎是要形成一个尸道的领域了 尸道在诸多武道之中 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因为他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成为尸体 才有可能学习尸道的无上武学 叶熙文不由地加大了真元 无数的真言瞬间让批出的火焰刀器 再度涨大几分 叶熙文的火焰刀器像是蔑视的狂刀 火焰所过之处 一切尸气都像是可燃的阳起一般 可怕的刀器击穿一切 狠狠轰进了这头僵尸的身体之中 直接在他的身体上 割裂出一条巨大的伤口 这头僵尸咆哮着咬着牙 那原本浑浊的眼神之中 顿时一阵惊骇的神色闪过 那浑浑噩噩的神志之中 也感觉到了一种惊恐的感觉 刚刚突破超脱镜五重天的叶熙文的实力 居然会有如此恐怖的变化 如果说原本还是他不断地将叶熙文轰飞 不断将他击退 那么现在就是完全的叶熙文能够一招将他肿创了 而且随着他被叶熙文肿创 原本那只是压制他一切的天元精 顿时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那种来自于血脉之中的压力 仿佛一下子不知道加大了多少 他不断地咆哮着 他的那个尸道领域的雏形 被叶熙文的刀器击穿了 但是还没有崩溃 渐渐的他竟稳住了行尸 他咆哮着控制着僵尸的国度 朝着叶熙文碾压 给我破 叶熙文顿时也看出来了 这个尸道领域最为关键的 显然就是那一头尸神 如果不能将那一头尸神斩杀 那么即便他再将这个国度击穿 也无法真正击杀这头僵尸 真正的精髓所在 就在尸神的身上 叶熙文再度拔刀 斩落下去 红龙 那一头僵尸的虚影 面对横披而来的刀器 顿时像是被激怒了一般 接连轰出恐怖的拳法 刀器和拳劲 在虚空之中 蹦践出一朵朵小的蘑菇云 升腾而起 整个僵尸国度之中 无数被卷刀的僵尸 一瞬间被这股恐怖的力量 给冲成了尸气 给我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叶熙文的身影 已经冲到了那一头尸神的面前 这个尸神毕竟只是 五道一致的化身 并不是真正的武者 直接被叶熙文的刀器 贯穿而过 噗 这一头刚才还凶悍无比的伤尸 顿时一口鲜血喷涂出来 但是叶熙文的攻击还没有结束 再度扑杀到了僵尸的面前 一道惊天火箭刀器 从天宫中直接轰落 砰 这头僵尸直接被生生的轰飞了出去 他的身上竟然多出了一道 差点将他身体展成两半的巨大裂口 怒吼连连 根本不敢想象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就算是以他不甚高的灵智也知道 这很不正常 不过叶熙文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 一柄磨刀从天而降 迎风暴涨 越变越大 当空直接插落下来 轰的一声 这头僵尸被磨刀直接插落到地上 生生的定在了魔头之上 生机一点一点的流失 从他死去之后变成僵尸 这又要再度死去 很快 磨刀上的磨器就变布了他的全身 诡异的力量 很快就将这一头僵尸身上的精华 吸收以空 这一把磨刀竟然引引又更近了一步 原本还很嚣张的魔头 这个时候异常惊恐地看着叶熙文 仿佛他们之间的地位 一下子颠倒了过来 斩杀掉这头僵尸对他来说 并不是最高兴的事情 真正让他高兴的是 他的战斗力 简直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一头僵尸 绝对有堪比恶太子的实力 也足以证明他的战力 确实有了极大的突破 凭借着磨刀 他绝对有自信 能够抗衡恶太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邵华 第451集 三个月后 越来越多的高手 开始聚集在风吟之地内 包括云星海域 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手 得到消息 开始往这里面赶去 甚至有传承久远的 势力的高手 点出 这确实是一个 以前荒谷大陆 和魔族交战的战场 只不过这个战场不大 是当初 魔族败退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 和那些真正 名动荒谷大陆的战场 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不过 即便如此 依然吸引来众多前人 尤其是当 越来越多的人爆出 这封印之地中 得到前人的兵器 亦或者什么武功秘笈之类的 尽管有大量的人死伤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却根本不会影响到想法 这三个月之中 叶西文也在不断的游荡之内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他刚刚进入的 尽管的封印之地 已经稳固下来 凭借着一把魔刀 创下了魔刀客的赫赫为名 几个月来 因为无数的武者开始聚集 竟然在这封印之地之中 也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小集市 有许多的武者 都会选择在这里歇脚 同时也因为 有很多武者的聚集 那旺盛的血气 也是吸引了很多的魔头过来 还别说 这几个月来 频频传出有顶尖高手 被侵占了肉身之后 大开杀戒的消息 不过 虽然这些集市 会吸引很多魔头前来进攻 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人选择前来 这一日 一处集市之上 一队人马直接从天空中 横冲直撞而过 这一队人马之中 几乎都是超脱近五重天 六重天以上的高手 那是谁啊 大张旗鼓的将就冲过去了 有人不愤地说道 你看他们的服饰和旗帜 不是绝影独恶族 又是谁呢 看着旗帜上的太子二姿 该是恶太子亲自到了 啊 不是吧 恶太子都亲自到了 难道这里附近 什么一宝不成吗 天知道 不过听说恶太子脾气 虽然不是很好 有许多人一个不注意 都吃了恶太子的亏呢 哼 可不是吗 听说他丢了一件重宝呢 哦 是这样吗 尽管他们在普通人之中 也被当成是精英一般的存在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差别 一个真正影响 整个荒谷大陆的动端来了 被战火波及到的话 他们也只有死路一条 比起那些超脱境之下的寻常人来说 恶太子他们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不管怎么说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这次绝对是年轻一辈的顶尖高手的一次碰撞和较量 六大势力的年轻一辈的高手几乎都出现在这儿了 即使之中 许多海族高手都是看着一副心持神往的样子 虽然 毕竟他们海族内各个族群是龌龊的 一点都不比和人族的龌龊要小 但是在这个时候 总也是代表着他们海族的颜面 和前面绝影独恶族 及独炎龙族的高手相比 还有一对的高手 人数明显要少得多 其中为首的一人 约莫着三十岁上下的模样 身材高大 两米多高 脖子脸上浓眉大眼 看着英气勃勃 根本就不是一般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能够相提并论的 举手投足之间 都像是能够翻江倒海 捉星拿月的存在 哎 那为首的一人 应该是猎天惊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惊无怨吧 看着气势果然厉害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提并论的 海族一直有传说 他才是所有海族年轻一辈的高手之中 最为厉害的 就算是恶太子和独公子 严公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是真的假的 不知道 这些消息 也多只是传说而已 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的死战过 所谓真正的强弱 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看穿 而且最重要的是 虽然有百强榜单 但是这些年过去了 每一个人都有进步 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很可能就突飞猛进了 看着这些海族之中的年轻高手 从眼前飞过 海族高手欢呼雀跃 但是人族高手却难免有些黯然 这些日子 光看着海族的年轻高手嚣张了 我人族难道就没有一个 能够抗衡他们的吗 人族和海族之中 也不知道持续了多少万年 双方之间早已是深深四海 只是双方的高层压着 才没有爆发出更为激烈的冲突 但是私下里的竞争 也是从来没有断过的 尤其是现在看到海族高手这么得瑟 这些人族的舞者们 顿时都不爽起来 当然有 我人族怎么可能一个高手都没有 我人族三大势力都有接触高手 海龙府的海公子 不就是打遍年轻一辈无敌手吗 如果不是他这次闭关之中没出来 也不是让他们这么嚣张 一提到海公子 许多人顿时就有了底气 因为海龙公子在百强榜单上排名第一 公认的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只是这一次海龙公子并没有出现 摩刀客也是年轻一辈的高手吗 我还以为是哪个前修多年的前辈呢 当然不是了 他可以确定的说 是我们人族之中年轻一辈的百强之在的黑马高手 已经很厉害了 在落马海中闯荡的都是超脱颈之中的佼佼者 一般等闲的年轻一辈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将来说不定能不能达到他们现在那个实力都很难说 在他们的眼中 百强榜单上十名二十名之外的 那都是两眼一麻黑 谁有心思去进那么多呀 不过这些海族高手这些日子真是天各一方啊 尽量不相撞 现在就先后到来 难道真的是什么重宝出什么什么 有人疑惑到 走看看去 人群中有人提议 一道青色身影立即伸来 身后一把有黑长刀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他的身影在人群之中穿梭着 不一会儿就已经消失在了众人的面前 只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 远处天边的那一抹青色的身影 哎 刚才那个是不是就那个魔刀客啊 一起轻衣背负长刀 没错吧 就是他吧 有人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顿时他们想起来 果然是他没错 好身法 他的实力果然非同反响 刚才还好 没说他什么坏话 不然的话 刚才还在议论魔刀客的人 这个时候都有种后怕的感觉 天空之中 叶熙文破开长空 身体就像一柄长刀破开天空 正是叶熙文 正如他们所想的一样 叶熙文也觉得 这几大海族势力的年轻高手 竟然都拒绝在这里 要说没问题也没有人相信 这几个月以来 他都在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实力 也终于闯出了赫赫名声 尤其是那一把魔刀 叶熙文不像是当初演示恶魔之意那般加以演示 在这封隐之地之中 得到的法宝多少都带有一些魔器 这不足为奇 甚至很多都是魔宝 叶熙文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就已经追上了那些海族的高手 才发现这个时候 已经先行一步 赶到的已经有很多人了 除了那海族的三大霸主之外 还有诸多其他次一级的海族的高手 比如说碧莹海蛇族等 仅次于三大霸主之下的海族势力 这个时候也都赶了过来 除了人族和海族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阵营 这个时候也露了头 正是海魔族的高手 为首的一男一女 两个海魔族的年轻高手 看着气度不凡 任何一个都足以和恶太子等人相提并论 而跟在他们身后的 居然也是十几尊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除了海魔族的高手之外 还有几头身形犹如小山一般庞大的海魔兽 几乎青衣色都是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存在 随便哪一头都能横扫一大片 在这些顶尖高手身上的庞大气息在隐隐的对抗着 在天空中纠结 而在这些气息的对抗中 自然是高手最少的人族的气息是坠弱的 诺大的人族居然仅仅只有司空号一尊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而且司空号的实地本身就被恶太子之流要差上一些 叶希文的到来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这些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被这个青衣刀客所吸引 人类高手一看顿时为之一席 毕竟无论如何 这青衣刀客也都是他们人族一方的 哼 又来一只臭臭 目的 海魔兽一族之中 一头小山一般巨大的海魔兽开口了 他们这些海魔兽数量虽然不多 但却都是超脱镜八重天的巅峰 叶希文只是瞥了一眼他 发现这是一头银角巨魔兽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欢迎订阅 在海中诸多的海魔兽之中 银角巨魔兽无疑是其中比较强的一种 数量虽然少 但是随便一头成年的银角巨魔兽 都是超脱镜九重天的实力 不比龙族之中的一种亚龙要差许多 叶希文只是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回话 不过他虽然没有答话 但是那一头银角巨魔兽 见他脸上似乎有不屑 顿时就大怒了 原本各大势力之间 都是属于相互攻伐的 因此整个场面还是比较平稳 这个时候 银角巨魔兽一下子将所有气势 清晰到整个人族阵营之中 顿时就让人族的阵营之中 一片手忙脚乱 臭虫也只是臭虫而已 那银角巨魔兽笑得尊人最大 眼神之中满是不屑的神情 不过他的笑声很快 犹如是被人掐住脖子一般 笑不出来了 叶希文身上直接席卷出一股气势 凝聚成了刀意 那股银角巨魔兽轻斩下来的气势 当时就犹如是纸做的一般 直接被从中间生生的切开 紧接着 叶希文的气势不停 直接化作一把大刀 斩向了那海魔兽的阵营之中 大胆 这个时候几头海魔兽纷纷怒吼一声 身上的气势完全释放出来 抵挡住叶希文这刀气的事 他们都将叶希文的这一次行动 当成了一种挑衅 但是现在叶希文这样子 等于就是对他们海魔兽一方开战了 不过他们却忘记了 之前这一头银角巨魔兽 那完全可以视作挑衅人族阵营的举动 真是笑话 他们做的初一 叶希文就做了十五 红龙 叶希文的刀气 狠狠地和这些海魔兽的气势 在半空中撞到一起 叶希文的刀气不断展落 四散出来的刀气 即便是隔到老远 依然能让人感觉到恐怖的锋利 见叶希文如此表现 顿时诸多高手都纷纷刮目相看 他们本身就是天之骄子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入得了他们的眼中 人族又来了一个强员 这个时候唯有两方人马认出了叶希文 一方是司空号 几乎是一下子就认出这个轻衣刀客的来历 不就是之前截胡了恶太子的人吗 除了他之外 就是上次在叶希文手上吃了大亏 被他给截了胡的恶太子 他顿时双眸之中凶光直茂 本来应该是他的发气 但是却被叶希文给夺了过去 他心中当然不甘 哄 最后双方的气势散去 叶希文只是轻笑一声 哼 都说海魔兽如何了得 我看也不见他 小子 你是找死吗 海魔兽我杀了不少 不过银角巨魔兽还从来没杀过 叶希文轻描淡写的说道 好胆 我吞吃过不少的人类 但是却还没有吃过这么胆大包天的 我要把你的胆子挖出来 看看胆肥到什么程度 这一头银角海魔兽顿时怒吼着 直接出手 本来他的脾气就很暴躁 直接一招抓出 恐怖的真元四散而出 化作一团一团的波纹 由内而外的扩散了出去 顿时 无数的魔器被抽掉以空 空间剧烈的扭动起来 不管怎么说 这一头银角巨魔兽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实力 是绝对的实打实的 比起之前叶希文所遇到的那头僵尸 也丝毫不差 如果是几个月前 叶希文恐怕还要用到天元镜进行镇压 但是现在仅仅只是赤手空拳 又有谁敢说叶希文不厉害 叶希文手中的火焰熊熊燃烧 瞬间化成一柄长刀 斩杀出去 那银角巨魔兽的巨大爪子狠狠抓落下来 和刀器狠狠地撞到一起 所有人都争住了 脸色大变 这两人的交手远超众人的想象 很多人就是因为看清叶希文的境界而大意了 最后在叶希文手上吃了大亏 叶希文的境界就好像是一层天然的伪装之样 因此叶希文才会一出手就惊艳全场 一头银角海魔兽 还是超脱镜八重天的巅峰 无论是人族海族还是海魔族的高手 如果是在平时落单的时候 遇到这样的凶手 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但是这样的凶手 却在和一道身影杀得难舍难分 一个顶尖高手 就能轻松将一群刺一下的高手屠杀殆尽 但是叶希文却和他杀得不分不解 这个时候 叶希文和这一头银角骏魔兽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叶希文的燃木刀法惊天动地 一刀破开天地霸道无双 配合他的霸体更是霸绝天下 虽然和这一头银角骏魔兽面对面的死战 却是丝毫不落下风 也没有任何不如的迹象 太子 要不要我们出手 这小子越来越厉害了 这个时候 旁边的一石出现在恶太子的身边 开口说道 叶希文比起之前刚刚见到他的时候 又强横了许多 之前在夺刀的时候 叶希文面对恶太子 甚至只能是不断地逃跑 偷偷夺走了魔刀之后 就只能不断地逃窜 但是现在 看到叶希文的实力 恶太子也不禁有些枉然 他双眸之中精芒闪烁 眼中意识杀意闪烁 对于叶希文的怨恨 他丝毫不少 他虽然很自信 虽然自大 但是从来不自欺欺人 这叶希文最次 也是拥有了超脱镜八重天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 拥有了和他算是一个档次的战斗力 等一下看看情况出手 如果那叶希文死了 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最后是他获胜的话 那么就要果断出手 你们负责出手拦住 死空号 我亲自出手 去会会这个叶希文 仔细算算 我们也绝有独恶族的英才 也有很多死在他的手下 元气也伤了不少 也该是时候将他解决掉了 恶太子冷冷地说道 恶红恶鹰一个一个的死亡 虽然也让他减少了许多的竞争对手 但同样的 在他看来 也削弱了他以后的实力 哥哥 你看 这个人类到底什么血脉 既然如此了得 连引脚巨魔兽 居然都没有办法以高静静压过他 这个时候 海魔族之中 那一男一女的两个围首的年轻高手之中 那个年轻的女性高手 开口问那个年轻的男性高手说 这两人竟然是兄妹 那个男性海魔族的高手 看着叶锡文皱了皱眉头说 如果是同境界也就算了 人族虽然从不以肉身见长 但是总有一些特殊血脉肉身上极为强赫 还有一些古人类 也是这方面的行家离首 只是这境界差这么多 居然还能压住这一头 引脚巨魔兽 这倒是闻所未闻 但是哥哥 我在他身上似乎感觉到一种凶兽的气息 就像是那些海魔兽一样 特别的危险 我看他身上 可能是不止一种知名的凶兽吧 不管怎么样 看着就是了 那个男子并没有觉得有多惊奇 说道 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叶锡文早已将燃木刀法 给推演到了最巅峰 虽然是残缺的 但是叶锡文 却已经能够发挥出最高的境界了 砰的一声 火焰长刀 直接斩在了这一头 引脚巨魔兽的身上 在他身上 直接划了出一条巨大的裂纹 将他身上的鳞片给完全粉碎 虽然裂纹的范围并不是很大 顿时却终于让这一头 引脚巨魔兽 一下子警觉起来 他眼以为傲的肉身朽围 在这叶锡文的霸体之下 根本就显不出优势来 这个原本自己眼中渺小的蝼蚁 能够伤到自己了 你还不拔刀 是想死吗 这一头引脚巨魔兽 冷声咆哮地说道 哼 对付你 绰绰有余了 叶锡文冷笑一声说 既然你要送死 那我就送你上西天吧 他头上的银色巨角 开始闪闪发光 周围无数的魔器 开始朝着他的巨角聚集过来 一股恐怖的波动 从他的巨角上传来 无数的波动一下子席卷而出 瞬间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扭曲起来 这股恐怖的光柱上 席卷着莫名的波动 闪烁着法则纠缠在其中 是破坏的法则 瞬间席卷而出 速度又快又急 一般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但叶锡文又岂等是等闲 直接脚下猛踏 身形直接朝着高空中掠去 在千军一发之际 避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红龙光柱在地上 直接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大洞 一阵地动山摇 飞沙走石 许多围观的舞者都围之色变 他好快的速度啊 海魔族之中 那个围首的年轻人 那个妹妹顿时眼前一亮说 有这种速度 在这场战斗中 他最起码也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海魔族的哥哥海手说道 一旁的恶太子 眼中精芒不断闪烁 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奇 对于叶锡文的速度 他是知道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武神空间已经播讲完毕 如果你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邵华 第452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叶锡文的反击已经轰杀到 手中的火焰刀器瞬间斩行 一道刀器横空下来 那一头引脚巨魔兽的反应 虽然慢了一点 但是其实也没有慢多少 立刻就反应过来 当即直接一只大爪子抓了出去 恐怖的碰撞 直接让一阵天崩底裂 这是两尊恐怖的凶神 第一次真正出手 叶锡文孤身立于长空指上说 只有这样了吗 看来口口声声蝼蚁的你 也就仅此而已吧 该死 你算什么东西 他一声巨大的咆哮 银色的巨角上 无数的波动瞬间凝聚起来 席卷而来 叶锡文手中的火焰长刀熊熊燃烧起来 直接展落在那道光柱之上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掀起无尽的风浪 众人顿时大害 没想到这一次叶锡文居然没有选择躲避 而是直接对抗 叶锡文手中的火焰长刀不断的燃烧着 那一道恐怖的光柱 在即将轰到叶锡文面前的不如一此处 被叶锡文的火焰长刀牢牢的挡住 砰 又是发生惊天的碰撞 这个时候 银角巨魔兽巨大的前掌朝着叶锡文横扫而来 在半空中划出一片污芒 叶锡文也丝毫不示弱 他的反应只会比这一头银角巨魔兽更快 直接斩出竖刀 双方在半空之中你来我往 无论是叶锡文也好 还是那头银角巨兽也好 都展现出了恐怖的战斗力 让底下围观的各族高手都叹为观止 或许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达到的实力 这就是每个人的潜力不同 有些人可能在同样的境界之内 但是实力却有着天差地别一般的差别 尤其是叶锡文更加夸张 很多人心里都犯出一种感觉 到底谁才是怪物呢 恐怕能够力压超脱进八重天的银角巨魔兽的叶锡文 才更像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怪兽吧 就在这种情况下 叶锡文没有问题 相反的他还越战越勇 他的刀法完全以霸道手法来施展 直直地劈去 不接就是死 接就有面对他所带来的恐怖力量 这一头银角巨魔兽几乎可以说是被打得节节百退 他浑身的鳞甲上都开始出现了裂纹 他巨大的犹如灯笼一般的双母之中 犹是不可置信 眼前真是一个人类吗 这不可能 但是 叶锡文并没有给他太多考虑的时间 他的下一波攻击已经杀到了 叶锡文的火焰长刀终于抓住机会 击破银角巨魔兽所有的防护 直接一刀捅进了他的身体之内 银角巨魔兽吃痛 咆哮着疯狂 朝着叶锡文席卷而来 叶锡文冷哼一声 手上的刀收了 直接一拳轰了出去 该结束了 允星暴 叶锡文一拳轰凸 砰的一声 那一头银角巨魔兽顿时被轰飞 身体都快裂开了 允星暴早已被叶锡文完全推演出来 一拳过去 就算是银角巨魔兽这样 超脱进八重天巅峰的凶手 也被直接肿创 众人一片浸入寒蝉 什么叫威慑 这就叫威慑 恶太子 独公子 严公子等人 这个时候 也暗自盘算起来 如果换了他们 面对这一招的时候 能不能够坚持下来 虽然暴露了一个底牌 不过叶锡文不在乎 允星暴本身就是最强的招式 对方即便知道了 小心防备着 用处也不是很大 这一头银角巨魔兽 被直接轰飞出去 叶锡文正要再追上一步 直接斩杀他的时候 目的 那一头巨大的银角巨魔兽 直接大找一挥 直接撕裂开一个巨大的空间裂口 隐隐有空间法器的波动展开 众人的目光望去 却见在这个空间裂口之中 足足有上千个足的高手 目光呆滞的在其中 有人族 海族 海魔族 还有身形巨大的 奇形怪状的海魔兽 以及海兽等等 数量足足有上千 全都是超脱镜的高手 而其中 又以人族高手最多 足足有三四百人 占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不值 这些各族的高手 全都是目光呆滞 犹如傻呢一样 在场的都是何等高手 看一眼就顿时明白 这些高手竟然全都是被人抹去了神魂之后 只剩下躯壳还活着 根本就是一群行尸走肉 看到这一幕 各族的高手纷纷暗骂一声 虽然他们能够平日里也都是属于各个势力 彼此之间的争斗也不少 但是真正看到这一幕 依然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 众人明白 这头银角巨魔兽 竟然是将这些人抹去神石之后 留着躯壳荡成的食物 看到各族高手纷纷将目光投来 这些海魔兽脸上不变 但是心中却顿时按马开来 这都是这头银角巨魔兽的问题 如果因此导致了他们被围攻 那就真是万死不辞了 本来各族的高手都要纷纷破口大妈 不过当看到这头银角巨魔兽吸收的 都是人族高手的精血之后 顿时不再叫妈了 见到众人目光都聚集到这里 人族的诸多高手都免不了有些脸色难看 这个时候他们如何还看不出来 这一头银角巨魔兽 分明就是要打他们人族的脸 那一头银角巨魔兽 一边吸收那些血肉精华 一边发出节节怪笑 哼 你在激怒我吗 叶熙文面尘如水说 那又怎么样 老子就是吃了你的族人 怎么样 你会发现 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个 也是最愚蠢的一个决定 叶熙文冰冷的双眸中 蹦出骇人的杀意 他的身体呈现出古铜色 随即又被无数的金色神性覆盖 身上的气势瞬间席卷出去 犹如一尊盖带霸王从他身体里复苏 众人顿时惊骇 他竟然还在变强 难道刚才根本就没有出权力吗 就连独公子 严公子等人的神态 也都一下子消失 如果说刚才的叶熙文 还仅仅是能够威胁到他们 一不小心会被叶熙文中创 那么现在就是真正的恐怖 甚至能和他们比肩 这头引脚巨魔兽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 自己犯下了一个太大的错误 甚至除了那金色的神性压制之外 还有一种神秘的凶手威压 也是若隐若现的出现在他的感知之中 那是犹如食物链底端的生物 遇见了食物链顶端生物一般 难道他真的是披着人皮的凶兽不成了 叶熙文五指捏拳 恐怖的拳也横贯长空 像是要一拳破开天地一般 直接贯穿天地 轰落到引脚巨魔兽的身上 砰 毫无疑问 完全展开霸体金身之后 叶熙文肉身的力量 已经膨胀到了最佳状态 那头引脚巨魔兽庞大的 如如小山一样的身体 直接倒飞出去 在半空中 整个胸口已经完全凹陷 他那原本比金石更加坚固的护体鳞片 这个时候也完全像是纸糊的一般 根本不堪一击 而叶熙文的攻击还没结束 几乎是立刻的 他就追了上去 手中的火焰刀气瞬间凝聚出来 朝着那一头引脚巨魔兽 直接横展下去 寒怒之下 叶熙文的出手是异常的恐怖 这一头引脚巨魔兽的所有防护 都在一瞬间被斩破 当场横空被斩成了两半 巨大的尸身还没落下 就被叶熙文以天元镜面一道血光 给刷入身体之中 就这么死了 很多人还依旧无法相信的样子 叶熙文的真实实力 真的这么强悍吗 一个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引脚巨魔兽 居然被他当场劈成两截 正当众人还在震撼之中的时候 目的整个天体之中的魔器 一下子疯狂的波动起来 一杆水晶长枪划破天宇 刺穿宇宙 直接朝着气势正鼎盛时候的叶熙文而来 小子 拿命来 一声爆喝从不远处传来 叶熙文几乎不用转头就知道 是恶太子出手了 恶太子出手非常突然 又急又快 顿时他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这恶太子和叶熙文有什么仇怨吗 非要在这个时候 简直是要置他于死地吗 如果只是刚才的话 众人也不会多想 死了就死了 反正这样超脱近五重天的死者 死多少都有多少 根本不足为奇 众人现在是一片哗然 因为之前叶熙文 正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从恶太子的手上 将魔刀给抢走了 众人一片哗然 不仅仅是因为恶太子突然出手 更是因为叶熙文 轻松斩杀了引脚巨魔兽 这速度快的 甚至让那些想要干涉的海兽们 根本就来不及出手干扰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引脚巨魔兽 被斩杀成两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恶太子来得很突然 但是却不代表 叶熙文反应不过来 他几乎是立刻就感觉到 一股恶风从身后扑来 叶熙文当即转身 双手摊开 撑起一面血色的水晶墙 挡在自己面前 一声巨大的金铁 焦鸣的声音 长枪直接在血色水晶墙上 盯出一个大洞 恐怖的能量 犹如是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汗汗一般 卷起了千堆浪涛 不过 也为叶熙文 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直接一个剑步 躲开了恶太子 致命的一击 他冷冷地看着恶太子 这个时候 恶星上前一步 说道 我们绝影独恶族办事 希望诸位不要插手 他的意思就是 别人不要出手 不要耽误他们 否则要他们好看 人族的诸多高手 都是人解精英 怎么会听不出来 这么明显的威胁和暗示 这个时候 也更是憋屈和郁闷 尤其是司空号 更是蠢蠢欲动起来 本质上 他是不怎么出恶太子的 上次几次出手破坏恶太子的好事就知道 但是绝影独恶族 对于他其他人族高手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威慑力 这个时候 诸多在场的各族高手心思都澎湃起来 叶熙文刚才轻松将银角骏魔兽斩杀 展现了非同一般的实力 就算是独公子和严公子等人 也不得不重视起来 少废话 要战就来 叶熙文淡淡的说道 哼 你胆子很大 可惜过于大了 恶太子目光冰冷的说道 他手中长枪瞬间抖动如龙 化作惊天枪芒 朝着叶熙文积舍而去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仿佛呼吸之中空气都含有恐怖的杀气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而这个时候 叶熙文动了 他浑身金色的神盲不断沸腾 朝着四周袭颈而出 他举手投足之间 都是那种能够压服一切 逼你八方的恐怖力量 火焰长刀瞬间在他手上熊熊燃烧 横冲向恶太子 双方恐怖的交手 看得众人眼睛都有种被刺痛的感觉 火红色的光芒和水蓝色的光芒 当场狠狠撞到一起 红龙 双方的交手直接在虚空中 炸住一个大洞 使得无数的空气一瞬间完全崩塌了 就连空间都在暗暗扭曲 叶熙文像是一尊黄金胶筑的战神一般 面对面的攻击竟然是丝毫不动 毫无变色 一击未果 双方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停止 再度狠狠朝着对方扑杀而至 吭枪声不绝于耳 不过是短短片刻时间双方就已经交手超过上千招了 这个时候双方似乎都打出了火气 丝毫不让 叶熙文 你还不拔刀吗 恶太子一声冷喝 还不需要 叶熙文道 那我就看看你还能撑多久 双方的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叶熙文有着神秘空间 能够源源不断地分解武学加深理解 甚至比恶太子要更加厉害 虽然恶太子是决定天才 双方对于武道的理解也堪称是大师级别 每一次交手都能打出法则的痕迹 在这个方面 叶熙文落在明显的下方 不过是超脱镜五重天的他 面对恶太子这种超脱镜八重天之中的无敌高手 明显有不小的差距 按照叶熙文对于武道的理解 就是整个修炼的路程 就是领悟天地 再造天地的一个过程 前期先是从先天到真道 到了真道之后 就开始慢慢接触到了法则 然后一直到后面传奇开始认识到法则 而圣经开始凝练法则 到了大圣之后 又凝练出大圣法则 这些法则 像是展示游戏中的游戏代码 如果游戏规则规定 人走到悬崖就再也走不过去的话 那游戏人物就怎么也过不去 而这些法则 实际上就是这些规则 包括法相境之前 都是在学习怎么利用这种法则 有叶末的指导 叶熙文对于法则的重要性很清楚 他法则凝练程度 也是寻常铜间的十倍 甚至是数十倍上百倍 面对一般超脱镜八重天舞者的时候 都不会落下下风 一时间整个场面僵持下来 双方都还没有出尽权力 因为身边太多蠢蠢欲动的人了 无论是独公子也好 还是严公子也罢 亦或者是那几头海魔兽 还是那一对海魔族兄妹 对于他们来说 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威胁 而就在战斗僵局 可能还要持续下去的时候 天空之中一道巨大的流光 从天而降 势如破竹 直接朝着两人交手的地方砸了拐 面对着示弱千军的流光 两人哪敢大意 顿忙连时一跃而开 轰隆 这一道流光直接在地上 砸出了恐怖的巨响 这是一辆青铜质地的古朴战车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 整个车身紧紧便是看着 就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众人都有些警惕起来 因为这战车并不是普通的法器 在远古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各大种族之间的战斗 战车就是法器之中的主流 佼佼者 那个时候 种族之间的尼斯沃侯的争夺是主旋律 所以那个时候战车也曾经辉煌一时 目的那个大坑之中 一个人影略微有些狼狈的 从其中爬了出来 却是一个明黄色长袍的年轻人 见眉星目 眉目之间很是俊朗 这个时候似乎有些狼狈 见到众人的目光 都有些疑惑地看着自己 顿时有些颤颤地笑着说 不好意思啊 车祸车祸 这玩意刚刚弄到手 还没有操控熟练呢 众人顿时有些神经微调的起 满脸黑线 老子还是第一次看到有法器失控的情况 这人是个傻子吧 那些不明就里的各族高手纷纷大笑起来 似乎在嘲笑别人能够抬高自己一般 那个黄袍青年却对那些人的冷嘲热讽 一点反应都没有 仅仅只是淡淡的一笑说 听说这里将有一宝出事 所以我就来了 看起来我还没有迟到吧 诸位兄台倒是来得挺早的呀 目光却是看向了独公子 阎公子 恶太子一行人 裴兄 果然还是好风采呀 这个时候 司空浩率先开口说道 裴星辰 你果然还是来了 这个时候 恶太子一语道破天机 众人顿时哗然 眼前这人 竟然是传说中的 归原门绝顶天才裴星辰 这些人都是常年在乱猫海之中纵横的各族精英 对于裴星辰的大名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是知道这个名字和真正见过人 那要是另外一回事 眼前这个看着很是狼狈的年轻人 难道真的是裴星辰吗 事实上 如果不是恶太子一语道破 无论如何 众人都不会相信 哎 没办法 那些老家伙们都已经到了 他们都集中到了封印队里面 据说在筹划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我和你们一样 也不想去凑热闹 裴星辰叹了一口气 说道 反正我没那么大的野心 这封印之间中封印着什么 我也不关心 刚才我看到有人打架来着 所以驾驶得快了一点 怎么不打了 我还等着看好戏呢 叶熙文暗自打量着这个裴星辰 在人族年轻高手之中 这裴星辰绝对算得上是名造一石 在人族三大势力之一的归员门之中 绝对是首屈一指 独占凹头 这裴星辰绝非等闲之辈 这时裴星辰看向叶熙文说 你和剑无双一样 应该也不是我们云星海域的吧 顿时众人心头一震 对于叶熙文的来历 很多人都有过猜测 但是听到这种说法 果然心头一震 叶熙文笑笑说 裴兄果然慧眼如炬啊 哎 我人族之中 这样的青年才俊 已经越来越少了 裴星辰一副老前辈的模样说 叶熙虽然不属于云星海域 但是好歹也是我人族高手 以后若有什么事情 大可以前来归原宗 裴星辰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和我绝影独恶族作对吗 恶太子冷声质问道 谈不上什么作对 我代表不了归原门 你也代表不了绝影独恶族 所以不要摆出一副 鱼死网破的样子 起码在这云星海域之中 还轮不到你们海族一手遮天 裴星辰淡胆的说道 你诈尸找死 恶太子冷声说 都说你刚刚得到一个上古传承 今非昔比 我倒要看看 你现在有了几分火候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您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邵华 第453集 恶太子恐怖的气势 瞬间锁定了裴星辰 比起刚才和叶希文对战的时候 还要更加恐怖几分 裴星辰收敛起了之前玩闹一般的神情 盯着恶太子更是寸步不让 身上如浩海一般的气势 席卷起来 大胆 恶太子的身后 大批的瘸影毒恶族的高手 也都纷纷吸涌出了自己的气势 配合恶太子朝着裴星辰 碾压了下去 而这个时候 叶希文身上也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气势化作火焰刀意 也加入了对抗之中 不管怎么说 裴星辰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而和恶太子对上的 他怎么可能放任他 单独对抗恶太子那些人呢 而场中的众人 也都是一下子屏息 看着场边对抗的两方势力 如果仅仅是叶希文一个的话 那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 不过 加上一个裴星辰之后 一切就充满了变数 两个这样子极数的高手 足以改变一场小型战役的胜负 没有人知道 不过 相对于紧张的人族诸多高手 其他势力的高手 无疑就轻松的多 他们平日里也都是竞争对手 这个时候甚至还巴不得他们狠狠地打起来才好呢 不过还不能双方的对峙继续下去 整个天空之中 目的开始传出来一阵轰隆隆的巨响 所有人的精神顿时一震 都知道他们所等待的变数终于到了 就是在这里 我们门牌之中的长老算道 就是在这里 将会有一宝出世 如果不是他们现在都在封印最中央 夺取一个最为重要的东西 根本抽不出手来 咱们也轮不到我们呢 有人族的高手出声说道 似乎很是紧张和兴奋 这个时候 就连在对峙之中的叶锡文 裴星辰 和绝影独卧族的诸多高手 也都顾不上对峙 目光猛地盯着半空中 而这个时候 叶锡文上前一步 来到裴星辰的旁边 问道 裴兄 不知道这一次要出世的 是一尊什么样的异宝 裴星辰头也没回 也不惊诧 他既然已经猜出了叶锡文 并不是这云星海域的 那么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这次即将出世的 就是多年前 曾经镇压魔族的一尊异宝 镇魔塔 这一尊镇魔塔 据说是很久很久以前 某一位神奇的法器 后来为了镇压这封印之中的魔族 才完成镇压在这里 而现在过去了无数年之后 这镇魔塔据说就要出世 谁能够抢先一步 获得着镇魔塔 谁就能够获得着 传说中神奇的兵器 你说 所有人能不激动吗 裴星辰淡淡地说道 叶锡文倒吸一口冷气 传说中神奇的法器 光就是挂着这个神奇的名头 就已经是足够吸引人了 因为有叶末的存在 叶锡文知道 这些神奇非但存在过 甚至还在很久很久以前的 漫长远古时期 曾经统治过天下万物 哪怕是最为弱小的神奇 都能翻江倒海捉星拿月 随手一拳都能轰爆一颗星球 所以神奇的法器这一点 到底是有多吸引人 简直难以想象 裴星辰黑黑一笑说 我们也只是算到 今天可能会出世 也仅仅是如此而已 不过看起来应该没有算错 而在这个时候 众人顿时就按照各自种族的身份 分成了几个阵营 如果只是一般的法器也就算了 但是这可是传说中的 神灵的随身法器 这威力这吸引力 绝对能够让整个 云形海域之中的高手都疯狂 换句话说 就算是他们之中那些散修得到了 也不可能够保住住这一门法器 唯有被那些大势力得到了 才有可能保存下来 因此各大阵营 迅速的开始 以各大霸主势力围主起来 虽然这些散修 他们得不到这件神奇的法器 但是得到了这神奇法器的 各大霸主 也不一定不会吝啬于各种奖励 而仁祖这边 很明显就是以归原门的裴星辰为主 其他人大约也就是只有司空号 稍微有争夺的能力 而叶希文 虽然他的实力不差 但是众人却都没有将他 真正算入最后的对手之中 因为他的实力再强 也仅仅只是超脱镜而已 一旦他得到了这镇摩塔 恐怕就会被云星海域之中 乃至是其他海域之中的 法相境的高手追杀至死的 他不会这么不明智 所有人都很明白 事实上 叶希文也很明白这一点 得罪了恶太子还没什么 他只要想走 总能够有容身之地 但是如果得到了这镇摩塔 那么他恐怕除了 逃离云星海域之外 也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眼看着重宝就在眼前 他却得不到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 不管怎么说 还是见机行事 这些人的实力 没有一个能够压过自己的 他既然信心满满的觉得 自己能够收取 那么肯定就是有自己的原因 到时候先进去看看 见机行事就是了 而就在众人这么阵营分明 各怀心思的时候 天空之中一生无生的撕裂 仿佛是不比被撕裂开来一般 整个天空之中 出现一个巨大的口子 露出了其中的小世界 叶希文神情微微有些凝重 在这封印之地 几乎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位 半独立与荒谷大陆的小世界 亚空间 没想到在这里面 居然还有一张小世界 在真五界之中 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那里的空间太脆弱了 如果叠加上去 可能就会引发整个世界的崩塌 不过也证明了 当初下达封印的人 到底有多么的谨慎 冲进去 到时候如果我能得到这尊魔塔 你们都有好处 都能够成为本王坐下大将 滚 凭什么你能得到尊魔塔 为什么就不是我 都滚一边去 这个时候 率先陷入内讧之中的 却不是别的族群 正是那些海魔兽 和其他族群不一样 他们本身就没有来多少高手 但是每一个都是顶尖的精英 谁也没有办法服务 谁都想得到那尊镇魔塔之后 威震八方 这些海魔兽 在平日里就是彼此互不服气 他们都是纵横一方的海洋之中的霸主 平日里也是失仨的 不然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那一头 银角巨魔兽死在叶西文的手上 现在还没有看到镇魔塔 就已经引发这些凶手之间的争执了 但是这个时候 众人谁也没有心思继续看热闹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在半宫之中 那一条巨大的裂缝 几乎是片刻之间 一股灵气组成的风扑面而来 让人顿时感觉精神一震 在这风引之地之中 几乎到处都是魔器 所以他们得时刻撑着护体钢器 所有的灵气都是自身积攒的 但是这一股灵气扑面而来的 顿时就让他们感觉到精神一震 嗖嗖嗖 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犹豫 展开身形 飞掠进一条巨大裂缝之中 叶西文也紧随而杀 映入眼前的是一片巨大的平地 足足有上百里宽 而在这一片平地的正中间 一座巨大的七层宝塔 闪闪发光 绽放着耀眼的神芒 在这一座宝塔的底座上 无数的灵气正在不断地喷吐而出 将整个小世界中都充斥着灵气 由于常年没有人吸收 这里的灵气几乎已经将近叶化 在这座镇魔塔的四周 更是遍布着无数的天才地宝 光是叶西文粗略的一眼扫过去 居然就见到了四五株 在万年以上的人参和灵芝 这些都是在外界难得一见的 在真五界的时候 很少有什么天才地宝能够掌握万年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凤毛麟角 一般来说 能超过千年都算得上是难得了 但是在这荒谷大陆之中 超过千年的就非常常见了 过万年的才开始少见起来 超过十万年的才是西式珍宝 何况是在这一片的丹台地宝 简直就像进入神奇的药园 才能看到平日里根本难得一见的药材 不过众人也仅仅是为眼前的景象 稍微晃了一下眼睛罢了 所有人立刻都朝着朝摩塔的方向赶去 和镇摩塔相比 这些千年也好万年也罢的天才地宝 只能算得上是盈头小利 再告诉你一个消息 如果想要掌控镇摩塔的话 就必须要冲到镇摩塔第七层 裴星辰突然开口对叶锡文说道 这倒是让叶锡文对裴星辰的好感大增 再加上之前他为了自己的事情和恶太子杠上 这样的朋友值得一交 不过也仅仅只是提醒一声而已 因为众人都已经冲进了那一座镇摩塔之中 首当其冲 一马当先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裴星辰 他驾驶着青铜战车 犹如是从钢中战场上归来一般 带着万夫莫敌的气势 率先冲进了镇摩塔之中 紧跟在他之后的 还有独公子 颜公子 恶太子 以及那一对海魔族兄妹等等 而在他们之后的 就是那些海魔兽和司空号等人 然后才是一时恶星等人 直接冲了进去 比起冲进去的众人 叶锡文倒是没有直接过去 等到众人都进去之后 叶锡文这才开始 对这外面的天才地宝大扫荡 都是在外界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八千年的魁主经 一万年的人参 两万年的灵芝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邵华博奖的五神空间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这里面天才地宝之多 几乎让叶锡文眼睛都滑了 当即他没有犹豫 直接开启天元镜 将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的刷进天元镜之中 不过 当叶锡文刷到一株人参头上的时候 却发现连天元镜 一时都没能将这一株人参给刷掉 不等他继续动手 这一株人参居然拔腿就跑 化作一道流光 想走半空中逃掉 十万年的人参亡 叶锡文虽然没有真正见过 十万年的人参亡 但是他却也很自信 自己不会看错 相比起天地间万物来说 哪怕是和僵尸这种死物来说 草木精灵想要化形成为修者 那是困难重重 很少又能够真正修成草木精灵的 这十万年的人参亡 明显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灵智 不过 叶锡文岂能让他逃走了 直接一道血光将他定住 然后直接追了上去 砰 在叶锡文追上去的时候 那一个人参亡身上绽放出五彩的神盲 将整个血光瞬间崩碎 但是这个时候 他想要再度逃走 已经来不及了 叶锡文已经追了上来 一般千年以上的人参 就已经开始具备有人形了 而万年以上的人参 就更和人类差不多 至于十万年的人参亡 绝对堪称是和人一模一样 除了脚下的根须之外 已经和人类外貌别无二之 这一个人身亡五指捏拳 一拳猛然轰出 划出惊人全盲 轰杀而出 杀起逼人 这些草木精灵 尤其是这种天才地宝的草木精灵 很难真正走上修者之路 但是一旦走上修者之路 就能够凭借着他们十万年 乃至百万年的身后积累 迅速突破到极为恐怖的境地 成为一方绝顶高手 而这一头人身亡 明显就已经是达到了 这样的临界点 真正的就只差一点点 连武学都自动领悟了 而这个时候夜西文动了 他手中的火焰 化作一柄火焰长刀 瞬间破开长空 和这一头人身亡的全劲 狠狠撞到了一起 红龙 恐怖的力量从两人交手处 迅速朝着四面八方 催枯拉朽一般的席卷出去 这一头人身亡直接被鸿飞 直接突出一口金色的鲜血 在天空中化作几颗千年火候的人身 这人身亡就算是随便吐出的鲜血 那也都是精华之极的东西 虽然这头人身亡积累深厚 但是毕竟还没有真正化形 灵智也只能说是有意些 根本比不得夜西文这般 对于武学早已经了然于心 而夜西文则是注立在高空之中 闻思不动 而就在那一头人身亡被轰飞出去的时候 夜西文再度大步坠了上去 直接一个火云崩天手 画出漫天火云一般的大手 瞬间就将这一头人身亡抓在了手里 这一头人身亡疯狂的反抗 不断的以武学轰击夜西文的手掌 但是夜西文的霸体是何等的恐怖和坚固 这些攻击对他来说 根本就丝毫都不走向 他直接收紧了手掌 一把将人身亡那少得可怜的灵质直接捏爆 然后收入到天原井之中 能够上的十万年的药材 堪称是西式珍宝 这十万年的人身亡在外界绝对是有价无市 而其他这些珍宝任何一株过万年的药材单独拿出来 那都是数千万的灵精的价值 这些药材全部加起来绝对是价值数亿灵精 而人身亡更是想买都买不到 可惜这个时候夜末已经陷入了沉睡 为天原井能够进化成为人间高级的法器而闭关 这段时间以来夜西文堪称是收获不小 尤其是那一头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巨魔和银角巨魔兽 更是为天原井的晋升提供了足够的养料 相比起其他法器 有过以前的辉煌打底的天原井的晋升条件 堪称是极少的了 如果是换了那把魔刀 想要晋升就得找到相应的诸多材料 还得有相应的剂点方法 总之要晋升就非常的不容易 不像是天原井 与其说是晋升 倒不如说是恢复 总比凭空晋升要简单得多 将这些外面的天才地宝都洗劫干净之后 夜西文也没有犹豫 直接也冲进了镇魔塔之中 夜西文这才刚刚冲进镇魔塔之中 顿时就感觉到了周围的环境 瞬间就变了 自己身处在一片高山之中 看着异常的眼熟 夜西文心头目的一阵 这里不是青丰山一元宗吗 这是他穿越之后 武道修行开始的地方 无论过了多久 他都是不会忘记的 几乎是下意识的 他就认出来 这是在青丰山一元宗之中 眼前瞬间出现一些熟悉的人影 父亲母亲大哥二姐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跳过 夜西文冷横一声 浑身的真元瞬间奔涌而出 犹如是汪洋大海一般 眼前的一切都在他的面前 一片一片的碎裂 然后崩碎开来 这竟然是一片幻境 哪怕是在生死大战之中 他的心境也不会有丝毫的波动 保持在最为冷静的状态 但是现在竟然被人趁虚而入了 勾出了他的回忆 如果不是他立刻反应过来 恐怕真的会越陷越深 后果不堪设想 果然夜西文一睁眼 就瞧见数十头身材巨大的幻魔 节节怪笑着朝夜西文猛扑了上来 这些幻魔通体漆黑 双目赤红 一副恶极了眼睛的样子 不可能的 他怎么可能能从我们联手制造的幻境之中 这么快解脱出来 有幻魔惊恐万壮地说道 幻魔在魔界之中 一贯都是地位低下的一个族群 唯一所拥有的天赋 就是制造幻境 甚至传说中 幻魔一族的魔神 制造出来的幻境 能够让整个世界 都陷入他的幻境之中 然后自相残杀 他们正面厮杀的能力 虽然不算太差 但是和他们有赫赫有名的 制造幻境的能力相比 确实有些小屋见大屋 果然是这些幻魔 早在一元宗之中的时候 叶锡文就和这些幻魔 有过交锋 只是那时候 那些幻魔和现在出现的 都已经是超脱境以上的幻魔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这里的幻魔随便拉出去一头 在真五界之中 都是能称王作祖的存在了 而这些幻魔 却都是被这一座阵魔塔 给镇压在其中 根本不能从这一座阵魔塔之中逃走 叶锡文冷笑一声 这些幻魔的功力明显还不够 虽然联手制造了幻境 最多也只能勾起 自己在一元宗时候的记忆 至于再遥远 那就是被叶锡文 尘封在记忆底层的地球时代了 如果他们能够成功 将自己在地球时代的回忆勾起来 那叶锡文或许还反而会感激他们 虽然相比起 他现在快两百年的寿命来说 在地球时代的时间 还不够他寿命的十分之一长 但是那一段时间 却永远都是他内心中 最不可触碰的地方 在那里生活的世界 直接造就了现在叶锡文的性格 和价值观 还有叶锡文渴望见一面 又怕真的有朝一日回去 听到的是噩耗的二老 或许也就仅仅只能是这样 当成是回忆 偶尔想想了 如果这些幻魔 能够成功勾起那一段记忆 叶锡文会真的感激他们 只可惜叶锡文藏得太紧了 他们就算是联手布置下的幻境 都没能真正让叶锡文沉沦 扑吱 叶锡文的火焰长刀瞬间劈出 直接将一头身形庞大的幻魔 劈成两半 熊熊燃烧的火焰 将这一头幻魔的身体 活生生燃烧成了灰烬 超脱镜以下的幻魔 只有灵体 是没有身体的 但是达到了超脱镜之后 这些幻魔就会凝聚属于自己的身体 当然 依旧无法和那些天生有肉身的生灵 相提并论 他们的长相 也就是自己的幻术的能力 一旦有了肉身 反倒是这方面多少被克制了一些 不过这个时候也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不由自主地 冲到了叶锡文的面前 速度太快 叶锡文反应过来的速度 也比他们预想中要快得多 因此 一切都在片刻之间发生 这些幻魔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非常的难以对付 因为他的幻术实在太难缠 防不甚防 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要落入他们的圈套之中 但是 对于叶锡文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有明星古术虎身 刚才那般被拉进去一瞬间 已经是极致了 对于他来说 再好对付也没有了 叶锡文一刀劈出 化作漫天火焰 那些扑杀过来的幻魔 当场就被烧成一大片的灰烬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五神空间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五神空间 作者 傅孝辰 演播 邵华 第454集 这下 其他父亲的幻魔都不敢靠近过来了 这人比刚才冲过去那批人还要恐怖 那批人虽然恐怖 但是却不像是这人一般 根本就是油盐不尽的感觉 连那么多投幻魔影联手 说施展的幻术 居然都不能让他沉沦 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们虽然已经被这镇魔塔镇压了无数年 甚至都不知道是最初那一批魔族的第几代后代的 但是却是一点都不傻 知道 眼前这个人惹不得 是一个绝顶的杀星 叶希文也没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这些幻魔虽然不算厉害 但是数量却是无情无尽的 要将这一层楼镇压的幻魔全部斩杀 天知道要多久 况且他已经落后于那些人了 这个时候他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 这和之前抢了恶太子的魔刀不一样 那最多导致绝影独卧族的敌视 但是在云星海域之中 还是有人愿意庇护他的 和当初夺取羽化图仙刀 也不一样 但是现在 就算是裴星辰所在的归原门 也绝对不可能为了庇护他 而和整个云星海域作对 不过 这镇魔塔的诱惑力 实在是太大了 连叶希文也不禁为之心动 就算是明知道危险 也要去试着看看 如果有机会 夺到手 叶希文也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 返回荒谷大陆 现在拥有媲美超脱镜八重天 巅峰的实力的他 就算是横穿整个无尽海域 也比之前安全的多了 手提火焰长刀的叶希文 迅速通过了无数换魔把守的第一层 朝着第一层通往第二层楼的入口处前进 叶希文很顺利的就前往了第二层 刚刚进入 顿时只觉得一道惊人的气劲 划破长空 直接轰杀而至 叶希文不慌不忙 抬手一挡 一声金铁交明的声音 叶希文抬头望去 却见天空中密密麻麻 一群一群浑身泛着黑黄色的光泽的魔族 目光颇为不善的盯着叶希文 这些魔族身上鼓鼓的肌肉 却散发着金属一般的光泽 每一头都有十几米高 犹如是战争机器一般 这些黑黄色的魔族 当看到叶希文的时候 顿时纷纷朝着叶希文猛扑了过来 整个楼层内都是这些魔族的这种怪叫的声音 全部都一下子冲了过来 叶希文一刀批出 当火焰刀器 直接在一头扑杀过来的魔头身上 展出了金铁交明声 一阵火花似箭 叶希文微微有些皱眉 她的霸体是何等的霸道 一身力量自然不用说 但是她这一刀 居然只是将这头魔族给震退了 没能斩杀 当然这些还不够对她造成威胁 她的力量每增加一层 破坏力可不仅仅是增加一层这么简单 但是依然让她很是诧异 尤其是这么多 一下子全部扑杀过来的时候 威胁力可比之前那些幻魔要大得多了 她们每一尊都是黄面铁齿 面目猙獰 不过这些黑黄色的魔族 惹得叶希文全力出手 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当场就被展报 根本就没办法靠近叶希文 但是这些魔族的数量太多了 又和底下的幻魔不一样的是 这些黑黄色的魔族根本就是汗不畏死 不论被叶希文展报多少头都毫不退缩 比起在一楼那些幻魔 在二楼之中的这些黑黄色的魔头 更加的可怕 也更加的恐怖 叶希文一边斩杀这些魔头 一边朝着二楼通向三楼的通道中前进 一天的时间过去了 叶希文也只是缓慢的朝着二楼通往三楼的通道 前进了三分之一不到的距离 这些魔头已经被镇压在镇魔塔中无数年了 也不知道繁衍出来的多少的数量 几乎是密密麻麻的 到处都是 这个时候看见叶希文就好像是闻到腥瓣的猫一样 全部都猛扑了过来 如果换作别人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 即便是叶希文也是异常的吃力 那些魔头也并没有放过恶太子他们 甚至叶希文还见到了好几具超脱镜五重天和六重天的舞者的尸首 仅仅是在第二层就倒下了好几个超脱镜五六重天的高手 可想而知这一座镇魔塔之中绝对是凶险异常 叶希文倒是也并不着急 虽然这些怪物简直可以说是无穷无尽 但对于他来说却刚刚好 他不断的斩杀这些魔头 然后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天元镜之中 说不定直接就跨入人间顶级也说不定 这些魔头被斩爆之后 化出的精血有一半被天元镜给吸收了 因为这些魔头几乎不需要叶希文去寻找 无穷无尽的扑杀上来 叶希文扑杀的效率也比之前要高了很多 仅仅是一天 叶希文觉得自己几乎比在外面修炼十天还要有效得多 他的实力也在一点一点的提升 既然他都已经是步履为奸了 那么其他人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 就算组队会比他快也快不到哪儿 所以他一点都不紧张 叶希文身上的天元镜瞬间飞出 一道道血色的光芒横扫而出 那些被横扫到的黑黄色的魔头瞬间爆开 变成一团血雾被天元镜给吸收了进来 叶希文不甘示弱 汉山印瞬间凝结起来 瞬间犹如一条长龙横压过来 全力出手的叶希文 对上这些看起来只有超脱镜三重天四重天的黑色黄竹 基本上可以用碾压来形容 叶希文并不是一般的超脱镜五重天 不仅仅是实力远超一般的五重天 就算要竞争为超脱镜六重天 这个难度也是一般人的十倍 乃至一百倍 虽然叶希文不断的斩杀 但是这些魔头还是源源不断的扑杀过来 在外面的乱魔海之中 无论是海魔族还是海魔兽 基本上常年都在和外来的人族和海族作斗争 所以他们的数量也一直被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 一声声犀利的破弓声 无数的黑黄色的魔头纷纷朝着叶希文扑杀过来 汉山印 叶希文一声大鹤 直接一条横龙横扫而出 碾碎了这轰杀过来的魔道武学 这些异兽就犹如进退森严的军阵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完全没有任何空档 叶希文眉头危坐地说道 这些魔道武学的攻击几乎是一波接着一波 虽然对叶希文无法造成致命的威胁 但是却能将他完全拦在这里 根本就进退不得 这种情况就必须要擒贼先擒王 只要斩杀那一头统领 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叶希文目光如炬 一遍遍地扫过那些魔头之中 但是那一头魔头似乎相当的狡猾 叶希文竟然瞧不出任何的破绽 当他全力出手 叶希文全力出手是何等的可怕 瞬间就有数十只黑黄色的魔头 被叶希文生生地斩爆 他干脆直接冲进这些黑黄色的魔头之中 犹如猛虎鹿羊群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小心翼翼 因为他们可能会历劫 但是叶希文却不会 随着他的刀意所向 大批大批的魔头被他当场斩杀 吸收了精血之后 叶希文就变得越来越强大 这些被他斩杀的魔头 源源不断地补充着叶希文的消耗 他简直就是一个大号的推土机 随着他的不断杀戮 他越来越强 而在这个时候 叶希文面前不远处 出现了一行五六个海族的高手的身影 却见他们组成了小队的队形 一路艰难地朝着二楼靠近三楼的位置而去 这个时候 他们也听到身后的厮杀声 转头一看 差点没吓掉半条命 却见叶希文挥舞着火焰长刀 一路势如破竹地杀到了他们身后不远处 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 为什么最近魔头的数量一下子少了 原来都去围攻叶希文了 和叶希文的速度相比 他们真的要羞愧致死了 不是后悔进来 而是后悔为什么会落在后面 被大部队给甩开 这个时候看到叶希文 一路势竹破竹地过来 顿时纷纷眼前一亮 如果有叶希文带领 再加上他们在旁边辅助 他们很快就有希望 能够赶上前面的大部队 叶希文 带着我们 我们一定能帮上你的 这个时候 一个海族高手连忙大声叫道 但是叶希文却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一般 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一步一步地朝着近在 咫尺的二层通往三层的通道而去 叶希文 你 对方看着叶希文根本不理他们 直接就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顿时气得蹊跷生烟 顿时几个海族气得破口大妈 但是他们可没有叶希文这样的本事 何况叶希文的战斗力 早已经可以比肩超突进八重天巅峰 杀这些魔头简直就像是砍瓜切菜一般的简单 可以说如果叶希文走了 他们就真的死定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绍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而就在叶希文 快要达到那二层通往三层的路口之时候 一声低沉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 声音低沉 但是却极为有力 咆哮声的每一个音节 都像是一个重击 打在叶希文的胸口 终于啃出来了 还以为会继续躲下去呢 叶希文冷笑一声 因为他已经猜到了来的人 就是那魔头的统领 一头魔将 而这个时候 那些海族的高手 顿时也感觉到强大的压迫感 他们都是老年成精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这多半就是这一层楼之中的魔王出现了 这一股恐怖的威压 仅仅只是通过一声怒吼 就已经让他们感觉到了难以匹敌之事 你很好 那一头魔将看着叶希文 率先开口说道 本座被镇压在这里这么多年 你们算是第一批闯进来的 而你又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个 你的肉身上气血的强大 连本座都不得不为之动容 现在本座给你一个选择 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我的话 你将会成为本座手下大将 除了本座之外 你将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所有人都看着叶希文 看他怎么选择 叶希文却是微微一笑说 燕雀安之鸿湖之之 在这弹丸之底 几倍是称王称霸 开派做足又如何 何况还要做你的手下 我是那样的人吗 年轻人 你最好还是多考虑一下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 虽然你展现出了不错的实力 但是绝对不会是我的对手 你又怎么知道 刚才那是我真实的实力呢 叶希文微微一笑 瞬间 他的皮肤爬满了无数金色的神性 熠熠生辉 嗯 没想到我还是小看了你 不过既然你冥顽不灵 那么可就别怪我了 到时候将你斩杀 吸收掉你的精血 我就能彻底跨入超脱镜九重田 称霸一方 甚至借助你的躯壳 本座还有希望脱离这该死的镇魔塔 出去称王称霸 叶希文能够感觉到 眼前这头魔将的恐怖 他恐怕早就跨入了超脱镜九重田 甚至是法相镜了 不过即便如此 数千年的积累也非等闲 当即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出手 手中的火焰刀顿时燃燃燃烧 化作漫天火焰 落到这一头魔将的跟前 面对这么一头强悍的魔物 他也不敢拖打直接出手 赶在了这一头魔将出手之前 但是这一次 却没有动用天元镜 他打算单独抗敌 如果动用天元镜来镇压这一头魔将 那么势必会影响夜末的晋升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头魔将也出手了 直接利爪一个猛力抓出 撕裂长空 这个魔将的利爪 瞬间抓爆了空气 红龙一声 和火焰刀器狠狠地撞在一起 双方第一次全力出手 直接将周围那些魔头 当场就冲飞了 那些海族的舞者 这个时候 也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夜夕文 难怪刚才对于他们的意见 根本就不闻不问 因为就算是没有他们 他也能够轻松地 从这里走出去 他们和恶太子走得很近 自然知道恶太子对于夜夕文 简直是恨之入骨 虽然他们也都是出身于 海族之中的大族 但是和绝影独恶族 这种霸主级的庞然大物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如果能投靠上恶太子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他们的族群来说 都是有好处的 这个时候 他们也不由地面面相觑 有些苦笑不已 那一头魔将 顿时只感觉到一股火焰 似乎沿着手臂燃烧了上来 心中顿时惊骇 当即直接运转魔源 恢复了手臂的正常 看起来我还是小看你了 那一头魔将不以为意 只是甩了甩手臂说道 哼 我看是高估了你自己吧 夜夕文冷笑一声 轰隆 魔将丝毫不弱 他拿出了整个三叉戟 三叉戟在一瞬间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瞬间遮蔽了天际 又一次碰撞 比起刚才那一次更加的恐怖 也不过如此 你不选择投靠本作 会是你此生最大的错误 哼 是吗 看看这招如何 就在他话音刚落 又是一声清等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夜夕文手中握着火焰刀器 瞬间就劈了过来 如果被劈中的话 他几乎可以说是不死 也要重伤 他没有料到 夜夕文居然会如此的难缠 这如此恐怖的一刀 甚至足以将他斩断 斩杀 不过 他也不是一个坐以待毙之人 身上顿时就膨胀起来 体内的魔源 一瞬间被抽掉了大部分 不然部罪抵挡住夜夕文的攻击 轰 砰 夜夕文的火焰刀 直接就轰中了这头魔将的身体 他当场被直接轰飞 在半空中 那一道由无数魔源原力 凝聚而成的护体钢器 当场直接解体 四散开来 他也是一口碧绿色的鲜血 猛然喷出 夜夕文并不在意 只是冷冷地看着这头魔将 却见这一头魔将 猛然间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吸力 在他周围数百灰黄色的魔族 当下就被他吸引 然后直接当空爆开 化成一团精血被他吸入 随着精血被吸入 这头魔将的脸色明显好转了 该死的 你这个卑鄙的人类 居然敢伤了尊贵的我 所以给我去死吧 一刀解决你 夜夕文淡淡地说道 他缓缓从身后抽出那一柄魔刀 刹那间再把魔刀绽放出耀眼的魔光 然后无数的魔器冲天而起 在这种环境之中 这一柄魔刀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地阶的法器 这头魔将顿时看得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 他万万没想到 月夕文居然好有这么一件地阶的法器 地阶的法器就算是他 也不敢随便乱接 虽然他的公使被夜夕文视如破竹一般给破掉 但是他也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堪堪避开了这一道恐怖的刀芒 这地阶法器 他仅仅是想想 根本就不敢想拥有 除非是他有机会能够跨入法相境 可是让他郁闷的是 他征战多年 能从诸多魔头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魔将 向来都是所向无敌 今天却吃了大亏 看来夜夕文才是那一个恐怖的人间凶兽 拿着魔刀的夜夕文和没有拿着刀的夜夕文 相差简直是天壤之别 本来战斗力就超全的夜夕文 在拥有了魔刀之后 这战斗力一下子飙升了好几个档次 大多数的魔器都特有的特质 能够让人跟着入魔 不过夜夕文是魂不在意 他手中的魔刀再次席卷起了熊熊的火焰 因为不能持久战 所以夜夕文才绝对要速战速决 尽快将这一个魔将斩落刀下 而这个时候 夜夕文再度猛扑上来 本座就不相信 你能无限的驱使这一柄递接法器 等到你身边耗尽之时 就是你的丧命之日 那一头魔将一边飞 一边不断的低声咆哮着 显然是异常的部分 夜夕文冷笑一声 确实我无法无限的驱使这把魔刀 不过在此之前将你斩落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到此为止了 夜夕文一声爆喝 手中的魔刀瞬间斩出一道 让人恐怖的刀芒 斩落在那一头魔将的身上 他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肉身当场撕裂 熊熊燃烧成了精血 然后被天元镜给直接刷了进去 大部分都被转化成夜夕文所需要的精华 他的修为也在一点一点的攀升 一点一点变得更加的恐怖 那些海族的几人 顿时蒸蒸的看着夜夕文 被他们视为最大最恐怖的 步子的魔将 居然死在夜夕文手上 这算是得救了吗 不管他们心中到底有多么的震撼 但是夜夕文却根本没有管他们的意思 他能感觉到这一股力量 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缓缓的流淌 他一边运行着观人经 一边朝着二楼通往三楼的通道飞去 根本不管他们 而在夜夕文离开之后 愤怒无法平息的那些魔头 迅速将矛头指向了那些海族的众人 镇魔塔内 第五层内 这是一片飓风的世界 随处可见一股一股的飓风直冲天际 在这些飓风之中 潜藏着一头一头的风属性的魔头 他们怪叫着组成一支支的军队 一个个的王国 在飓风之中就是他们的天下 夜夕文 镇定地走在一个一个的飓风之中 每当有飓风靠近的时候 他身上的火焰刀器 都会瞬间自动升腾而起 然后横斩而出 这些飓风之中的魔头 一个一个惨叫不已 最后都直接惨叫着 被夜夕文展报 然后吸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邵华 第455集 但是这吸收 却不是被夜夕文的本体吸收 而是被他的恶魔之意的 第二层风雷之意给吸收了 他的恶魔之意 自从进化到了风雷之意 已经有很长时间 雷之意已经修炼到了 大圆满的境界 而剩下的就是风之意了 但是上次雷之意修炼到圆满 多少都有些侥幸的成分 而要想将风之意修炼到圆满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毕竟很难找到那种 满是风元素的地方 但是在这镇魔塔第五层 却是这样的环境 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些飓风之中的魔头 可以说得上是防不胜防 但对于夜夕文 正好可以用来凝练自己的风之意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叶希文也仅仅是来到了第五层 渐渐的已经赶上了大部队 除了恶太子等顶尖高手之外 第一集团也仅仅是刚刚来到了第五层 可以说 现在叶希文的实力 比起刚刚进入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不可同人而语 这第五层的分魔 对于叶希文来说 简直是最好不过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叶希文决定 在这里待到风之意 修炼到圆满为止 叶希文 如果你能将风之意 也修炼到大圆满 到时候就能真正的形成 风雷之力的相互转换 速度比起以前 都会快上一截 到那个时候 除非是实力强你太多 否则都会在速度 伤被你压制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这个道理你懂吧 叶末的声音 出现在叶希文的脑海中 三个月的时间 叶末也终于在前日出关了 突破到了人间高级的天元镜 也比以前更加的强横 天元镜在叶末的玉石之下 不像是一般的法器 是祭奠出来的 而像是在修炼 不断的修炼 甚至因为有叶末的玉石 所以天元镜 甚至能够独立镇压一个 超脱镜八重天的超级高手 叶希文点点头 恶魔之意是他身上难得的几部神级功法之一 任何一部炼成都能有翻天覆地的威能 尤其是恶魔之意 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之一 风之意如果能修炼到大圆满 他的实力也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想到这里 叶希文提起精神 手上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静止朝着附近的一个飓风之中的魔头军队 直接冲了进去 大开杀戒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叶希文在第五层 已经整整将自己五微打开了知名度 许多飓风之中的风魔 都已经知道第五层来了一个凶神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叶希文和之前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之前那些恶太子等人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第七层 所以他们都不想在第五层久留 在这第五层之中 连十天都没有带到 就已经闯进第六层了 因此都不算什么 但像是叶希文这般 直接就是以屠杀这些风魔为目的的 却是从来都没有的 他们多少也都注意到叶希文的表现 他们有些也想加入叶希文的队伍 毫无疑问 拥有绝对强横实力的叶希文 绝对有资格成为他们之中的箭头人物 而叶希文的 刺杀简直可以用一面倒的屠杀来形容 如果他要前往第六层的话 半个月前就可以前往了 不过 看叶希文根本没有要和众人一起的意思 很快众人就没什么兴趣了 况且他们和叶希文的关系 也绝对算不上有多好 叶希文直接一刀劈死了一头 扑杀过来的风魔 整个人的动作停滞下来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而周围那些风魔也不敢再有什么动静 和二层那些汉不畏死的魔头相比 这些风魔无疑要狡猾得多 或者说 在这一个多月之中 叶希文生生给他们杀到怕了 毕竟也不是谁 都能够像叶希文这般索相披靡的 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一个 能够和眼前这个凶行媲美的高手 原本叶希文才刚刚上来的时候 他们还异常的兴奋 将叶希文看作是一个肥肉 如果能够入主叶希文的肉身的话 那么能够脱离这个该死的镇魔塔 作为这个镇魔塔之中的魔祖 生下来就已经落下这个镇魔塔的印记了 当然 要放弃自己的肉身 就算能够成功 付出的代价也是不小的 只可惜 叶希文根本就不是他们 所以为的那样一个好对付的人 而是一个超级的凶星 但是这个凶神 却好像根本不知足一般 不断的屠杀他们 终于 或许是叶希文的嚣张刑警 和身材在风魔之中将魔将忍不住 他直接现身 不过 这第五层之中的魔将 却不是那些魔族 而是一头魔兽 一头风魔抱怨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 即便是隔得远远的 叶希文还是第一时间 就被这一声巨大的咆哮给惊醒了 除了第一层根本没有看到魔将之外 其他的三层都有魔将镇手 不过最后 也都远落在叶希文的手上 他简直就是一个魔将杀手 这些魔将在之前恶太子他们过境的时候 不敢阻拦 但是看到叶希文一个人 那还有什么顾虑 自然直接就冲杀了上来 在这第五层之中的魔将 也终于开始忍不住要出手了 叶希文望去 却是一头两米多高的风魔抱怨 和那些动辄就犹如小山一般的魔兽相比 这一头风魔抱怨 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庞大的身形 但是却给叶希文一种 其他魔头所没有的恐怖的压迫 他身上缠绕着一圈一圈的风云 手持一条风棍 面目猙獰 通体黑色的长矛 看过去就像是一头黑色的人形怪物 浑身浑厚的真元 也是一圈一圈的荡漾出来 真元雄厚的吓人 好厉害 这是什么东西 这气势 简直不比恶太子他们要杀分好 太恐怖了 有人震惊的说道 这可能就是第五层之中的魔将了 之前独公子他们来的时候也说过 这里潜藏了一头恐怖无比的魔将 你看我们现在还能跑得掉吗 他们只有两个下场 要么是叶希文斩杀这一头风魔抱怨 那么没有了魔将的指挥的风魔 也只有溃散 又或者是叶希文被击杀 他们也很快会被玉邪文的吼尘 这个时候那一头风魔抱怨 手持风棍 然后指向了 叶希文说 人类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在这里残害我的子民 但是本将大度 如果你现在离开的话 那我还会放你一条生路 不会把你怎么样 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大度 叶希文冷笑一声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 你的神识一直在探查我的信息 在暗中徘徊了很久 估计早就想杀了我吧 如果不是因为你不是我的对手 或者说没有把握 能够将我战败 这个时候 恐怕你也早就扑杀过来了 现在还说什么假惺惺的话呢 原来叶希文早就发现了 这一切都在叶希文的眼里 只是那个时候 叶希文根本没想要和他继续纠缠下去 也懒得追下去 一直在琢磨他的风之意 如何才能真正的大圆满 这对他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于这一头风魔抱园 那根本就是计划之外的 只是没有想到的是 似乎被叶希文吓走的这一头风魔抱园 居然这个时候又回来了 如果要被叶希文这么杀下去 他都不出面的话 那么他作为魔将的整个威信 也会被破坏一空 到时候人心蠢动 他还在统领这些心怀鬼胎的魔头 必须要趁着事情还没有严重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 将叶希文给斩杀掉 你想杀了我吗 叶希文嘿嘿冷笑一声说 虾美娜底层的魔将也都是这么说的 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做到 最后也都死在了我那刀下 本来我不想去找你麻烦 如果你不出现也就算了 那算你运气好 既然你出现了 那么就别怪我不客气 叶希文眼中闪烁着杀意 身上气势纵横 因为这个时候叶末在他的脑海之中提醒道 叶希文 之前你的风之意一直没有能够大成 就是因为缺少一个契机 没有一头绝对强横的风魔让你吸收 这一头风魔宝源对你来说 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这一头风魔宝源 乃是从飓风之中诞生的魔界异类 现在甚至都还没有成年 成年的风魔宝源 即便是在魔界之中 也是一个非常强横的存在 如果你能吸收掉它身上的风和 你的风之意 绝对能够达到大圆满的程度 叶末这么一说 顿时让它明白过来 现在它的力量已经积累的足了 但是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质变 引起质变的一个点 是其他风魔没办法提供的 这一头风魔宝源体内凝结的风和 里面有精纯的风力 虽然也夹杂有魔气 不过恶魔之意本身 就是魔族的神通 魔气不会影响风之意 甚至反而会让它更上一层楼 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一 欢迎订阅 小子 敬酒不是吃法酒 你找死 这一头风魔宝源 顿时一下子就怒了 他是何等的人物 什么时候被人这么说过 他从来都是横行无忌 他已经记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年 没有被人顶撞过了 他手中的风棍 顿时捂了一下 赫赫生风 这是他将自己所领悟的风元素 给融入到其中 才能形成如今这样的局面 说时迟那时快 他瞬间动手 身为风魔暴元族的一员 他天生就能够操控那些风元素 那些风元素对他来说 就像是家人一般 而这个时候 他手中的一根风棍 带着恐怖的飓风 已经轰杀到了叶西文的面门前 虽然是棍 但是却被他用出了 力道一般的霸道感觉 一棍下来碾碎虚空 而这个时候 叶西文的动作 也是分毫不慢 手中冒出了无限的火焰 直接一只手抬了起来 挥出漫天的火海 迎着一棍风砸了下去 一声巨大的金铁交鸣声 两股气势 直接狠狠撞到一起 而这个时候 叶西文稍微小退了一步 紧接着又是一道披落下去 他并没有抽动 身后的那一柄魔刀 虽然他有办法控制 但是那魔刀 还是少用一些就算一些 这个时候 还不如赤手空拳的好 而叶西文的第二刀 又快又急 风魔暴元 作为在钢风之中出生的孩子 往往一出生 就能够操作法器一样 来操控这些风元素 风者锐也 风元素本身就是非常的锐利 而且速度奇快无比 天生就拥有风属性能力的风魔暴元 他的速度自然不会差到那 叶西文当即直接改变了刀像 迎着那一棍杂趣 两人终于开战了 如果叶西文赢了的话 那所有人都能够逃走 如果叶西文容不了的话 那么锐止人都要死 但是从交手的场面来看 叶西文和这一头风魔暴元的战斗 简直可以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风魔暴元本身就是风中出生的风之子 速度自然不必说 简直快到了巅峰 但是叶西文又岂是等闲之辈 一个先天的风之子 一个是后天的风的驾驭者 在这个时候都爆发出恐怖的速度 棍扫天下 这一头风魔暴元手中挥舞着风棍 风棍在天空中疯狂的膨胀 无数的风之力从其中爆裂出来 到处都是棍芒飞舞 在半空中交织出一个大网一般 朝着叶西文笼罩了下来 噼里啪啦 在天空中满是空气被砸爆 而蹦践出来的巨大爆炸声 这一头风魔暴元 不知道经营在棍道上多少年了 这一出手就有砸爆天地的感觉 在几个魔将之中 他这份实力也是独一份的 如果是刚刚跨入镇马塔的叶西文 直接就遇到他 恐怕也要吃大亏 可是现在叶西文的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就在这个时候 叶西文终于又出手了 一道剧烈的刀芒 从他的手中击射出来 直冲天地 毫无任何花俏 一如叶西文的所有招式一般 虽然简单 但是却蕴含着莫大的威力 一刀在手 天下我有 刀器破空 一瞬间那些砸落下来的棍芒 就像是豆腐做的一般 一道一道被刀器斩破 扑灭 一声恐怖的巨响响起 风与火的力量 当空在中中爆炸开来 在半空中纠结在一起 本来应该是风筑火势 但是这股风火之势 却是势同水火 在半空中狠狠地缠在一起 而随后 那一头风魔暴援 已经扑杀了过来 他的速度极快 像是在驾驭着风的力量 几乎是片刻之间 就立刻追了上来 叶西文也不甘示弱 手中的火焰刀 也是劈开天地一般 迎了上去 两个人在半空中 瞬间就已经交手上千招 但是总的来说 却还是叶西文更占上风 那些各族的武者 看到这一幕 顿时有些震撼 怎么会变成这样 虽然他们也承认 叶西文很强 但是明显 现在叶西文的强 已经超过了 他们的意料之外 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叶西文在二层三层四层 基本上都可以说是 杀出一条血路 才来到这里的 但是其他人却不知道 所以当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为之深深的震撼 而就在叶西文打算加力 将这一头风魔猿 给斩杀当场的时候 却见远处一道飓风 瞬间冲天而起 朝着叶西文横冲了过来 居然又是一头魔家 恐怖的气势 比起刚才那一头 也丝毫不差 唯一的差别在于 这是一头真正的魔族 而不是魔兽 居然又是一头 风属性的魔族 刹那间就扑杀了过来 叶西文这才明白 难怪这一头风魔抱怨 在之前窥探过自己 自觉实力不足撤退之后 现在居然还敢来 原来他找了一个 不逊于他的帮手 你可终于来了 这头风魔抱怨 不断喘着粗气说道 刚才别看 已经交手上千招 但实际上 连他都能看出来 叶西文刚才只是试探而已 或者说 是在试探他的底线 在什么地方 小子 刚才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 既然你不珍惜 那么就去死吧 哼 你太自以为是了 现在该轮到你死了 风魔抱怨顿时阴等地笑道 作为这一地之主 居然被叶西文逼得 如此狼狈不堪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哼 原来是两个人埋伏我一个 难怪 这一层中 居然会有两个魔将 不过 如果一位 就这样就能够击杀我的话 那就是天大的玩笑 叶西文冷笑一声说 该死 这一头风魔抱怨 顿时又惊又怒 没料到 叶西文居然率先出手了 他顿时挥舞着风棍横扫出去 两道惊人的气劲 在天空中相互摩擦 发生了恐怖的碰撞 无尽的气浪 犹如是一层层的波浪一般横扫开来 所过之处 许多躲闪不及的那些魔族 都被当场震飞了出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头魔将已经抢先出手了 手中出现一杆漆黑的长枪 奉剑出惊世神王 瞬间划作一道枪网 朝着叶西文扑杀而至 当 一声巨大的金铁交鸣声 叶西文压迫着这一头风魔抱怨的长刀 瞬间横批了过来 挡住了这致命的一枪 你要是再晚点出手 我可就死了 风魔抱怨这个时候 恨恨的看了一眼那一头魔将 虽然他心中也知道 那一头魔将巴不得自己早点死了算了呢 真打起来 这叶西文要得一对二 打两个魔将可如何是好啊 是啊 我要说能够对付一个 我也信了 但要说能对付两个 我也不信了 这时旁边的舞者马上一轮道 所有人看到这三人一开始就毫不留情的吓死手 顿时就大惊失色了 叶西文能够站到现在 已经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而在这个时候 刚刚逼退了那个魔将的长枪 这个时候 那一头风魔抱怨已经顾不上休息 直接挥舞着风棍 直接砸碎虚空一般砸落了下来 风魔抱怨的攻击 像是疾风咒语一般落下来 密不透风 不给叶西文任何喘息的机会 如果不能以连绵的攻击将叶西文斩杀 继续杀下去 情况就得他们开始渐渐的不利起来 刚才上千次的交手 已经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这眼前的人类 绝不仅仅是气血旺盛而已 这体力也是蛮长的吓人 交手上千招 他早已是气喘吁吁了 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和魔源 但是在看眼前的这个男人 依旧是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 仿佛这些战斗对于他来说 根本就没什么影响一样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两人联合 如果都不能将叶西文斩杀 那么他们也都没脸见人了 那一头魔将的长枪刺穿天穷 恐怖的契机牢牢地将叶西文给锁定 叶西文感觉自己就像是背头凶猛的史前巨兽 给盯住了一番 让人不寒而栗 虽然两人是对手 做对也不少几千年了 但是也正因为彼此才更了解对方 这一出手竟然就是无比的默契 简简单单的一刀劈下 反倒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恐怖威力 他居然真的能一战二 而还不落下风 年轻一位之中有几个能与他比肩呢 各族舞者之中都是无比的震惊 现在人族的舞者们 无论是哪一个势力 都是又惊又喜地看着叶西文 人族之中这样的英节越来越少了 一个舞者会有多大的成就 很大程度上和他所驾驭的法则 所驾驭的道有关系 道越厉害自然也就越厉害 除了时间空间 混沌阴阳等有数的法则之外 火焰的法则凌驾于绝大多数的法则之上 而燃木刀法就是火焰法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有些人选择融入道中 有些人选择诚服地败服在道下 但是这驾驭之道的厉害 也终于开始一点一点地凸显出来 随着叶西文境界越发的精深 他每一刀都会化作一片火海 生生地碾压过去 这是最无情的刀意的碾压 意境的比拼 道的比拼 而这个时候 面对着越发厉害的叶西文 这一个魔匠和风魔抱园 也都使出了权力 各种压箱底的手段都使出 尤其是风魔抱园 手中的风棍更是砸出了毁天灭地的气势 而那一个魔匠刺出的是无上的枪芒 叶西文发司都在狂风之中疯狂地飞散 手中的长刀以可怕的刀芒横贯长空而去 和对方的枪狠狠地撞到一起 双方终于开始杀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这样的战斗对于其他人来说足够深奥了 甚至于因为这三个人的大战 整个五层都陷入了一片诡秘的瓶颈之中 没有人继续厮杀 所有人的目光都开始看向了这里 当叶西文一刀斩到了魔匠刺来的长枪之上 这一头魔匠连退树部 一口鲜血瞬间喷出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头风魔暴园已经扑杀而知 风棍越长越大 横扫天地砸落下来 给我去死吧 这一头风魔暴园的脸上 闪烁着疯狂的神色 叶西文就像是一个无法击败的对手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摧毁他的信心 这不像是一个人该有的潜力 就算是传说中的神奇直系后代 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潜力 超脱镜五重天 能将他逼迫到这个地步 简直是震骨朔金 叶西文脸上只是露出几分冷笑 那一头风魔暴园的风棍 直接砸过了他的身体之中 他的身形也在这轰塌的空气之中 完全消失 再度出现的时候 居然已经扑杀到了 这头风魔暴园的跟前 一刀灿烂的光滑 燃烧无尽的虚空 风暴直接瞬间移到他的面前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这一头风魔暴园 被当场劈成了两半 如果早知道 他的爆发速度这么恐怖的话 风魔暴园也不会丝毫都不防备 也不至于这么轻松的 就被叶西文得手了 之前的一切都是在为现在做铺垫 好狠的心 好深的城府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个魔将几乎是瞬间做出了决定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转身要逃 但是叶西文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直接一个剑步吹了上去 一刀刀器化作漫天火海 站落下去 扑吱 这头魔将几乎也是毫无还手之力 就死在了叶西文的手上 所有人都睁睁地看着叶西文 有些傻了 正如同之前那一头风魔暴园临死前才明白 叶西文他太厉害了 他是半猪吃老虎的人 叶西文 这可是对同阶高手半只臭老虎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还是两个同阶的恐怖高手 这个时候他们也都看出来 叶西文和这头魔将 和这头风魔暴园之间的实力差距 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大 起码还没大到会被叶西文一举击杀的地步 事实上 整场战斗都在叶西文的掌控之中 虽然好像从头到尾都在压制这两头魔物 已经出了权力 但是却留着真正的杀手锏 虽然展现出一部分的身法 但是绝对没有人会想到 他的身法居然能够强悍到这种地步 这才有了藏桌之计 如果说这天斗天赋也是天赋的话 这眼前的叶西文 无疑也算是战斗天赋中的天才 叶西文犹如是当时的魔神一般 目光冰冷地扫过众人 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众人 随后目光锁定在各族武者之中的一个海族身上 你要干什么 这个海族的武者这个时候 终于想到为什么了 满脸惊恐地看着叶西文 难道你要对我们下手吗 如果你真这么做了 那就自决于各族了 刚才你传信出去了是吧 叶西文淡淡地看着他说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是给恶太子报信去了吧 那又怎么样 你和恶太子作对 就是和整个绝影独恶族作对 在整个云形海域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你早晚不得好死 这个海族的高手声色俱力地说道 哼 恶太子要来了吗 那正好 省得我去找他 有些恩怨也该解决了 叶西文神情冰冷地笑道 如果恶太子都死在自己的手上的话 叶西文相信 到时候整个绝影独恶族 恐怕真的要震怒不已 不过他不在乎 就算不杀恶太子 这绝影独恶族只要有机会 就一定不会放过他 说着他当即坐了下来 根本也就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盘坐下来 将那两颗风盒给炼化了出来 头顶之上天元镜 垂下一层层的血色光幕 将他完全笼罩进其中 他竟然当场闭关了 这是对自己拥有绝对的信心 觉得恶太子是必死无疑 他才会如此 如果是在之前 其他人肯定觉得 叶西文这是在自寻死路 但是现在他们心中 也就不那么震惊了 直接屠杀了两头 超脱进八重天无敌的魔头之后 叶西文的实力 在他们心中早已被完全拔高 甚至比恶太子他们 还要更高一筹 他这么做 说不定是真的有把握 最不济也该是一个 不胜不负的局面 不过 叶西文已经不管他们怎么想 有天元镜护体 他很放心 直接进入闭关状态 要赶紧炼化风盒 将风之翼推演到大圆满的状态 有了大圆满状态的风之翼 他的实力又将有不小的提升 到时候 就算恶太子不出现也行 若是出现了 这个时候 叶西文完全沉浸在 风盒的吸收之中 那些风盒之中 有无尽的风力在其中沸腾 在叶西文展开功力吸收的情况下 这其中蕴含着的风之力 犹如一条大河一般 源源不断的吸收了出来 这些风之力之中 蕴含着为数众多的魔器 不过 对于叶西文来说 魔器也被化成灵气 被他吸收了 这一股精纯的风力 比起之前 更是不知要精纯多少 无论他杀了多少 都没有办法 真正让已经趋于 大圆满的风之翼 再进一步 换句话说 整个风之翼 就好像已经大到了大成 潜力已经被完全激发出来 已经到了不可能继续的程度了 但是他自己知道 他的风之翼 还没有达到大圆满的程度 还有可以进步的空间 但是他就算是明知如此 也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风之翼 根本就没有任何 要大圆满的迹象 但是现在 他不过是刚刚吸收了 那一头风魔暴源身上的风盒 居然就能够感觉到 风之翼又有进步了 虽然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 但是他却知道 他的风之翼 还没有达到大圆满 借用这两头风魔身上的风盒 果然能够将风之翼 修炼到大成的地步 他要在恶太子 从六层返回之前 将风之翼 修炼到大圆满 到那个时候 他的实力 又有一个不小的提升 超脱镜九重田 在云星海域年轻一辈之中 绝对已经位列绝颠 就算是那些老一辈的老怪物之中 除了一些常年不出世的 法相镜的老怪物之外 都已经能算得上是巅峰了 现在他所需要的 也仅仅只是时间 好在恶太子 即便是从第六层返回 要通过重重魔头的包围 也需要不少时间 风魔之翼 一点一点的进入到 大圆满的状态 在他身边不断的煽动着 许多人都很惊悚 光是现在的夜细文 就已经很恐怖了 那么等他闭关出来之后 只怕会更强 山中无甲子 修炼无岁月 一转眼半个月的时间 眨眼消失 对于修炼之中的夜细文来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的差别 对于那些盘踞在夜细文 不远处的各方无准来说 也是短暂的很 突然 这个时候传出一声爆贺 夜细文何在 数十道强横的超脱镜的气息 从远处飞略而来 众人一看 这为首的一人不是别人 正是恶太子 而跟在他身后的 则是易石和恶星两人 在后面的 则是一群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要知道 这镇魔塔 可是镇着整个封印之地 到底是什么品级的法器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人都在推测 最次也是天界的法器 毕竟除了神界的法器 谁能镇压神奇亿万年不变呢 这个封印之地 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如果封印之地之中 镇压的魔族还活着的话 不是什么后代血脉之类的 那么多半就是神奇 对于凡人来说 神奇只是传说中的生命 甚至存不存在 都两说着 对于他们这些超脱镜的高手来说 他们活得很久 有的有更悠久的传承 自然都知道神奇的存在 正因为如此 才显得镇魔塔 到底有多么珍贵 如果绝影独恶族 得到了镇魔塔 从此唯我独尊 称霸云星海域 都不是问题 恶太子 怎么会放弃如此机会 跑回来 要居杀叶西文呢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恶太子和之前相比 更加恐怖了 有一个眼尖的高手 顿时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难道他已经跨入 超脱镜九重天了吗 有人问道 他还没有跨入 超脱镜九重天 还是八重天 但是看着气势 只怕一般的 超脱镜九重天 都未必会是他的对手了 真是恐怖至极啊 这段时间 恶太子只怕 有什么惊人的习欲了 你们看 不仅仅是恶太子 看他恶星还有一时 居然也都已经 登临超脱镜八重天的决定 实力只怕 比起之前的恶太子 也不差多少 还有五个 绝影独恶走的人 也全都跨入了 超脱镜八重天 其他的 也都跨入七重天了 他们是绝了神木吗 所有人都争了争 傻了一般 如果只是恶太子的 实力提升了 这还没什么 镇魔塔之中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叶西文不就是提升了吗 但是 就连绝影独恶族的实力 居然都有了 整体性的提升 所有人都疑惑了起来 第六层中 难道真的是什么 仙徒乐园不成吗 不然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们 怎么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一下子实力提升了这么多 所有人都以常的疑惑 不知道怎么会这个样子 而在那个灵气的剪子中 依旧是在吸收那些魔器和灵气 似乎并没有因为恶太子到来 而有任何变化 虽然诸多观战的舞者 都怀着各异的心思 但是恶太子 还是很快就赶到了 也很快找到了 在中央之中 几乎是一只独秀的 叶西文的灵气剪子 恶太子眯了眯眼睛 大手一抓 一旁在远处观战的一个人族舞者 当即就被抓了过来 叶西文是不是在里面 恶太子问道 是的 那就对了 恶太子淡淡一笑 神情之中充满了自信 扑 他手中那个人族舞者 毫无征兆的被他当场捏成了血污 然后被他吸收了进去 和叶西文相比 这才是一尊真正喜怒无常的凶神 从这段时间在叶西文身边接触下来 起码他们可以知道 叶西文不会无缘无故的杀人 但是恶太子就不一样了 叶西文 还不快出来 速速受死 这时候 绝影独我族之中 一尊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上前一步 呵斥道 不过 在看那血色光母之后的灵气剪子之中 依旧是一动不动 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一般 找死 这个时候 那个高手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羞辱了 丢了面子 顿时大怒 直接一掌拍落下去 仿佛要将整个天地拍塌一般 直接要落到叶西文的身上 当 却听见一声巨响 那一道大手印 没能落在叶西文的身上 却是完全落到了天元镜的身上 被天元镜给拦了下来 恶太子一泪一声 有些惊诧 没想到 这天元镜在没人预示的情况下 居然也能挡得住一尊超脱镜八重天高手的权力出手 他眼中一彩连连 这叶西文身上 总是有着让他垂涎的法器 尤其是那柄羽化图仙刀 和这柄刀相比 那一把魔刀 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 这也是他一直日夜难忘的一柄刀 叶西文 你还不出来吗 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而这个时候 恶太子冷冷地看着叶西文说道 恶太子 你还是那么心急啊 连送死也是一样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那个灵气茧子里传的出来 却是一声嘲笑一番的声音 哦 听你的口气 你知道我们要来 如果不是知道你们要来 怎么会在这里等着你们送上门来呢 那个报社的真心太贴心了 不然你们怎么会这么齐整地出现在我面前呢 叶西文说 狂妄 嚣张 顿时 那些绝影独卧族的人一阵谩骂 真是有意思呀 恶太子反而不及了 不过 也就直到这儿了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叶西文淡淡一笑说 哼 于不可及 我如果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会在这里等你吗 恶太子淡淡地笑道 哼 即便你有一定的把握又如何 我早已经做好了完成的准备 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能翻腾出我的手掌心 主人 不要和他废话了 就让我去把他解决掉了 这个时候 一时终于忍不住了 他现在 已经跨入了超脱境八重天巅峰了 他有足够的信心 能够对付得了叶西文 叶西文站起身说 你是那个易锐的哥哥吧 他死在我的手上 没想到你也要不他的后尘 大胆 你居然狂妄到这等地步 我弟弟居然被你所杀 你居然不思悔改 还敢口出狂言 悔改 哼 我为什么要悔改 既然要来杀我 就要做好被我杀的准备 对于敌人 叶西文从来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手软 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 任何敌人的手软 都是对自己的犯罪 他现在心中也是微微有些诧异 第六层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居然都进步到了这样的程度 也难怪他们都有自信 如果是换成几个月前的自己 恐怕真的会被当场打死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 风之意已经大圆满 虽然还未曾能够完成 风之意和雷之意的融合 但论速度已经是独步超脱了 这些人就算再多十倍 他想要逃 也是能够逃得掉的 叶西文 你今天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也别想活了 这时一时一声爆喝 身上滚滚磨气席卷而起 叶西文只是冷笑 手中一团火焰熊熊燃烧 一道火焰刀器迅速迎上 一时的出手 所过之处连天穷都被熊熊燃烧 化成一片血海 红龙 刀器和一时的水枪 在半空中狠狠的碰撞 叶西文手中的长刀去时不减 几乎是片刻之间 紧接着朝着那一时 直接斩落下去 恶太子 你还不出手吗 你要是再不出手 你的手下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叶西文微微一笑说道 一道水枪破空而来 划过长空 留下一道长空 瞬间直扑叶西文的面膜 叶西文不得不挥刀抵挡 长刀瞬间破开水枪 终于挡住了这一杆水枪的侵袭 转头看向另一边 正是恶太子出手 没错 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恶太子还是出手了 周围远处观战的许多武者 都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看着叶西文差点把一时 给生生的劈死 怎么会这样 从刚才一时刚一出手 他们就看出了 尽管没有用紧权力 只怕也不下于当初的恶太子 可是叶西文仅仅是一招 就差点把他给劈死 就算是刚才又利用一时防备一时 不够这一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叶西文的实力太强了 这个时候 众人心中都是更偏向叶西文 不管怎么样 叶西文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就说那两头魔物 被叶西文轻松斩杀 也足以证明 叶西文的实力 根本不逊分色 现在两尊爵士凶神要对上 所有人都屏息等待 看着两人什么时候 会狠狠打在一起 怎么 你要出手了吗 那就来吧 你一个人上 还是一起上啊 叶西文嘴角闪过一抹 若有似无的笑容 笑话 本太子要杀你 还需要假借别人之手吗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能和我相比 我是绝影独卧族的太子 将来注定军离云星海域 而你 不过是有一些奇遇的小人物罢了 就算你有再多的奇遇 也不可能胜得过我 这是上天注定的事情 小人物 或许吧 或许在你们眼中 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想杀就杀 想捏死就捏死 不过或许你不懂 什么叫小人物的逆袭 所谓的天才 所谓的太子 也不过是出身好一些罢了 你却如此为凭 因此而小看天下人物 真是可笑 我的对手居然是你这样的人 我真是觉得不值 笑话 我恶太子何须以此为凭 我就算是生在乞丐窝 那也是天定的王者 一样能震惊于是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与我说话 我现在后悔了 没有在之前将你彻底剪剑杀绝 留你这个后患到现在 不过没关系 我完全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恶太子突然冷声说道 身上气势开始增强 浩浩荡荡 完全将叶熙文给拢着 等一下 朱上 请给予属下一个机会 杀地之仇 若不能报 我有何脸面能够活在这个世上 这个时候 一时上前说道 他已经狼狈不堪 如果不是恶太子出手 他恐怕早就被当场斩杀了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学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邵华 第457集 但是 他也并没有真正将叶熙文 放在心上 毕竟他已经跨入了 超脱镜八重店的巅峰 就算是比起几个月前的恶太子 也差不了多少 这样的实力 就算杀不了叶熙文 也能够自保 从之前叶熙文和恶太子之间 交手的情况来看 叶熙文也最多只是个 这个级别的高手 不是丝毫胜算都没有 这个时候 他心中虽然有些不安 但是那股弟弟被杀之仇的怒火 瞬间填满了他的脑海 让他一瞬间压下了 这种不安的感觉 叶熙文 别高兴得太早了 刚才不过是热身罢了 一时再度上前一步 直接冲杀过来 这一次没有动用水枪 直接就是一拳猛然轰出 通过刚才的交手 他如何还不明白 自己和叶熙文之间的差距 只怕是根本不可能 和自己最初的时候 所想的那样 能够真正和他抗衡 叶熙文的神情 也微微认真了一些 和刚才不一样了 叶熙文这一次 收起了燃木刀法 而是静止一拳轰出 两颗拳头当场狠狠地撞到一起 两尊超脱镜八重天 巅峰级别的高手 到底会有多么恐怖 简直可想而知 这一时已经出全力了 果然 叶熙文不能像刚才那个样子 轻松地对付他了 是啊 在这种环境之中 拥有魔族血统 反而成为了最为有优势的地方 而叶熙文 在这种环境之中 却不能发挥出全部的战斗力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魔族更占便宜 而这一时虽然不是魔族 但是毕竟拥有魔族的血统 一时双母赤红 第二拳瞬间红了下来 魔霸世间 他的拳头瞬间凝聚出一个盖世魔头 众人都为之惊骇 虽然他们都不是当事人 但是都能够感觉到 这一套拳法的厉害 而这个时候 一时的双眼之中 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优越感和自信 他感觉到恐怖的杀鸡 叶熙文这是真正动了杀鸡了 该死 他不由的后退一步 但是一想到弟弟的死 顿时愤怒又重新涌上心头 万魔是心 又是一声宝贺 一时轰出了又一招的拳法 整个天地之间 都好像在魔界之中 在这一刻 他就是魔界的主宰 万魔直接扑杀到一颗星辰上面 双方恐怖的波动 让整个空气一片一片的坍塌 这一刻 一时几乎都要沉迷在其中 他就是魔界之中的万魔之皇 崩碎的星辰之中 露出了叶熙文的身影 而就在这一刻的时候 一时又开始动了 无数的拳崖演化出更多的魔头 朝着叶熙文扑杀过去 而就在那些魔头 即将扑杀到叶熙文身上的时候 叶熙文终于动了 一时 你太狂妄了 难道想得到魔皇吗 现在我就让你看看 你所仁以为傲的武学在我面前 不过是可笑的笑话而已 你所骄傲的魔族血脉 不过都是你的异想罢了 他一步跨出 在半空中震出可怕的气浪 找死 一时顿时大怒 他最为骄傲的 就是他身上具有的魔族之中 大人物的血统 所以他和他的弟弟才能觉醒魔族的武学 他再度红出一拳 只觉得身上的精血在一瞬间被吸收掉了一半 无数碧绿色的血液 一瞬间凝聚出了一尊尊隐隐约约的虚影 他这是将自己精血贡献出来 召唤出自己血脉之中的可怕先祖 这一招的代价非常的大 可以说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他非常清楚 如果没有特殊的方法 恐怕很难赢得了野戏文 他不想假人之手 自己的亲力底的仇要自己来报 哪怕付出不菲的代价 那一尊隐隐的虚影瞬间扑杀上来 竟然和一时一模一样的拳法 或者说是一时的拳法根本就是来自于他 同样的八荒邪魔拳在他使用出来 威力也远远在一时之上 哼 我没有说过吗 你引以为傲的魔族血脉 在我面前都是可怕的笑话 叶隐文微微冷笑一声说 那些原本还像是疯了一样 朝着叶隐文威压之下 竟然生生怪掉着当场爆开了 那一尊可怕的虚影 也在这一股威压之下 一点一点的困顿起来 叶隐文一步一步的跨出 每跨出一步 他身上的威压就增加一些 慢慢的 居然这尊可怕的虚影开始低头了 一点一点的跪幅下来 普知 一头巨大的虚影 当场被叶隐文长成了两段 在所有人看来 这一头巨大的虚影 就像是乖乖的受死 没有任何的反抗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一时开始惊恐了起来 怎么会这样 这是被他视为最后的杀手锏的一招 怎么在叶隐文的面前 毫无作用呢 但是 连他这个始作俑者也不知道 因为这和那些纯粹的魔器 凝聚而成的魔头 不一样的是 这一头虚影 因为这其中 凝聚了他祖先的血脉 使他用精血凝聚而成的 冥冥之中 有一股 一直在支配着这头虚影 并不是由他来掌控 以往这一点算是优势 但这个时候 却让他惊恐万壮 叶隐文四万十块 刹那间已经扑杀到他的面前 火焰长刀扬起 手起刀落 一时几乎是毫无准备的 就被直接斩成了两半 他根本一点准备都没有 一时这一刀 连他都为这忌惮 而且是非常忌惮 这样的武士 叶隐文居然招了下来 肯定不会那么轻松 但是后面发生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他的想法 叶隐文淡淡的笑着说 哼 我说过了 什么魔族的高贵血脉在我面前 那都是可怕的笑话 因为有天元净在 天元净是真正的魔君 魔界的君主 统领整个魔界的伟大人物 如果四代鼎正时期 天元净抖一抖 都能让整个魔界一阵大地震 现在虽然远不如鼎盛的时期 但是眼前的也不是什么魔神魔皇 不过是一个拥有魔族血脉的 海魔族武者罢了 在叶隐文的天元净面前 原本他引以为傲的魔族血脉 却成了他败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果叶隐文的实力足够强横 天元净也足够强横的话 甚至能够让魔神心甘情愿地赴死 这就是魔君的威能 这个时候 叶隐文已经没有几分耐心 他冷笑着说 恶太子 你还不出手吗 如果你非要派你的手下来送死 那我也无所谓 恶太子双母之中 犹如鳄鱼一般的瞳孔 猛然缩了一下 你这是找死 我不但要杀了你 我要将你的元神抽出来 然后永生永世 用最恶毒的火焰 把你炙烤到灰飞烟灭 折损了恶星 他或许不会如此暴怒 但是一时却不一样 他们两个兄弟 是忠心耿耿地跟着他 他们的身份注定了 也只能跟着他 叶隐文眯眯眼睛说道 做得到的话 就来试试吧 这个时候 恶太子忽而哈哈大笑 发出无比高傲的声音 上前一步 直接踩踏了大片的虚空 形成一大片的真空 威势无穷 就像是一尊无上的君主 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一般 他身上的气势 完全笼罩到叶隐文的身上 无数的法则 都在他的气势之下浮显出来 几乎能够让人看见 那一条一条的法则 若隐若现 顿时 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 就算是在远处的各族舞者 都感觉到强大的威势 面对如此强大的恶太子 叶隐文能不能扛下来呢 所有人都在盘算着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他们也想走 也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但这个时候走 却舍不得 或许他们这辈子都不会见到 比这个还有激烈的超脱镜之间的战斗了 而就在他们犹含犹豫的时候 叶隐文身上的气血也瞬间爆发了出来 恐怖的气血瞬间犹如一柄血刀 瞬间破开了恶太子笼罩上来的气势 紧随其后 叶隐文的白皙皮肤上 先是滚过了一层古铜色的漆色 紧接着又是金色的神性覆盖上去 霸体无双 他所过之处 所有的一切都要沉浮 双方的气势在半空中纠缠到一起 众人都屏息 光是气势比拼就如此恐怖 这种级别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能揣测的境界 死 恶太子顿时出手 他手上无数的魔气开始凝聚 这倒让叶隐文瞇了瞇眼睛 他竟然聚集的不是水元素 而是魔气 这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叶隐文的脑海中 闪过万千的思绪 不过只是一闪而过 根本无法影响他的心神 他的神石之海中 一棵巨大的明星古树 绽放出五彩的光芒 这些念头可以说瞬间就从叶隐文的脑海中划过 分析了种种可能性 所谓的预知未来 是每个人都拥有的能力 只不过这个能力有高有低 有神秘空间和明星古树的双重帮助 就那么一瞬间 叶隐文的脑海中 就已经闪过了千万种的推算 可能是什么情况 又要怎么应对等等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无数的魔器 开始朝着恶太子的手上汇聚而去 在半空之中 凝聚出了一柄魔枪 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枪尖锁过之处 简直连空间都要被点败一弯 地阶法器 叶隐文的眼神之中顿时一阵警惕 对于地阶法器所拥有的力量 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他没有想到 恶太子居然也得到了一柄地阶的法器 叶隐文 你一定是没想到 我居然还能够得到一柄地阶法器吧 今天天要灭你 恶太子 猙獰地冷笑着 而这个时候 叶隐文没有说话 而是率先的动了 他手中的魔刀上 燃烧起了熊熊火焰 火焰长刀 瞬间披落半空 呼啸而出 化成一大片的火海 瞬间扑洒开来 整个天穷都在火海之中 不断地燃烧 一路逼向了恶太子的方向 绝影独恶族的那些人 顿时纷纷为之变色 叶隐文的实力太恐怖了 和几个月前 根本就不可同日而鱼 面对这一切 他们都没有任何准备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尤其是恶星 这个时候更是一脸复杂的 看着交战之中的两人 几个月之前 他终于将自己的实力 提升到了超脱境八重天巅峰 就算是对付几个月前的恶太子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害怕 他心中 未尝没有要挑战恶太子的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 他才终于明白 自己确实有了 和几个月前 和太子相恒的能力 但是也是几个月前罢了 现在的差距 仍然是天地一般 面对着扑杀过来的漫天火海 恶太子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骇人的光芒 嘴角有几分冷笑 他手中的魔腔 瞬间疯狂地旋转起来 席卷起无数的魔气 瞬间洞穿天际 一瞬间化作一条魔龙 直穿天际 轰进火海 一招 我一招 就要让你落败 这个时候 恶太子手中的魔腔 挥舞如同魔龙 刹那间刺向了 叶熙文的面门 叶熙文的境界 本就无法和自己 已是超脱镜八重天的相比 如果说恶太子 是那个能够逆行 征伐比自己境界还高的人 那么叶熙文 就是一个能够逆行 征伐他这样的人的恐怖怪物 所以他不甘心 他要证明他比叶熙文更强 就算他有了魔刀 就算是他能够逆行征伐 但是在他面前 依然是脆弱的可笑 而这个时候 叶熙文的额头隐隐作痛 枪气竟然隐隐刺穿了 他的护体钢器 直冲他的面门 这个恶太子果然厉害 不过 叶熙文却开始有了一些隐隐的兴奋 只有这样的对手 才配当他的对手 叶熙文手中长刀 猛然收回 挡在自己跟前 当一声惊天俱响 那一把长刀和魔枪 猛然间在天空中撞到了一起 一条一条的魔道法则开始浮现 两尊地阶法器上 早就都缠绕上了无数的法则 仅仅是在一瞬间 两尊法器的交手 将收为空气的无数多位轰暴 空间也是一圈一圈的泛处涟漪 就在这个时候 恶太子的魔枪之上 一股恐怖的威压横扫了过来 一道巨大的魔影 从魔枪之中窜了出来 竟然是越过叶熙文手中的魔刀 直奔叶熙文而去 那一道魔影 节节怪笑着扑杀上来 叶熙文冷哼一声 身上顿时泛起了血色光芒 一道血色人影 直接窜了出来 这个血色人影不是别人 正是叶末 叶末直接横冲出来 就在这一头气灵 要冲到叶熙文身上的时候 出手了 哼 在本祖宗的面前出手 你还真是胆子大到可以 他冷笑一声 直接轰出了一套 不明的魔族神功 看起来玄傲无比 跟在魔军身边 不知多少年的他 别的不说 光是魔界之中的武学 就不知道会多少种 神界的武学都不在话下 也就是因为没有肉身 不然的话 又是一头盖带魔头 轰 这头气灵 在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叶末面前 根本就像稚嫩的孩子一般 直接被一拳轰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 恶太子又动了 他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魔枪之中的气灵 被叶末直接轰爆 在他看来 这也不像是魔刀之中的气灵 难道是之前那一把 羽化图仙刀之中的气灵吗 这些念头 在恶太子的脑海中 不断地闪烁着 他出枪的速度奇快无比 简直要比光速还快 刹那间已经刺出了数十箱 上上下下 将叶希文完全地笼罩 长枪势如破竹 直接刺入叶希文的身体之中 却发现 那个叶希文 直接化成了一团光束消失了 刚才不过是残影罢了 不好 恶太子暗教不好 顿时回身抵挡 浑身浑厚的真元鼓荡起来 将自己完全守护 而这个时候 果然不出他所料 在他的身后 一团火焰瞬间劈了下来 所过之处 天空都被烧出了痕迹 直接落了下来 可怕的地阶法器的碰撞 一圈一圈恐怖的能量 瞬间震荡出去 无数的法则断裂 而在这个时候 两人都纷纷被巨大的力量 被后退了一步 而两人也仅仅是后退了一步 要说境界 确实是恶太子更胜一筹 但是叶希文的肉身 才更加的恐怖 叶希文一步跨出 速度奇快无比 刹那间就斩出了上百刀 末日的气息开始弥散起来 无声的嚎叫声让人胆寒 一颗颗的火流星从天而降 他们俩一刀一刀的刀器 叠加在一起 形成了恐怖的规模 砰 恶太子想要绝地反戚 但是长枪刚刚出手 就被刀器瞬间割开了 那无尽的真元凝聚而成的刀器 直接斩落下来 当真是可怕至极 少主 太子 眼见恶太子居然被一刀横飞出去了 顿时那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纷纷惊呼 看着这一幕 他们不敢相信 也不愿相信 而恶太子只是在半空中 被轰飞了上百米后 就停顿下来 冷冷地看着叶希文 一些碎块从他的身体之中滑落下来 那是他身上的内甲 直接被轰爆了 现在叶希文一刀彻底批爆 不过恶太子却没有丝毫的气馁 冷冷地看着叶希文说 我看你还有多少真元 能够批出这样的刀法 这样的招式 他觉得不可能一直法 因为每一道刀器 都要消耗相当大的真元 哼 比你想象的更多 叶希文说着 跨出一步 已经横冲到了恶太子的面前 他只觉得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笼罩在他身上 他的眉心顿时就感觉一股 锐利的刀器在搁着 叶希文的速度何等之快 但是恶太子也不是第一次 和叶希文交手 他也能不知道 叶希文的速度 只怕会快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当 又是一次惊人的碰撞 一眨眼 双方已经在空中交了数百招 而这个时候 旁边围观的人 早已经都看傻眼了 不敢相信 这是恶太子的战斗吗 从恶太子出道以来 他就已经是有名的天才 曾经战败以前 许多成名的老一辈高手 一步一步走到如今 能够让他吃亏的人 已经是屈指可数 更何况 是全城压落的下风 这根本就是闻所未闻 叶希文的境界 比恶太子要低得太多了 所以身上的真缘 怎么可能比恶太子还浑厚呢 这样打下去 只怕叶希文要落败 他现在进攻的越猛烈 那么之后他落败的时候 将会越惨 就算是回复真缘的速度 也没那么快 这样下去 只能被生生的耗死 叶希文的实力让他心惊 一时半会儿又拿不下来 还不如等他自己败亡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只怕真的会犹如他们所料一般 最后真缘衰竭而死 但是叶希文是一般人吗 他嘴角闪过一丝 若有四无的能笑 恐怕就算是恶太子 自己真缘耗尽 叶希文还差得远了呢 融合了星辰巨兽血脉之后 叶希文也继承了一些 星辰巨兽的性质 比如这远比一般人类 庞大的真缘 便是其中之一 恶太子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叶希文冷笑一声 手中长刀砸落下来 砰 恶太子再度被叶希文一刀 直接劈飞出去 魔枪本身就是进攻型的法器 这个时候用来防守 自然无法发挥出全部的威能 恶太子颇为狼狈 而在看叶希文 脸不红气不喘 所有人都觉得 叶希文再这样子打下去 恐怕会真缘耗尽 但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估算出 叶希文到底有多少真缘 在叶希文真缘耗尽之前 恶太子会先重伤而死 难道这就是叶希文的打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学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晓晨 演播 邵华 第458集 恶太子 一时之间被爆发的叶希文打得节节百退 那些观战的武者都是越推越远 不敢靠近 随着两人渐渐打出了火器 越来越厉害 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了 如果是之前 恶太子在他们的心中 那就是神明所向无敌 恶太子 如果你只有这点实力的话 就肯定要死在我的手上了 叶希文冷笑一声 手中的长刀瞬间斩出刀器 落到叶太子的身上 本来我还不想使用出来 不过没想到那只蝼蚁 居然还有两下子 那么就给我去死吧 这个时候恶太子冷喝一声 一些法则 傲着某一种玄傲的规则 凝聚在他的周围 形成一片领域 迅速朝着四面八方扑散而去 唯领域 叶希文的脑海中 瞬间冒出一个念头 在场的舞者都瞬间惊呆了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之人 许多甚至都是活过了 数千年的老怪物 或许没有太强的实力 但是要说这份眼力劲 却是比许多心境的年轻高手 要强得多了 叶希文几乎是立刻就判断出来 这个领域非常的纯熟 绝对不是临时练成的 恐怕已经练成很多年了 而且相比恶红那个 还要纯熟厉害得多 两个领域就像是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一般 根本就是同一个领域 从两人的直立来看 应该是恶太子 将这个领域交给恶红的 本来没打算在你身上用的 不过既然你要找死 那么我就成全你 恶太子冷冷地看着叶希文说 施展开领域之后 恶太子的信心一下子爆棚 就算是叶希文如何 他都不会在意 拥有领域的人和没有领域之人的差距 根本就是天与地 虽然他曾经听说过叶希文 曾经破过恶红的领域 但是同样的领域在恶红的手上 和他在他自己手上 怎么能一样呢 叶希文顿时只感觉到 自己移动的速度果然慢了许多 和之前那如鱼得水的状态 根本就不是一个情况 不过他却偏不信邪 既然别人有办法凝练 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做到 而且也多了一个拿得出手的杀手锏 最重要的是叶希文突然想到 如果将来有一天 要和法相境的高手抗衡的话 没有领域的手段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 哪怕是强力也没有用 在他们的领域之中和他们对抗 那就犹如是在天底之中 和天底之力对抗一般 宛如是在对抗一尊人神 这根本就没有胜算 但是如果凝聚了领域的话 那么情况又是另外一番了 最重要的是 恶太子拥有 谁也不能保证 其他年轻一辈的高手之中 就没有凝聚了属于自己的领域的 反过来说 如果他现在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域的话 那么他现在就可以驱使着自己的领域 直接视如破竹的 破开恶太子的领域 根本就不用那么复杂 虽然仅仅只是一瞬间 但他还是想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落入恶太子的领域之中 叶希文顿时感觉连呼吸都困难了许多 感觉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呼进了铁块一般的沉重 叶希文 今天是你命该绝了 这个时候 恶太子手中的魔枪瞬间出现 直奔叶希文的面门 在这领域之中 他就是唯一的真神 这一枪视若奔雷 枪气散发着森冷的魔光 他脸上闪过几分残忍的笑容 他很自信 在他的领域之中 叶希文根本不会逃走 但是就在他的长枪 要刺到叶希文身体之中的时候 他却没有感到刺到了实体 果然 他的魔枪直接从叶希文身体之中贯穿而过 随后 叶希文竟然化成了一团光团 这不可能 恶太子眼中依然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叶希文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呢 不仅仅是恶太子 周围的许多人也都看傻眼了 恶太子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在你来到之前 在闭关修炼什么武功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众人仰头一看 天空中那一道金灿灿的身影 不是叶希文又是谁 叶希文冷冷一笑 他身后一对金色的羽翼 扑上开来 足足有十几米长 遮天蔽日 在这一对金色的羽翼之下 叶希文整个人都显得异常的渺小 根本不足为虑一般 什么 恶太子顿时一惊 那一对羽翼是什么 他顿时想起来 之前叶希文几次从他的手上逃脱的时候 就是靠到这一对羽翼 只是他原本没太放在心上 毕竟无论什么样的身法 什么样惊人的速度 在领域之内都会被克制的 别忘了 除了领域之外 他本身也是一个异常高强的高手 他也只是想到这一点 至于会不会败给叶希文 那是根本不可能去想的事情 让你看看吧 叶希文冷笑一声 身后一对羽翼伸展开来 风雷之力 瞬间席卷全场 这个时候 有些还想要靠近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瞬间就被弄得异常狼狈不堪 刷 叶希文这个时候动了 跨前一步 身形瞬间消失 伴随着那身后庞大的羽翼 刹那间就消失了 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扑杀到了恶太子的面前 他的出现悄无声息 就像是瞬移一板 突然出现 而当他出现之后 众人才听到一声尖锐的破空声 身后的空气 大面积的坍塌 这种恐怖的速度 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居然比破空声还要快 更重要的是 这还是在恶太子的领域之中 这就是他最终的杀手锏 恶太子当看到叶希文 又再度以惊人的速度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 顿时就知道了 要想在这一次留下叶希文 那是不可能的 他的身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身法 居然能够快到这种程度 但是这个时候 他也没时间多想 联盟抬起手中的长枪 迎了上去 轰 叶希文的刀势 展出了可怕的威力 原本叶希文的刀势 就是如山一般的沉重 将他巨大的力量 完全发挥到了极致 但是现在再加上 他那快到极致的速度 恐怖的力量 加上恐怖的速度 所带来的刀势 瞬间就破开恶太子的枪尸 直接一刀劈在他的身上 恶太子倒飞出去 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胸口直接被刀势割出巨大的裂痕 看着恶太子被直接横飞出去 差点被斩成两半 顿时所有人都争住了 或者说是吓住了 原本以为寄出领域之后 他就能够完败叶希文 但别说叶希文了 反倒差点被叶希文给斩杀 这叶希文的速度 真是快如闪电的 有人不敢置信的说道 很快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纷纷醒不过来 连猛喊着 太子 住上 声音撕心裂飞 恶太子 乃是他们绝影独恶族 下一代的希望 这个时候 他们也顾忌不上叶希文的威势 纷纷朝着场中扑了过来 一个个壮弱风魔 面对这些猛扑过来的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叶希文只是冷笑一声 直接身后的风雷之意 猛然煽动 席卷起了无数的风雷之力 将周恩化为一片雷之海洋 那其中蕴含的魔气 也没有被排斥 相反的 却在恶魔之意的调动下 在叶希文的手上 挥入壁石 根本一点闲下都没有 要知道 恶魔之意本身 就是魔族神通 要调动魔气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简单的事情 根本就不算什么 那些席卷着风雷之力 裹挟着魔气的力量 开始扭曲 旋转起来 瞬间刺穿长空 刺向了这些 扑杀过来的 绝影独恶族高手 这些风雷之力 裹挟着魔气 凝聚成一柄长枪 在叶希文原神的控制下 瞬间朝着他们 激射而去 如果仅仅只是一柄 也就算了 但是这么多的长枪 如同疾风骤雨般 砸了过来 一杆杆长枪 直接带着尸体 盯在了地上 叶希文冷笑一声 就如同恶太子一般 他和这些人的差距 已经到了 不是这些数量 所能够弥补的程度了 全力出手的叶希文 绝对是他们 所难以想象的恐怖强敌 远处的各族舞者 看到这一幕 顿时都不由地 吞了一口口水 只觉得背后冷汗淋漓 面对眼前恐怖的一幕 他们都有种 要当场转身走人的冲动 而这叶希文的 风雷之力的海洋 非常的恐怖 那些超脱镜七重天的 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任何一个都比他们本身要强 甚至可以说能完爆他们 但是现在 却都被叶希文 定死在地上了 你觉得怎么样 我迟早要领悟 属于自己的领域 如果以风雷之力作为根基 领悟出来风雷领域 威力自然不会小 叶希文问道 叶末点头说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 对于很多人来说 领域的方向一旦选定了 就很难修改 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修炼的时间有限 一旦选择一个方向 就不能多做修改 不然的话 反而会贪多脚不赖 那样反而得不偿失 不过对于你来说 却不能以这个来算计了 你有那个神秘空间向主 就算是再难的法则和领悟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都能领悟出来 你以后有什么新的领悟 也只需要将它们不断的加进去 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叶希文点点头 这也是他最大的优势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 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法相镜绝对不像超脱镜这般 许多法相镜的高手 都是在闭关之中 以求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能够突破到全新的层次 而且法相镜的可怕 绝对不仅仅是领悟而已 对于叶希文来说 这都是很正常的命题 正是因为他在荒谷大陆上 可以说是无根无基 任何人都不能依靠 能靠到唯有他自己 叶希文脑海中思绪万千 但他的手上动作却不慢 大手朝着四周一抓 顿时周围无尽的风雷之力 凝聚到他的手上 形成了一杆长枪 他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 长枪猛然间被他甩了出去 顿时这杆长枪在半空中 袭剪出了恐怖的风龙 原本就已经苦苦抵挡 那些风雷之力的 这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这个时候 如何能够抵挡住叶希文的一枪呢 天空中不断传来破空声 随后又是有重物 重重砸落在地上的声音 众人几乎是眼睁睁的 看着叶希文手中 击射出去一杆又一杆的魔枪 各族的武者心中细数着 倒抽一口凉气啊 被射中的可都是 绝影独卧族精英中的精英啊 何况还一口折损了这么多 这种后果几乎想想 就让人觉得恐怖 他像是肆无忌惮 没有任何顾忌一般 一枪一枪的 将这些绝影独卧族之中的精英 定死在地上 这就如在审判一般 这就是审判之枪 恶星这个时候 双目圆征欲裂 看到身边一个一个同伴 都被叶希文一枪枪的定死 顿时目自欲裂 一道长枪瞬间划破天空 直刺他的面门而来 再看左右 已经没有人影 转眼之间 就被叶希文全部钉死了 他联盟抓住一道水盾 但是如何能够挡住 叶希文的风雷之枪 瞬间就被冻穿 在他身上轰出一个大洞 这个时候 也唯有恶太子 能和眼前 状如欲裂凶神一般的叶希文 向抗衡 虽然同样都是超脱颈八重天 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 自己和恶太子 到底差距有多大 叶希文轻一声 有些奇怪 这恶星居然没死 不过 随后他手中再度凝聚出 一杆风雷之枪 直接甩了过去 长枪直接划破长空 时而出现 时而消失 那是因为速度太快 这才会呈现 若隐若现的场面 这个时候恶星大海 难道真的躲不过了吗 住手 又是一声大喝 紧接着 一颗巨大的元气弹 从远处击舍而来 目标正是叶希文 射出去的风雷长枪 两道恐怖的波动 带着难以匹敌之势 相互朝着对方撞了过去 就在那一颗元气弹 即将轰中那一杆风雷长枪的时候 那风雷长枪 却好像是有灵一般 直接加快了一步 躲过了那一颗 元气弹 直接贯穿了恶星的身体 没入他的体内 两声惊天巨响 一声是元气弹 在天边爆炸时带来的余波 一声却是风雷之枪 将恶星定死在地上 撞击地面带来的声音 叶希文 一声尤如野兽一般的咆哮 从叶希文的身后传来 他转身一看 却不是恶太子又是谁 看过去 恶太子好像是一头巨大的鳄鱼 杂形在空中 有如是远古凶兽一般 因为他亮出了本体 只是和恶英那一道虚勇不同的是 这是拥有真实的实体的一头 荒谷巨鳄 他乙化了 他血脉之中的恐怖力量 瞬间被他激发出来 当他被叶希文 劈裂开来的时候 他身体之内 属于荒谷巨鳄的血脉 一下子被激发 他身上的力量 也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恐怖 叶希文 叶希文 他不断地重复着他的名字 恨极了叶希文 恨不得将他顺势万段 他身上原本被叶希文 展出来的巨大裂口 也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 在恢复着 场中的局面再度出现了异变 众人都屏息等待 原先本来是对叶希文 有绝对的信心的 但是恶太子 变身成为荒谷巨鳄之后 这一身实力 简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叶希文要怎么应对呢 他们都不敢轻易下结论了 恶太子一声咆哮 顿时 瞬间周围凝聚了无数的水汽 凝聚成一头水鳄 接连一片鳞片都栩栩如生 宛若真实的一般 这些水鳄随便一头 都是能够撕碎 普通超脱镜七八重田的存在 面对如此恐怖的危机 叶希文只是瞬间张开了那一对风雷之翼 将自己包裹 无数的水鳄冲到叶希文的身边 轰然爆炸 许久爆炸的余波散去 众人望去 那足以轰死超脱镜七八重田的水鳄自爆之力 居然完全破不开叶希文的风雷之力 烟尘之中众人看到 一道庞大无比的身躯已经扑插到叶希文的面前 一声金铁焦明一般的巨响 恐怖的能量席卷而开 一声声不知名的声音传了出来 却见他张开血盆大口 一道惊人光柱瞬间喷吐而出 直冲叶希文 改死 叶希文眉头暗皱 变身成为了荒谷巨恶之后 没想到这恶太子的肉身 突然一下子强了这么多 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都远非之前所能够相比 一饮一浊都有天定 变身为荒谷巨恶之后 他的肉身几乎要直追现在的叶希文了 总的来说 比之前要强的太多了 无论如何 现在的恶太子和刚才相比 根本就不是同日而语 逼得叶希文不得不连连后退 叶希文有些郁闷 本来还以为可以轻松将恶太子斩杀 却不想又多了如此之多的变故 他的境界终究不如恶太子 不过他还是决定要全力一战 想到这儿 他顿时没有过多的犹豫 无数的星辰之力 从他身体之内涌了出来 这一次全力出手的叶希文 和刚才不一样的是 双方都被震飞出去了 如果说刚才叶希文展现出来的 是快到颠好的速度 那么现在展现出来的 就是骇人的力量 居然能和荒谷巨恶 这种荒谷前的恐怖生物对轰 而不落下风 恶太子的肉身 再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宛如刚才的伤势仅仅只是小声一般 他看向恶太子患上那一头荒谷巨恶 率先发动了攻击 或许双方的肉身力量相差无几 但是仅仅在恢复速度上 叶希文就比单纯凭借着本身恢复能力的恶太子 高尚太多了 这就是他的优势 允星豹 红龙 一朵小小的蘑菇云 从恶太子的身上升腾而起 恐怖的气浪瞬间席卷而出 蘑菇云之中传了恶太子的惨叫声 叶希文稍微平复了一口气 刚才的允星豹 足足消耗了他三分之一的阵源 虽然以前在真武界之中的时候 叶希文随意一击都可能打出如此威力 但在这荒谷大陆之中 空间物质都比以前的真武界要强悍得多了 叶希文 叶希文 不过效果也很好 恶太子无意识地咆哮着 他分明看见 恶太子庞大的身躯 已经被打得肉身都差点崩裂 整个身体都完全凹陷去一大截 如果不是他的肉身够强的话 换作一般人早就灰飞烟灭了 叶希文没有同情心 再度一步跨出 身形化作一团流光 狠狠地扑杀到恶太子的面前 砰的一声 叶希文一拳裹挟着无尽的星辰之力 狠狠砸进恶太子的身躯之中 叶希文的拳头 完全没入恶太子的身体之内 鲜血飞溅出来 恶太子惨叫着被轰飞 叶希文又追过去 砰砰砰 他不断地轰击着 每一击都犹如流星撞击大地一般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那原本怒吼声不断的恶太子 终于没有声音了 一声巨大的声音 他庞大的身躯直接掉落在地上 并且砸出一个大坑 所有人都屏息 金若寒蝉 一时间除了远处不识传来的 魔头怒吼声外 真是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虽然从叶希文大开杀戒 将整个绝影独卧族的队伍 直接给全部斩杀之后 众人已经料到了 这个叶希文是心狠手了 不过绝对没有想到 会这样一拳一拳地 直接将恶太子直接轰杀 绝影独卧族岂能善罢甘休啊 到时候肯定是一番腥风血雨 在这种情况下 恐怕整个云星海域都要震动了 叶希文能感觉到 所有人心中的震撼 可是即便他不杀恶太子 绝影独卧族会放过他们 从他杀死恶想天开始 双方之间就再也没有 任何的缓和余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不可能再有第三个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叶希文将恶太子的尸体 直接收了起来 本来如果只是一般的海族的肉身 那是没有多少搜集的价值的 但是他突然变成了荒谷巨恶 那就完全不同了 让叶希文再度一夜暴覆 他可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用考虑灵精缺乏的问题 打扫一片战场后 叶希文转头 对各族还残留在这边的舞者说 你们最好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这不是你们可以玩转的 下面几层的魔将已经被清除 你们现在离开的话 应该没问题 说完他就什么都不管 展开恶魔之意 消失在众人的面前 和叶希文所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是 第六层并不是一个 到处都是魔头的地方 而是一个类似荒谷时代的环境 无边无间的仙山景致 在这里的灵气几乎都要液化了 非常的浓郁 就像是进入一片仙境之中 只是这一片仙境之中 没有什么亭台楼阁 拥有的仅仅只是一片 犹如荒谷一般的场景 时不时的 可以看到身材巨大的妖兽 从其中飞掠而过 其形状像是传说中的神鸟 并不像是那些魔头 一只直接从他的上方飞掠而去 庞大的身形 居然远远望去 遮住了太阳一般 又是一阵万马奔腾一般的 巨大震动的声音 一阵地动天摇 叶希文一眼望去 却见一头巨大的 如山一般的凶手在奔腾着 速度奇快无比 所过之处 无论是山林还是草地 连痕迹都没有 直接朝着半空中 那一只巨大的神鸟 追了上去 莫非是回到了荒谷时代吗 叶希文看到这一幕场景 不由的惊到 只有一种可能 这是整个镇魔塔 自己演化出来的荒谷时代吧 叶末一语道破天机 任何一个法奇 要想演化出一个世界都不容易 就像是天元镜这般 更何况还要一层一个世界 最后更是演化成为一个荒谷时代 这对于法器来说几乎是做不到的 也完全可想而知 这镇魔塔的级别 到底有多么的强悍 一声巨大的鸣叫声 紧接着 一阵犹如飞机降落时候的 轰鸣声传来 一只巨大的鸟 朝着叶希文飞扑下来 虽然刚才刚刚出手 但是叶希文却已经感觉到 因为那庞大的身躯投射下来的巨大影子 使得他早早就被叶希文发现了 叶希文冷哼一声 直接一个转身 回身一拳轰出 这一头超脱镜八重天级别的火焰一鸟 根本不是叶希文的对手 当场被轰杀 叶希文拴手泛着金色的光芒 直接摊开 然后猛然一抓狠狠撕裂 这个时候 这一头火焰鸟顿时转头就跑 直接张开翅膀猛然逃窜 叶希文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直接追了上去 这一头火焰一鸟 虽然对于叶希文来说不算强大 但如果放在外界 绝对能够掀起一阵惊涛海浪 就算是在进入镇摩塔之前的恶太子 只怕都有可能被威胁到生命 他直接一步追了上去 还没有等他追上去 这个时候他的面前 已经出现了五六个人族的高手 为首的一人不是别人 正是司空号 却见司空号看见这一头火焰一鸟 当即张开那一扇扇子猛然一扇 顿时扇子之中划出了无数的气人 将那一头火焰一鸟给逼得狼尾不堪 可能就要掉头就逃了 这个时候 司空号并不知道 为什么火焰一鸟居然明知道前面是死路 还要往前闯 但是见到这一头火焰一鸟上来自投罗网 顿时就兴奋起来 叶西文在后方远处看得分明 这司空号几个月不见 修为也有了极大的进步 要说这进步也是一点都不比恶太子差 眼前的这一头火焰一鸟虽然厉害 但是如何能和实力大尽的司空号相抗衡呢 火焰一鸟惨叫连连 向要逃走 但是司空号怎么肯让他逃 顿时连忙一团巨大的风团扇扇了出来 犹如是一个巨大的七兆一般 将火焰鸟给锁在其中 司空号也不着急 直接上去说 你是要臣服于我 还是被我当场斩杀 在司空号的威胁之下 这一头火焰一鸟 只能是哀鸣一声低下头颅 表示臣服 得到一头一鸟的效忠 对于司空号来说 无异于得到了一个强大的帮手 经过他调教之后 这一头火焰一鸟 只怕会更加的厉害 而就在这个时候 目的他猛人间一声爆喝 谁 既然已被撞破了身形 叶锡文就没必要 有任何隐藏下去的意思 静止走了出来 原来是叶兄 司空号见是叶锡文 顿时这才有些输了一口气 毕竟叶锡文也是人族的高手 好久不见 看起来司空兄风采一旧 可喜可贺 叶锡文客气的说道 我看叶兄才是真正的风采一旧啊 不过我听说 绝影独卧族的人已经下去找你 看起来叶兄是没有遇到他们 以后要小心了 司空号提醒道 啊 遇到了 叶锡文简单明了的说 哦 这么说 叶兄从他们手里全身而退了 果然了得 那恶太子近来实力突飞猛进 极为厉害 这次出去之后 破入超脱镜九重天 也只是等闲 叶兄能从他们手中全身而退 果然了不得 司空号一副惊诧的样子 不是 他们死在我的手上了 叶锡文轻描淡写的说道 什么 司空号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恶太子死了 这个消息像是一剂惊雷 翻滚在他的脑海里 哪怕是他的想象力再丰富 也无法想象 恶太子死了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这是一个能让整个云星海域 都被掀翻的消息 叶兄果然厉害 在下佩服 司空号拱手说道 不过 绝影独恶族的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叶兄最好 还是提前做好准备比较好 叶锡文问道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 为什么你们会一直逗留在第六层 不是都前往第七层了吗 嗨 叶兄有所不知 这个时候司空号苦笑一声说 并不是我们不想前往第七层 而是我们根本就上不去 在第六层到第七层的入口处 沉睡的一只 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妖兽 可能已经跨入法相境了 没有人敢惊动这头妖兽 叶锡文顿时倒抽一口冷气 如果是这样 那么岂不是谁都过不去了 现在各个势力都已经发信给了自己门中的前辈们 恐怕到时候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各大势力大批的法相境的高手前来 绝影独恶族 据我所知 也会派来几个法相境的老古董 司空号什么都没说 但是叶锡文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了 这个时候 叶末的声音说 叶锡文 现在的你肯定不会是那些法相境高手的对手 因为他们拥有领域 在这个方面 完全可以凭借着强大的实力震杀你 那不是恶红 或者是恶太子的唯领域 而是真正的领域 而你没有领域的话 是不可能真正和他们抗衡的 不过 如果你能在这个时间内 凝练出属于你自己的唯领域的话 那么还有一波之力 能够对抗领域的只有领域 哪怕是唯领域 那也是领域 如果你能够凝练成唯领域 再凭借着你的风雷之意的速度 起码你能够从法相境的高手上逃脱 如果真到了争夺镇魔塔控制权的时候 你说不定还有一波之力 叶锡文想了想冷静分心夜莫的话 他当即下定决心 开口说道 我知道了 不管怎么样 还是多谢提醒 日后若有机会 定当回报 不过举手之劳罢了 我人族之中 也难得像叶雄这样的天纵奇才 司空号说道 同样是人族的立场 他们之间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 既然火焰一鸟 已经被司空号收走了 那么叶锡文 也就没有继续多担下去的打算 而且现在他满脑子想的 都是如何凝练出 属于自己的唯领域 一刻也不想多留 当即告辞 迈过长空消失在整个天际之中 看着叶锡文消失的背影 司空号叹了口气说 从此以后 云形海域多势了 不过这样的该代人物 好在是出在我人族之中 不然的话 我云形海域之中的人族 恐怕要在他的阴影之下 生活数千年了 少主 要不要我们去查查他的底线 这个时候 他身后一个高手说 不了 这样的人物不是凡人 如果被他知道了 那对我们反而不利 反正只要我们对他友好 他也不会对我们不利 那就够了 在所有无尽海域的人族心中 荒谷大陆才是他们的根基 那是人族的大本营 所有的人族顶尖高手 有大半聚集在其中 如果这是从荒谷大陆来的 那么就真的有意思了 司空号低声悄悄地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您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希文已经来到了 第六层到第七层的入口处 果然如同司空号所说 在整个第六层的入口处 横卧着一条巨大的 数千米长的山脉 虽然是山脉 但是叶希文却能感受到 其中的生机勃勃 甚至整个山脉 还会随着一阵阵 有规律的呼吸 然后一上一下地起伏着 叶希文几乎当场就判断出来 这里横卧着一条恐怖的巨兽 看起来是在沉睡中 也不知道沉睡了多少年 才会导致身上布满了灰尘 慢慢形成了这样一座 宏伟的山脉 这一头凶手从头到尾 都在散发着一股恐怖的 令人心惊的气息 想了一下 叶希文决定还是不要冒险 虽然他平生做过的冒险事情和决定 不知反击 但是很少会做一点把握都没有的事情 想到这里 他没有犹豫 当其离开了这第六层 前往第七层的入口 进入一片森林之中 来到了一片沼泽之中 他身后的一对羽翼瞬间展开 一下子 整个沼泽在一瞬间就被风之力给蒸发了 叶希文就盘坐在整个风雷之力的正中央 被无数的风雷之力给包裹在其中 身上爬满了金色的神星 他的身后隐隐出现了一棵苍天大树的影子 正是明星古术 在这犹如是远古时代一般的地方 到处都拥有非常大的危险 光就是这个沼泽之中 就生活着为数众多的超脱镜的妖兽 只是刚才被叶希文的风雷之意 一下子给生生镇死罢了 现在叶希文要闭关 领悟出属于自己的领域 不能受到一点点的打扰 这个时候让叶末给他警戒是最好的了 叶末裹挟着天元镜 瞬间化成了一道血色人影 飞掠进半空之中 一头被这边异响吸引过来的飞禽妖兽 瞬间就被一道血光扫中 化成一团血雾 被天元镜给吸收进去 看到叶末已经开始为他护法 叶希文也安下心来 盘坐起来精心感悟着属于风雷的力量 领悟领域谁也帮不了谁 就算是恶红那般 由恶太子亲自教导 也只能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重礼为领域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 都必须自己去探索 几乎可以说 前人领悟出来的领域感悟 只能算是一个参考 叶希文虽然没有庞大的实力 能够让他倚靠 但是他却有叶末 叶末虽然仅仅只是气灵 但毕竟跟随了魔君那么多年 也算见多识广 仅仅拧出自己的领域这种小事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虽然他会的多数是魔族的功法 他所有的经验 也都是魔族高手凝聚而成 但是却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就算是比起那些大势力的弟子 这条件好多了 就算他们族中 他们门派中厉害的老祖宗 但是那些老古董一样的老祖宗 能够像叶末这样 时时刻刻在他旁边教导着他们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过即便如此 叶希文也是一点都不敢大意 毕竟前人的路那是前人的 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在他的身体内 无数的灵精燃烧 然后化成灵气 灌输到那个神秘的空间之中 而神秘空间也像抽丝剥茧一般 将各种推演出来的信息 烙入叶希文的脑海之中 叶希文对于领域的了解 也在逐渐的加深 领域就是由无数法则凝聚而成的 每一道法则都像是一块砖 法则越多 这个领域也就越厉害 相对的法则越少 这个领域也就越简陋 如果能够参悟所有的法则 那么甚至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之中 重新演练出地火水风 开天匹地 领域演化到最后 甚至能够成为神明的神国 一条条关于领域的信息 落入叶希文的眼中 只要推演出来的信息 叶希文几乎是立刻就能掌握 如果他现在跨入法相境的话 他几乎立刻就能凝聚出 属于自己的领域 但这并非是没有代价的 他足足消耗了上亿灵境 这也仅仅是一些基础罢了 如果要继续推演出 更深层次的东西 只怕消耗十亿也是不够的 不过 对于现在的叶希文来说 这就已经是足够了 对于寻常人 他们可能需要花费十年数十年 但是对于拥有神秘空间的叶希文来说 根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甚至可以说 他风雷之力领悟的越多 那么整个领域的威力也就越大 现在他不过是在加深这方面的领悟罢了 之前叶希文虽然已经将风之翼和雷之翼 分别都练到了大圆满的地步 但是风雷之翼还没有练到大圆满 只有等他们融合为一体 不分彼此之后 风雷之翼才算是完全大圆满 才可能向恶魔之翼第三阶段发起冲击 现在不过是同时将两个一起办了 一举两得 一剑双雕 随着叶希文对于风雷之力的领悟不断加深 他周身的风雷之力也开始渐渐变得温顺起来 沉浮于他国王一般的管束 温顺的犹如流水 莫得 他的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将风雷之力附身 凝聚出一副风雷之力的铠甲 那必然是威力无穷 不过这个念头也仅仅是一个念头 很快就被他压到角落 这个时候最关键的还是凝聚出领域 一转眼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森林外围越来越多的高手 开始朝着森林之中聚集过来 随着大批各大势力高手 都从云星海域乱魔海各处赶到这里 这几个月以来 越来越多的乱魔海和云星海域的高手 都渐渐赶到了 而不仅仅是之前各大势力 年轻一辈的精英 其中也有很多人 是从底层一路厮杀上了六层 但是因为那一头凶兽的存在 所以所有人都停滞在六层 也有不少人抱着侥幸的想法 想从这一头沉睡的凶兽上风飞过去 谁知道还没等他们飞过 就被突然冒起的钢气给搅成了碎片 甚至其中步伐超脱镜九重天的存在 所有人都在等 一时半会儿也闯不过去 众人就开始在第六层闯荡开来 第六层之中 犹如是整个远古时代一般 各种强大的生灵在其中生存 居然一尊法性镜的存在都不曾有 不过虽然如此 但是也没有人敢真正的放肆 因为那一头不知名的凶兽的存在 没有人知道 这头凶兽到底能够强悍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第六层中许多的禁忌之地 也都开始被人给闯荡了出来 这第六层的环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有许多在外界都非常罕见的天才地方 比起之前的镇魔塔外 还要多得多 这些高手围拢到森林的外围 就是为了一株能够增加 一百年寿源的天书岩寿草 虽然仅仅只能够增加一百年的寿命 但是依然要许多武者都一下子沸腾兴奋 因为进入超脱境之后 许多原本对于他们来说 有用的延年益寿的丹药也好 天才地宝也好 一下子就没什么用处了 因为无论是什么延年益寿的丹药 还是什么天才地宝 本质上来说 都是在刺激身体里的潜力和寿命 到了超脱境之后 那些原本能够延年益寿的丹药 一下子就失效了 天地法则的规定 只能够存活一万年 不可能多一天 只会少 除非能够修炼成长生 才有可能突破一万年的局限 不要说一百年 哪怕是十年一年 这在市场上都是珍贵之极的 无数人都在争强 很多人可能在闭关之中 差的就是这一年十年 市场上一旦出现这种天才地宝 必然会引起一阵疯狂的哄墙 不要说超脱境的 就连法相境都会出现 以往别说是一百年了 十年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遥望不可及了 由此可见 在时间面前 任何物责都显得那么的脆弱 当然也有一些封印的法门 能够将人给封印起来 留待后世再出来 但是没有任何一门法门 能够减少时间的流失 但是弊端也是同样的明显 因为被封印起来 境界感悟都会停滞 进入假死状态 但是身体却会慢慢老去 很多人可能封印着封印着 就死在封印之中了 甚至那些封印的魔族 以及一些凶重的法门 其实也是同出一员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或许一时没有办法杀死他 但是却可以用封印 一点一点的将他生生的磨死 可想而知 这种能够延年益寿的天才地宝 到底有多么珍贵了 在森林之中闭关的叶西文 顿时也感觉到了 一个个靠拢过来的强大气息 但是现在 他在闭关领悟领域的 最为关键的地步 在这三个月之中 他已经将风雷之力 完全领悟到大城 风雷之意也完全融合到了一起 正是将风雷之意 修炼到大圆满 在恶魔之意第二层 已经没有任何寸进的可能 与此同时 在一边融合风雷之意的时候 他的风雷之力的领悟 也是突飞猛进 距离领悟出风雷之力的领域 也仅仅只是一步之遥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他足足消耗了两亿朵灵精 这消耗的速度堪称流水 现在叶西文等于是用灵精 在购买时间 世界上还要比这个更划算的吗 这笔买卖谁都会做 他很快继续沉浸到灵悟之中 只差一点点 绝对不能功亏一亏 等到下一次再做突破 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 邵华 第460集 森林外面的各族高手 并不知道森林之中 沼泽之内 叶西文的存在 而是三三两两的朝着森林之中进军 他们细细地搜索 绝对不会放过天书岩寿草的存在 扑齿 一道绿色毫芒闪过 一条不知道什么地方伸出来的绿色藤腕 瞬间刺入一个超多镜六重天高手的额头 顿时 他的额头就像是吸管一样爆开 红白的脑浆一瞬间四溅开来 在他周围的几个舞者连忙轰出几招 将这一条藤腕直接轰成了坟墨 在这危险的地方 可以说到处都是致命的危险 恶太子等人都不敢选择在这里闭关 可想而知 在这里闭关会有多么的危险 当然 叶西文领悟领域却是不要紧的 因为随时都可以打断出关 所以他才敢在这里闭关 他的累积已经足够深厚了 现在差不多就是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突破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这第六层之中鱼炉混杂 可以说的上是什么人都有 而且就算是得到了宝物 也未必能够保留下来 因为随时都可能被别人袭杀 死亡夺宝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上演 这时突然发现一个声音 快抓住他 天树岩兽草原来在这 一个队伍之中的艺人一声惊呼 顿时就让其他人一下子兴奋了起来 天树岩兽草 他们之所以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进来 可不就是为了天树岩兽草吗 当即没有犹豫 直接朝着嘈杂声赶了过去 等到他们都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 上百个各族的武者 都聚集到了森林之中的一片平地之声 在草地之上 一株散发着五彩神芒的药草 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那闪烁的光芒 一下子就将所有人的目光都给吸引住了 浑身五彩的神芒在流淌 犹如是神品降世 不该诞生在这个世界一般 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的天树岩兽草 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还没有到可以采摘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又有什么办法呢 明知道没有成熟 也得硬着头皮给采摘掉 为了岩年易寿 他们可以说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就算是法相境的高手之中 也只有一部分人才能买得起这株草 只能是其中最为富裕的那批人 武道坚信 可不是只有嘴上说说而已 全世界的超脱镜高手不知反击 但是最后能够跨入法相境的 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许多人都是最后受缘耗尽 最后停留在超脱镜老死 对于这些舞者来说 最为无奈的便是受缘不够 哪怕只是多了一年 那也是多了一份希望 何况是一百年一千年 运气好的足够他们突破了 一声愤怒的咆哮声 一头浑身通红的剑齿虎 出现在众人面前 冰冷的目光看着众人 他守护在这一株天书岩兽草前 这个时候 许多人早已经被所谓的 法宝刺激的兴奋了 看到了这一头 已经跨入超脱镜九重天的剑齿虎 居然是一点都不怕 相反的还异常的激动 上 先将这头剑齿虎宰了 然后我们再讨论如何分配 天书岩兽草的问题 有人提议道 这个时候 相比起眼前的一头剑齿虎 身边的诸多同伴 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隐患 所谓天地灵药 必有灵兽守护 果然如此 刀枪剑戟各色武器 化作一道道流光 朝剑齿虎轰去 更有各种武学打出 在天空中爆裂出来 这一头剑齿虎一声咆哮 顿时张开血盆大口 无数的剑气瞬间击射出来 形成一阵剑雨一般 铺天盖地的朝着各族的武者击射而去 这一头剑齿虎虽然只是一头妖兽 只是一头畜生 但是一出手就是让人惊骇无比的剑道修为 剑齿虎鹤剑气击射而去 顿时这上百个武者中二十多个超脱镜六七重级别的武者 直接被剑气射成了马蜂窝 凶为何何 重点就是他们冲了过去 也不是这一头剑齿虎的对手 一头超脱镜九重天的妖兽 足以将他们全都留下来 你们都让开 让我来 一声爆喝从远方前来 却见一团魔器从远方横冲而来 这人居然也是一尊九重天的高手 这个时候众人才看清楚来人是谁 却是一个海魔族的大汉 身材高大 面沉如水 异常的强悍 这个时候 镇一头剑齿虎 看到这一个海魔族的大汉的攻势 顿时连忙后退 这一拳极重 甚至可能将他都砸死 他不傻 直接一口喷出一口多丈 十几丈的剑齐直接喷吐出来 朝着那一个巨大的拳头 直接轰落上去 惊天的碰撞当场发生 一人一虎 直接一路站到了半空之中 这个时候 见那一个海魔族的高手 以及那一头威胁最大的剑齿虎走了 顿时有几道身影直接窜了出去 静止朝着那一株天书岩兽草抓去 该死 天书岩兽草是我的 谁敢动 这个时候 天空之中一声爆喝传来 一个巨大的拳头当场轰落 那个超脱镜六重天的高手 当场就被生生的打死了 众人顿时一阵心寒 这个时候 虽然分属不同的势力 但是众人却有一种兔死胡悲的感觉 因为他们也都是同样的超脱镜六重天 七重天 在真正高手眼中 他们这些人也和一般的草剑没什么区别 从来都是他们把别人当作是草剑蝼蚁 但是当被别人这么对待的时候 他们顿时有种兔死胡悲的感觉 虽然众人都痛恨那个海魔族的高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那个海魔族的高手 确实完全将他们给震住了 他们不敢以身示法 但是这不代表他们就放弃 他们的目光都牢牢的盯着天空中的大战 天空之中的战况越来越激烈 两尊操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在半空中已经打出了真火 这个时候 海魔族的大汉实力上的优势 慢慢的体现了出来 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一头剑蚀虎依然是死战不退 而另外一边 海魔族的大汉虽然战舰的优势 但是也并不好过 这个时候 海魔族的高手开始渐渐沉稳起来 因为他已经是稳操胜权 就算一直打到最后 他也能将这头剑蚀虎给击毙 如果一路站到最后 他就算是会获胜 那也是残生 所以他希望能把这剑蚀虎给吓走了 他很清楚这些底下的人 全都在虎视眈眈眈的看着他 就等他两败俱伤呢 楚上 给我去死 这个时候 海魔族的这个大汉 直接抓到了剑蚀虎身上的一个破绽 一个剑步冲到了面前 无数的魔器凝聚在手上 轰出了无双的双全 轰 这头剑蚀虎当场被砸得脑壳崩裂开来 脑浆撕裂 内脏都不知被冻穿了多少 这个海魔族的大汉 顿时只觉得脸色惨白 身形在半空中摇晃 差点直接落了下来 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现在已经遭受重创了 如果他下来争抢的话 那就是死路一条 大家不用担心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顿时引起底下无数的人 顿时就扑了上去 一个超脱镜八重点的高手 是一马当先 直接来到那一株天树岩兽草的附近 不过还没有等到他接触 那一株天树岩兽草 身后无数攻击就紧随而来 比如刚才那一个海魔族的高手 全力出手的时候 比那还要恐怖 不过即便如此 还是没有人想要退缩 该死 这是我的 这个时候 那个海魔族的大汉 顿时不顾上身上的伤口 直接一个猛虎扑石 从天空中飞掠下来 一拳直接轰刺了一个超脱镜七重点的高手 这树天树岩树草 我要了 突然 天空中传来一声极为张扬的声音 却见一行人直接横跨长空 进入了众人的眼中 为首的一个年轻人 面白无虚 目光低沉 有些阴冷 众人已经认出他了 是独公子 众人顿时倒睡一口冷气 竟然是独公子来了 哪怕是现在在诸多高手 进入镇摩塔之后 独公子 颜公子等几个人 依然是其中最为顶尖的高手 让人无比忌惮 独公子等人的动作非常快 只不过是片刻之间 就已经追了上来 直接杀入众人之中 那独公子所过之处 周边都散发了一种粉色的粉末 顿时就有靠近他的十几个舞者 当场倒地 口吐白沫 什么独公子 赶来惹本大爷都要死 那个海谋族的大汉 见又来一个搅局的 顿时大怒 他身为超脱镜九重田的高手 自然是有自己的骄傲 什么独公子 颜公子等人 虽然厉害 但是就算再厉害 那现在也仅仅只是超脱镜八重田 还不足以和他相提并论 在他看来 这一株天书岩寿草 本身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本来就该数他才对 甚至他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才斩杀那一头剑尺虎 这个时候烟能不暴跳如雷 独公子根本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直接探出一只企画的大手 直接朝着那一株天书岩寿草抓去 势在必得 根本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 那个海谋族的大汉顿时大怒 一拳轰出 独公子的企画大手 当场被砸成青烟 还没来得及抓向这一株天书岩寿草 你敢跟本公子作对 真是找死 独公子双眸之中一阵杀意闪烁 我无意和独岩龙族作对 但是这一株天书岩寿草 乃是我先看到的 如果你非要来抢的话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个海谋族的大汉冷声说道 毕竟他确实忌惮毒岩龙族 况且他还是海谋族 生活在乱魔海内 那是一个连毒岩龙族 都没有办法完全将势力 伸进来的地方 所以他才可以肆无忌惮 当然他也不想太得罪他们 毕竟他们在这片海域之中 那都是霸主级的存在 他可不比叶西文 没有那份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 也没有那种无所谓 不客气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本公子面前放肆 毒公子冷冷一笑 毒公子冷笑声顿时出手 手中一道乌光闪烁而起 直接一掌拍向了那个海魔族的高手 手上的乌光 当接触到空气的时候 整个空气都被腐蚀透了 他的手上也蕴含有剧毒 据说他身上流淌的血液 都是拥有剧毒的 随便一点都能将一个超脱镜的高手 给毒翻掉 这样的人如果敢靠近的话 可能一个不小心就被毒死了 而且这也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物 很多时候喜怒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 心情好也仅杀几个人 心情不好也可以杀几个人 那个海魔族的大汉顿时大惊失色 他也没有想到 这毒公子居然说动手就动手 没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这个时候 他眼中的立芒也是瞬间闪过 虽然心中忌惮 但是他身为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却也有自己的骄傲 也不是一个人人柔念的泥人 这毒公子简直是欺人太深 海魔族大汉反应速度极快 不过刹那间就反应过来 一拳轰出不尽的魔气 血裹着拳翼瞬间轰出 刚才海魔大汉还威风凛凛 突然一下子将桃子收了回来 顿时一阵惨叫 却见他的拳头都被融化了大半 鲜血骨蟹 看得人眉头不寒而栗 这个时候 那个海魔族大汉顿时咬着牙 左手一个手刀 瞬间将自己的右手手臂给斩断了 刚才的一次交手 差点就被毒公子给毒死了 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 再拖个一两秒钟 恐怕就真的要毒发身亡了 周围一阵静若寒蝉 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他们原本以为会有一番龙争虎斗的 没想到却是这样的局势 这个超脱境九重天的海魔族大汉 在他们面前却是根本不堪一击 有人倒戏冷气 有人已经活了几千岁了 见过很多厉害的人 但是从来没见过进步这么快的 像毒公子这样 这才几百岁 居然已经能达到老白高手 毫无还手之力了 想走 毒公子冷笑一声 看到海族大汉转身欲走 说道 驿掌拍出化作滔天独掌 当场直接拍落 砰 那个海魔族的大汉 身体直接在半空中 消融成一团血雾 驿掌拍死了这一个超脱境九重天的 海魔族大汉之后 他静止一步一步的从半空中走了下来 毒公子也根本不看众人一眼 嘴角赏过几分得意的笑容 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最后还不是落入他的手中吗 只要有足够的实力 什么先来后道 什么道义 都他妈是假的 穆德 正当毒公子走到天书岩兽草身边时 正要将他摘下的时候 穆德 天书岩兽草突然一下子从土里拔地而起 化作一团流光消失在天边 毒公子愣了一下 马上大叫 追 给我追 说着身形直接化作一团乌光 追了上去 众人包括那些毒炎龙祖的高手 也都跟着飞了过去 而在另外一边的沼泽之中 叶西文不断起起伏伏 穆德睁开了眼睛 周围的一片风雷之力 都好像被他所指挥 组成了一个领域 风雷领域 成 穆德 天边一道流光直接空了过来 还不等他多做分辨 已经慌不择路地冲进了沼泽之中 叶西文当即没有任何犹豫 画出一只气化大手 直接抓住 居然是一株天书岩兽草 耳边传来一阵嘈杂声 追 一定要追上 该死 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 正是那毒公子 谁 谁敢抢我的天书岩兽草 叶西文冷哼一声 那轰杀过来的声浪 瞬间就被化解无形 这个时候 跟在毒公子等人身后的各族舞者 顿是一针恶然 谁吃着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抢毒公子的东西 现在既然有人敢抢 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连他们这些人跟过来 也仅仅只是为了看热闹而已 等到他们赶到一看 却见毒公子和一个青山青年 正在对峙 却见毒公子一口叫破了来人的身份 叶西文 没想到居然是你 叶西文 众人顿时一惊 有很多人顿时就想起这个名字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绝影独卧族在云星海域之中的实力 那简直深不可测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就算很多人对恶太子不满 都不敢对他随便出手 但是恶太子却死在了叶西文的手上 毒公子 许久不见 风采一旧 叶西文笑着 将天书岩寿草给收入天元境之中 少废话 把天书岩寿草交出来 不然的话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毒公子毫不客气的说道 叶西文说 所谓宝物有灵 有缘者得知 这个道理 毒公子不会不懂的 少废话 本公子只知道拳头大者才有缘 毒公子冷冷的说道 目光凛冽 就算是比拳头大 你也未必比我更大嘛 叶西文咧嘴笑着说道 那就来试试 看看你挡不挡得住 本公子的毒 见叶西文这么说 毒公子顿时大怒 手中一把毒气 抓在手中 猛然间犹如利剑一般 击舍而去直奔叶西文的面门 破 叶西文一声大喝 顿时无数的空气都在一瞬间凝聚起来 挡在了叶西文的面前 当 那只利剑瞬间刺破长空 轰到了那尊气墙的面前 顿时一声惊天俱响 一圈一圈的冲击波 瞬间冲击而去 刚一交手 毒公子就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拿了本公子的给我还回来 毒公子一声饱喝 已经抢到了叶西文的面前 大手之上 碧绿色的毒芒在闪烁 哄 毒公子一拳轰塌了整片空气 瞬间拳头穿过空气 一瞬间轰杀到了叶西文的面前 叶西文身体上 瞬间爬满金色的神性 将那股毒性给挡住了 双方恐怖的碰撞 在半空中爆裂开来 恐怖的爆炸 掺杂着金色和碧绿色的神芒 四散而开 我说过了就算比拳头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不要比我动手 否则的话 你就只能是自取其辱了 叶西文冷笑一声 直接再度一拳轰出 他手中的拳头化作一颗大星 猛然朝着毒公子砸落 恐怖的拳压压到了毒公子的脸上 直接将他的发丝不断的后翻 他脸上的肉也开始不断的扭曲起来 他的双眼之中 终于闪过了一丝惊恐的神色 如果他还不躲开的话 眼前这个家伙绝对会把他当场打死 他身形顿时猛然后退 联盟避开了叶西文的范围 自取其辱 这四个字深深刺激了毒公子 让他顿时有些狂躁不安起来 他没有想到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最大的倚仗就是他的毒 不过看刚才的交手 叶西文根本就不怕他的毒 遇到这样滴水不浸的高手 实在是最麻烦的 如果不是还垂涎于天书岩兽草 这个时候他恐怕早就走了 他目光阴毒的看着叶西文 似乎在盘算着 如果继续交手的话 那么胜算不大 有没有可能从他的手上 夺取天书岩兽草 到时候如果夺不到的话 只能是被动挨打 那就真的丢脸了 用毒虽然厉害 但是也只能算是旁门左道 叶西文淡胆的看着毒公子 看他如何选择 胸中却是无尽的畅快 将风雷之力的领域凝聚出来之后 他的速度更快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有神性的保护 叶西文根本就不用顾及毒公子的毒 毒公子遇到了叶西文 根本就像是遇到了克星一般 毒公子只是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叶西文 最后还是没有办法 只能狠狠地说道 你给我等着 叶西文也不以为意 只是笑笑 然后转身一步跨入空中 身形跨成一团风雷 消失在众人的眼前 谁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毒公子能够将一个超脱镜高手轻松地轰死 就已经很出人意料了 叶西文难道比他还强吗 面对这个结果 各族的舞者都是面面相去 有人惊呼 在海龙公子之后 人类又要崛起一个盖带的年轻高手了 叶西文一下子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甚至还超过了对于那一头 睡在第六层和第七层之间的一头怪兽的来历 和实力的猜测 因为叶西文的出现 绝影毒卧族的人再度引发了对他的追杀 在绝影毒卧族的那些年轻一辈的高手被斩杀之后 又陆续来了一些绝影毒卧族的高手 但是这次来的不是恶太子这样年轻一辈的顶尖高手 而是十八长老那样的老一辈的高手 很多人都对叶西文并不怎么看好 因为毕竟相对而言 这一队由十八长老带队的绝影毒卧族的高手 比恶太子带队的还要强大 可想而知 这一次叶西文所要面对的险恶的境地 但是让人没想到出乎意料的是 在十八长老设伏埋伏的叶西文之后 居然最后是叶西文生生击毙着三尊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五尊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之后 从容全身而退 恶魔之意的第二层风雷之意修炼到巅峰之后 叶西文的速度也攀升到了一个巅峰 就算是一个法相镜的高手 如果不治理盈喻的话 也不比叶西文速度 可想而知 现在的叶西文到底有多快 这个消息已出 顿时众人哗然 绝影独卧族的十八长老是何等人物啊 许多人也都是由所耳闻的 再加上独公子被叶西文打得狼狈而逃 在这几顾夜之中 叶西文就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很快 关于独公子被叶西文打得狼狈逃窜的始末 一下子也被人发掘了出来 原来独公子被叶西文净退之后 越想越气不过头 于是就带领了独颜龙族中几个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联手将叶西文围堵 谁知道惹得叶西文大怒 当即直接尬还杀戒 那几尊实力一般的超脱镜九重天的刚手 当场被途禁 一个都没留 唯有独公子一人狼狈逃窜 一路逃窜上千里 路上有无数人都看见了 在众苦朔金之中 叶西文隐隐然已经成了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一般 而暴怒的绝影独卧族和独颜龙族的高手 都是发出了通缉令 只要能够将叶西文给斩杀 那么就有一亿零精的奖励 更能够进入两族之中成为供奉 绝影独卧族早就和叶西文已经成了水火难容之势 而独颜龙族也因为一口气损失了好几尊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还有好几尊九重天之下的高手 更是气得暴跳如雷 他们也不会想到 如果不是独公子去伏击叶西文 也不会造成这样的事情 虽然有很多人忌惮于叶西文 能够将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都击毙的实力和手段 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听到这两族的奖励和保证之后 变得开始蠢蠢欲动 一意灵精啊 哪怕是对于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来说 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顿时无数人一下子蠢蠢欲动起来 在这几个月当中 叶西文足足遇到了数十次的追杀 有九重天的高手 甚至连超脱镜八重天的舞者 都不自量力的要来追杀他 不过 随着叶西文击杀的各族舞者越来越多 慢慢的人就少了 甚至可能十天半个月都没有人再敢来追杀叶西文 但是一旦出现 必然是对于自己的实力自为自信的顶尖高手 叶西文连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都杀了不少 更何况是其他呢 等到绝影独卧族和独炎龙族的高手赶到现场的时候 只能是看到现场一大片的血迹 鲜血横流 有人说他其实已经离开了第六层 离开镇摩塔了 这些消息真真假假 意识之间竟然让人难以分辨 然而就在这一片流言蜚语之中 一个更加震撼的消息传来 各族法相境的长老终于赶到了 却是千里迢迢从各族之中派来的 而不像是原本众人所猜测的那般 从封印之地过来 各族的高手都很奇怪 各大霸主势力难得的有默契的封锁消息 对于众人的疑惑也没有任何要回答的意思 没有人能问出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说之前只有恶太子等一批年轻高手的时候 他们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那么现在就彻底没他们什么事情了 随着这些法相境高手的到来 事情也渐渐由不得这些散修们做主了 在一处偏僻的树林之中 一片血色的光云之中 一道青色身影匆匆走出 正是叶锡文 和所有人猜测的不一样 叶锡文没有离开 也没有疗伤 更不是云落 他只是找了一个地方闭关而已 最后出现的那一战之中 他和对方战斗的天崩地裂 最后出动了刚刚领悟没有多久的风雷领域 这才堪堪将对方枕杀 这极大触动了叶锡文 除非他跨入超脱镜六重天 那样的话 他的战斗力就会上一个台阶 那个时候 遇到任何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他都能击毙 不过 这一战虽然惨烈 但是也给了他很大的好处 对于许多舞蹈上想不通的地方 也是一下子在战斗之中豁然开朗 只要给他时间 跨入到超脱镜六重天 根本就不是问题 原本他已经打算离去了 在这镇魔塔之中 有着重重的危险 但是镇魔塔 却不可能落入他的手里 他即便再自大也很清楚 那就是和法相镜的高手相比 他还很脆弱 根本就不是对手 不过 在听到有些法相镜的高手 集体出动 要打穿两层之间的障碍 和一头不知名的妖兽的时候 叶锡文暗奈下了离开的心思 而是选择出关 前去一看 他也想知道 那一头妖兽 到底强横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这个时候 叶锡文提醒说道 叶锡文 到时候你可不要开路太近 因为这镇魔塔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产物 那一头妖兽 可能也是远古之前的妖兽 说不定远超法相镜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太过厉害 那你要离开也容易啊 叶锡文点点头 反正以他的墓里 哪怕是远隔上百里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打定主意之后 叶锡文当即一步跨出 身形瞬间消失在天际之中 朝着第六层 前往第七层的入口而去 整个第六层的高手 都浩浩荡荡的 朝着第六层 通往第七层的入口而去 半空中各种流光闪烁而过 许多险修抢先一步 来到了这里 看着盘踞在入口处 已经化成山脉的凶兽 众人都只能远远地看着 不敢靠近 这一次 叶锡文也没有选择靠近 而是在远远地观战 天空之中 一阵剧烈地波动 一团数十道流光 从远处横冲而来 气势汹汹 却见这些人 每一个都踩着各色的流光 有些还骑着不明血统的凶兽 带着滚滚洪流而来 这个时候 所有散修的舞者都为之侧目 有非同小可的人物降临了 是绝影独恶族的人出现了 没想到 他们却是第一个 这段时间 不是在忙着追杀叶锡文吗 倒是有时间出现了吗 在绝影独恶族人之后 又有两队人马 浩浩荡荡而来 正是猎天精一族 和独炎龙族 这海族的三大霸主 相继到齐 海族的三大霸主 相继到齐之后 海魔族一群高手联合到场 人数虽然比起海族方面 要少得多 但是论气势却一点都不弱 为首的一段男女 似是夫妻的样子 身上偶然闪过的波动 都让叶锡文感觉到了 深不可测的感觉 是真正的 法相镜的恐怖高手 随意的看人一眼 似乎能将所有人看穿一般 而在这个时候 叶锡文才真正的 从其他人嘴中 知道了那一对 海魔族兄妹的名字 哥哥叫海无量 妹妹叫海无忧 在海魔族之中 这一对兄妹都是出了名的高手 只是由于乱魔海 历来都是禁敌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进去 里面的消息也很难传出来 其实这对兄妹 并不下于恶太子等人 在各自势力之中的名声和地位 而在他们面前的那一对海魔族男女 正是他们的父母 更是具体叫什么也没人知道 不过虽然不知道名字 也没什么名气 但是却没有人敢小看他们 法相镜高手的兄威 足以将任何人给震慑住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绍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在海魔族的高手到来之后 人族的诸多高手 终于姗姗来迟 一阵轰隆隆的 犹如战阵在移动一般的声音 从天边传来 却见一对战车 从天边划过 为首的几个大汉 更是气息深不可测 恐怖至极 而在人群之中 叶熙们也见到了那家 青铜战车的裴星辰 夹杂在那些人之中的裴星辰 更加的沉稳 气息内敛 但是神采飞扬 看样子 是真正距离超脱九重天不远了 论实力之强进步之大 只怕比起独公子还要更甚 一时间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 法相镜的高手这个时候 就像是大白菜一般 随处可见 但是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没有心思去管这个问题 所有人的目光 都牢牢地盯着那一头 沉睡之中的凶手 如果我们要通往第七层的话 就必须要将这头畜生给干掉 别无办法 现在众人都到齐了 可以动手了 这个时候 绝影独卧族的一个 法相镜高手开始说道 现在我们几家联手 就算是这畜生 真的是远古时代的生物 也不作为局 而独炎龙族的高手 一副屁逆天下的样子说 在场的所有势力之中 毫无疑问 独炎龙族那倒是最强的存在 甚至于 乃至在整个云星海域之中 独炎龙族都是直牛耳的存在 他有这样的自信和实力 我等强行击杀这头凶手 未免伤疾无辜 所有人后退 这时候 海魔族为首的男子开口说 警告那些 隐隐想随时扑上来捡便宜的人 一个不好 甚至可能被他们将最后的好处给捞走了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道理 他们怎么会不懂呢 身为法相镜高手 他们有这样的自信 众多原本靠得近的伞修 这个时候 只能不断的后退 等到众多伞修退去之后 这些各大势力的法相镜的高手 终于不想挡下去了 纷纷动手 红龙 远处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恐怖的冲击波 一圈一圈的 将叶熙文的衣服吹得烈烈作响 浑身的真圆 也是条件反射似的开始的护体 对于法相镜的高手 只有一些资料性的叙述 他并不清楚 所以才要坚持来到这里 看法相镜高手的出手 只有亲眼看到了 他才能真正估量出 法相镜高手的厉害 顿时 天空中各个超脱镜的高手 神念满天飞 就算他们是超脱镜的高手 但是面对这些 常年身居简出的 法相镜高手 也很少有机会 能够看到他们出手 尤其是现在 云星海域的局势 还算是比较平稳 这些法相镜高手出手的机会 更是屈指可数了 又是一声惊天巨响 如大海轻浮 天地之间 就像是一锅煮沸着的沸水 一下子沸腾了 所有法相镜高手 保护的各大势力高手之外 其他人更是猛退不止 不敢靠近 累计加起来 超过二十尊 法相镜高手 联手出手 那是何等的恐怖 整个覆盖在那一头凶兽上的山脉 当场被打碎 化为了粉末 所有人都看得暮眩神迷 心惊胆战 顿时也堵定起来 遭受了如此恐怖的攻势 就算那一头凶兽 真是远古来的巨兽 也该死了吧 但是却听到一声巨吼 向彻天地 所有人神情顿时一臨 他们都知道 恐怕那一头正在沉睡之中的凶兽 苏醒了 没有如同众人所想象那般 在睡猛之中就被他解决掉 众人顿时心头一紧 但是现在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各种神盲闪烁 很多人根本都睁不开眼睛 这时 一声尖锐的惨叫传了过来 一个女法相镜的高手 惨叫一声之后就没了消息 众人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 将神性凝聚到双眼的叶西文 看得分明 就在刚才那一瞬 一只巨大无比的爪子 瞬间将那一个女性法相镜高手 给生生的抓住 当场抓成了血污 看到这一幕的叶西文 顿时只觉得后背发凉 汗毛都瞬间倒立起来 那可不是一个超脱镜的高手啊 那是一尊法相镜的高手 论战斗力 绝对能够完爆现在的叶西文 但是现在 居然被人一爪子给抓爆了 这一头凶手到底有多恐怖 几乎是可想而知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漫天的白芒终于散去 众人终于见到了一头凶兽的模样 这是一头 犹如山脉一般庞大无比的凶兽 通体都长有厚厚的红色的毛发 整个嘴就像是鸟嘴一般 长满了力尺 头上两个巨大的脚 蜿蜒直升 不时的散发出恐怖的神芒 双目赤红色 远远看着就犹如两个巨大的灯笼一般 所有人看到这一头凶手的样子 顿时就是一惊 而且各位恐怖的是 他们都发现 这一头凶手身上 居然一点伤口都没有 那一层厚厚的毛发 根本没有一丝凌乱的意思 换句话说 刚才那些法相性高手的攻击 根本就没能对这个鸟嘴怪兽 造成任何的伤害 只是将他身上的一座山脉给粉碎了 所有人都倒吸冷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还沉浸在这种震撼之中的时候 那一头巨大的怪兽动物 那一条巨大的前爪瞬间抓住 和他庞大的身形 那是截然不同的灵活 瞬间又抓住一个法相性高手 当场直接抓到口中 直接生生的咬死 别以为到了这个地步的舞者 就无所谓了 他们和普通人一样 都有所畏惧 只不过和普通人看到一点零事件 就尖叫不已而压 他们修炼到这个地步 活了上万年 根本就不能从容不破 但是看到这一幕 他们还是吓得连连后退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 他们简直就是蝼蚁 什么叫蝼蚁的恐惧 这就是蝼蚁的恐惧 跑 不知道谁喊了这么一声 整个舞者的队伍开始疯狂的逃窜 所有人都竭尽所能的逃走 这个时候没有人敢留下来 太过恐怖了 如果这头凶手只是一般的可怕 也就算了 他们在场的法相镜高手也不少 还有一波之力 但是真正可怕的是 这头凶手完全超越了 他们所能想象的极限 几乎是一把就能抓死 一个法相镜的高手 难道是某一尊受神觉醒了吗 现如今存活在荒谷大陆上的 各大族群 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神奇存在 只是在很久以前 那些神奇就都消失了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就沉睡着一尊神奇也不一定 妖兽自然也有以妖兽之身成神的存在 那只是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不对 很快他们又想起来 这头凶手身上没有神性 虽然那凶威滔天 但是确实没有神性 还未成神 不过这个时候 哪还有人会去想那么多呢 无论这同凶手成神与否 要捏死他们 都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所以他们都激发出潜力 逃窜起来 叶希文的身形也夹杂在其中 他并没有展开恶魔之意 他的恶魔之意算是一个标志了 很容易就暴露自己 一个法相镜的高手 要对付一个超脱镜的高手 并不算难 更何况在这种逃脱之中 以叶希文的速度 即便不展开恶魔之意 要做到逃离 也是轻而易举的 叶希文身后的一阵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一队人马越来越近 叶希文一眼望去 却正是归员门的主作高手 他们的战车在天空中碾过 留下重重的痕迹 虽然战车庞大 但是速度却是庞大无比 渐渐地从队伍的最后方追了上来 这个时候 青铜战车之上的裴星辰 看到了叶希文 顿时就将他认了出来 双方都在逃难之中 自然没有多谈 只是相互点头之后迅速分别 而后面那一头凶手 也是越追越近 每一次靠近 都会直接抓住一个 甚至是几个高手给吞吃掉 然后又慢慢地靠近 正当他再度碾上众人 再要抓走几人的时候 目的整片天地 都开始剧烈地摇晃 有人在外面动了镇摩他 众人的心头 猛然冒出这个想法 却见那身后 原本即将追上来的凶兽 却没有继续追 而是仰天一声暴怒的火烧 双目顿时红光闪烁 那庞大的身躯 一下子凌空飞倒 朝着天空之上奔跑而去 每一次奔跑 都能让整个空气 疯狂地震动 呵呵 镇压了本尊这么多年 这一座镇摩塔 就当是补偿吧 一声猖狂不比的笑声 从外面渗透进来 声音如是重击 一下子轰在众人的心头 让众人一下子 就失去了所有的反抗之力 诸多高手纷纷 如是落脚子一般 从天空中坠落下来 没人分明没有故意 但是无意中的一句话 却能让人全身无力 这等修为 早已经到了众人莫测的地步 什么叫言出法随 这就是言出法随 一举一动 都有莫大的天威 而听到这个话 众人更加的惊慌了 被镇压 难道他就是被镇压 在这座镇摩塔之下的魔头吗 他居然要逃出来了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武神空间》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第462集 除了这第六层之外 还有其他各层的魔头 也都是一下子纷纷爆开 化成一条气血长河 涌入这一头凶兽的身体之中 紧接着 整个镇摩塔 又开始剧烈地晃动 外面传来的是一头凶兽的怒吼声 和那个魔头的低声咆哮 众人浑身都有些发愣 整个第六层 就像是被一瞬间清扫过一样 原来那些妖兽 居然都是被圈养的 这个时候 虽然那头凶兽已经离开了 但是没有人再想去第七层了 这个时候 所有的贪婪的心 都被压制住了 这个时候 外面的声音不断地传进来 整个镇摩塔 也在剧烈的摇晃之中 仿佛下一秒就要倒塌一般 该死 你这畜生 不过是一介气灵 居然敢和本座作对 如果你乖乖投降 本尊收服镇摩塔之后 还能把你留下来 但是现在本尊 却非要将你灭掉不可 那一头盖带了魔头的一句话 顿时让镇摩塔之内的众人 一下子震住了 气灵 那一头凶兽 居然是镇摩塔的气灵 整个镇摩塔 还是在疯狂的摇晃之中 因为那些下面的那些魔头 都化成血雾 被这一头气灵凶兽 给吸收掉了 所以众人一路冲下镇摩塔 显得格外的顺利 率先冲出那几个超脱镜的高手 才刚刚出去 就被一股恐怖的力量 震成了血雾 其他人顿时一致 完全被吓住了 才刚刚冲出镇摩塔 历史就感觉一股股的恐怖力量 席卷到了身上 天元镜上投射下来的血色光幕 也在一圈圈的波动之中 承受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叶希文等人 一路退出了上百里 这才堪堪感觉到 那股力量小了很多 天空之中 到处都是魔器翻滚 众人望去 天空之中 一尊若隐若现的魔影 和那一头巨大的凶兽 站在了一处 不过 那个魔影的攻击之下 那一头巨大的凶兽 渐渐落入下风 快走 出了这个封印之地 这个时候 有人再度大吼一声 所有人又开始 朝着进来的裂缝外 飞了过去 这种情况下 如果继续留在这个空间之中 很可能会伴随 这个空间一起被埋葬掉 众人纷纷朝外逃窜而去 叶希文也夹杂在其中 打碎了原先镇摩塔 所在的小空间后 两头怪事的凶物 已经一路杀到了封印之地之中 众人无奈 只能再度踏上逃跑的征程 这两尊凶武都不知道实力高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好在双方都在精产之中 那一尊魔影想要收服镇摩塔 但是镇摩塔却是生来为了镇压这个魔头的 双方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不死不休的死战之中 双方一路厮杀上去 冲出封印之地 冲到了乱魔海之内 紧接着化作两座光团 直接消失在虚空之中 一路直接杀上了荒谷大陆的星辰之内 看到两尊胸骨离去 这时候众人才堪堪地松了一口气 就算是海魔族的高手 也是一脸为疑惑的样子 那一头魔头 真的是被镇压在乱魔海之中的魔头吗 怎么会被放出来呢 虽然这一头魔头严格算起来 应该算是这些海魔族的老祖宗 但是要说他们做这一魔头有什么好感 那就未必 有人叹了口气说 这么一头魔头被放出来 必然会获释世间吧 到时候又是一场滔天的灾难 一场惊变 顿时让场中气氛紧张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绝影独恶族仅存的一个法向镜的高手 突然出手 直接浩浩荡荡的领域 将叶熙文给笼罩了进去 原本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不只是这么一个 但是因为绝影独恶族 最为心急这阵马塔的事情 所以冲在最前面 本以为有法向镜高手出手 就算有什么变故 也不最伤到他们的性命 却不想那一头凶手一出手 就有法向镜的高手被抓死了 绝影独恶族可谓是损失惨重 这是我们绝影独恶族 和这个小子之间的事情 和其他人无关 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这个时候 那个仅存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扫了一眼中人说 整个领域之中 也仅仅只有叶熙文被笼罩其中 顿时所有人都明白他的意思 许多人当场退开 没有人想要在这个时候 挑衅绝影独恶族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神念 纷纷锁定到叶熙文的身上 这一段时间 对于叶熙文的多次围剿 也让他们知道 叶熙文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角色 对付这样的人 无论多小心都一点都没错 但是今天他死定了 小子啊 今天我都要看看你怎么逃 那个法相性的绝影独恶族高手 冷冷地盯着叶熙文说道 今天在他的眼中 叶熙文不可能活着下来 叶熙文 等一下你立刻就展开 你的风雷之意的领域 破开这个家伙领域之后 立刻逃走 不然就真的没机会了 叶末出声提醒道 和恶太子那种维领域 这根本完全不一样 这可是真正的领域 在领域之中 一切都被绝影独恶族的高手掌控着 这时唯一的办法 就是张开风雷领域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有领域的时候 出其不意地破开这个领域 才有可能逃走 正当他要发动之际 却听到一声大喝 且慢 众人望去 出声的居然是 归原们的几个高手 怎么 你们归原们要插手 我们绝影独恶族的事吗 这个叶希文 我们归原们保下了 什么 你们归原们要为这个小子 和我们绝影独恶族撕破脸吗 要知道 这小子可是杀了我们下一任主长 恶太子 如果你们要保下这小子的话 可是再和我们绝影独恶族群族作对 杀了就杀了 不就死了一个少族长吗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光我们归原们这么多年来 就有好几位少门主死在你们的手里 你们才死一个 有什么好嚷嚷的 那个围守的法相境的归原们的高手 丝毫都不退让 远都不说 我大哥当初就死在你们手上 真当我不知道吗 这时裴星辰上线一步 冷声说道 乱说什么 你大哥当初死在遗迹之中的怪物手上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别以为可以信口雌黄 扯到我们绝影独恶族的身上 你有证据吗 哼 证据 需要吗 裴星辰冷笑一声说 如果不是你们这几个法相境的高手出手 我大哥在年轻一辈之中盖带无敌 那遗迹之中纵有千般凶险 也不可能伤得我大哥一分一毫 这时 那个归原宗的法相境高手冷笑一声说 这些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死了一个恶太子算什么 今天这叶熙文 我们归原宗保下 该死 那个绝影独恶族高手一声爆喝 当即一掌朝着叶熙文就拍了下来 耳赶 刷 见独影独恶族的人高手出手了 居然趁乱动手 顿时归原门的众人纷纷大怒 但是一尊法相境高手出手 速度是何等之快 几乎超越了众人肉眼所能看到的极限 这里又被他的领域给笼罩住了 他的速度可以说在最短的时间内 便被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却见正在他要轰重叶熙文的身体时 叶熙文动了 身形直接化作一团金光 消失在众人的眼中 而叶熙文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是在领域之外了 那个法相境的绝影独恶族高手 睁睁地看着叶熙文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啊 你真是找死 居然敢在我面前动手 这个时候 龟原门的那个法相境高手 立时就出手 势如破竹地 破开那个绝影独恶族 法相境的高手领域 一掌拍在他的身上 他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直接就飞了出去 你 那个绝影独恶族的法相境高手 恨恨地看了一眼 龟原门的众多高手 又阴狠地看了一眼叶熙文 这才恨恨地 带领绝影独恶族的高手离去 他看出来了 在这个时候 毒炎龙族根本就没有要帮他们和龟原门对上的意思 继续留下来 也是自取其辱罢了 毒炎龙族的那几个高手 看到那个绝影独恶族的法相境高手的话 如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是在这个时候 和龟原门硬碰硬 无疑是不明智的 刚才的动乱之中 他们几个霸主首当其冲 除了龟原门有战车跑得最快 其他的哪一个不是损失惨重 虽然他们没有像绝影独恶族那般近乎全面 但是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绍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这个时候就算他们两族联手 也不见得会是龟原门这几个高手的对手 除非能拉上猎天惊一族的高手 只是看到猎天惊一族的高手 明显是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根本不可能为了他们去火中取栗 各族高手都是一片恶然 最后居然是这样的结局 而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一贯强硬无比的绝影独恶族 放弃了 放弃了追杀叶熙文 不一会之后 诺大的场地之中 其他人都走了 也就只剩下叶熙文和龟原门的诸多高手 叶熙文上前一步 拱手说道 多谢诸位的救命之恩 啊 没关系 恐怕就算没有我们元首 小兄弟 你也是能够自由离去的吧 倒是老夫多管闲事了 那个尾首的归原门的老者 开口笑眯眯的说道 哼 难怪看你这么淡定的样子 原来还有后手底牌啊 裴星辰上前拍拍叶熙文的肩膀说 哎 可惜啊 早知道我就不出来了 叶熙文印证的说道 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为我出头 这份情我认下了 好 痛快 我就说嘛 你不是什么矫情的人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我们早就看那些 绝影独恶族的人不爽了 我大哥还死在他们的手上 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达到五道巅峰 灭了绝影独恶族 裴星辰杀气凝重的说道 这个时候 归原门的法相镜老者 开口说道 我想你一定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救你 甚至不惜和整个绝影独恶族都撕破脸吧 叶熙文点点头 老者说 这也和我们人族在整个无尽海之争的处境有关 在云星海域之中 我们人族的处境还算可以 虽然无法强压过海族 但是总的来说也能算得上是平分球色 但是就总体的情况来说 我人族面对海族的时候 都是败多圣少 我人族在无尽海域 本身就属于外来者 并非原住民 相比起这些海族来说 我们天生就处于弱势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人族出现任何一个年轻好手 都可能被对方针对 我们归原门之中 就有好几位曾经的少门主 死在对方的暗算之下 可谓是损失惨重 我人族任何一个年轻好手 要成长起来 都要面临海族各族的突袭 经历更多的磨难 才可能成长 包括星辰 也遭遇过多次的黑手 只是你的出现 倒是让我们没有想到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不是我们 云行海域的物者吧 叶希文点了点头 我人族出一个高手 也不容易 但是也不仅仅是如此而已 过一段时间 你自然就会知道 我们救你是为何 现在你最好和我们一起走 无论是学影多族的高手 还是独颜龙族的高手 我敢肯定 他们还是在这附近的 如果你单独出去的话 肯定要被他们伏击 你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 就先在我们归原宗 待上一段时间吧 百强榜单的争夺 也快要开始了 叶希文没有拒绝 张口说道 好 那就叨扰了 归原门 归原岛 虽然仅仅只是一个岛屿 但是方圆已经数十万里 堪称一个小型的大陆 整个归原岛上 都被归原门一家占据 数十条灵脉 直接从海中被抓来 连接到岛屿的底部 日日夜夜 为归原岛输送灵气 归原岛上的灵气 也是外头的好几倍之多 而现在 叶希文就在一间密闭的闭关室中 里面任何的异动都不会影响到外面 叶希文也可以放心地突破 在自己又布置下一层阵法之后 叶希文终于开始突破到超脱镜六重天 这段时间 叶希文的积累堪称是深厚之极 跨入超脱镜六重天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在这几乎实质化的灵气之中 叶希文也不得不感慨 这些大门派的弟子 确实是一般散修所难以比拟的 这时 他浑身的毛孔顿时都张开了 无数的灵气开始疯狂地被他吸收 他每一次要突破 所需要的灵气 何止是天文数字 如果只是他自己积累的话 无论他据连多少财富 也会很快消耗殆尽 一般法相境的高手 全力突破吸收的灵气 恐怕都赶不上叶希文 这种凶残的程度 叶希文浑然不知 自己已经引起了 闺元门诸多大佬的注意 只是在安心的吸纳着灵气 突破那最后的一步 哄 一个多月之后 像是一尊石像一般 盘坐了整整一个多月的叶希文 猛然睁开眼睛 一声长笑 化作阴浪四散而出 超脱镜六重天 现在真正挂入超脱镜六重天 任何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在他面前那都不够看的 不过他身上的异象 也仅仅只是这么一下而已 很快就被叶希文敛去了 叶希文出了关 这才了解到 这段时间 云星海域因为他的关系 而彻底轰动 叶希文这个名字 也在一夜之间鸣动天下 在云星海域之中 法相镜的高手等闲不迟睡 每一尊都在闭关前修 力求在寿言结束之前 达到更高的境界 而半部法相镜的高手 也轻易不会出事 因此 在云星海域的诸多武者心中 超脱镜九重天 几乎就已经是顶尖的高手了 就如同绝影独恶族的十八长老 多次出动 乃是老牌的超脱镜九重天 这样的高手都死在 叶希文的手上 还写他不止一个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他们可不知道 即便是在超脱镜九重天之中 也有强弱之分 在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如果他足够强悍 甚至能一巴掌 拍死一个刚刚跨入此境的高手 不过这些消息 紧接着传出来一个消息相比 却也不算什么了 恶太子云落了 这个消息一出 顿时隐的整个云星海域 是一片的震动 所有人都被叶希文的胆大包天 所惊呆了 胆敢杀死恶太子 对于他实力的惊诧 反倒没有那么多人注意了 不仅仅是恶太子被杀 独颜卢宗的独孤子 也两次在他手上仓皇逃窜 仅仅是如此还没什么 之后更爆出绝影独卧族 和龟元门这两大霸主之间的激烈碰撞 偏偏龟元门出门 保下了叶希文 双方平静了无数年 这个时候却因为叶希文 隐隐有针锋相对的意思 人海两大庞然大物之间的冲突 现在几乎是一触即发 众人都在猜测 难道叶希文 有什么神秘来历不成吗 连叶希文也有些奇怪 别人不清楚 他自己还不知道吗 如果说看上他的潜力还可能 说什么背景 那就纯粹是子虚乌有的 可是以真武学府的势力 在这荒谷大陆之中 只怕还比不上王家这样的家族吗 那到底有什么原因 不过这个时候 有由不得他多想 因为每隔三十年一测的 百强榜单的争夺即将开始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都被吸引到了 这个争夺赛制上 现在榜单上排名前几的那些高手 都纷纷传出过 土鲁超脱警主重天的消息 也就是他们的实力达到了最巅峰 同样 他们的年纪也就达到了 参加百强榜单争夺的极限了 之后不是过了年纪 就是实力破肉到更高的境界 根本不会想参加这样的排名争夺 甚至可以说 这一届的百强榜单的争夺 远超众人的想象 在无数次百强争夺之中 都属于天才汇聚的意见 而且还有叶细文这个 凶名赫赫的凶神 更何况这么多的高手 恐怕也能吸引到一些 原本不屑于参加的高手 到时候肯定是盛况空前 怀着这样的想法 无数高手都开始朝着百强岛而去 每隔三十年 整个百强岛都会变得 异常的热闹起来 独岩龙族的圣地之中 一道身影盘坐在独岩火山之上 正是毒公子 这个时候他浑身都被毒气所包围 更多的毒烟被他从烟雾之中抽取出来 然后融入到身体之中 他的修为也越发的深刻 叶细文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让你不得好死 他是何等骄傲的人 他觉得他才是云星海宇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其他人都不足为虑 但是叶细文却羞辱了他 以他的个性焉能善罢甘休 列天经一族的圣地之中 经无怨大步跨出了圣地 这一次的冠军非我莫属 与此同时 在海魔族之中 海无量和海无忧 两大海魔族的年轻高手 也跨上了前往百强岛的征程 哥哥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往那个百强岛呢 和那些海族和人族争夺百强榜单的位置 我们不是向来都不管他们外界怎么争斗吗 大海之上 无尽的海风吹拂而来 海无忧有些难以理解的问道 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离开乱魔海了 以前人族和海族之所以没有进攻乱魔海 除了是打算将落魔海 带成是磨炼之地之外 最重要的也是忌惮老祖宗的存在 海无量说道 现在老祖宗已经离开了 我们必须去证明我们的实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63集 所有人都在朝着百强岛前进 而在归远门之中的叶锡文 也终于出关了 不过裴星辰却还没有出关 叶锡文来到裴星辰闭关的地方外面 静静地等待 等他什么时候出来 他们就什么时候走 不仅仅是叶锡文 除了他之外 还有好几个归远门的超脱镜七重天的八重天的高手 都是这一代归远门年轻一辈的精英之中的精英 归远门身为云星海域的霸主 这一份底蕴堪称是深厚 从里面传来了若有若无的气息变化 叶锡文已经能够感觉到裴星辰的实力在渐渐变强 离突破之日已经不远了 这个时候 那些归远门的弟子也都在关注着叶锡文 他这段时间算是大名鼎鼎 但是真正看见却也还是头一次 这个将云星海域搅到翻天覆地 甚至让几大霸主都隐隐对峙上的小子 看起来也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甚至修为都只有超脱镜六重天 在年轻一位之中 这样的修为算是不错 但是在他们的面前却根本不够看 但是却没有人小看这个 只有超脱镜六重天的小子 能够在超脱镜六重天 不 之前是五重天 就能击杀超脱镜九重天的存在 这样的人洁在哪一带 都是光芒万丈的存在 砰 目的也不知过了多久 那个闭关已久的门 终于被一脚踹开 裴星辰顿时就从里面窜了出来 终于出关了 裴星辰哈哈大笑一声 成儿 既然已经出关了 那我们就走吧 再迟恐怕就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 一道流光闪烁而过 天空中 那个闭源门的法相镜老者 出现在众人眼前 这一次 闭源门将会由他亲自带队 前往百强岛 裴星辰哈哈大笑点点头说 叶锦文 我本来还想和你较量较量 不过反正很快 就要到百强榜单争夺赛 我们有的是机会较量 裴星辰的双眸之中 燃烧着熊熊的战火 一道道流光 从百强岛上划过 百强岛平日里 被六大霸主 联手引去了位置 唯有到了这三十年 一次的百强榜端争夺的时候 方才展开 这一日又到争夺的时候了 除了本来 就是要来参赛的 年轻一辈的高手们 还有许多从远方的地方 过来观看热闹的舞者 这可是数十年难得一见的 武道圣典 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虽然年纪很轻 但是要论实力 即便是在老一辈高手之中 那也都是各种翘处 真正验证了一句话 妖孽天才 是不可以常理来计算的 如果要以年纪衡量 他们的实力 那么绝对可能会死得很惨 对于他们来说 不仅仅是年轻一辈的 武道圣典 也是他们的武道圣典 一道青涩身影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声不响的进入百强岛 这正是叶西文 百强岛虽然只是一个小岛 但是却经过了无数代的布置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城市 不过所有人也都习惯了 作为传承了无数年文明的荒谷大陆 任何一个朝代 都不知道更替了多少年 许多人经常是一次闭关 就是上千年 早已习惯这种变迁 唯有叶西文 还有些不习惯 尤其是一些古老家族 可能到现在还保留着数十万年前的礼仪和习惯 又是一个三十年的轮回 时间过得好快 听说这次有个叫叶西文的家伙 实力不错 这个时候 街头巷尾已经有人开始议论起 这次百强榜单争夺赛 一提到叶西文 顿时引起了酒楼之内无数人的共鸣 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 所有人都很感兴趣 因为他实力够强 够神秘 没有人知道他的跟脚如何 最重要的是 他差点引发了归原门和绝影独恶族之间的全面冲突 各族的好手聚集在各个酒楼之中 虽然这些酒楼每隔三十年也只能开业那么些时间 但是每一次却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对于到底最后谁能获得冠军 各族的好手都有自己的猜测 人族的高手自然觉得人族新人 获胜的概率高一些 更有上一次海龙公子夺冠的事情在前 自然更加的自信 而另外一边 海族的高手也认为 自己海族年轻一辈之中 也是高手辈出 不见得就会输给海龙公子 一时间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在真正呆打之前 却依然没人知道到底谁能够获胜 甚至有很多人猜测 没有了恶太子作为领军人物 他们应该会低调一些吧 甚至还有些人预言 绝影独卧族可能会缺席这一次的百强榜单的争夺 对于年轻一辈高手来说 或许这是无比重要的事情 但是对于绝影独卧 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这种榜单的争夺 他们参与不参与 其实问题不大 如果有恶太子在此 他们要争夺前十 自然不是什么问题 只是没了恶太子之后 这一戒又是妖孽辈出 更是各大势力推出的高手 放在网界那都有夺冠的实力 可想而知 这一戒竞争的激烈 他们甚至可能连前十都拿不到 那样的话 就真的丢了大脸了 但是这次有个叫恶影的妖年天才 据说在数百年前 曾经和恶太子一同并列争雄 双方一直从先天竞争到大圣景 一直到大圣景之后 恶影便逐渐沉寂 本以为又是一个流星一样的人物 灿烂一时之后就彻底湮灭 却不想在恶太子陨落之后 又再度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在叶细文之后 这个恶影再度成为众人口中的话题人物 所有人都在惊叹 这绝影独沃族的底蕴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厚 本以为恶太子陨落之后 绝影独沃族已经推不出领军人物 却不想还藏有一个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应该是绝影独沃族老早就准备好的策略 恶太子只是表面上推出的那一个恶英 则是他们的准备的后手 叶细文也暗自警惕起来 绝影独沃族这样的族群 绝对不是一般族群可比的 底蕴绝对的深厚 正当众人激烈讨论的时候 楼底下传来一阵激烈嘲杂的声音 众人纷纷来到窗口往下望去 叶细文也看了 听见两群人正在街上对峙 那气势压人的一方 正是众人现在讨论之中的 绝影独沃族的高手 而在这些绝影独沃族高手的 后面一处阴影中 一道身影若隐若现站在其中 好像要和阴影融为一体 甚至如果不是叶细文目光犀利 根本就看不到的 虽然叶细文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是几乎却立刻就猜到 这个人的名字 应该就是现在众人成为话题的 恶影了 而在另外一边也是一群人 不过明显比起绝影独沃族的人 要差上不少 整个气势都完全被压落在下风 为首的两个人 正是叶细文的老熟人 正是许久不见的白汉墨和姚倩 这么长的时间不见 两人的修为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姚倩现在已经跨入了超脱镜八重天 而白汉墨的修为更是让人惊诧 他居然已经跨入了超脱镜八重天的巅峰 这白汉墨的天分 果然如同叶细文之前所猜想的那般 一旦认真起来 这天赋和速度比起恶太子等人也不会差的 甚至还要更强也说不定 叶细文看整个场面的局势 只怕是这白汉墨等人被绝影独恶族的人给围堵上了 至于绝影独恶族的人为什么要围堵他们 叶细文几乎不用想都知道 肯定是因为他 杨竹商会帮助过叶细文的事情也不算什么秘密了 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他们找不到叶细文 那么肯定就要去找姚倩他们的麻烦 说到底还是自己惹出来的麻烦 你们绝影独恶族 难道想要在百情绑恶争争夺之前 就要和我们人族开战吗 姚倩咬着牙说道 姚姐姐和这些臭鳄鱼说什么那么多呀 他们没胆子去找叶大哥的麻烦 就来找我们的 大不了和他们干一场 在出门前我娘给我一点好东西 我他妈弄死他们 白汉墨已经嚷嚷起来了 周围都是一片哗然 都与着愕然的看着白汉墨 他这是失心疯了吗 眼前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可不是什么善叉啊 还弄死他们 但只有叶细文知道 白汉墨或许不是在说什么大话 从一开始认识这个人 他就知道白汉墨来历神秘 甚至他还猜测 说不定是荒谷大陆上 什么大家族的后辈弟子 也说不一定 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弟子 各个身家丰厚 在别人看来 他这是嘴硬逞强 不过在叶细文看来 这白汉墨绝非是那种爱说大话的人 说不定这小家伙真有这个打算 您现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学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晓晨 演播邵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狂妄 这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都被白汉墨给彻底激怒 他们作为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身份深贵 加上实力强悍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轻视过 好大的胆子 我倒要看看 等一下打碎你的全身骨头之后 你还有没有这么硬的脾气 那个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悍然出手 居然也是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他大爪一出 隔空一抓 当场将空气抓爆 面对直抓而来的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白汉墨丝毫不拒 只是冷笑一声 也是连兵器都没有拔出 直接一拳就赢了上去 砰 一声巨大的轰鸣声 从交手处传来 但粗乎遇人意料的是 一个人影直接就横飞出去了 但是却不是白汉墨 而是那个绝影独恶族的人 他一口鲜血吐出 当即横飞而出 朝着他身后那些绝影独卒的高手 横冲直撞而去 哼 不堪一击 白汉墨嘻嘻一下说道 诶 这人谁啊 这么厉害啊 有人开口问道 不知道啊 真也从来没见过 不过这也正常 每一届的时候 不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顿时 所有人都开始讨论起场中的白汉墨 而白汉墨的脸上 也是露出几分得意洋洋的神情 你呀 就是顽皮 姚倩有些无奈地看着白汉墨说 整个场面陷入一片诡异的寂静中 所有人都在看着绝影独卧族的人 向来强硬不肯吃亏的绝影独卧族 众人吃了这么大一个亏 这个时候 焉能善罢甘休 而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却全都望向身后阴影之中的恶影 显然这些人之中 能够拿主意的 也就是恶影了 不过 对于已经紧张到极点的场面 他却没有一串一毫的兴趣 而是直直地 将目光对准了二楼看热闹的叶西文 发现我了吗 叶西文嘴角微微地挑起 也是冷冷地看着恶影 这个时候 恶影突然开口对叶西文说道 朋友 下来一见吧 叶大哥 白汉墨也发现了叶西文 顿时惊喜地说道 摇见一双美眸之中 也满是惊喜 顾盼生姿 虽然早知道 来到这百强岛上 遇到叶西文的几率很大 但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遇到了 叶西文见已经被众人看见 便也不再躲藏 直接一步跨出 身形瞬间消失 当他再度出现的时候 便已经在姚切和白汉墨的面前了 对着姚切和白汉墨说 好久不见呢 你们倒是越来越厉害了 姚切还没说话呢 白汉墨已经抢先达到 是吧是吧 我比之前厉害许多了 正当众人还在猜测 眼前这个人是谁的时候 绝影独恶族的一个某高手 猛然间认出他他的身份 顿时惊叫出声说 叶西文 你是叶西文 众人顿时一片哗然 众人炸了锅一般 所有人都在讨论着 叶西文和绝影独恶族的事情 还有很多人还在八卦 这个时候就在庆幸 还好他们都没有说 叶西文的坏话 不然的话 这个时候被叶西文听去 那气不糟糕了 不过别人恨叶西文 那是别人的事情 至于恶影 他只是嘴角傻过一丝笑容 上前一步说 你就是叶西文 没错 你是恶影吧 叶西文只是笑笑地说道 没错 现在你在我们族中 已经算是一个大名人了 恶影也没有犹豫 直接点头承认说 哼 那算是我的荣幸吧 叶西文笑笑说道 恶影音色色地笑笑说 说起来 我还要感谢你呢 如果没有你宰了恶太子 那些老不死的 还不知道猴年马月 才会让我出来呢 对于一个年轻高手来说 压制他 要不让他出名 这是何等残忍的事情 众人完全可以想象出 恶影对于族中怨毒 到底有多深 但是在面对 群族意志的时候 就算他再不情愿 又有什么办法呢 现在终于没有了 恶太子那家伙 压在我头上了 我可以自由呼吸 这个世界的空气 恶影说着说着 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看向叶西文说 作为感谢 我将会亲手送你下地狱 从今以后 你都会名垂史册 你会是我斩杀的 第一个填骄 名垂史册 这样名垂史册 可不是我想要的 你不会是我杀的 第一个填骄 叶西文眯了眯眼睛 冷声说道 他的神情 看起来异常的冷漠 恶影没有在乎 叶西文说的是什么 他只是平淡地接着说道 不要试图逃跑 你应该知道 我们足足那些老家伙 对你有多么怨恨 你毁了他们亲手铸造的希望 你一旦离开这百强岛 恐怕立刻就会被他们追杀 我希望你不会死在他们的手上 而是死在我的手上 恶太子死对他来说 似乎没有任何值得悲伤的地方 逃 我为什么要逃 现在你们族中的老家伙 一定恨死我了 不过如果再宰掉一个天骄的话 他们会不会就此发狂呢 宰掉我 我很欣赏你的狂妄 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 恶影哈哈大笑着说道 和我说这话的人很多 不过他们都死了 叶西文淡淡地说道 你就是那个恶影吗 你有什么可嚣张的 不过是一个被恶太子压了这么多年的人罢了 这个时候白汉墨突然插话说道 那恶影听到这话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然后冷冷地看了一眼白汉墨 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直接说道 好好活着吧 祈祷不要太早遇上我 不然就是你们的死期 说着 他带领剩下的绝影独卧族的高手纷纷撤离 白汉墨叹了口气说 可惜了 那家伙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 如果他沉不住气攻过来的话 我就趁机先弄死他 这样的话 叶大哥你要夺得冠军 也就少了一个大敌了 叶西文有些愕然地看着白汉墨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打算 难怪他会突然插手了 姚线笑着说道 你呀 如果在这里弄死他 那些鳄鱼恐怕就真的要发疯了 你姚姐姐说的没错 今年的对手绝对不止恶影一个 即便你弄死了恶影 也没有多大作用 何况男子还大丈夫 当一战战上强敌 登临绝顶 才是人生快事嘛 叶大哥 你说的也是啊 只是那个恶影不好对付 现在到时候都在传说 叶大哥是个热门人选呢 那些海族太嚣张了 打死他们 让他们知道好歹 白汉墨很快就忘记了刚才的事情 笑眯眯地说道 好 走吧 这次我必将全力以赴 当 一生不知道哪里来的钟声 顺便传遍了整个百强岛 墙里的音波 将天上的云气都在一瞬间震碎了 焦阳似火落在岛上 犹如是一团一团的火焰 原本就已经算得上是比较热闹的百强岛 一下子就沸腾起来 所有人都知道 随着这个钟声的响起 百强榜单争夺赛就将开始了 所有人要想参加的年轻高手都可以报名 然后领取属于自己的号码牌 然后根据自己的号码牌来决定自己的对手是谁 除了原本的前一百名可以作为种子选手轮空之外 其他人都必须要参加一场一的战斗 一直到最后杀戮前一百的战斗 叶希文虽然有过斩杀恶太子的疯狂战绩 但是因为不在榜单上 所以也得和所有人一样 一场一场的战斗上去 百强岛的中央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广场 远远望去都看不到边 浩瀚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入进来 在广场上 一座一座的擂台 注立在广场中央 根本数不清有几百座 而在广场的四周 又是一个一个的看台 延伸进入云层深处 那一个个层层叠叠的空间 因为也不知道有多少 可能有上百万乃至更多 在观看这场战斗 如果只是正常的空间 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同时存在 一直延伸到云层深处的那些 都是次空间 依附在百强岛的空间之中 也都是历代仙辈开拓出来的 只是当初还没有这么多人 关注这个百强榜单的争夺 后来才慢慢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 这个看台也是不断的延伸 当然 在云台的最深处 是各大势力的实权人物的位置 在那目光所无法触及的云台深处 虽然看起来位置差不多 但是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空间之内 叶西文一眼望去 这人山人海的人潮 各族的高手都涌现在其中 其中当然人数最多的还是人族 不过虽然人数多 但整个场面看起来 却是一副秩序井然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第464集 百强榜单的争夺 能成为整个云星海域都关注的盛事 也并非没有原因的 这仅仅是其中的年轻一辈的 顶尖好手就这么多了 可想而知 这百强榜单虽然被有些高手不屑 但实际上要说韩晶亮 却是很足的 诸位年轻的后备们 这个时候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 瞬间传遍整个广场 无数年轻舞者 一下子就安静下来 很高兴 你们能来参加这一次的 百强榜单争夺 毫无疑问 你们都是年轻一辈之中的佼佼者 多余的话 我也就不多说了 想必你们也清楚 这百强榜单的荣誉意味着什么 开始吧 一声轻描淡写的声音 整个比赛就开始了 而在开始的话音刚落 顿时许多人手中的名牌上 都闪烁着一阵奇才的光芒 将他们带入不同的擂台之中 叶锡文感觉到 从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有很多道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不仅仅是叶锡文 还有他身边的白汉墨和姚倩 也都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三人之中最为轻松的 自然是本身就是百强种子选手的姚倩了 而叶锡文和白汉墨 随时都可能被照入擂台之中 哈哈下面就是我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白汉墨很快就接到了比赛的通知 第一轮的比赛很快开始 但是很快白汉墨没过多久 就春风满面的回来了 姚倩关切的问道 如何没有伤到吧 姚姐姐你该问我的对手如何了 我怎么会被伤到呢 对方啊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白汉墨相当不满的说道 在白汉墨出来之后没多久 叶锡文也收到了比赛的通知 对手学一个海族的高手 毫无疑问 这就是他的第一轮对手 那个海族的年轻高手 根本就看到没怎么看叶锡文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通报 只是冷冷地说道 给你一个机会投降吧 不然等一下 休怪我的剑下无情 哎 这海族是谁啊 这么猖狂 知不知道他面前的是叶锡文呢 这个时候 底下所有人青一色的都倒向叶锡文 毕竟那个海族高手再强 能够强得过恶太子吗 见叶锡文没有反应 那个海族顿时有些不耐烦 瞬间将自己的气势释放出来 居然是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众人这才明白 难怪这个海族的年轻高手 这么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可惜他遇上叶锡文了 你还不错 能在我的气势之下坚持的现在 可惜遇到了我 叶锡文等死吧 可惜遇到了我 许多人都有些想笑的感觉 真的是可惜吗 到底该谁可惜呢 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按理说 除非遇到了独公子 闫公子 裴星辰等人 否则的话 应该都足以所向披靡 可是偏偏遇到了叶锡文 他手中的长剑 猛然间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瞬间扑杀到叶锡文的面前 长剑犹如是穿透长空而来 下一秒钟就已经到叶锡文的面前了 这一剑绝对能够称得上是快剑 但是再快 也不可能快得过叶锡文 哼 只有这样吗 叶锡文动力 手上泛起金色神芒 大手瞬间探出 直接抓住了那扑杀而来的剑光 那个海族青年高手的剑光 一瞬间就被叶锡文碾碎了 就像是纸壶的一般 根本不可能穿过叶锡文的神星 那个海族青年渐随身走 身形才刚刚扑杀过来 却没想到叶锡文 却能在一瞬间去碾碎他的剑光 喷 他当场被叶锡文 直接轰中了胸口 身体倒飞而去 叶锡文的权力是何等之强 足以翻江倒海 如果这不是一个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只这一拳就能直接给打死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几乎就是一瞬间 刚才出现的那个青年海族高手 就被叶锡文一击击败了 顿时那些关注叶锡文战力的坎坷们 一下子都炸开了窝 他们之中最弱的那个海族年轻高手 也完全凌驾于大多数的看客之上 这也太离谱了吧 这么快啊 一拳就干脑了 众人犹如炸锅一般开始沸腾 那些海族的高手这个时候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在这云星海域之中 他们爆发过不少的冲突 可不希望人族能出现一个 完全压制他们的存在 百强榜单之中 人族高手多少 海族高手多少 五十强之中又有多少 十强之中又有多少 乃至于最后的冠军是谁 这几届由海龙公子的义军突起 海族高手完全被压落下风 这个时候难得看到一个海族高手 如果没有叶锡文 那么他很有可能 能够直接闯入前二十了 叶锡文 在某一处看台上 独公子目光冰冷地看着 刚刚一招击败 那个海族青年的叶锡文 无论什么海族的荣耀 即便是海族内部的争斗 也不比人族的要效 甚至比起和人族之间的斗争 还要残酷 人族之中 虽然也是色力错终复杂 但是总比海族之中 要好得多了 因为人类势力活动的范围 都在岛屿上 以及水面上 而不会深入到 含深海里面 而那里面各个海族之间的竞争激烈 才是一切的主旋律 他只是愿赌地看了叶锡文一眼 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了 这个时候 却是见他出风头 怎么会爽呢 只是他现在 因为身为百强种子选手的关系 这几轮 基本上没什么大事情 在他旁边 颜公子说道 怎么 想要杀了他吗 我看你也未必有这个实力呢 颜公子毫不留情地奚落他 引得独公子顿时一阵横眉冷堆 另外一处看台上 哈 干得好 裴行臣见叶锡文一拳击垮那个海族青年 顿时连连叫好 那海族的小子也太嚣张了点 是该给他点教训了 这就是你说的叶锡文吗 在他的身边 一个身着滑薄的年轻男子 开口说道 温润如玉一般 看着温和异常 只是脸色有几分苍白 有几分病态 在他们的身边 还有几个三五成群的年轻高手 也都是百强榜单上 潜摆的少年俊杰 不过即便如此 都是百强榜单上的种子选手 但是就面对海龙公子和裴行臣的时候 却也多多少少有些拘谨 没错 就是他 我在落马海之中认识的 这次你的冠军位置 可能没那么稳固了 随时可能被掀翻下去 裴行臣不忙不忙地说道 这时海公子轻笑一声说 哼 就凭你也想把我掀翻下去 还差些火候吧 这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何况何止是我 叶锡文那小子 一定会让你大事一惊的 裴行臣目光炯炯地看着叶锡文说 好像王女这次也从闭关中出来了 你的竞争对手可不少啊 除去已经死掉的恶太子不算 还有独颜龙祖的狗公子 颜公子 还有猎天经的经无怨 这次听说连海魔祖都派出了 海无量 海无忧两兄妹前来 这是盛况空前啊 比前几届有意思多了 海龙公子有些无语地 看着这一个一副窃喜的飞行臣说 这些人不仅仅是我的对手 好像也是你的吧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本来就不是冠军 即便败了又如何 你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败了 那可就不得了咯 裴行臣一副幸灾落祸的样子 你这小子就是过于散漫了 不然说不定早就超过我了 海龙公子有些失笑无语地说道 我修炼得还不够尽快啊 我只差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了 世界上天才妖念那么多 我总不是最出动的一个嘛 有你一个挡在前面就坐了 还想把我拉下水吗 裴行臣撇撇嘴说道 就说那个恶影 如果不是恶太子死了 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没想到居然还有再见的一日 叶锡文自然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其他人口中的谈资 顺利击败第一个对手 拿到自己的首胜之后 叶锡文就被名牌传送出了擂台 刚刚出来就立刻和白汉默等人回合 叶大哥你干得太好了 那个海泽的小子太嚣张了 就应该给他一个教训 这个时候白汉默顿时大声地说道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就开始第二轮的鄙视了 第二轮叶锡文的对手 是一个超脱镜六重天的人类年轻高手 不过在看到叶锡文的时候 直接就投降了 第二轮很轻松地过去之后 又连过三轮 几乎每一轮都没有遇到 什么像样的抵抗 根本就毫无压力 除了叶锡文等四人之外 还有白汉默等几个 冒出来的年轻一辈的领先高手 都拥有了超脱镜八重天巅峰的实力 这个结果让很多人都有些喜出望外 但是对于叶锡文来说 却有些失望 因为虽然有黑马 但是却没有一个 太过让他惊喜的存在 没有超脱镜九重天的存在 或者有 但是还在隐藏实力 这也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很快 鄙视也到了第六轮了 到了第六轮之后 那些原本作为种子选手 被甄选出的百强榜单的高手 也应该加入战斗之中了 这就让战斗一下子变得更加的激烈起来 原本就很激烈的战斗 因为这种百强种子的加入 而变得异常的激烈 叶锡文顿时感觉到 原本还在自己身上有很多关注的 也一下子消失了 因为百强种子选手出来之后 他原本的光环就消失不见了 叶锡文第六轮的选手 居然也是一个百强榜单的种子选手 一个超脱镜七重点的人类年轻舞者 这个年轻舞者一上来 看到自己的对手居然是叶锡文 顿时不由的苦涩 几乎每一届的榜单 总会有一些这样的黑马选手出来 而这叶锡文无疑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样的高手 几乎让人跟他作战的心思都没有 这个时候他上前一步说 在下履贤 请多指教 说的 刹那之间 那个履贤身上就出现庞大的气势 超脱镜七重点巅峰的气势席卷而出 看到履贤释放出来的气势 众人顿时一阵惊呼 甚至有些人开始倒吸冷气 这才是百强榜单上的种子选手 第一次加入战斗 履贤上次在榜单上的排名也不靠前 也就是八十多尾巴了 之前也不过是刚刚跨入超脱镜四重点 这才短短三十年 竟已经达到了超脱镜的七重点的巅峰 这履贤就已经如此厉害了 那这么说的话 那些原本就已经在榜单上前五十的人 岂不是就要跨入超脱镜八重点不成吗 这一切恐怕真的要慎款工钱了 以前一个超脱镜八重点就能轻松几件前十了 这次我看悬了 说到这里 众人一下子都兴奋起来 这种激烈的大战才可能诞生绝世的天才 看拳 这个少年一声爆喝 身形顿时消失 然后瞬间已经出现在叶锡文的身后 履贤的拳压犹如山源一般 让人瞬间就觉得一种沉甸甸的压力 叶锡文手中一道火焰刀器 瞬间席卷而起 反身朝后面披掌而去 狠狠地披在拳锋纸上 砰 履贤当场被直接轰飞出去 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许多人都知道叶锡文很强 但是履贤好歹也是上一届的百强榜单的高手 在叶锡文的手上却根本撑不过一招 这个时候 整个场地上都没有多少人 因为仅仅只剩下了三百人 而能够留下来的也毫无疑问 都是精英之中的精英 出来之后 叶锡文目光开始搜索起 姚倩和白汉墨的擂台 姚倩的擂台还没有发现 白汉墨的擂台倒是率先找到了 他的对手是一个海族高手 也是百强榜单上的人 正是独颜龙族的人 人类你投降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不然的话 你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那个独颜龙族的高手 神念瞬间锁定了白汉墨 目光冰冷无情地说道 这双方都是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这场战斗恐怕激烈起来了 虽然这白汉墨虽然看起来 早已达到超脱镜八重天的巅峰了 但这独颜龙族的高手 在同战队之中都能横扫 应该是一场势群力敌的大战吧 底下观战的人群瞬间一轮起来 只见白汉墨冷笑一声 投降 就凭你吗 手中一柄长剑 瞬间惊天剑意 扑的一声就扑了过去 剑光锁到之处 简直将天色都变成了寓意般的神色 当的一声巨大金铁交鸣声音传来 独颜龙族的高手用手一挡 只觉得浑身发麻 一股俱力透过长刀 居然让他差点麻掉了 哼 躲得掉吗 白汉墨的第二剑瞬间斩出 好快的剑呢 这一套不知什么剑法 居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力 一剑击出天下寓色 有人惊叹地说道 白汉墨的剑只是快 但是快到什么程度 厉害到什么程度 很多人没有办法自己判断出来 要知道 因为独颜龙族拥有龙族的血脉 通过他来试剑 所有人历史就明白 这剑到底厉害到什么程度了 一剑又一剑 他们对轰起来 独颜龙族的长刀也拿了出来 这个时候 他的手臂都有些发麻 又此一次恐怖的撞击 让他的长刀顿时就被直接轰飞了出去 长刀在天空中转过几个圈后 直接狠狠地插在了擂台的石缝系中 而几乎是同时 白汉墨的第三剑已经扑杀而至 砰 这个独颜龙族高手直接被鸿飞 鲜血狂喷 三剑 仅仅是三剑而已 这一场本来看作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大战 就以白汉墨的获胜而告终了 正当叶熙文继续搜寻摇签擂台的时候 一声清冷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叶熙文你最好好好的活着 不要败给其他人 不然的话那就太可惜了 叶熙文不用转头就知道 这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独公子 他转头一看果然是他 却见独公子目光阴冷地盯着叶熙文 一双阴楼的眼眸之中 碧绿色的毒气若隐若现 叶熙文丝毫不处的 因为无论他的毒再强 都根本伤不到叶熙文 叶熙文有神性护体 在他面前 独公子被他打得如丧家之犬一般 完全就不是对手 叶熙文痴笑一声说 哼 你以为你会是我的对手吗 你给我等着 你就好祈祷不要遇到我 不然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独公子冷冷说了一声 转身便走 这个时候就听白亨默的声音出现 叶大哥 我赢了 再赢一局就能进入这个百枪榜单了 太轻松了 刚刚击败对手 他心情大好 姚姐姐还没出来吗 难道有什么麻烦了吗 当两人找到姚倩所在的擂台的时候 才发现 姚倩确实遇到麻烦了 他这次的对手不弱于白汉默 也是一尊跨入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比起姚倩也差不了多少 能够在这个年纪 跨入超脱镜八重天的高手 哪一个不是绝世天才 遇到这个高手 姚倩基本上也陷入了苦战 他们一直战斗超过千招之后 姚倩终于以一招之差击败了对手 他在隐藏实力吗 叶西文猛然间发现 虽然姚倩的战斗看起来很辛苦 但实际上他却是游刃有余 也就是说 他在隐藏着实力 三人都轻松进入前百名 而其中叶西文也无疑成为了 众人瞩目的焦点 因为剩下的武者已经不多了 连一百人都不足了 而在其中 叶西文 剑无双 独公子 颜公子 海魔族两兄妹 恶影 还有裴星辰 海龙公子 以及人类三大半数 最后的一个庞然大物 光明洞的弟子 王女 这些都是具有夺冠之相的武者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光芒万丈 相比起早已成名多年的众人 刚刚一下子成名的叶西文 成为了众人关注中的重点中的重点 可对于绝影独恶族的几个 法相境的高手来说 对于他们 叶西文便是他们心中最大的尺辱 恶太子的陨落 更是他们心中难以言明的痛 他们绝影独恶族 什么时候吃过这么大的亏 但是偏偏因为归原门的关系 他们吃亏了 也没有办法找回场子 当然 如果这一次的百枪网单争夺 绝影独恶族能够将他击杀了 那是最好不过了 云台深处 各大势力的高层 对叶西文也是褒贬不一 他们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没有到法相境的年轻一辈高手 在他们看来 根本就不算什么 在随后的第八轮战斗之中 叶西文依旧轻松击败了对手 这一次的对手 是一个超脱镜八重天 快要达到巅峰的高手 虽然还不如白汉墨 但已经不错了 不过在叶西文的面前 还是不堪一击 根本就不是对手 白汉墨的对手 也是一个超脱镜八重天 巅峰的高手 不过也仅仅只是等闲的罢了 比不上白汉墨这样 不过这次白汉墨的交手 也超过了五十招之后 才康康地将对手击败 而另外一边 摇倩的形势 也就没那么乐观了 相比起前几轮还在隐藏实力 这一次 她是真正倾尽的权力 战斗非常艰辛 一直战斗超过千招 但是对手 却依然没有任何的败相 一直到摇倩 抓住对方一个漏洞 一顿抢攻 这才勉强击败对方 晋级前五十 叶西文皱着眉头 按照这种趋势下来 摇倩恐怕撑不到下一轮 进入前二十的战斗 但即便如此 她的表现 已经是惊艳拔方了 这种表现 已经让阳竹商会 喜出往外了 不同的势力 对于门下弟子的要求 自然也就越低了 对于绝影独卧 这样的庞然大物和霸主来说 如果进不了前十 那就是耻辱 任何一个势力的崛起 都需要时间去沉淀 或许未来 阳竹商会会成为一个 谁都无法忽视的存在 但是现在 他们需要的 仅仅只是如此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第465集 比试一刻不停地 进入了第九轮 基本上是上一轮结束了 就进入第二轮 到了现在能够留下来的 几乎没什么简单的舞者了 毫无疑问 都是年轻一辈中 最顶尖的高手 第九轮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闯过了第九轮 就意味着跨入前二十了 而能够进入第十轮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 百强榜单的前十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 没有人想要在这里 被刷下来 不过 他们也没有时间多想 从第八轮比赛 刚刚解脱没有多久 就进入紧张的第九轮了 这个时候 叶熙们也没空 多关心姚倩的事情了 他也直接跨入比赛的擂台 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在这里的对手 居然是司空号 叶熊 没想到我这次的对手 居然是你 司空号顿时有些苦笑着说道 司空兄 我也没想到 这一轮居然会碰到你 叶熙闻笑着说道 司空号深吸一口气说 不过 虽然是遇到了你 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轻易认输的 来吧 让我看看你这段时间 到底有多少进步吧 如果你从封印之地出来之后 就毫无寸进的话 今天的你是不会是我的对手的 司空号目光开始冷冽起来 他身上的气势 开始一点一点席卷出来 让所有人都感觉有些窒息 超脱镜九重天 司空号展现出来的实力 顿时让所有关注这场战斗的舞者 都一下子沸腾了 这真是超脱镜九重天 虽然很多人早就在猜测 连前五十都已经跨入超脱镜八重天 那么那些前三十二十 乃至前十的原来榜单上的高手 还仅仅会是超脱镜八重天 甚至有很多人猜测 他们之中很多人 恐怕都已经跨入到超脱镜九重天了 在这些人面前 什么超脱镜七八重天 那都是纸老虎 没有任何差别的 就被他们给轻松的击败 毫无疑问 司空号将是第一个暴露出 超脱镜九重天实力的高手 这个实力 已经真正位列 云星海域明面上的顶尖高手了 在法相镜 乃至半部法相镜高手 都轻易不适出的年代之中 他们能足以代表 整个云星海域的顶尖势力 但是司空号再厉害 能够涂掉恶太子吗 显然是不能的 但是叶熙文却做到了 超脱镜九重天 从修炼的角度来说 已经是超脱镜的圆满境界 所能发挥的威能 远非超脱镜八重天的武者 所能想象的 超脱镜九重天的司空号 和超脱镜八重天的他 本身就不能算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司空号 即便明知道叶熙文 有过屠杀恶太子的记录 依然信心满满 叶熙文没有接话 因为他知道 司空号说的是对的 如果他从封印之地出来 却丝毫没有寸进的话 面对已经跨入 超脱镜九重天的司空号 根本就毫无省算 他说道 我也想看看 出了封印之地 你到底变强了多少 如果无法惊世骇俗的话 你今天的路 也就到此为止了 看起来 这是一场势军力敌的大战 甚至司空号的迎面 还要更大一些 毕竟一个超脱镜九重天的巅峰啊 而另外一个 只是超脱镜六重天罢了 这里面的差距 不可谓不大 叶熙文 这个被公认的前十强 和司空号这一个 第一个展露出超脱镜九重天实力的 强大对手之间的对决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司空号一步跨出 狂暴的气息 瞬间席卷而出 他手上出现一把 如墨玉一般的折扇 折扇猛然展开 瞬间 无数道恐怖的气刃 席卷而出 犹如滔天巨浪一般 直接扫向了叶熙文 他一上来 就直接用出了权力 或许其他人还以为 超脱镜九重天的他 胜利要更大一些 但是唯有他自己知道 叶熙文的恐怖 无论如何 这必须是全力出手一战的对手 面对司空号的攻击 叶熙文也出手了 连神情都没有变化 只是双手上绽放出耀眼的金光 犹如是不是出的宝贝出现了一般 猛然朝着那漫天的风筝撕了过去 一下子 那漫天的风筝 竟然当场被撕裂成无数的气悬 根本无法靠近叶熙文的周身 这是好强的肉身啊 许多在关注这场大战的高手们 纷纷惊呼了起来 他们本身就是老牌的超脱镜高手 其中九重天也有很多 这些高手之中也有眼力十足的 顿时就看出来能徒手应接风筝 这叶熙文的肉身有些强的离谱了 司空号不慌不忙 似乎早已料到这样的攻击 对于叶熙文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直接一步跨出 当空直接猛扑到叶熙文的面前 手中的墨语折扇猛然张开 剧烈的气流在扇子的扇动之下 汇聚成为一股洪流 这股力量犹如一杆长枪 独龙钻 瞬间钻破长空 轰杀到叶熙文的面前 比起刚才的漫天气刃来说 这一招的威胁更大了许多 这一股狂风旋转的气流 瞬间轰烧到叶熙文 而且随着不断的旋转 威力也越来越恐怖 这一切说来场 其实不过是刹那间罢了 叶熙文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躺开双手 顿时在天空中 凝聚出了一道 由神絮宁静而起的盾牌 等 那一股长枪一般的气流 猛然轰击到金色盾牌之上 巨大的焦鸣声 犹如是大吕红钟一般 瞬间扩散的出去 强大的气劲 瞬间让无尽空气都坍塌 被绵灭 红龙 那一根气流长枪 并没有因为被阻止而停下来 相反的 在后面司空号的操控制下 更是疯狂席卷起来 恐怖的力道 让叶熙文在天空中 也是被连连后退了几步 叶熙文是何等的力道 虽然这是有些 因为打了叶熙文 一个措手不及 在他一点准备都没有的情况下 就动手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股气流力道之大 简直无穷无尽 司空号将自己境界上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超脱镜上 已经趋于圆满的他 根本不是叶熙文 这还没有跨入超脱镜 后期的人 所能相比的 想以利亚人 压垮我吗 可惜你找错人了 在一片混乱的气流之中 一声清冷的声音传出 却见在一片混乱之中 一道毁灭性的刀气 猛然从中窜了出来 任何东西都被他火焰 烧得一点不剩 司空号双某之中 一阵金光闪过 微微有些骇然 他以境界的优势 碾压叶熙文 居然没有成功 叶熙文的力量 也强得太离谱了 他到底练的什么功法 居然会有如此的威力 砰 猛的一下 那一道刀气和暴风 在半空之中 猛然撞到一起 叶熙文的火焰刀气 迅速被骁龙打扮 但剩下来的 却去势不减 直接朝了司空号 斩落了下去 哄 叶熙文的刀气 直接在擂台上 轰出一个大洞 但是却没能斩动司空号 好快的速度 他对枫术性的法则的研究 已经到了独步 年轻一位的地步了 说这速度 年轻一位之中 能超越的恐怕已经不多了 有这个速度 哪怕遇到前十强 也最不技能自保 不愧是上一届的前十强 果然拥有寻常人 所没有的底蕴 这个时候 底下的众多强者 也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而在看台之上 那些绝影独卧族的高手 这个时候 也都是脸色难看的 看着叶熙文 对于他们来说 叶熙文表现得越好 就越显得他们无能 这就是一种耻辱 司空号的速度极快 尤其是展开那一对风翼之后 这速度更是一下子 提升到了恐怖的地步 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虽然叶熙文肉身无双 这力道更是强的可怕 但是他好歹也拥有无双的速度 虽然他未必是恶太子的对手 但是恶太子也休想奈何得了他 反而还要时时刻刻被他所骚扰 他刚想要直接来个反手一扇 给叶熙文一个反击 却见叶熙文的身形 几乎是化作金光一般 一步追了上来 顿时大惊 叶熙文的速度 竟然丝毫不慢的上来呢 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他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谓样养通 样养精 那是不太可能的 这由人的寿命而决定 况且他们这些年轻一辈的舞者 能够在这么短短数百年的时间 走完其他人数千年 都可能走不完的道路 一路突飞猛进 自然是选择了专精 所以现在叶熙文的速度 让他难以置信 您现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接我一拳 叶熙文五指捏拳 无数的星辰缠绕其上 瞬间化成了一颗星辰 一瞬间 让无尽的空气瞬间崩塌 然后他手中一拳 猛然的轰出 司空号这个时候 才真正尝到了什么叫 以示压人 虽然明明看起来不是很快 但是那种浩浩然的感觉 却让他憋闷的想吐血 就好像在面对天道的惩罚一样 那种无力的感觉 就像是那种要逆势而为的 躺避挡车的感觉 不行 不能这样下去了 司空号心中呐喊着 顿时咬破舌尖 剧烈的疼痛 疯狂的席卷全身 他身体之中的精血在燃烧 一口猛然喷出 喷到了那一把墨浴折扇上 一声愤怒的兽吼声 从折扇上席卷了出来 一股恐怖的凶兽的气息 肆意而开 紧接着 一只巨大的兽爪 从其中抓了出来 犹如毁天巨爪一般 瞬间抓向叶熙文的拳头 轰隆 天空之中 众人只听到轰然一声巨响 那只巨大的兽爪和叶熙文的拳头 当场轰然爆开 整个擂台都已经被毁得不行样子了 连那个隔离擂台的空间 都有些摇摇欲坠了 不是司空号不够强 司空号就算是和历代的年轻一辈 第一人相比 也毫不逊色 而是一代的天骄们都太变态了 尤其是叶熙文这样 更是变态之中的变态 无数人心中都在暗想 这两个人也太强了吧 无尽的烟尘席卷成气旋 直冲天际 甚至都阻挡了众人的视线 在烟尘之中 众人只能看到一个庞然大物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好不容易烟尘散去 众人这才看见 却见一个由无数风元素凝聚而成的 小山一般的巨兽 出现在擂台之上 却见这一头凶手浑身白皙 有几分透明 胸面獠牙 肢体恐无有力 身材巨大 宛若山原一般 这个时候 终于众人想起来 刚才寿找和星辰的一击 当下就明白 是叶熙文做的 他发现自己的一拳 居然没能将整头凶兽给湮灭 这已经出乎他的意料了 这一头凶兽虽然都是由风属性元素组成的 但论起坚固程度 却远胜金铁 一般人根本是无法打动的 司空号站起身来 略微有些勉强的说道 叶熙文 你果然很强 比起在封印之地的时候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一次 一定会是我赢 他说着 那头巨大的凶兽的左前爪 居然一点一点的恢复了 宛如从来没有受过伤一样 叶熙文看了一眼 司空号略微有些惨白的脸色 眉头微粗 这打也打不死 是最难对付的了 刷 那头凶兽动了 一招抓出 大风暴手印 化作一个巨大的印诀 镇压下来 叶熙文脸色一变 没想到这头凶兽 居然会武学 这套大风暴手印 简直要将周围无数的风暴 都约束起来 释放到一起 非常的恐怖 叶熙文虽然闪过了这一招 但这头凶兽 显然没有要放过叶熙文的意思 直接再度抓了上来 那一只凶兽的巨爪 不断地拍落下来 每一次都能让整个天边 都以肉眼可见的姿态 崩碎一大片 叶熙文只是不断地闪避 他的速度何等之快 那身形在横移之间 简直快到了极点 一人一凶兽的身形 迅速在那个擂台之中 就飞掠起来 如果仅仅只是交手 或许还不会太察觉到 但是双方在擂台之中 追逐起来的时候 这头凶兽的身形 就占了很大的便宜 顿时许多人都惊呼 不是吧 难道叶熙文要输了吗 叶熙文居然只能 不断地闪避 虽然众人也从那一头 凶兽的身上 感觉到了滔天的雄威 但是叶熙文 涂掉恶太子的雄威 那是根深蒂固 落在他们脑子里的 没想到 司空尔军还有这样的后手 如果一个不小心 还真有可能在他手里吃了大亏 可惜 面对他的这一招 叶熙文竟像是毫无还手之力 不愧是上一届榜大的前十 众人顿时一片议论纷纷 愚蠢 刚刚结束比赛的恶影 冷等看着下面交手之中的 叶熙文和司空昊 怎么了 难道那叶熙文吃扁不好吗 他身边的一个 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有些疑惑地说 你们只看到叶熙文 在那头凶手的攻击之下 不断地后退 但是你们难道 就没有看到叶熙文 脸部红气不喘吗 甚至连脚步 都没有乱过一次 恶影摇摇头 很是失望地说道 现在绝影独恶族 还真是没什么人才了 这么明显 他们都看不出来 相比这些幸灾乐祸的人 他看得更远 也看得出 叶熙文还没有出权力 可以说司空昊 这最大的底牌 本来应该算是没有漏洞的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这头凶手都堪称 达到了登峰造极 偏偏就遇到 叶熙文这个怪胎 不可能 他速度怎么会这么快 独公子顿时愕然说道 他也刚刚解决了 自己的竞争对手 用来形容收拾并不恰当 应该说是对方直接就投降了 他也因为记挂着 要看叶熙文的战斗 因而匆匆解决战斗 就回到了观展台 如果这是一般的战斗 他根本连看的心思都没有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的对手是司空昊 这个对手 也是他非常头疼的 他得到毒 根本无法靠近司空昊的身体 那么一切什么毒杀的计划 也就成了笑话 因为司空昊 虽然实力比他逊色一筹 但是实际上给他司空昊造成的忌惮 还在众人之上 也正因为如此 在他看来 这场战斗一定是龙争虎斗 而就在这个时候 场上也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看起来只会不断躲闪的 叶熙文终于停了下来 他说道 你的大风暴手印 我已经看穿了 就到此为止吧 他猛然间就扑了上去 手中一拳猛然轰出 轰隆 叶熙文的拳头 猛然一下子轰进了 如金铁一般的凶兽的脚爪 更是一下子贯穿而去 砰 整个凶手顿时犹如一个气球一般 轰然爆开 巨大的气流 顿时浩浩荡荡地席卷出去 而这个时候 叶熙文的身形已经再度扑杀到 司空号的面前 浩大的拳压瞬间碾压 我认说 这个时候 那个司空号突然开口说道 惨白的脸上露出几分无奈的笑容 看着叶熙文一字一句地说 他已经竭尽全力了 但是依然无法战胜叶熙文 哪怕使出最后为了争夺冠军 才准备的压箱底的绝学 但还不是叶熙文的对手 只能说 可惜遇到叶熙文这个怪胎了 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 都不至于完全落入下风 司空号拱手说道 不过这次 我也有了一些感悟 如果将来能够跨入法相境 必定是叶熊的功劳 两人和平收场 但是叶熙文这一次击败司空号 却是再度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毕竟叶熙文不是什么 成名已久的少年俊杰 如果换成是裴星辰等人 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偏偏众人看得出来 叶熙文的这个成绩 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 那些被众人看好的 所谓公认的石墙 在季九轮还没有碰上 他们结束战斗也很快 甚至他们也有遇到 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不过是一个刚刚跨入的 远远无法和司空号相比 因此有司空号这株玉 在前面的同时 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剩下的十四人之中 将只会有七个禁忌前十 最后剩下七个人之中 还要决出两个胜方 和之前那八个人 一起作为十强的候选人 他们之间的排名 到时候还要一一比过 才能确定 叶熙文这次被轮空了 他倒是可以笑看 这些人交手的局面了 最重要的是 最终只有七个人能够晋级 也就是说 那几个叶熙文 非常在意的对手之中 起码有四个要对决 这种顶尖级别的战斗 可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第十轮的较量之中 除了叶熙文 是第一个轮空晋级的之外 最快解决战斗的 就是姚倩了 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上一届的冠军 海龙公子 能够从原本的前五十 杀进前二十 姚倩已经很满意了 如果差距小一点 那就切磋 但是他很明白 自己和海龙公子之间的差距 已经大了一定的程度了 不可能出权力的海龙公子 就算和他鄙视过了 也没有用 而现在叶熙文三人 唯一还在场上的 也就仅仅只有白汉墨了 而白汉墨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独公子 独公子缓缓开口说 你跟那叶熙文是一伙的 我认识你 你谁啊 我可不认识你 不要紧 等一下 你就会认识到我是谁了 独公子冷冷地说道 身形猛人化作一阵毒物消失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白汉墨的面前 虽然他的速度 没有叶熙文那么夸张 但是修炼到这个份上的误者 怎么可能会有明显的短板呢 就算说有短板 那也是分和谁比 长 白汉墨瞬间出手 手中白玉长剑猛然刺出 一瞬间就朝着他直刺而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五神空间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长剑和大手猛然间在天空中狠狠撞到一起 和众人所想的不一样的是 并没有出现那种白汉墨被独公子轰飞的场面 竟然是平分秋色 看起来你也不过如此嘛 白汉墨冷笑着看着独公子说 就凭你这样的实力连我都打不过 更不要说是叶大哥了 你就是在找死 独公子猛然一声咆哮 身形猛然就扑杀了上去 手中无数的毒气在凝聚而成 化作一颗巨大的毒气弹 猛然甩了出去 刷 这颗毒气弹瞬间撕裂长空 像是生生从空气中俯视出一个大洞一样 直接轰炸到了白汉墨的跟前 所有人都一下子屏息看着白汉墨 独公子最为可怕的就是他用毒的功夫 相比起这个 其他的反倒是不足为虑了 谁知道白汉墨丝毫都不在意 直接一剑斩出一道惊天的剑光 猛然间将整个毒气弹都给斩爆了 轰的一声 那毒气弹当场就爆开了 那其中蕴含的毒气 直接瞬间化作一支巨爪 抓向了白汉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到白汉墨的身上 却见白汉墨的魂上 泛起了一阵白玉一般的光泽 那毒气拼命的腐蚀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腐蚀到白汉墨 他回身一剑 将这个毒气爪当场斩爆 原来这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 叶锡文看到这一幕 嘴角不由的上翘了起来 在第十轮开始之前 叶锡文就和他说过 如果遇到了诸如毒公子 严公子等人的话 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投降 尤其是遇到毒公子和恶影的话 那么就更要投降 他们都和叶锡文有夙愿 如果遇到他们 最好投降 不要有犹豫 但谁知道白汉墨上场之后 居然没有任何要退下的意思 要说毒公子最为难以对付的地方 自然是他用毒的功夫 这就是毒公子最为难缠的 所以哪怕是那些顶级天骄 要和毒公子对战的话 也得小心那随时随地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毒气 唯有叶锡文是一个例外 他的神性完全隔绝着毒公子的毒气 而这白汉墨虽然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不过明显他修炼的功法 能够有效地抵抗毒气的侵蚀 没有了那令人胆寒的用毒的功夫 那么毒公子的威慑力明显将会锐减 而偏偏白汉墨又不是等闲的 超脱镜八重天的巅峰 只怕绝对能够抗衡一般的 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所以无论如何 这次他也有自保有余 想到这里 叶锡文顿时就放下心了 和旁边的姚倩解释起来 原本还很紧张的姚倩 听到叶锡文这么说 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他原本还怕白汉墨出事呢 要是在内台上出事 哪怕就算他们飞过去 都来不及救他 果然正如叶锡文所料 利用了不怕毒这一点 白汉墨几乎是立刻就发起了反击 该死 毒公子脸色异常难看 这个时候他哪里还不明白 为什么白汉墨居然敢留下来 对抗他的缘故 面对这样的凶人 众人哪里愿意遇上啊 往往就是还没开始 就自遂名牌投降了 却不想 这白汉墨居然也不怕他的毒气 而面对白汉墨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 就像是面对叶锡文那种危机感 和窒息感 这样的人让他成长起来 几乎又是下一个叶锡文 如果不将两人铲除 他这辈子都要生活在 两人的阴影之下 见白汉墨再赌工来 他顿时大怒 宛如受到挑衅一般 顿时拍出一个大毒手印 盖了下去 白色的匹链和绿色的毒手印 在半空中狠狠撞击到一起 不断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原本以为不会是 毒公子对手的白汉墨 居然没有落下下风 该死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毒公子久攻不下 气得疯狂的吼道 去死 白汉墨再度抢下一弦 一剑直指毒公子的尖头 毒公子干脆也不躲了 直接一掌就盖去 恐怖的掌力 迅速将空气都震塌一大片 原本以为白汉墨会回身抵挡 但谁知道 白汉墨居然不闪不闭的 直接就一剑刺了过来 等到毒公子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白汉墨手中的长剑 已经直接刺入到毒公子的尖头 长剑刺入肉中 直接点出一朵血花 绽放开来 毒公子顿时吃痛 但他的掌力也没有收回来 直接一掌拍在了白汉墨的身上 虽然白汉墨的身上 泛起一阵白色的光芒 抵消了大部分的力道 但是他还是被直接拍飞了出去 你竟然敢伤了我 毒公子双目赤红 不断地咆哮着 哼 伤你又如何 这小子怎么这么莽撞 姚千看到白汉墨被拍飞的时候 顿时惊呼 一张精致的翘脸上满是担心的神色 没事 这小子有分寸的 叶希文望着白汉墨说道 在他看来 白汉墨有这样的天赋 甚至可能比起恶太子等人还要高 想他自己出道以来 都不知道打过多少场这样凄惨的战斗了 对白汉墨来说 这根本就没什么 白汉墨越战越勇 手中的长剑也是越来越快 反倒是在看他另一边的毒公子 这个时候被他抢攻的一阵手足无措 白汉墨这是不怕死的打法 而偏偏这又是毒公子的死穴 白汉墨根本不怕他的剧毒 他的毒公在这个时候大打折扣 没有了最大顾忌的白汉墨不断地抢攻 可恶你给我去死 终于毒公子被白汉墨彻底激怒了 他的实力远在白汉墨之上 就算不让毒公 要论起真实的实力也在白汉墨之上 他刚才就是被白汉墨 刚才不要命的打法给打蒙了 所以才会完全落在下风 这个时候他终于回过神来 彻底被白汉墨激怒之后 再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朝着白汉墨就轰杀而去 双方再度交手 白汉墨的长剑 直接在他的小腹处撕裂出一个巨大的伤口 但是白汉墨却是不是直接一掌拍中 一个巨大的毒手印出现在他的胸口 双方的样子早已经是狼狈不堪了 但是毒公子没好到哪去 浑身上下都被白汉墨刺出一个一个的窟了 我要你死 毒公子咆哮着 哼 要玩吗 小爷 我偏偏不陪你玩了 而这个时候出人意料的是 刚才还一副拼死不退的白汉墨 突然黑黑冷笑一声 直接就捏碎了名牌 身影迅速化光消失 所有人都愣在当场 原本他看白汉墨要拼命的样子 还以为要和他血战到底呢 谁知道在毒公子怒火中烧刚要发力的时候 他居然跑了 这种郁闷的感觉让他简直憋闷的想吐血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办法 在场外叶希文都快要笑疯了 白汉墨绝对是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 场中只剩下了脸色异常难看的毒公子 直与世人的目光扫向了一边笑得正欢的叶希文 就像是一头凶猛的野兽一般 叶希文根本就没有理会他 白汉墨从场中直接被传送了出来 姚倩连忙上前扶住白汉墨 言语之间很是称怪 不过叶希文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竖起了大拇指 知道疼 不如小心一点吧 姚倩说道 没事没事 临走之前还恶心把那个家伙直了 姚姐姐我去闭关了 白汉墨黑黑一笑说 鸟突破了吗 叶希文问道 嗯 白汉墨笑着点了点头 你小子 人家都避之如蛇蝎的人 却拿那个毒公子来当做垫脚石 他要是知道了不得呼呼气死啊 叶希文哈哈大笑一声 却听见一声吐血的声音 原来毒公子刚好从场中传送出来 听到这句话 顿时心中憋闷已久的怒火 化作一团鲜血 直接就喷了出来 自己居然成了他的磨刀石 总总因素综合起来 让他直接一口鲜血就喷出来 毒公子神情阴雾 目光如刀 他发誓 一定会让这两个人好汉的 死无葬身之地 不过他没有留下 直接转身就走了 这个时候 他直接的全天下都是嘲笑他的人 哪里还敢留下 因为白汉默要突破的关系 姚县陪着他直接离开了比赛场地 唯有叶希文一个人留了下来 而白汉默和毒公子的比试虽然结束 但是他抵时轮还没有真正的完蛋 其中更有重量级的对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叶希文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其中叶希文最关心的 还是裴星辰和海魔族兄弟之中的妹妹 海无忧之间的战斗 当叶希文转向裴星辰那边战斗的时候 两人正战到最为激烈的时候 你很强 裴星辰手上不停 手中的长脊不断地破开天地 犹如一条蛟龙死死地咬着海无忧 不给他任何机会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裴星辰手中长脊猛然间开始绽放出无尽的光芒 海无忧一只手轰出真元 一只手轰出魔元 双手合并 真元和魔元剧烈地暴动起来 相互湮灭和吞噬 直接轰出一道光柱 朝着那杆长枪轰击而去 红龙一声 双方发生了恐怖的碰撞 在这一片乱流之中 叶西文看得分明 裴星辰的长脊破开那光波 直接将海无忧生生地轰飞出去 这一战裴星辰胜 之前 他的哥哥已经败在了恶影的战斗之中 原本被众人所看好的海魔族兄妹都双双败北 十强之中的八强也终于出炉 而剩下的两个名额将会在王女海无量海无忧三个年轻一辈之中的顶尖高手之中诞生 也就是说 无论如何 海魔族方面肯定会有一个晋级前十 但是即便如此 海魔族这世前来的高手脸上依旧不好看 这让他们顿时有些郁闷 也是直接给了他们一个大巴掌 但是仅仅是年轻一辈顶尖高手的比拼 就像是一个大巴掌狠狠地甩在他们野心之上 让他们深刻的明白 自己这个时候比起别人还是有差距的 而通过了前十强的几人可以稍作休息 做看这三人的比试 可以争取比别人更多的恢复的体力 现实海无量和海无忧两兄妹之间的对决 直接以海无忧的弃权认输而结束了 紧接着又是海无忧和王女之间的战斗 虽然王女惨败在恶影的手上 但是却不得不说不愧是三大霸主之一的光明洞的弟子 经过一番苦战之后彻底击败了海无忧 最后两个名额被海无量和王女两人拿到 而真正的十强排名争夺赛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叶锡文十强赛的第一轮的竞争对手 不是别人 正是同样早已经恨他入股的独公子 独公子虽然之前被白汉墨弄得很狼狈 最后还被他耍了一下 但是并不代表着他没有实力 虽然早有传闻独公子在叶锡文寿上吃过亏 但那也仅仅只是超脱镜八重天的时候 天空之中一处云台之上 几道身影端坐在高台之上 目光全落在这一次的石墙身上 是两男一女 其中那个女子约莫着二十岁上下 一袭鹅黄色连衣长裙 身上却是带着几分冰冷的神情 而那两个男子却是两个极端高大威猛的 犹如一尊铁塔一般 古铜色的肌肤在阳光下泛着悠悠的光芒 一脸的粗眼上带着几分不屑的神情 另外一个则是一个宛若十一二岁的孩童 穿着宽大的衣服 看起来很是滑稽 只有那额头前的几片鳞片 揭示了他并不是人类的身份 这就是云星海域这一次的前十强吗 我看也不过如此 云星海域早已经没落了 那一个犹如孩童一般的男子开口说道 云星海域有什么好看的 真搞不懂有什么好兴师动众的 对付这些人 我一个人就可以掐死他们 那个高大威猛的男子说 你可不要小看了他们 好歹还有海龙公子 那家伙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哟 那个孩童一般的男子 黑黑一笑说 也就是一个棋手而已嘛 其他的根本不能入了我的眼 云星海域早已经没有契约了 天都不眷顾他们 这次我要将他们打入深渊 那血界试炼 他们就不用去了 那个高大威猛的男子 狂笑着说道 随便吧 最好你都能搞定 我就不用出手了 如果云星海域的人不去 那我们就能多分一点 长久以往 云星海域被我们吞并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那个孩童一般的男子 懒洋洋的开口说道 那冰冷的女子 只是冷冷的站着 似乎对这两人之间的对话 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能把云星海域吞并下去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人类赶尽杀绝 这里是无尽海域 不是他们人类可以放肆的地方 那个高高男子握紧了拳头说 就像是我们在太风海域做的一样 你们说这些云星海域的人 在最得意的时候被泼一份冷水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想想我就觉得浑身热血沸腾 等完成了这件事情 我也要回去闭关 为了血色试炼的事情 做准备了 希望我能活下来吧 那个犹如孩童一般的舞者 冷笑一声说 而在场中 叶锡文和独公子已经对上了 战斗一触即发 终于轮到你我之间的战斗了 独公子阴舞的看了一眼 叶锡文说 叶锡文笑笑说 不过是早些还是晚些罢了 你是急着输吗 独公子冷声说 我是想早点杀掉你 杀掉我 之前我都没有尽全力 现在这十强的舞台 才是我展现实力的时候 谁都不能阻挡我的脚步 狂妄 独公子冷横一声 他一掌猛然地拍出 大毒手印瞬间就盖了下来 叶锡文的霸体 早已将他的肉身 修炼到一个恐怖的地步 只是从外表上看不出来罢了 但是足以同境界的 真正龙族争锋 何况这些 只有龙族血脉的毒炎龙族 仅仅只是亚龙族而已 他根本就不在乎 叶锡文手中 一道火焰熊熊燃起 化作刀器形状 猛然披斩而去 恐怖的火焰刀器 在地上直接斩出一条 巨大的冲击波 在擂台之上 直接割裂出一条 巨大的裂缝 火焰刀器 直接在那大毒手印上斩下 狂暴的冲击波 瞬间席卷四方 这还仅仅只是第一次交手 还不是对着 那个擂台上的结界 直接出手 仅仅只是冲击波 就已经开始伤害到结界了 叶锡文的火焰刀器 视如破竹 直接破开大毒手印 然后继续朝着 独公子站落下去 独公子暗骂一声该死 手中凝聚着 一个又一个古怪的手印 嘴中念着 声色古朴的咒纹 那像是来自天际的阴节 瞬间吼出恐怖的声音 无数毒气开始被他凝聚 化作一只苍天巨手 巨大的毒气手 瞬间便朝着斩杀过来的火焰刀器 抓捏了下去 扑齿一声 火焰刀器就像气团一样 瞬间被抓灭了 给我死 这是一个更大的毒手印 但是和刚才相比 明显有了根本性的提升 叶锡文肉眼都可以看到 这个大毒手印压落下来的时候 整个天穷 就像是被腐蚀出一个大手印的空洞一般 叶锡文 今天我就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毒公子狂笑着 我说过了 谁都不能阻挡我的脚步 就从你开始 叶锡文身上爬满金色神性 看起来金光异异 他脚下猛踏 神性顿时化作一团金光 就飞掠出去 砰的一声 耀眼的火焰刀器 瞬间就袭斩而出 一刀斩出 那些毒气一瞬间 就被熊熊火焰燃烧殆尽 轰的一声 那毒公子的毒手印 也直接被斩出一条巨大的裂口 无数毒气瞬间就泄露出来 该死 他怎么会怎么会 毒公子暗自咬牙说道 两刀指剑 叶锡文几乎没有任何的间隔 叶锡文又是一刀 披在那个大毒手印上 此拉一声 刀锋直接在大毒手印上 生生划出一条巨大的裂口 毒公子惨叫一声 因为他的手臂之上 也被渗透而来的刀椅 冷冷地划出一道裂口 他连忙搜和手来 这是什么拐胎啊 要知道他的双手 都是在千万种毒药之中 浸泡了不知多少年 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 但是实际上 魅力早已经是坚固的 犹如金石一般了 他在叶锡文手上吃亏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他以为自己 已经跨入超通镜九重天 实力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他显然还是小 看了叶锡文 该死 你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 毒公子怒火连连 为了对付 似乎能够克制自己的叶锡文 他特意准备了后手 轰隆 叶锡文又是一刀披落下来 毒公子堪堪毙过这一刀 嘴中念念有词 目光炯炯 只是不断地绽放着 碧绿色的光芒 叶锡文眉头一条 这个时候 毒公子手中慢慢爬满 绿色的毒气 不一会儿就裹上 他全部的手臂 毒气很快散去 众人望过去 却是一副通体碧绿色的手套 却见这副手套上 爬满了碧绿色的鳞甲 五指的部分 更是锋利的 犹如两只巨大的爪子 隐隐散发着 可怕的危险的味道 叶锡文一挑 这竟然是一副 地阶的法器 难怪他要如此自信 能够对付叶锡文了 如果你以为这样 就能阻挡我的话 那你就错了 叶锡文冷笑一声 手中顿时也出现了一柄 散发着磨气的磨刀 又是一件地阶法器 众人一声惊呼 现在这些年轻一辈高手 都这么富有了吗 都已经拥有地阶的法器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绍华 第467集 独公子双眸之中 顿时闪过一抹怨毒的神色 一道恐怖的刀器 瞬间斩出 叶锡文的刀器 本身就非常可怕 现在更在磨刀的加成之下 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 独公子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顿时变得煞白 他从来没有见过年轻一辈 还没有跨入法相境的人 居然能将地阶法器 发挥到如此的恐怖地步 虽然没见过 但是不代表他不知道 他几乎是感觉到 天地真的要被斩成两半 他下意识的 双手就撕裂无数的毒芒 迎着那一道刀芒 席卷上去 红楼 一股恐怖的碰撞 两件地阶法器被催动到极致 一下子就爆炸开来 狂暴的冲击波 轰击了出去 所有在看台上的舞者 都不由的倒抽一口冷气 尤其是许多人 更觉得后背发凉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地阶法器 还想抢夺地阶法器 这两人之中 相比起背后有一个 旁人大物的毒公子而言 叶锡文才是最好的对象 如果真抢了毒公子 那么恐怕要面临 毒炎龙族上下 法相性高手的追杀了 而叶锡文才是 他们最好的目标 闺元们固然能够 互避的不叶锡文 但总不能一直保护下去吧 现在这个想法 顿时就消失无踪了 开什么玩笑 眼前这个叶锡文一刀下来 他们就要被劈成两半 好 此次居然已经 承党到这种地步了 真是留之不得呀 绝影独卧族中的一个长老 猛然站了起来 惊讶地说道 等我回去之后 一定要将这个消息 原原本本地告诉组长 此子不可留 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 一定要将他彻底斩杀 绝影独卧族的几尊高手 神念在半空中交流起来 有的只有森森的杀意 这个时候 叶锡文冷声说道 我要让你知道 就算你有地阶法器 在我面前 也什么都不是 不过是一个臭种罢了 独公子脸色扭曲 改死 叶锡文 你真以为我寄穷于此吗 独公子抱和一声 手中无数的法印 被他凝聚起来 无数的凶悍气息 在他的身上席卷而开 这是龙气 叶锡文眉头一挑 顿着就认出了 这股气息 他曾经在哪头 被斩杀的幼年蛟龙的身上 感觉过 不过 独公子的龙气 显然不怎么纯正 但是却庞大无比 那无数的龙气 包裹在他的身上 让他简直就变成 一头盖世凶龙了 独公子 犹如一条站着的人形龙 瞬间就扑杀过来 直接一掌盖了下来 当场直接 开叶锡文的刀器 龙气本身 就是天底间 治刚治阳之物 而龙祖 也是这个世界上 有数的强悍族群 尤其是肉身 就更加的强悍无比 变身之后的独公子 一改之前的战斗风格 而开始了 大开大合的战斗 叶锡文 这还要谢谢你呢 如果不是你 我怎么能忍受得了 独烟火山的折磨 练成这少有人练成的 真龙虎体真气 现在 我要将这套武学 送你上西天 独公子哈哈大笑一声说 当 叶锡文一刀斩在 独公子的龙爪之上 一阵火花四剑 要知道 他这可不是一般的法器 而是缔结法器 就算是法相境的高手 都不是人人都有的 居然无法展开 他的真龙护体钢器 叶锡文 你是破不开 我的真龙护体钢器的 这是真龙 那是能够 叫满诸神的一个族群 你算什么 独公子 猙獰的说道 叶锡文冷笑一声说 哼 你真以为 我奈何不了你吗 他手中的魔刀 一瞬间就被一股火焰 给包裹上了 变成了真正的火焰刀 刷 他又是一刀斩落下来 刀起纵横 将天空都变成一片火海 那些火焰和叶锡文 之前斩出的截然不同 他之前的是燃烧在空气的 那么现在他的火焰 居然是在燃烧空间 一切的一切都在意味着 这一刀和之前 有着截然不同的威力 独公子也很快察觉到了 这一刀的不同凡响 和刚才那是截然不同的 要知道 这原本是不可能的吧 他可是毒炎龙族的弟子 身体里留着的是 毒炎龙族的血脉 除了用毒之外 火焰也是他的那首好戏 虽然没有严公子那么精通 但是等闲的火焰 根本就上不了他 但是居然 他害怕这一刀 叶锡文的这一刀 极金灿烂 刀蒙划破敞空 斩落到毒公子的 真龙护体钢器上 轰的一声 这一刀 居然斩出了一朵 小小的蘑菇云 轰进那一道 真龙护体钢器之中 原本无间不摧的 真龙护体钢器 更是在一瞬间 出现了裂纹 被斩出一条巨大的伤口 这不可能 毒公子被直接一刀斩飞 虽然拥有 真龙护体钢器 能够在短时间内 非常强悍 但是他本身 并不是真正的真龙肢体 当然不是叶锡文 霸体力量的对手 什么真龙护体钢器 简直就是笑话 叶锡文冷笑一声 再度一刀斩落下来 看似简单 但是却让毒公子 叫鼓不迭 因为虽然看着 没什么难度 但是其实并非如此 叶锡文的刀势 早已经修炼到了极为恐怖 如果你硬扛 就会落入他的圈套之中 轰的一声 毒公子再度被恐飞 叶锡文一刀接着一刀 一刀比一刀恐怖 毒公子身上的真龙护体钢器 居然都开始有碎裂的迹象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毒公子顿时怒吼一声 直接一掌抓出 化作龙少 直接一把抓住了 叶锡文手中的火焰长刀 不让他继续披落下去 想抓住我的魔刀 你还差得远呢 叶锡文想也不想 直接调动那股异火 瞬间开始在魔刀上 熊熊燃烧 毒公子一声惨叫 他的笼罩当场 被熊熊燃烧起来 这 这是什么火焰 这股火焰斜门的很 几乎是一下子 就燃烧遍了他的全身 毒公子顿时惨叫不已 这股火焰 也将毒公子身上的 真龙护体钢器 给烧得一干二净 比起当初的叶锡文 现在毒公子更加的凄惨 就算是当初的恶太子 和剑无双要穿过 这样的火焰 也是做足了准备 以法器挡在外面 根本不敢沾染分毫 也唯有叶锡文这样的怪胎 才能让让我之后还活着 毒公子身上 不断冒出护体真气 对抗着这股异火 消灭着他 不得不说 毒公子比起当初的叶锡文功力 不知道要强横了多少倍呢 叶锡文冷冷地看着他 对于毒公子 能够将一火镇压下去 他一点都不意外 由于这一股火焰的特殊性 叶锡文文养到了现在 也没能养养出多少来 可以说是用一点少一点 他本来是不舍得用的 但是为了对付毒公子 才特意用出来 果然威力惊人 原本让叶锡文觉得 一场棘手的护体钢器 在他的一火攻势之下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叶锡文 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毒公子冷笑着 脚下猛然一探 居然一瞬间 扑杀到叶锡文的身边 找死 叶锡文又要一刀劈落下去 将毒公子给生生的劈死 毒公子现在竟然敢 抢先攻到他的面前 这不是找死吗 却见毒公子诡异的笑笑 那半边烧得快要焦掉的身体 猛人间开始动了起来 他手中的那一对手套 猛人间开始疯狂的颤抖 似乎立刻就要解体一般 这是要自爆 叶锡文顿时就想到 一个恐怖的推测 一个人间法器自爆 就已经很恐怖了 更何况是一个 地界的法器要自爆 糟糕 自爆 叶锡文暗道不好 许多人心中顿时大惊 那些老牌的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更是呐喊不已 这是败家子啊 分明是恨极了叶锡文 才会自爆的 毒公子诡异的一笑 手猛然一收 居然将手收了回去 就要脱离手套 让手套当场将叶锡文给炸死 该死 那就别怪我了 叶锡文双母之中 顿时一阵金光闪过 猛然间一刀挥出 那一刀瞬间斩破天地 绽放出无尽的光滑 就算是对付毒公子的时候 他也有所保留 因为毒公子并不是他唯一的对手 但到了现在 他哪还顾得上那么多 直接完全一刀全力斩了下去 没有任何悬念 一切只发生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毒公子那还没有脱离手套的身体 当场被斩杀成两段 而他的身体 也在火焰刀气的熊熊燃烧之下 当即烧成了一团黑炭 毒公子死了 所有人都争在了当场 落朕可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毒公子真的被杀了 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虽然说在擂台之上比武 可以说得上是拳脚无眼 更何况刚才那么危险的情况下 就可以说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但是这可是毒炎龙族的顶尖天骄 毒公子 他怎么敢 一个毒炎龙族的长老不断咆哮着 像是快要疯掉一样 这件事情就像是一个地震一般 在看台上众人的心 瞬间就引起滔天巨浪 这小子的胆子简直太的迷边了 狂妄嚣张都不能形容了 难道这小子真的这是所谓的天骄杀手不成吗 杀掉一个恶太子还不够 还要斩杀掉了毒公子 激动之间 那些毒炎龙族的高手在那里还忍得住 当即就从空间中冲出去 将叶锡文彻底斩杀 不过龟原门的高手反应也很快 当即就出现把他们拦住了 你们龟原门想干什么 要拦我们吗 你们要做什么呀 擂台上拳脚无眼 死一个人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管什么擂台上还是什么 他杀了我们的毒公子 我要他陪葬 你们毒炎龙族 是想破坏无数万年来的规矩吗 面对毒炎龙族高手的咄咄逼人 龟原门的高手是寸步不让 让很多人都有些意外 这些龟原门的高手 难道是吃了什么火药不成吗 怎么会有如此的寸步不让呢 这和他们一贯引来的风格并不相似 虽然同为云星海域的霸主之一 但是作为外来的人族霸主们 多少都会有些偏软弱 除非是卑鄙到了极致 否则一般很少和那些海族霸主 去撕破脸 现在龟原门却为了叶锡文的事情 而和毒炎龙族对峙上 甚至还有绝影毒恶族 也是在所不惜 这可是他们一贯形象 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但是当龟原门摆出一副 不惜一战的样子的时候 去让海族霸主 也是彻底没有办法 难道在这里和他们 彻底发生冲突吗 那样的话 他们也未必能有什么胜算 其他人或许被海族的 嚣张形象给影响 但是他们还不清楚吗 他们这么多年来一向嚣张 还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人族几个霸主的忍让 但是忍让不代表他们的实力 比自己要差 只不过相对一边海族来说 人族一方要低调的多了 但是老虎终究是老虎 平日里不论怎么低调 那也是老虎 想到这里 他们顿时有些犹豫不决 偏偏他们中没有一个 能够承担两族开战这样惊天后果事情的人物 也只能恨恨的看着归原门的高手 想着事后一定要报复回去 这个小子一定不能留 这样的人一旦成长起来 说不定会成为破坏平衡的存在 在荒谷大陆之中 确实是这些霸主级别的庞然大物作主 他们之中有很多存活了 不知道多少年的老怪物了 所有人都要在他们这些霸主的支配下 这种人天生就是破坏平衡的 而这种人一出现 很可能就会破坏整个地区的格局 就如同一个法相境的高手 能够轻松的虐死一群超脱境的高手一样 虽然叶熙文只是拥有这种潜质和可能 最终未必可能会变成他们担心的那个样子 但即便如此 已经足够他们担心了 不管所有人怎么惊察 叶熙文确实已经将独公子给宰掉了 这是石墙之中第一个陨落的石墙高手 但是他只是第一个 并不代表其他战斗就会很温馨 相反的 其他的战斗一样的残酷无比 为了晋级前五 其他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血战 没有像叶熙文这般早早就定下胜负 叶熙文因为提前获胜的关系 因此可以轻轻松松的做官其他人的战斗 其中上一届的未免冠军海龙公子的战斗 无疑是其中最为引人入目的 他的对手正是来自于光明洞的弟子王女 王女虽然没有海龙公子那么有名 但是作为光明洞的首席大弟子 他的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各种绝学不断轰出 比起恶太子等人也毫不逊色 但是更加恐怖的是 他的对面的海龙公子 面对实力强横的王女 居然被他完全压制住了 但是虽然海龙公子完全压制住王女 但是要说完全的优势也没有 叶熙文有些奇怪 在明明可以击败王女的时候 他却没有展现出那种统治级的战斗力 这和叶熙文所知道的海龙公子的资料 并不相符 在上一届十全高手之中 各个排名其实并不是很确定 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 但是唯有一个人的排名是确定的 那就是海龙公子 他是公认的冠军 但是今天的战斗上来 海龙公子并没有展现出这种统治级别的战斗 难道是因为这些年 他进步的速度不够快吗 叶熙文有些疑惑 不过也仅仅是疑惑 因为海龙公子无论怎么不给力 最终击败王女也是毫无悬念的 五强之中除了他之外 第一个决出胜负的应该会是海龙公子 既然已经确定这边的胜负 叶熙文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视线当即落入的就是裴星辰和颜公子之间的战斗 已经到白热化的阶段 双方的身上都是血迹斑斑 能够和裴星辰拼到这个程度 这个颜公子也并非什么等先人物 除了他们的战斗 还有剑无双 占海无量 双方战斗也是完全进入白热化 只是和裴星辰及颜公子之间的势均力敌相比 他们俩人的战斗才是更加的血淋淋 海无量在面对这种纯粹的剑道武者 不免落入了下风 很难适应这种打法 在叶熙文看来 海无量的实力虽然也很强 但是只怕不是剑无伤的对手 面对这种一往无前的人 除非实力远超过他 否则的话 同境界只有叶熙文这种攻守兼备的武者 才能压得住剑修 继而叶熙文又将目光转移 看向了另外一边 恶影对战战无惊 这一场战斗更加的激烈 经无怨成名多年 实力之强自然不必说 而恶影虽然被血藏了 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不在人前露面罢了 但是各种资源的倾斜 却是一点都不比恶太子要少 甚至因为不能露面的关系 所以只能疯狂的修炼 要说这实力 只怕比起恶太子还要更高尚一筹 经无怨的实力不可谓不强 但是在面对恶影的时候 却完全放不开手脚 除了他之外 第二个解决对手的正是海龙公子 虽然没有展现出传说中统治级的战斗力 但是完全压垮了王女 顺利晋级武强 而裴星辰和闫公子的一战 却是以裴星辰一招胜过闫公子而结束了 但是这一个势均力的战斗 却让裴星辰也受了重伤 虽然最后顺利晋级武强 但是显然也是无力争夺更高的排名了 所以他干脆申明退出 干脆利落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而另外两组之中 也分别以恶影和剑无伤的获胜而告终 这个排名一出来 顿时一片哗然 尤其是那些海族更是炸开了锅一般 前五强之中 人族居然占了四个 海族仅仅只有恶影一个孤零零的 这怎么得了 要知道这是历届都没有过的情况 就算是算上整个十强 他们海族也不占优势 以往最次的时候 也是海族和人族平分秋色 没有人怀疑这个公正性 因为这是经过无数年摸索起来的规则 没有人能在这个事情上做什么手脚 因为一旦发现 就得承受六大霸主的怒火 许多海族的人顿时有些惊恐起来 难道这是人族崛起的一介不成吗 人族的主力并不在无尽海域之中 而在荒谷大陆之上 那里才是真正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 荒尚之上 获得了前四强的人已经站好排好 海龙公子 剑无双和叶锡文三个人族年轻人 自然而然的站到一起 而另外一边恶影孤零零的站着 他本身就不在乎这种事情 目光不断的扫着山人 嘴角闪过几分冷笑的说 就算只剩我一个又如何 就算前五强之中 有四个十人族又如何 只要我获得冠军 成为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第一人 那么五强中有几个人 又有什么意义呢 剑雄 叶锡文上前一步说道 之前来去匆忙 还没谢过你的救命之恩呢 叶锡文说的正是那一次 剑无双从恶太子的手下 将他救出的事情 剑无双只是点点头 目光锐利 犹如利剑一般说 我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你能站到这里 哈哈 都是我人族英杰嘛 是应该多多亲近一些嘛 海龙公子含笑着说道 你们两个都是我人族的杰出英杰 我很期待和你们的交手 海龙公子看着两人说 非常温和 却无比的自信 我不会见下留情的 剑无双淡淡的说道 叶锡文笑笑说 那就全力以赴吧 虽然很快就要进行半决赛了 要决出进行决赛的两强 不过对于叶锡文来说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虽然一路上连续战斗 但实际上对他来说 有天皇再生树护蹄 他随时可以保持最巅峰的状态 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并不是他们没有好的疗伤功法 但是他们要面对的 都是同级别的对手 每一场战斗都是血战 可能需要他们恢复很久很久 要不然的话 裴星辰也不会无奈的退出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少华 第468集 很快 抽签的结果就出来了 海龙公子对上剑无双 而叶锡文的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恶影 四人都没有多余的犹豫 各自很快就踏进了擂台之中 恶影阴瑟瑟的笑了笑说 我们果然还是遇上了 我说过了 你还是好好享受临死前的呼吸吧 就如同你斩杀毒公子一样 今天你的下场和他会是一样的 哼 怎么 要为他报仇吗 叶锡文淡淡的说道 哼 那个蠢货死不死关我什么事 对我来说 你们都是将死之人 我要踏着你们的尸体 登陵绝顶 告诉那些老头子 他们当初的决断有多么的错误 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吗 听到恶影这么说 云台之上那些嘴影独卧的长老 纷纷闹嗨了 叶锡文笑笑说 哼 想夺冠吗 妄想 刚好 我也是用刀的 就让你看看我的刀刀吧 恶影冷笑一声说道 一番手 顿时一柄长刀出现在他手上 他手中的长刀瞬间劈出 他身上的真缘浑厚的不可思议 年轻以为之中都属于佼佼者 瞬间劈出 那无数的真缘在催动之下 瞬间化作了刀器 直接斩破空气 扑杀到叶锡文的面前 和叶锡文完全不一样的是 叶锡文的刀刀是堂堂正正的大刀 这恶影的刀法 却是完全走的一幅诡异的路线 刀锋明明在自己的眼中 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 却是截然不同的方向 这种刀法堪称是防不胜防 对于叶锡文来说 这反而是比势大力尘的路线 更难以对付 同样都是刀刀 但是却和叶锡文的刀刀 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不过叶锡文最大的不同就是 对于恶影来说 刀刀就是他的刀 而对于叶锡文来说 他的刀是五刀 他的刀刀虽然昏乎不定难以捉摸 但是速度更快 简直就像是影子一般直接窜了出来 瞬间已经批斩到叶锡文的面门 这才直接露出身形 叶锡文冷哼一声 手中的火焰刀器瞬间凝聚而起 猛然间披落下去 瞬间就拦住这一张 斩向自己的刀锋 两把长刀在板宫中狠狠地撞到一起 在进入四强级别的战斗的时候 几大霸主破天荒的联手加固了擂台 对于以往的战斗来说 这样级别的结界已经足够了 但是对于现在越来越变态的年轻以北高手来说 却显得有些不足了 一刀挡下恶影的刀法之后 叶锡文手中的火焰刀器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一刀横斩而出 朝着半空中滑出一条巨大的刀器席卷而出 恶影只是一个眼神 堪堪就避过这一刀刀器 他脚下不停 一个猛踏 身形瞬间朝着后面连退了十几米 这才停了下来 还行 你的速度不错 勉强可以提起我的兴趣 恶影冷笑着说道 他的话音才刚刚落下 身形居然已经飘忽到了叶锡文的面前 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移动的 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看到 手中的长刀也划着诡异的路线 在半空中飘忽不定 刹那间就已经扑杀到叶锡文的面前了 叶锡文脚下猛踏 身上瞬间泛起了金色的神性 远远望去 犹如是一尊黄金胶珠的神奇 他丝毫都不怀疑 恶影又要杀他的决心 空旷的擂台上 猛人就被轰出一条巨大的裂缝 恐怖的刀器在其中肆虐 烟尘乱起 非杀走石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要看穿一片烟尘之中 两人交手的情况 他们这才修行了多少年 就已经如此逆天了 如果让他们继续修炼下去 那得要恐怖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尤其是那个叶锡文就更是如此 仅仅是超脱镜六重天 就如此的了不得 如果让他跨入超脱镜九重天 那岂不是连法相镜的高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吗 而那些能够看清楚的人眼中 那一片烟尘之魅 恶影一刀劈中了叶锡文 却见叶锡文 直接化成一团金光就消失了 没有斩中 可见 这恶影一刀虽然快 又诡异 但是叶锡文 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几乎是下一秒钟 恶影又扑杀到叶锡文的面前 要将叶锡文斩杀一般 不给叶锡文任何喘息的机会 叶锡文冷笑一声 手中的火焰刀气 毫不示弱的迎了上去 两人磅礴的气势相互碰撞 一圈一圈的冲击波 直接撞到了结界上 几乎要将整个结界都给轰飞出去 恶影这时候冷声说道 虽然你的实力 比起我想象的还要高一些 但是这挽救不了你的命运 让你看看我的轨道 领驾于诸道之上的轨道 他的身形在板空中不断的闪烁 让叶锡文的神念都没有办法将他锁定 更不要说法器攻击了 他再度出现的时候 长刀已经扑杀到叶锡文的面前 几乎要将他当场披露成两半 当的一声巨大金铁交鸣之声 长刀斩在了血色的结界之上 将血色结界劈出了裂纹 好似下一秒钟就要崩碎一般 恶影联盟踏着脚步 避开了叶锡文的一刀 但是叶锡文的刀速是如何之快 虽然他没有恶影的刀法那么诡异 但是论速度 他可是比起恶影都要更上一筹 此拉 虽然他躲得很快 但是依然被叶锡文的刀锋扫到 整个腰腹之间 一条巨大的伤口瞬间被割裂出来 鲜血瞬间喷散而出 他整个人的脸色都有些惨白 大约也没想到 叶锡文居然能够斩到他 他从来都是主动进攻别人的一方 都是别人无法防御他的刀法 然后被他一刀斩杀 还从来没有过被他人斩到的情况 你居然 恶影难以置信的看着叶锡文 哼 什么轨道 不过是旁门左刀 居然还想要领驾于诸道之设 真是可笑 管你什么轨道 在我堂堂正正的武道之下 都要覆灭 叶锡文冷笑着说 在他堂堂正正的大刀面前 什么轨道 什么旁门左刀 都是浮云 哪怕是伤还伤 恶影也拼不过他 他挨上一刀 不会伤筋动骨 但是恶影挨上他一刀 绝对不死 也得中伤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 任何人都不能比你的优势 面对这种级别的高手 最重要的是要打出自己的节奏 谁能打出节奏 谁只能笑到最后 恶影脸色有些惨白 这一刀直接破了他的轨道 这才是最为可怕的 他的轨道最大的特点 就是飘忽不定 诡异难以琢磨 但是如果对方根本不在意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很好 你比我想象的更强 有资格让我认真对待 恶影冷声说道 哼 你却比我想象中的要弱了很多 甚至还不如恶才子 不过是屠有局名罢了 叶细文淡淡的说 这个时候 恶影身上爆发出极为耀眼的光芒 屠有其名 好可怕的气势 看台之上 一个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看到这一幕脸色发白 恶影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太过恐怖 如果换了施展在他的身上 他很怀疑自己能不能挡出这一招 同样都是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但是彼此之间的实力差距 简直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气势 叶细文二法没说 直接一个手刀披斩而出 这一片刀气 当即破开那漫天的气势 视如破竹 毫无阻碍 恶影双目有些通红 已经完全被叶细文刺激到了 如果只是一般人说这个 他甚至根本不会在意 但是叶细文说的 他却很在意 恶小天下 他的身形一闪 速度爆发到极致 手中长刀 瞬间爆发出了恐怖的刀气 击射出来 好似一条巨鳄 当场张开血盆大口 要将叶细文给吞进去一板 破 叶细文一声爆喝 手中的火焰长刀横斩而出 直接带出一道惊天的刀气火焰 两个恐怖的招式猛然间就撞到了一起 恐怖气浪瞬间将两人都给包裹了进去 可怕的碰撞 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纠缠到一起 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一次的碰撞到底是神影了 紧接着 两道身影从那无尽气凉之中出了出来 一前一后 几乎是刹那间就扑杀出来 却发现居然是有一人在逃窄 那个人居然是恶影 恶影原本胸腹上的伤口又多了一条 鲜血横流 看得人直冒冷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这个时候 那些气浪才终于消退下去 众人才终于看到场中的情况 那一个擂台早已经完全被崩溃掉了 连周围的结界都出现了几条裂缝 何想而知 刚才两人的交手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而叶希文紧接着追了出来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我的恶吞天下早已练到最高境界了 怎么还无法压住你呢 恶影难以置信的说道 哼 也不过如此而已呢 叶希文冷笑一声 刚才他一刀就斩出了异火了 直接将他的恶吞天下给烧了个金光 虽然耗尽了他所剩不多的异火 但是却是值得的 直接将恶影中创 剩下的异火已经不够他再一次自然了 还需要时间慢慢的温养 只是这段时间以来 事情一桩接着一桩 根本没有任何给他休息的时间 一个剑步追杀上去 他的速度何能之快 要追杀一个被他重创的恶影 根本就没什么难度 恶影顿时一声爆吼 直接一刀刀光就斩落下来 这一刀宛若破开天地 威力非常的强大 瞬间斩的空间都开始泛起涟漪 叶西文脚下踏着金色浪潮 身形瞬间化作一团金光 避开这一刀 紧接着又是一刀劈出 碰 恶影当场被斩中 身体几乎就快被斩了两段 鲜血当场喷剑出来 那些绝影独恶族的高手 顿时蹬的一下子 纷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耳赶 顿时纷纷大吼的说 死了一个恶太子 已经足够让他们心疼的了 但是如果连恶影也陨落了 他们年轻一辈之中 恐怕就真的找不到一个领头人了 不过 叶西文会听他们的话吗 反正都已经杀了一个恶太子 再杀一个 又如何呢 他要夺冠 谁也不能阻止他的脚步 天要阻我 我就将天捅出一个窟窿来 我有什么不敢的 叶西文怒吼一声 再度拔刀斩落下去 刀影所过 却是一道流光划过 恶影的身影被直接传送了出去 在最为关键的时候 居然他自碎名牌 传送走了 轰隆一声 叶西文的刀器没有斩住恶影 直接斩到了地面 哼 居然逃了 叶西文这个时候 有些明白当初毒公子那么郁闷了 眼睁睁看着倒嘴的肥肉 居然让他逃掉了 在擂台的外面 被传送进来的恶影这个时候 因为身受重伤 已经无力飞行在半空 直接滚落下来 惨不忍睹 那些绝影夺族的长老们 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管如何 恶影还是活了下来 不过 随着恶影自碎名牌逃了出去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场战斗 叶西文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顺利晋级决赛 天哪 这叶西文到底什么人呢 太厉害了 整个场上已经沸腾一片了 如果是一场血战之后击败他们 那众人或许还不会这么激动 真正让他们激动的是 叶西文几乎是摧枯拉朽的一般 击败了他们 邓贤的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已经不是这些年轻天骄的一和之敌了 但是 这些天骄在叶西文的面前 也是不堪一击 叶西文太恐怖了 叶西文这边已经解决了战斗 但是另外一边 海龙公子和剑无双的战斗 却陷入了僵尸之中 面对剑修 攻击无双的剑无双 海龙公子明显没有了之前的游刃有余 甚至还露出了被剑无双压落下风的状态 海龙公子一声宝贺 全力出手吧 不然你胜不了我的 他身上的真元一下子就爆发出来 连叶西文的双眼都眯了起来 这海龙公子身上的真元 真的是浑厚的难以想象 如果他不是拥有星辰巨兽血脉 这样逆天的血脉的话 光凭真元的浑厚程度 他也是远不如海龙公子的 他说海龙公子有龙族的血脉 所以比一般人要强横的多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有人道出了一个传说 也有传说这个海龙公子 乃是拥有古人类的血脉 所以才特别的不一样 不管如何 这海龙公子根本不会是繁体就对了 剑无双面无表情 似乎眼前的变化 根本不会让他有丝毫的动摇 手中长剑猛然间刺出 在半空中犹如一朵莲花一般 瞬间展开无数道尖影 然后铺天盖地的朝着海龙公子 斩杀过去 剑道领域 叶锡文蹭的一下站起身子 没想到他居然凝聚出了剑道领域 这些修炼成剑道领域的剑修们 更加的难以对付 顿时身边一阵阵惊呼声传来 尤其那些原本还打算坏主意的人 更是一下子觉得冷汗淋漓 光凭这个剑道领域 就能将他们这些人 虐到愈生愈死 哄 海龙公子也瞬间爆发 瞬间天地之间的所有剑气 都好像在一瞬间被定住一般 根本不能靠近 海龙公子干脆也爆发出了 属于自己的围领域 两个围领域就犹如两台巨大的机器 长空碰撞 掀起恐怖的冲击波 虽然剑道领域异常的犀利 但是海龙公子的领域 却犹如是连绵不绝的海水一般 破开一波还有一波 整个人陷进去 就犹如陷入泥潭之中 根本就破不开 双方意识僵持在半空之中 扑 突然 海龙公子猛然间一口鲜血喷洒出来 身形顿时不稳 但脸上却露出几分苦笑 而另外一边 原本公是犀利的剑无双 却突然停了下来 看着海龙公子说 你受伤了 难怪 原来是身受重伤 那就没意思了 这场就算了吧 等到你恢复的那一天 我必然会再度上门套角 剑无双摇摇头 直接捏碎了名牌 退了出来 走得干脆潇洒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但是他的话 雀阳众人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纷纷一润起来 本来要说海龙公子受伤了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人敢说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受伤 但是作为海龙府的首席大弟子 海龙公子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说 绝对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如果他受伤了 海龙府绝对不会坐视不完的 肯定会有各种药材和丹药赏赐下来 但是海龙公子也是重伤状态来参加比赛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海龙公子所受的伤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甚至可以说已经严重到了连海龙府 在短时间内就没有办法治愈的程度 以海龙府这样财大气粗的庞然大物来说 再重的伤 各种药材和丹药吞浮之下 根本就用不了多久就能恢复 而且最重要的是 海龙公子撑着重伤的状态 居然也一路杀到了这里 他的实力之强简直难以想象 叶西文这才点点头 难怪海龙公子多少和传言中有些不同 没有那种传说中的统治级别的战斗力 你们这么一说 我想到了之前的一则传闻 海龙公子在封印之地身受重伤 不仅仅是他本人身受重伤 连同海龙府的众人 在封印之地似乎遇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存在 遭受重伤险些被全灭了 这个传闻我也听说过 不仅是海龙府 其他各大势力 似乎也都在那一则封印之地中 遭受重伤了吧 封印之计 了不得的存在 莫非是那一头盖世魔头吗 叶西文猛然一下子想了起来 如果真是那头凶手的话 那就能解释 各大势力都被重伤 连海龙公子这样的强人 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 这么一说的话 叶西文顿时想起了更多当时的情况 原本他以为镇魔塔的消息传出去之后 各大势力都会狠派 派人来支援 但是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最后各大势力的人是来了 但是却是从各大门派的老巢之中派出来的 而并不是各大势力正在封印之地中 尽在咫尺的高手 这一点曾经一度让他很奇怪 为什么有现成的高手不派 而非要从各大势力中再派人呢 现在一想顿时明白了 原来根本原因是这样的 不是不派人持援 而是根本无法分身 遭遇到那一头盖带魔头之后 他们没有全军覆没 就已经不错了 叶西文静下心来 安心的感受着 果然在海龙公子的体内 有一股若隐若现的魔气 在不断地破坏着他的身体 让他根本不可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海龙公子脸色苍白 手我胸口 不断地咳嗽着 刚才的剧烈战斗 直接将他身体内原本压制住的伤势 一下子给爆发了出来 在他的心中 或许除了剑 什么都不重要吧 这个人就是剑无双 他可以果断放弃击败海龙公子 进击决赛的荣誉 仅仅只是因为 他原本就身受重伤了 现在 所有人都在看着叶西文 不知道他要怎么做 按照规则 海龙公子必须要立刻进行下一场战斗 叶西文只是静静地站着 没有立刻催促海龙公子上场的意思 看起来 云星海域也不过如此而已嘛 什么海龙公子也是名不负实罢了 这个时候 却见一声冷笑从天宫中传了下来 一道身影猛然窜了下来 犹如是一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孩童一般 看起来异常的可笑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 邵华 第469集 这个人才刚刚一出现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子都集中到这个人身上 之前还想看看叶西文是如何处置的 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心思 这样的云星海域 配合我们泰风海域坐队多年吗 那个孩童一般的男子 淡淡地扫了一眼海龙公子 神情还微微有些不屑 似乎并不将这些云星海域的高手放在眼里 尤其是现在代表了云星海域脸面的海公子 就更是如此了 这不是云星海域的人吗 是泰风海域 听到了这个犹如孩童一般男子的话语 众人纷纷反应过来 这居然不是云星海域的舞者 而是泰风海域的舞者 多年来 他们对云星海域垂涎不已 就想要将云星海域一口吞下 增强实力 不过很明显 泰风海域的实力远在云星海域之上 不过就算如此 云星海域的实力即便布鲁他们 但是起码也是同一个级别的 现在这是云星海域百将榜单的争夺赛 是云星海域的盛事 所有人还是没有想到 泰风海域的人居然敢在这里出现 该死 他怎么来了 这个时候 叶星文身后传来了裴星辰的声音 他刚刚将伤势治愈了七七八八 你认识他吗 叶星文问道 嗯 和他交过一次手 他是泰风海域的一个有名的年轻高手 名叫三妙童子 别看他个子不高 看着还没断奶呢 但是论起手腕来 是出了名的狠毒 对他来说 杀人和砍瓜切菜没什么分别 有许多老牌的高手都曾经死在他的手下 裴星辰神情严肃的说道 和他们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有人敢来接我一拳吗 这个时候 天空之上又是一层非常粗犷的声音 从上面传了下来 紧接着两道身影落了下来 说话的正是其中那个如铁塔一般的壮汉 而在他的身边 则是一名冷若冰霜的女子 连他们俩都来了 混蛋 他们这是想打脸的 这个时候 裴星辰终于反应过来 叶星文问道 这两人你也认识吗 那个女子叫严淑然 也是一个狠人 据说他从小都被童养席被灭到一家家里去 后来不知怎么的 觉醒了天赋之后 更是将那家上下白口人给屠戮的一干二净 不留任何活口 绝对是一个凶悍至极的婆娘 那个高壮的男子叫庞天干 在台风海域也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遇到的对手 如果不是马上投降的 就会被他吓狠手 缺胳膊少腿的都很正常 还有更多人被他当场一拳打成肉饼 总而言之 并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 怎么 没有人敢接我一拳吗 庞天干看了一眼众人 冷笑着说道 根本不将众人放在眼里 而在高台之上 各大势力的法相境高手 在这个时候都异常的心急 但是却不能出手 因为他们一旦出手 就意味着年轻已被 无人能够压制住这三个人 同样也意味着 他们云行海域的脸面 也被拨得一干二净 卑鄙 裴行臣上前一步说 有本事的 你过段时间再来 现在趁着我们刚刚大战过 不复巅峰状态才敢出现 不是藏头鹿尾的鼠辈 又是什么 哼 就算你们在巅峰状态又如何 那又关我屁事 我只问你们 有没有人敢上来接我一拳 那旁天干根本不管这些 和他们说这么多干什么呀 这些云行海域的海族 在这个小地方待久了 连胆子也和那些 蝼蚁般人类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那个三庙童子冷声笑道 边云没有来吗 这时 打坐之中的海龙公子 猛然间睁开眼睛 淡淡地问道 对付你们这些土鸡娃狗之北 我一人足矣 何须他亲自出马 旁天干冷声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能不站出来了 旁天干 就让我来领教一下 你的拳法吧 海龙公子说道 哼 既然你要送死 那我就成全你 海龙兄 我看还让我来好了 连那个什么边云的 都还没来 杀鸡烟用牛刀 让我来收他们好了 这时 叶系文突然一下子 站了出来 叶兄 你 海龙公子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会是叶系文 站了出来 听到叶系文这么一说 顿时其他人一阵吐槽 叶系文如果是小人物的话 那他们又是什么呢 的确 如果说在百强榜单 争得赛之前 叶系文还算得上是默默无闻 那么经过这一次的争夺 已经名动天下了 小人物 叶系文的话顿上了三个 太风海域的高手脸色一沉 现在这个时候 却被叶系文当成一个小人物 焉能不怒呢 不知死活的东西 既然你要送死 那就别怪我了 到时候伤残 死了也就只能怪你自己 不知死活了 哼 不知死活 叶系文耻笑一声说 能够接下我的一招 再说大话吧 一招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是边云吗 旁天干已经彻底被激怒了 海皇霸空拳 他顿时就动了 没有任何的先兆 浑身的真源就被催动到了极致 猛然间朝着叶系文 就扑杀了过来 眼见着战斗一触即发 众人连忙往后退出一个 足够的空间给两人 这才堪堪停了下来 云星海域的许多人 暗自开始紧张起来 要知道 现在叶系文可以说算是唯一一个 还拥有完整战斗力的 云星海域的高手了 如果他在旁天干的面前倒下去 那么云星海域就完了 难道还能指望上 状态不佳的海龙公子出战吗 裴星真几人的状态虽然好多了 但是经过剧烈的战斗 也绝对不在巅峰的状态 如果他失败了 就几乎意味着整个云星海域的失败 这个时候 无论是不是喜欢叶系文 都要为他祈祷起来 只有这样吗 允星报 叶系文的衣服在群井之下 烈烈作响 但是他面尘如水 好像面前什么都没有一般 身体靠前走了一步 无数的星辰之力 从他身体内的小宇宙之中 喷涌而出 包裹在他的手上 迅速形成了一颗 巨大的星辰的模样 无形的犬意 瞬间扩展出去 顿时周围变成了一片宇宙虚空 而叶系文则是矗立在宇宙之中的唯一真神 那轰杀过来的旁天干 则像是一尊钙带的黄蛇一般 要将这一片的宇宙虚空都吼成碎渣 霸权 你都算霸权的话 那我这是什么 叶系文咧嘴笑笑 哄 砰 叶系文的允星暴 就像是无数的星辰之力 被他浓缩到了拳头之中 当他的拳头狠狠撞到旁天干拳头之上的时候 无尽的星辰之力 一下子猛然炸开 旁天干一声惨叫 整条粗壮无比的 比得上叶系文大腿的手臂 一下子就被轰爆开来 鲜血飞溅 他连忙疯狂的好好退去 堪堪避开了叶系文的权利 否则他整个人都要被叶系文的权利 给生生的轰死 死一般的寂静 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浸若寒蝉 这旁天干之名事实上 在场有很多人都听说过 在太风海域 也是属于最为顶尖的几个天才之一 那是顶级的天骄啊 放在云星海域 那就是裴星辰恶太子一流的人物 但是现在 却居然被叶系文一拳 轰爆了整条手臂 这 海龙公子脸上 也是惊疑不定的看着叶系文 一般人或许对于旁天干 并没有太多的了解 但是他却知道的很清楚 因为 作为云星海域的领头人物 他时常会和其他各域的高手交战 这旁天干就是其中之一 裴星辰这个时候 也是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叶系文 虽然他早就看出来 叶系文多半还留有底牌 但是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叶系文比在场所有人想象的 还要更加的恐怖 难怪之前独公子 恶太子 后来的恶影 都先后惨败在他的手上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惨败 原来他还藏着这样的底牌和威势 叶系文的面前 只剩下了惨悄不已的旁天干 看向叶系文的眼神之中 物资满是恐惧 要知道 他一贯都是走以利压人的路线 从来都是别人被他压制 并不是说他没有失败过 但是被人这么以同样霸道的打法 将他击溃 却还是第一人 面对众人的目光 叶系文只是冷冷一笑 别人不知道 但是他却是知道 为了威慑众人 直接将允星豹给轰了出来 如果对方和他玩弄技巧也就算了 但是仅仅是这么面对面的轰杀 他又怎么比得上 修炼成了霸体的叶系文的霸道呢 如果不是旁天干跑得快 恐怕就要被一拳打爆 这就是叶系文真正的实力 叶系文冷笑一声说 哼 这就是太风海域的水平吧 连我这个无名小卒都打不过 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就凭这种水准 太风海域还想吞避我云星海域 还是省省吧 不如洗洗干净 过来沉浮在我云星海域之下 那才是正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您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系文的话 顿时让无数关注这一场战斗的舞者 一下子哈哈大笑 因为太风海域几次三番 想要吞并云星海域 双方也爆发过 不知道多少次的冲突 无论是人族也好 还是海族也罢 对他们都一点好感都没有 甚至可以说 双方是非常的敌视 如果云星海域投降 那么他们就从呼风唤雨的人物 一下子变成了丧家之犬了 庞天干被叶系文说的脸色 一阵清一阵白 张了张嘴 但是什么都没有能够说出来 因为他惨败在叶系文的手上 无论如何的狡辩都没有用 没用的废物 那个三庙童子不屑地看了看庞天干 似乎不屑于他 决连那个叶系文的一招 都没能挡下来 你说什么 庞天干顿时拉下了脸 爆喝出声 我说你是废物 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我这是替你赶到丢人 三庙童子冷笑一声 继续说道 那你要是在这里和我打一场吧 庞天干怒火冲天地说 打就打 你以为我怕你吗 三庙童子不甘示弱地说道 眼看着这太风海域的两人 要陷入内讧的节奏 那个冷落冰霜的女子 严淑然突然插话道 你们这是要让这些 云星海域的人看笑话吗 这个时候 两人这才性性作罢 三庙童子望向叶系文 挑衅地说 算了 既然这废物打不过你 那就让我来吧 这时裴星辰冷笑一声说 无耻 先是利用了我们都有伤在身 然后又是打算车轮战 太风海域都是这样的货色吗 我可真是领教了 无妨 收拾几个无名小族罢了 哪里谈得上什么消耗啊 叶系文今天似乎要和对方杠上了 直接冷笑着说道 那就让我来试试你的实力 三庙童子猙獰一下 手上顿时出现两面巨大的斧头 直立起来比他整个人海要高 虽然看起来很滑稽 但是这两兵斧子在三庙童子的手上 却是舞得赫赫声威 寒光碧人 两兵斧子直接斩出两道白色的皮链 当空朝着叶系文展落而下 虽然这两兵斧子很大 但是实际上在三庙童子的手上 却是奇快无比 而且是一斧接着一斧 招式圆满熟练 叶系文也没有任何犹豫 手中一团火焰燃烧 刹那间变成了一团火焰 猛然间朝着三庙童子展落下去 叶系文的火焰刀器 和那两柄巨大的斧头 当场狠狠撞到一起 直接掀起了无尽的冲击波 一圈一圈地朝着四面八方 席卷而出 卷出了巨峰 那三庙童子 直接抽回一柄巨大的斧头 挥出第二斧 直接朝着叶系文展落下来 这一柄巨大的斧头 锋利无匹 空气都被他干脆利落地 斩成了两半 就在那一道寒芒 即将劈倒叶系文面门上的同时 叶系文终于发力了 无数的真员 输入那顿时一柄火焰长刀 猛然间就沸腾 无数火焰开始瞬间燃烧爆炸开来 席卷出来的力量 顿时通过另外一柄巨斧 传到了三庙童子的身上 无论三庙童子怎么不愿意 但是他的身体 被职业叶系文给轰飞出去了 那原本已经逼近叶系文的寒芒 也在瞬间被抽离 仿佛根本就没有过一般 三庙童子在半空中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被叶系文的刀意给震伤 双眼之中也是惊骇莫名 他一路成长到现在 也算是身经百战 但是却绝对没有一种 这么恐怖的怪力 一般来说 就算是妖兽的力量大 那么速度肯定就不快 叶系文这样力量能够 玩爆旁干天 速度又能让他无可奈何 这简直就是怪物 他只有面对一个人的时候 产生过这样无力的感觉 那就是他们太风海域的 第一人边云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眼前再度出现一个人影 正是叶系文 砰 三庙童子被当场斩中 如果不是抬手 用斧头挡了一下 这个时候说不定 已经被劈成两半 也说不好 他一口鲜血喷出 直接就昏死了过去 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这个三庙童子的表现 似乎比起旁天干要好得多 但是也仅仅不过是 一招和两招的差别 这一切都证明 他们在叶系文的面前 根本就不堪一击 这小子 抽脱警之中已经无敌了吧 裴星辰不得不艰难地 咽了一口口水 勉强压下了心中的震惊 这个时候 不仅仅是裴星辰在震惊 其他的武者也是如此 无论是旁天干还是三庙童子 都不比别人弱 在场的观众之中 就算是老牌的超脱镜九重天的武者 自问也很难是旁天干和三庙童子的对手 能撑过几招都不好说 但是却被叶系文轻轻松松地给战胜了 这时叶系文缓缓飘落下来淡淡地说道 蝼蚁一般的人类 你连蝼蚁都不如 不过是一个垃圾罢了 这个时候众人才终于明白过来 这叶系文突然要强出头 为云星海域出头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三庙童子说的蝼蚁一般的人类 你不是说我们人族是蝼蚁一般吗 现在被我收拾得跟条死狗一样 那你算什么呢 原本许多对叶系文不是很顺眼的武者 这个时候也都纷纷改变看法 这个小子还是不错的 这时叶系文看着严书然说 你也要一起上吗 你的实力不错 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那严书然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 似乎并未将轻松击败两个同伴的叶系文放在眼里 他手中出现了一柄非常秀气的长剑 身形犹如是一道闪电一般 凌空逾越 扑杀到叶系文的上方 直接甩出一道皮链横空展落下来 这一波攻击没有任何其他的花招 唯一拥有的特色就是快 比所有人的反应更快的速度 和这种速度相比 之前三庙童子的攻击就慢慢像是乌龟爬一样 根本没有可能对叶系文造成任何攻击 剑光犹如皮链一般展落下来 奇快无比 叶系文的额头已经能够感觉到剑意扑杀过来的那种奇异的感觉 他终于动了 相比起严书然的动作 他的速度更快 一出手就是漫天的火焰刀气 速度又快 力量又大 一出手 瞬间就让他扑杀过来的剑光击破 紧接着 火焰长刀去世不见 直接一刀朝着严书然就斩杀过来 很是平平无奇的一招 但却有着莫大的威力 探似普通的招式 蕴藏在背后的却是绝对的实力差距 不好 这个时候 严书然的神情顿时一变 他很难想象一个人族的速度 怎么会快到这种恐怖的地步 当 刀剑在半宫中狠狠地相撞 爆展出恐怖的光芒 叶熙文手中的火焰长刀猛然间又开始熊熊燃烧 叶熙文身上浑厚的真元也完全爆发 融合了星辰巨手的血脉 让他的真元远超常人 火焰长刀瞬间压在长剑之上 刹那间轰到了他的身体之中 严书然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倒飞出去 叶熙文的身形横在半空 手握长刀熊熊燃烧 便犹如是一尊钙带的神奇一般 又败一个 再败一个 眼见着严书然又败在叶熙文的手上 众人似乎都有些麻木了 太风海域的三人 一个比一个更加强横 一个比一个难缠 而严书然虽然看起来比三妙童子要厉害得多 至少面对叶熙文的时候 不再是毫无还手之力 但是也没有用 裴星辰不由嘖嘖地称奇说 这小子真是一个怪胎啊 完全没有弱点和短板吧 轰 严书然直接在地上轰出一个大洞 一阵飞沙走时 烟腾生腾而起 你激怒我了 彻底激怒我了 坑洞之中传来严书然冰镇的声音 烟尘散去 终于露出了坑洞之争的情景 却见严书然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将血脉积发了 浑身上下覆盖着一层一层的雪白的 犹如是冰晶一般的鳞片 他整个人看过去就犹如一尊冰镖一般 美丽不可方物 他身上真缘不断地波动着 以他为中心 一层薄薄的冰晶 开始在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四面八方扩张而去 他就像一尊冰雪女神一样 他怪笑一声说 你的实力很强 你将会成为我最漂亮的冰雕 世世代代 永远埋藏在我冰雪的世界之中 围领域 叶细文一瞬间就判断出来了 这是这一种围领域 正是严书然的冰雪领域 而在这一片冰雪世界扑敞而开 众人看了过去 却见有数百尊冰雕 出现在他的冰雪世界之中 神态各异 有人族有海族 也有海魔族 但是无一例外 都是一副惊恐的神态 这些都是你的对手吗 叶细文问道 没错 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武神空间 作者傅晓晨 演播 少华 第四百七十集 叶细文只能看到他的身影一晃 便已扑杀到了叶细文的面前 速度又这么快 刹那间直逼叶细文的咽喉 要一击将他彻底击杀 叶细文连忙脚下连踏 堪堪避开了这一道 几乎没有看见的剑光 但是依然还是被那一片冰晶的围领域 给包裹了进去 顿时一阵冷汗淋漓 这展开围领域之后 严树然的速度 突然一下子提升了好几倍 连他的眼睛 都只能抓到一缕闪烁的身影 但是他还没有去控西想 为什么严树然的速度 会快到这样呢 只觉哗啦一下 漫天风雪下 一下子压在他身上 仿佛要在一瞬间 将他给生生 冻江陈玉尊冰雪雕人 就犹如刚才叶细文看到的那 数百尊冰雕和雪人一般 如果说这一件有什么特色的话 那就是快 快到了极致 仿佛是瞬移出现的一般 但是叶细文很快就否定了 瞬移这一件事 因为没有空间波动 只要是瞬移 就肯定会有波动的 也就是说 这是纯粹的速度 但是纯粹的速度 能够快到让叶细文 都为之惊骇 这种速度可想而知 得到何种恐怖的程度 叶细文连忙展出刀光 一举荡开了这一道 直逼而来的剑光 好快的速度 一旁的裴卿尘惊叹道 他在激发了血脉之后 更快了 简直就像白色散电一般 认输吧 从你逼我出北领域的开始 你就注定要失败了 严树然冰冷地说道 哼 是以冰晶为移动的基点吗 叶细文何等老了 可谓是身经百战 几乎是立刻就看出了 他这一领域的特点 那些风雪倒是没什么 根本无法穿透 叶细文的护体火焰 但是严书然那诡异的速度 倒是颇为令他头痛 也不过如此罢了 叶细文冷笑一声 他不得不全力以赴 但还是不可能 到达丧命的地步 既然移动的基点 是这些冰晶 那么就给我都破了吧 叶细文大喝一声 手中火焰化作一把长刀 瞬间成形就跨了出去 严书然的速度很快 那是借助了冰晶 作为移动的基点 但是叶细文 却是实打实的 快速无比 哼 长刀从严书然的身边 横扫而过 差一点就斩中了他 但是还是没有斩中 整个冰晶世界 瞬间被斩出了一条 巨大的裂缝 长达上百米 看着极为的恐怖 局面完全被叶细文 掌控到了手中 严书然的速度 虽然很快 但是叶细文 却一点都不慢 两人交手速度极快 刹那间 已经交过上千招了 严书然是一副 沾之急走的样子 从来不和叶细文硬拼 显然他也看出来了 叶细文的力量 大的出奇 和他硬拼 肯定会吃亏的 占不到什么便宜 但是渐渐的人们发现 越来越不对 因为严书然的速度 在下降 但是按照道理来说 这些高手早已达到了 超脱镜九重天 就算打上一天一夜 都不可能耗尽真元 但是事实 就是严书然的速度 在越来越慢 他的速度慢下来了 裴星辰看得分明 海公子淡淡说道 因为他的围领域 被叶细文 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 他也是着实的佩服 叶细文这一招 说来简单 好像谁都能做到一般 但是他的这份判断 与果敢 却是别人做不到的 众人听到海龙公子的话 顿时纷纷一看 果然如此 在上千招的交手之中 那个原本风雪的世界 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 他就像一个怪物一般 一千多招过去了 依然是一副脸不红心不跳的样子 叶细文轻声说道 该到此为止了 他身形猛然一踏 直接化作一道金光 严书然的速度很快 但是都要依托在 冰晶世界的基础上 砰的一声 叶细文手中的火焰刀器 刹那间就斩在了 严书然的身上 噗 这次他没能躲过 叶细文的火焰刀器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 重重地摔在地上 直接昏死了过去 不知生死 树然 旁天干大喊一声 这个时候 太风海域之中的高手 也仅仅只剩下他一个 还清醒着 其他两人都被叶细文 直接给轰晕过去了 还不快带着他们俩 快滚 叶细文淡淡地说道 他们引以为傲的实力 在这个叶细文面前 显得如此的不堪一击 虽然他不肝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卷着两人 直接消失在天际之中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炸开锅了 无数人都在感慨 叶细文的实力 到底已经高到 什么样的程度了 甚至很多人在猜测 是不是已经能够击败 半部法相境的高手了 这看着 着实太过吓人了 想不到此子 居然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更是留不得呀 这是拳影独恶族的 独颜龙族 那些高手和长老们的想法 叶细文的成长速度 超乎他们的想象 已经被列为必杀的目标了 我还想之后找机会 好好和这小子打一场 现在看来是不必了 打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时候 裴星辰感慨地说道 我现在大约有着知道 为什么高层宁愿和海族撕破脸 也要保住他了 你是说血界失恋吗 裴星辰别嘴说道 海龙公子瞥了他一眼说 不然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们云星海域 也实在沉寂太久了 这也不知道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叶细文以吹枯拉朽之势 飞速击败了这些 太风海域的高手之后 他的名声也在一夜之间 传遍了整个云星海域 可谓是真正的名动一方 和之前不同的是 叶细文之前就已经博有声名 但是那个时候 只是作为年轻一辈的高手而出名的 这一批的年轻高手 已经承荡到了可怕的地步 在云星海域之中 除了那些隐居的法相性高手 和半隐居的半部法相性高手 甚至可以说 已经属于名列上最顶尖的战斗力了 同样的境界 天才优点能够轻松 一打十几个二十几个 毫无压力 在叶细文轻松击溃了三庙童子 庞天干和严淑然之后 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公认的冠军 海龙公子也很干脆利落的认输 百强榜单争夺赛落幕 但是外界的讨论还在继续当中 他一时间明冻一时震动天下 再也没有人敢小看这个 仅仅是年轻一辈的高手了 或许他还年轻 但是却到了足以让他们 为之侧目的地步 不过 百强榜单的事情 很快就被另外一个事情所取代 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事情 那就是血界试炼即将开始 血界试炼 顾名思义 就是在一个血界之中产生的试炼 唯有年轻一辈能够参加 这不仅仅是一个各个海域年轻高手一辈 战胜自己的舞台 更重要的是 也是一个适合修炼的地方 在里面单上一段时间 几乎都会有不小的进步 但是前提是能够活下来才行 这血界试炼之名 可不仅仅只是因为血界之中的环境 更是因为这个试炼最为残酷的过程 凡是最后活下来的 都比起进入血界试炼之前 有巨大的提升 虽然每一次去都可能是损失惨重 甚至可能全军覆没 但是每一次出来的弟子 都是进步不小 现在无尽海域之中 能够构造上超级和大型的海域 无物是当初在血界试炼之中脱颖而出 经过无数年之后沉淀 最终成功从诸多海域中脱颖而出的 因此即便知道可能会损失惨重 但是也没有一个海域 会放弃这个进入血界试炼的机会 许多人压根就看不上百强榜单的荣誉 但是对于这个血界试炼 却是所有人都很在意 因为他们没有资格不屑 在血界试炼之中 各个海域之中的天才 都会在其中发生激烈的碰撞 用一句话形容 那就是天才如蛊虫 以血炼争功 能够从中脱颖而出的 不过是寥寥无几巴的 不过 无论外界如何的纷纷扰扰 这都和叶熙文没什么关系 对于他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跨入超脱镜七重田的事情 叶熙文的积累非常深厚 甚至远比一般人都深厚得多了 如果仅仅只是简简单单的 跨入超脱镜七重田 那他早就可以做到了 但是他没有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他的战斗力虽然依旧会得到提升 但绝对称不上什么跨越式 最多也就继续在超脱镜九重田之中称吧 无论真正抗衡半部 法向镜的高手 如果到平时也就算了 就算突破不了半部 法向镜的战斗力也没什么 但是现在 马上要展开血井试炼了 而且有很多人都想要毒害他 所以他必须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能达到抗衡半部法向镜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这一次的血解失恋 是异常的血腥之旅 对于血解失恋 他也听归原门的高层说过 归原门这一次 之所以会冒着和绝影独恶族翻脸的危险 也要力保叶熙文 正是为了这个血解失恋的事情 血解失恋数百年才有一次 在无尽海域之中 人族并不占优势 好在这一次出了不少的高手 若是往界的话 能有一个超越九重天的高手 就已经了不得了 所以叶熙文被寄予厚望 换句话说 以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第一人的身份 进入血解失恋 多半还是要面对几个不友好的海域 比如说太风海域等的针对 到时候可能面临轮番的血战 叶熙文曾经问过海龙公子 得到的回复是 他不是边云的对手 换句话说 现在边云可能已经跨入半步法相境 也不一定 这一切都逼着叶熙文 不得不全力以赴 外界纷纷扰扰 暂时被叶熙文抛到一边 他的心目中仅仅只剩下修炼 一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 他都在不断的压制 然后不断突破 终于在一年前 顺利跨入了超脱镜七重天 但是跨入超脱镜七重天之后 他没有立刻出关 而是选择了继续修炼 密室之中 叶熙文缓缓推开大门 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血界失恋 我来了 叶熙文是最晚出关的一个 这个时候 归原门的众人 已经是整装待发了 对于归原门 叶熙文并不熟悉 或许唯一算得上熟悉的 也就仅仅只有 裴星辰一个了 五年过去 裴星辰的气息 越发的内敛 不负五年前的张扬 或者说到了现在 他已经能够非常好的 控制属于超脱镜 九重天的力量了 看你小子 我已经彻底没有了和你一笔的打算了 看到叶熙文不经意间外露出来的气势 裴星辰已经彻底没话说了 他自问 如果对上五年前的叶熙文 谁胜谁负那很难说 但是同样五年过去 他都已经拥有如此进步 那叶熙文 怎么可能一点进步都没有呢 血界失恋 是整个无尽海域 无数高手参加的一项顶级盛事 在举办的地点 却并不在荒谷大陆 而是在另外一个次空间的血界之中 有三个入口 有的海域 多的甚至有两个入口 而云星海域的血界入口 就只有一个 在一个海岛之上 平日里这里几乎没什么人来 但是真正到血界失恋的时候 各大势力纷纷驾临于此 大批年轻高手都在这一刻 云集到这座小岛之上 归原门和叶熙文众人赶到这里 顿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作为新近的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叶熙文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 五年之中 叶熙文却像是完全消失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如果不是归原门中传出消息 他在闭关 甚至许多人都在怀疑 他是不是已经被独颜龙族 和绝影独卧族的高手给斩杀了 众人都很清楚 这两个海族霸族 必定是崖字必报的 叶熙文击毙他们的天骄 按照他们的性格 如果不报复 那才奇怪呢 这下有好戏看了 那人不是叶熙文吗 现在独颜龙族和绝影独卧族的高手也在场 双方会不会爆发什么大战之类的呢 一时间众人开始议论纷纷 不过叶熙文并没有理会 这时他听到一声叫声 叶大哥 他转头一看 不是白汉默和姚倩又是谁呢 哼 我这知道是你 谁来了 也没有你这么拉风啊 白汉默三步两步 跑到了叶熙文的身边 哼 这是拉风吗 叶熙文看到身边无数仇视的目光 无奈地说道 叶熙文一眼就看出来了 姚倩如今也已经跨入超突径九重田 这个进步 相比起快十年前叶熙文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简直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相比起姚倩 白汉默的进步更加明显 一身实力早已经达到了超脱镜九重田的巅峰 当然是拉风了 除了你出场 就不可能比人比你还拉风嘛 白汉默搞概的笑容说 叶大哥 一旁的姚倩也含笑点头 笑颜如花 白小子 等一下我们找个地方切磋切磋吧 裴星辰突然插进来说 你这小子太变态了 我估计不是他的对手 打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我们俩交手交手 看看这两年你有什么进步 嘿 没问题 到时候别被我打得哇哇乱叫嘛 白汉默顿时出现一副和裴星辰臭味相同的样子 哎 你们很熟吗 叶熙文有些奇怪的问道 姚倩将叶熙文一脸疑惑的样子便解释起来 原来他在闭关的五年之中 白汉默和姚倩也并非是一帆风顺 找不到叶熙文的绝影独卧族和独炎龙族 就将目标放在他们俩人身上 想要将他们斩杀泄愤 白汉默本人被追杀几次 堪称是好几次死里逃生 有一次白汉默被追杀的时候 被裴星辰所救 这才死里逃生 从那之后 这俩人就打得火热 两人凑到一起 那真是臭味相同 叶熙文摇头失笑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而这两个人却已经越说越热闹 穆德 天空中一缕杀鸡一闪而过 叶熙文的双眸之中 猛然闪过一丝警惕 穆德 一道纤细的宝剑 猛然间在办公中骤然出现 绽放出恐怖的杀鸡 直挺挺朝着叶熙文 就披落下来 斯拉 一声犹如布匹被撕裂的声音 整个剑光瞬间被撕裂 这时候 一道黑色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居然是一个身着黑衣的刺客 各大势力多年以来的规矩 是不虚众刺客的 不容破坏 这也是怕有什么老一辈的高手 突然下手 对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下毒手 以往也并非没有发生过 但是这个时候 居然出现了刺客 还是一下子震惊了这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更不要说敢对他们动手 不然就要面临整个云星海域的怒火呀 到那个时候 甭管是什么杀手组织 都不可能在云星海域中立足 到底是哪个杀手组织这么大胆 这不是自觉于云星海域吗 偷鸡摸狗之辈 居然敢在我面前放肆 打破灭星辰拳 叶熙闻眼中寒芒一闪 杀鸡瞬间爆发出来 红龙 那个刺客直接被他生生的轰爆 一个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被他当场轰爆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叶熙闻的反应好快 实在太厉害了 一个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的刺客 绝连他一招都挡不住 就被当场轰爆了 在场的众人 无疑例外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 看到这一幕 都不由得纷纷感叹 感叹之余 在场众人哪一个不是人中精英 一说到哪会有刺客 所有人都想到了 绝影独卧族和独炎龙族 瞬间 众人目光就向他们看去 以恶影和炎公子为首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暗杀 双方居然是一点吃惊都没有 完全是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 众人顿时就明白过来 如果没有人支撑 谁敢这么如此的放肆呢 叶熙闻这个时候 也想到这一点 望向两族 这两族的高手间 叶熙闻看过来 却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害怕的意思 反而挑衅地看着叶熙闻 其中恶影更是冷笑着 直接在脖子上 比出了一个歌喉的动作 威胁之意喧嚣沉上 不过叶熙闻这个时候 却没有空去找他们的法粉 因为第二波的攻击 转眼就到了 天空中莫名地开始 下起了花瓣雨 飘然落下 整个天底间 都好像陷入一片 唯美的景象 刷 这一片花瓣雨 刹那间变了 变成了一片速杀的剑气 刚才那些 都不过是幻象而已 当人们看穿了幻象的时候 那些剑气 毅然扑杀到了叶熙闻的面前 给我破 火云崩天手 叶熙闻怒吼一声 一只巨大的手掌遮蔽天空 直接朝着那些剑气抓了过去 轰轰轰 剑气当场被抓爆 叶熙闻 去死 一声爆喝 猛然间从叶熙闻的身后传来 却见一柄有黑无比的长剑 猛然间顿时出现 这是领域 许多人眼里高明的高手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这一柄有黑无比的长剑上 覆盖的法则 不正是领域吗 一瞬间 将叶熙闻给笼罩了进去 叶熙闻脸色不变 只是冷哼一声 他的身上每一个毛孔 都在喷吐着剑衣 疯狂地席卷出剑衣的风暴 在半空中 凝聚出了一柄剑 迎着那一柄有黑无比的长剑 瞬间就激设而去 两柄大剑在半空中 猛然间狠狠转到一起 席卷出冲击波 化成一团一团的巨风 席卷开来 紧接着 一连串的铲叫声 便从半空中传了过来 却见十几个黑衣人 从半空中跌落出来 口中喷着鲜血 身形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直接被轰飞了出去 叶熙闻看着这一幕 眼睛都不眨一下 脚下猛然一探 身形瞬间化作一团金光消失 再度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那一柄 黑色长剑的面前 直接张开大手 将这一柄长剑 抓在了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孝辰 演播邵华 第471集 甭 他手中的黑色长剑 在瞬间开始了疯狂的挣扎 想要从叶熙闻手中挣脱出来 无尽的剑气 不断的席卷出来 不过叶熙闻哪能让他如意 他的手上 直接涌出无尽的神性 将这一柄长剑包裹进其中 他举起手 一道惊天剑芒 瞬间甩出 横展长空 比起那十几个黑衣人手中的时候 威力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砰砰砰砰 那十几尊的黑衣人 当场被斩暴成血雾 不过叶熙闻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又是一股极其危险的感觉 瞬间窜上了心头 那是一种被盯上的感觉 瞬间出现在叶熙闻脑海之中 果然几乎是刹那间 天空顿时出现了一对气化的手臂 这一对气化的大手上 出现了一柄巨大的长弓 长弓之上 无数的灵气被吸纳过来 凝聚成了一支长剑 刷的一声 那个长弓上的双手 猛然间放开弓弦 那支长剑猛然一下子击射出来 穿破长空 绝杀而来 叶熙闻一剑回出 顿时长剑爆展出灿烂的剑光 直接朝着长剑披落下去 红楼 这一个气剑当场被斩爆成 一团一团的气流 但是却无法真正伤害到叶熙闻 不过这还没完 那支大手机射出来的气剑 越来越多 叶熙闻手中的长剑 捂出漫天的剑光 在半空中护住了自身 虽然这一柄长弓非常的大 但是对于叶熙闻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只在一瞬间就见剑气斩爆 叶熙闻右手捂出剑光 护住自身 左手直接朝虚空抓了一把 当空抓出一柄巨大的气枪 左手轻轻爆气 瞬间将气枪甩了出去 一声巨大的破空声传来 那根气枪顿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划破长空 一路击溃那些剑气 将盲在半空中暴战开来 直接射穿了虚空 虚空中传来一声惨叫 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其中掉了出来 气枪直接射穿了他的肩口 贯穿了他的锁骨 直接就废掉了他的一条手臂 根本就无法继续强行射箭了 他们这些死士和杀手 都是经过多年严格训练的 什么事情没见过 一般的事情根本不能 让他们有任何的变色 但是偏偏现在 他们心中惊骇之色难掩 叶熙文太强了 就像是一尊天神一般 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超脱镜的武者 居然能够威胁到他的 因为他早已经跨入了半部法相镜 而在这个时候 众人也终于看清楚了 从天空中跌落出来的人影 这个时候 有眼尖的人 几乎是立刻就认出 这个黑人的实力 相当于半部法相镜了 没有认出也就算了 但是一旦认出了 众人更加的惊恐起来 虽然他们都已经是超脱镜之中的佼佼者了 但是面对着半部法相镜 依然是力有不歹 没想到叶熙文竟然能够立敌 海龙公子叹了一口气说 叶熙文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他旁边的剑无双和裴星辰也是点点头 太强了 这还是人吗 先前叶熙文获得了冠军 只怕还有一些隐身的高手不服气 现在看到这一幕 有几个人还有勇气 赶赶到对面放了 其他一些年轻一辈的高手 也纷纷议论起来 更为的惊讶 这就是这么的残酷 舞者的世界就像是一个金字塔 能够到达最顶端的 永远只有那少少的人数 哼 给我死过来 叶熙文冷笑一声 直接大步跨出 刹那间追上了这个半部法相镜的刺客 手中的长剑猛然间挥出一道惊天见光 将天幕撕裂成两半 瞬间朝着这个半部法相镜的刺客手下 展落下去 叶熙文什么也不管 直接一脚又踏了过去 猛然踩在这个刺客的背上 扑 那个刺客当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五脏六腑都要被叶熙文给踩爆 身形当场直接横飞了出去 在半空中游如一道流星一般 朝着远方飞去 这也是他借助叶熙文的力道 要想直接脱离出去 刚才和叶熙文有限的几次交手 就让他彻底明白 眼前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怪物 一般人怎么能够和怪物相提并论呢 这个人物也只能放弃了 是保命比什么都重要 想走 叶熙文的速度比那个刺客想象的还快 在刹那前就明白那个刺客的打算 脚下他的金色浪花 当即就追了出去 扑齿一声 那个刺客当场被剑光展报 在这个云星海域之中 除了霸主级的几个势力之外 其他的势力之中 半步法相径绝对是位高权重 甚至可能是一派掌门的高位 就算是在杀手组织中也不例外 半步法相径的杀手 绝对已经是金牌杀手了 要请动这样一尊高手亲自出手 可想而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一般势力是负担不起的 这一切的一切都唯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有人在背后撑腰 而这人也绝对是绝影独恶族 和独炎龙族的高手 刚才叶熙文也确定了 叶熙文落了下来 目光冷冷的看着绝影独恶族 和独炎龙族的高手 冷声说道 我本来不想和你们计较 但是你们这三番两次的算计 如果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还当我是一个好欺负的人吗 叶熙文 你要干什么 恶影一声大喝 你们居然还问我要干嘛 真是好大的手笔 埋伏了一尊半步法相境的大能在此 如果不是这几年 我的修为略有长进 岂不是被你们给宰了吗 你 你有证据吗 证据 需要吗 什么证据 那只是弱者的说法 对于强者来说 这些只是好笑的笑话罢了 你 恶影顿时被叶熙文给气得蹊跷生烟 证据 需要吗 白汉墨略为有些兴奋的念着这五个字 霸气 太霸气了 旁边的姚倩等人也有些无奈的看着白汉墨 他找错重点了吧 这个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叶熙文的身上 看他要如何处置这个事情 叶熙文身上散发出来的威势越来越强 碾压到两足的高手身上 便犹如是一头披着人皮的凶兽一般 散发着凶兽一样的尾压 恶影终于第一个顶不住叶熙文的尾压 转身就走 猛然间转身就化作一道流光 要从天空中逃走 哼 哪里走 叶熙文冷横一声 直接画出一只气化大手 当空拍了上去 恶影一声惨叫 身体犹如炮弹一般 被生生拍落在地上 狠狠地在地面上砸出了一个大坑 紧接着 叶熙文就盯上了严公子 这个时候严公子化作一团火光 就要消失在众人的眼中 但是一道火焰刀器 从后面追杀了过来 砰 刀器当场将他斩杀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叶熙文何止是心狠手辣呀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呢 许多人都感觉到 这脑子有些不够用了 这是要捅破天的节奏吗 这已经不是一件小事了 他这可是断人传承的根本大事啊 云星海域之大 都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看他悠闲无畏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放在眼里 现场一片虚声 落身可闻 所有人连呼吸都屏住了 疯了吧 这小子真的疯了吧 裴星辰顿时就傻眼了 剑无双 双眸之中一阵精芒闪烁 大掌不做事 当如此 太帅了 干得好 这个时候 也只有白汉墨 依然是一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大笑着 叶熙门这个时候 如何不知道 众人在想什么呢 将他们全部斩杀之后 云星海域再大 也没了他的立足之处 不过他们大约也没想到 叶熙门根本没想过要继续留下来 等到血界试炼一结束 他就会回到荒谷大陆上去 现在他已经具有了辟美法相镜高手的实力 等他完成了血界试炼之后 实力只会更强 只要小心点 横穿无尽海域 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北山陵 该到你还债的时候了 叶熙门一闭上眼睛 就是沈燕没死的时候的样子 那种无力的感觉 让他至今无法忘怀 这时 一股血色的能量席卷而出 叶熙门只觉得 这是一股极为精纯的能量 让他难以精进的霸体修为 居然隐隐有了进步 该死的叶熙门 你却敢灭我族精英 给老夫死过来 一声爆喝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碾压下来 叶熙门脸色顿时一变暗道 该死 不好 两族的老东西都已经发掘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熙门知道 这些大势力的重要弟子身上 多半都有什么命牌之类的东西 哪怕是远隔千里 只要生命之火一旦熄灭 那么立刻就会被知晓 哄 一只气化的苍天大手 从天空中抓落下来 目标直指叶熙门 叶熙门想也没想 脚下猛然一趟 身形直接化作一团光团 躲过着这必杀的遗迹 好快啊 裴行神瞪大了眼睛说 但是攻击并没有停止 紧接着又是十几声 愤怒的怒吼 宝小声传来 十几只大手当空就抓了下来 哄 叶熙门终于一下子没躲过去 被那只大手当场拍中 扑的一下 叶熙门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那些被叶熙门掠夺来的神性 现在一点一点的融入到他的身体之中 随着他这口鲜血喷出 其中之人蕴含着丝丝的金色丝线 正是神性 刚才他所站立的地方 已经被一只大手抓成了粉末 叶熙门一边调动天皇再生树 恢复身上的伤势 身后还传来那些 法相镜高手的咆哮声 但是他们却冲不进血界之中 只能远隔一个世界不断的咆哮 冲进血界之中后 叶熙门只觉得 自己被一片血色能量所包围 他身体上的伤势都在缓缓的好转 这些血色的能量 拥有非凡的功效 和那些灵气截然不同 灵气还需要自己转化吸收 但这些气血 却是能够自己直接吸收的 不过叶熙门没有时间多做休息 他身上的血迹很快 就吸引了血界中特有的一种生物 血兽的出现 在血界之中的血兽 据说都是因为受到 这股血气影响而诞生的生物 在血界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 这是一头血鳩 非常的毒辣 早已达到了超脱镜九重田 在叶熙门刚刚出现没有多久 顿时就吸引到他的注意力了 当即他直舍扑杀过来 游入一道血光一般 直接张开鸟嘴 一团血光喷吐而出 账落到了叶熙门的身上 叶熙门身上一道血光瞬间刷了出去 直接将那一头血鳩给刷到其中 砰 那一头血鳩当场就被刷爆了 虽然之前遭受的重创 没有能将他一举击杀 但是也将叶熙门重创 一尊法性性高手的攻击足以致命了 他没死也是身受重伤 击杀这头血鳩之后 叶熙门知道不能再怎么耽搁下去了 不然可能会吸引来更多的血鳩 在云星海与各大霸主之中 他也找到了许多关于血解试炼的资料 这些资料叶熙门在来临之前 已经全部看过 虽然没有来过血解 但是对血解之中的一些情况 堪称是撩弱之长 这些血解之中的血兽 比起外面那些妖兽 还要更加的残暴 一点点的鲜血 就可能引来许多的血手围攻 想到这里 叶熙门当即没有犹豫 直接找到一处山脉 闭关恢复了起来 这一恢复就是十天的时间 这还是因为他有天皇再生树 要是寻常人就算不死 那也估计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 现在他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当即离开 而是开始凝聚血石 这是在血解之中所特有的一种精石 并非是从地里挖掘出来 需要靠人力凝聚而出 在这血解之中 常年都笼罩在一片漫无边际的血液之中 这些血气也不知道是什么组成的 只知道比灵气更加的珍贵 一般人哪怕仅仅只是在血解之中修炼 没有任何磨炼 进步也比外面要大得多 而这血石 就是由这些血气凝聚而成 超脱镜以上的高手 可以将这些血气凝缩为血色的精石 这些血石 因为是血气直接凝聚而成的 所以更便于吸收 同时 这些血石也在血解之中是硬通货 要购买什么血解之中的东西 都需要用到这些血石 相比起血石 原本在外界是硬通货的灵精 根本就不值一提 对于这些年轻天骄们而言 灵精这东西 只要他们想弄 总归是有办法的 但血石却不一样了 叶西门摊开手掌 气韵丹田 手掌犹如一个涡轮一般 产生强大的吸力 周围无数的气血都被吸纳过来 然后渐渐的凝聚成一枚血色一般的精石 凝聚方法和灵精有些类似 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在血解之中凝联的是血气 而在外界凝联的则是灵气 凝联出一枚血石之后 叶西门马不停蹄地开始继续凝联 但是无论他再如何专注 也只能堪堪凝聚五百枚左右 他凝联三天之后就放弃了 这样下去光就只是凝联血石 其他的全部都会被放毁掉 一片茫茫血色的平原之上 一道身影迅速从其中飞掠而过 不远处不少血手都感觉到了这个动静 都想要过来 但是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这道身影早已经消失了 如果方向没错的话 应该是这个方向 叶西门缓缓地念叨 虽然血界很大 但是经过了无数年的探索 各大势力手中多少都有一份地图 越是庞然大物 所能探索的血界疆域也就越多 当然范围也就越广 也就越详细 叶西门现在就是要赶去和裴星神他们会合 因为之前说好了 如果分散 就是血界之中的风颓城会合 这样的城池在血界之中还有许许多多 都是多年以来先被建立起来的城池 每到了血界试炼的时候 都会有大批的高手进驻 而云星海域没有这个实力独立建成 所以也是和别人一起建立这个风随城 而主管这个风随城的 则是另外一个海域 风随海域 也是一个小型海域 但是却比云星海域要强横得多 除了风随海域以外 还有不少家的海域高手 也是将在血界之中的活动中心 设立在这座城之中 如果他们顺利进来了 那么肯定会出现在风随城中 而在血界之中 更是有许许多多的危险瑞兽出没 所以才建立无助的城池 一共休息 小心锦绅是没有错的 在血界之中 生存者许多亘古长存的血兽 这些血兽一旦发威 什么天才天骄都要惨死 没有探索过的地方 如果胡乱的闯进去 那可能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那些地图 除了大致的地形有用之外 其他很多都不太准确 都需要自己重新探索 不过对于夜信文来说 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资料了 而这风随城 自然也是云仙海域的大本营 在还没有办法独立建城的情况下 和其他海域合作 也就成了无可奈何的事情 它又飞行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左右 风随城的轮廓 终于出现在它的面前 这座城虽然不大 只是一个小城池 不过麻雪虽小五藏俱全 各种阵法早就不知道 被加固了多少次 城墙之高更是高达百丈以上 就是为了抵御这血界之中的 无数血兽的侵袭 凭什么我们云仙海域的人 就要比其他海域人要多交一倍呢 人族还要多交一半 一声愤怒的声音 从城门口传了进来 夜信文一听眉头一触 这个时候身形已经飞坠到城门口了 却在城门口之上 站着四尊大汉 牢牢地把守住整个大门 为首的一人 正是夜信文先前见过的旁天干了 而在他们几人面前 却是几个云星海域的年轻高手 正对着他们怒目而视 面对这些年轻高手的斥责 旁天干仅仅只是冷笑一声说 哼 没人逼着你们 不交也成啊 只要不在这太风城中待了 就随便你们去哪儿 零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旁天干 其他许多海域的高手 也都纷纷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你们也别得意 旁天干 你们上次在我们一星海域 惨败的事情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们也并非没有人 能够收拾你们 哼 你是说那个夜信文 有本事就让他出来 看老子不捏爆他的脑袋 何况就算他又如何 现在这城池归我们太风海域了 士龙得给我盘着 士虎也得给我趴着 不然就是取死有道 哦 我倒看看 我到底是怎么一个取死有道法 一声清冷的吃笑声 从人群中传了出来 一道人影排中而出 正是夜信文 是你小子 旁天干看到来人 顿时眼睛一阵冰冷的沙翼闪烁而过 看向夜信文的眼神之中 充满沙翼 本来听说 你已经被法相警的高手打死了 却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 哼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里不是风水层吗 怎么变成太风城了 夜信文看向旁边的舞者问道 旁天干在一旁说 愚蠢 现在的城池已经归属我们太风海域了 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改成太风海域 又有什么好奇怪的 夜信文心下了然 在血解之中 一切世俗的约束都是浮云 唯一的法则就是 谁的拳头大 谁说的就有道理 这些城池已经早有一主波次了 一般哪一个海域崛起 就必然争夺那些海域的城池 那这个增收双倍又是怎么回事啊 夜信文问道 这些太风海域的人太过分了 一般海域的人每天只要交出50块雪石 就能拘着城内 但是他们要求我们云青海域的人 要多交一半 而且人族还要再多交一半 那就是150块雪石交给他们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邵华 第472集 这些年轻高手 都仅仅只有超脱镜八重天的实力 每天凝练出100块雪石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即便是像裴心臣 海龙公子那样的高手 一天能够凝聚出来200块雪石 就已经是极限 夜信文这样一天能够凝练500块的 堪称是恐怖了 就算他们完成了 一天之中所凝聚的大部分雪石 却落入太风海域的年轻高手手中 久而久之 他们的修为就会拉开更大的距离 许多海域早期并没有多大距离 但是就是这样子 久而久之慢慢拉开的 所以每一次雪解试炼之中 活下来的那些人的修为 都有了幅度巨大的进步 其他人呢 夜信文问道 怎么只是看到这几个人呢 除了百强榜单之外 云星海域还是来了不少人的 零零散散地加起来 只怕也超过了三四百人 最次的都是超脱镜八重天的武者 可谓是精锐全出 旁天干见夜信文 根本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 顿时心中一阵怒火中烧 冷声说 上次在云星海域我不好动手 现在你真是自投罗网 自寻死路吗 给我抓住他 这个小子是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斩杀了他 整个云星海域就群龙无首了 哼 夜信文冷哼一声 眼中寒芒闪烁 一团火焰在他手上瞬间生腾而起 化为一柄火焰长刀 一道刀芒闪耀划破长空 一个猛扑过来最快的太风海域的高手 当场被他斩杀成了两半 旁天干双眼瞳孔猛然一缩 夜信文比以前更加恐怖了 他似乎见到了当初将他的手臂一拳废掉的那个夜信文了 超脱镜九重田或许在各大海域之中都能作威作福 但在这里却显得如此的弱小 夜信文在这些人之中 境界大约是最低的一个 不过是超脱镜七重田 但是真正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却让人胆寒 更重要的是 这要是反抗太风海域的统治 自从击败了风水海域的高手之后 太风海域就成了这太风城之中的主宰了 这人到底是谁啊 怎么如此厉害 原本众人还以为他仅仅只是一个云星海域的新人物这罢了 没想到战力如此的恐怖 那是我们云星海域年轻一辈的第一高手 庞天干的胳膊就是被他一拳红包的 这时有人说道 年轻一辈第一高手 有人好奇的问道 你们云星海域第一人不是海龙公子吗 那是好几年前的老黄历了 该死的夜信文 这里可不是云星海域 你以为你还能作威作福吗 等一下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庞天干一声长笑 似乎是在通知城中太风海域的诸多高手 一个云星海域人族的高手联盟喊道 叶兄小心 他这是在召喚同伴 不行的话 我还是赶紧撤吧 无妨 让他们喊 省得我一个一个找过去了 夜信文冷笑一声 随手捏碎了一个太风海域 超脱镜九重天高手横扫而来的刀光 刷 夜信文手中的火焰长刀瞬间出手 长刀横展长空 几个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根本来不及躲开 当场就被抱成两半 现场一片浸若寒蝉 旁天干看着夜信文的方向 整个身体都在不自觉的微微颤抖着 后背升起了一天冷汗 眼前这个煞星比起五年前何止恐怖了一倍两倍 在他即将掉头转走的时候 城内顿时传来了连绵不断的咆哮声 什么人居然敢在我太风城放肆 找死 这个时候 太风城之中 数十道身影从其中窜了出来 每一道都是气息内敛强横 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的可怕人物 是你 就在这个时候 严淑然也出现了 他脸色有些复杂的看着夜信文 虽然五年的时间过去 但是对于他们动辄数百年上千年的生命来说 五年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那个轻松将自己击败的夜信文 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怎么 书然 你认识他吗 在严淑然的后面 一个样貌丑陋的家伙问道 他就是那个夜信文 严淑然目光冰冷的说 他就是那个让你们吃了大亏的家伙 我看也不怎么样 超脱镜七重天而已 你们的实力什么时候 已经退到这个程度了 显然 在太风海域之中 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依然有着种种的矛盾 不知死活的东西 一个小小云星海域的家伙 居然敢在我们太风城闹事 真是活腻味了 又是一个青年 开口说道 听到这样的话 在场的诸多高手 脸色顿时一致难看起来 虽然他并非是退风海域的舞者 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依然很不舒服 夜信文双眸更是一阵寒蒙闪过 他说道 真是可笑 小子 你笑什么 我笑你们死到临头 由不自知 统统死有余辜 找死 那个丑陋的青年顿时大怒 瞬间一股恐怖的气势 席卷而起 气焰滔天 在他的背后 顿时凝聚出了无比恐怖的气势 像是一瞬间 无数的武道意志都展现了出来 他一个人 就能将所有人都给屠戮掉 一样似的 你不要小看此子 此子绝非等闲 严树然开口说道 啰 啰嗦 你以为我们是你们几个失败者吗 超脱镜七重天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真是自寻死路 哼 那个丑陋青年动手了 他整个手臂猛然一下子伸出 化作一道巨大的神之手影 刹那间直接就踩了下去 他的身体之中每一个毛孔都在喷吐着剑气 无数剑气在他头顶会合 直接爆出恐怖的剑光 伴随着叶西文的一声爆喝 一柄大剑犹如化作长河 割裂长空 为天地送葬 长剑视如破竹 那一道巨大的神之 虚影大脚被直接切割开来 化成了漫天的元气 那个丑陋青年顿时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剑术 怎么如此厉害 该结束了 叶西文刷了一下一步跨出 手中的火焰长刀猛然斩落下去 住手 那些太风海域的诸多高手纷纷呵斥说 他们怎么可能容许叶西文 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杀掉他们的同伴呢 哄哄哄 上百道恐怖的攻击 刹那间就扑杀到了叶西文的面 这一群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的高手联合出手 这威力之大 简直可想而知 这时 一声魔鬼的厉笑 一道魔影从叶西文的身上窜了出来 化作一尊盖带魔头 天地之间顿时魔气席卷开来 重天赛地 正是叶末 叶末一声冷喝魔爪摊开 瞬时间 无数道魔道印记被抓出 天地间似乎一下子都陷入了魔镜之中 看不到其他的法则了 他一出手 就要将世界变成魔界 充斥着魔道 那些轰击过来的招式 被他完全一把抓住 当空统统地捏爆下去 而叶西文则是心无旁骛地 直接一刀斩落下去 那个丑陋的青年顿时一声惨叫 被当场战成血雾 各族的高手都一下子惊呆了 他们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吐露成员呢 而且不仅仅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 太风海域实力之强 其实远在其他海域之上 就算是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力啊 想要对他们动手 最后的结果也只能被生生地击毙 但是眼前这个叶西文却做到了 而且是在太风海域 诸多年轻高手的面前 斩杀了一尊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的天才 这时一声爆喝从城内传出 什么人 那些太风海域的高手一听到这个声音 顿时只觉得心情立刻就安定下来了 有人瑟瑟发抖地说 是半部法相镜的高手 边云 叶西文脑海中顿时就冒出这个名字了 从海龙公子那边 叶西文知道这个名字 太风海域这次派出过来的高手 清衣色的都是超脱镜九重天 而其中更有严淑然这样 顶尖超脱镜九重天的高手 而在这些人之中 边云一直都是稳稳压着众人一头 那么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高手 十之八九就是边云了 一道身影快若闪电一般 出现在叶西文的面前 一股恐怖的危机瞬间跃然而上 一柄长枪在叶西文的身后 犹如是电钻一般 直接穿破长空 朝着叶西文的后脑就轰杀而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武神空间》 作者傅晓晨 演播少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西文的反应速度很快 不过是刹那间就已经回过神了 随手甩出一道剑气 轰向这一柄长枪 果然 剑气几乎就在刹那间被长枪贯穿 长枪仅仅只是微微一晃 就直接轰响了叶西文 不过这刹那的时间 对叶西文来说已经足够了 叶西文逃过一劫 脱离了枪间所向 这才有时间看向那个声音 却见是一个约莫二十来岁模样的青年 一身滑袍 只是在额头处完全被林家覆盖 显示了和人族并不一样的血脉 你是边云 叶西文盯着眼前这个年轻人问道 我是边让 边云是我大哥 这个年轻人只是黑黑一笑 看向叶西文的眼神 便犹如是看在一个死人罢了 你是谁 居然敢在我台风上放肆 边让微微有些好奇地问道 云星海域 叶西文 叶西文铿腔有力地说道 你就是叶西文啊 我听说过你 旁天干那几个废物 就是败在你的手上吗 边让继续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说道 哼 快了 很快你会跟他们一样的 叶西文咧嘴笑笑说道 放肆 原本我只打算将你草草杀掉了事 现在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死无葬身之地 哼 边让冷哼一声 身形闪电般就飞略出去 一声爆喝 手中一杆长枪直奔叶西文的面门而去 速度之快 许多人只是在一瞬间 就看到边让已经扑杀到了叶西文的面前 叶西文几乎就像是没有反应过来一般 眼睁睁地看着长枪扑杀而来 底下众人顿时一阵惊呼出声 尤其是那些人族的高手 就更是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看到叶西文几乎是毫无反应一般 边让这才冷笑一声 哼 不自量力 不知死活 他手中一沉 长枪更加以灵力无比的威势 直奔叶西文的面门 这一枪足以将天地贯穿 枪尖吞吐的枪芒直接割裂长空 叶西文双眸之中猛然间一道精芒闪烁而过 他动了 手中顿时出现一柄细长的长剑 正是那一天在诸多的刺客手中缴获的 地阶品质的法剑 非常了得 轰隆一声 剑气和枪气当空相撞 直接轰出一圈一圈可怕的气浪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所有的空气都被轰塌了 边让的瞳孔顿时猛地搜索起来 刚才叶西文逃脱还可以有诸多理由来解释 但是现在这一下碰撞那可是实打实的 叶西文毫不落下风 他浑身的真缘在体内暴战开来 瞬间形成巨大的冲击波 身形也不知了快到多少倍 长剑瞬间刺出 那浩然的剑意 像是要将天地间所有的生灵负面贯穿 藏人剑 改死 鞭嚷一声低贺 叶西文的主动攻击 让他只觉得自己的脸面都要丢尽了 哄隆隆 整个天地间都像是一下子没有了其他的声音 边让虽然疯狂 虽然狂妄 但是这实力却是实打实的 手中长枪横贯天空 将所有剑光都拦了下来 烟尘还未散去 叶西文的下一步攻击就已经到了 刹那间扑杀到边让的面前 长剑犹如毒蛇吐信 朝着边让的胸口直接就刺了过去 边让也是回首一击 又是一阵恐怖的爆炸声席卷开来 虽然远隔上百里 暂时在场的哪一个不是超脱颈之中的佼佼者 以他们的目理 就算远隔百里也看得清楚 看到双方的交手也是一阵的心情肉挑 虽然边让也没有进入半部法相境初期太久 还在巩固阶段 但足以叶西文的恐怖 竟以超脱镜七重天 硬扛半部法相镜 我已经完全摸穿你的本事 如果仅仅只有这样的话 那就给我拜吧 叶西文冷和一声 手中长剑枪的一下子 爆展出恐怖的剑光 混蛋 你在小看谁呢 这个时候 边让早已经没有了最开始的云淡风轻 九宫不下叶西文 早已让他有些气急败坏 他手中的长枪瞬间横贯长空 乾坤无极 枪芒刺穿长空 瞬间要将叶西文贯穿一般 藏人剑 藏地剑 藏天剑 叶西文在天空中挥舞出三道剑光 三道剑光在他控制下 在天空中聚集在一起 凝成了一种强大的光剑 天地人 几乎代表天地间的一切法则 好强的力量 他的剑道修为 怎会如此的强大 天哪 我不会没感觉错吧 我只感觉天地都在这一见之下 要背弃了 这个时候 来自云星海域的人族高手 蒸蒸地看着叶西文 他们并不知道 叶西文有神秘空间 所以根本无法专精什么气的 只要有足够的灵气 他的所有修为 就不换停止下来 所以今天实力全面施展 让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凉气 鞭让双母之中充满着血丝 他说道 他一个朝脱警 怎会如此厉害 拼了 我才不甘心 我才刚刚靠入半部法相警 怎么能够在这里被人击杀呢 他长笑一声 长剑化着剑音 冲杀而去 朝着叶西文就刺了过去 他现在可谓是走投无路 这种方法威力极大 但是只能作为杀手锏来使用 因为每个人凝聚的法则 都是有限的 甚至可以说 一个舞者的强大与否 全看他凝聚的法则数量和质量 他画出的这数十道阴间 看似不起眼 但是一个猝不及防之下 就算是同阶的高手 也可能在他手下吃了大亏了 他这下子害怕了 真的害怕了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 称雄做主的 唯有强横的实力 就在那些阴剑 即将轰杀到叶西文面门上的时候 叶西文终于动了 那些阴剑 在一柄光剑之下 瞬间被毁灭 化成了虚无 连累那些引剑缠绕上的法则 也在一瞬间被淹灭成了青烟 光剑势如破竹 一列直接朝着边让轰去 虽然看着不是很快 但却是带着恐怖的威势 不是他边让不想动 他现在已经动不了了 完全被别人锁定 哄 一场惊天的碰撞和爆炸 以碰撞的点为中心 瞬间扩散出去 却听见一声惨叫 从爆炸中心传了出来 紧接着 众人就看到一道身影 提着边让就出来了 那正是叶西文 原本还威风凛凛的边让 这个时候在叶西文的手上 犹如是老鹰抓小筋一般 提着他的脖梗走得出来 救我 救我 等我大哥回来 一定会给你们无数的好处的 边让惨叫不已 但全身上下都被叶西文给禁锢住了 败了 边让就这样惨败了吗 所有人都睁睁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对于他们来说 并不认为半步法性的高手 有那么了不起 在场这么多人 哪一个不是各族的精英和天骄啊 但是叶西文 仅仅只是超脱进七重天而已啊 这个时候 严树然开口 叶西文 你不要乱来 你要知道 这里可不是你们云星海域 等到我们边云回来 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了 边云可比边让要厉害得多 对对对 如果你惹恼我大哥 你就死定了 不可能活下来 边让连忙说道 你现在放开边让 那一切还有得商量 不然的话 等到边云回来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你们整个云星海域 都会被圣怒之下的边云 屠杀一空的 这时候 太风海域的诸多高手 纷纷开口 为边让求起了情 叶西文 有些犹豫 但叶末的声音 却突然出现说 叶西文 把这个小子交给我 半步法相境的舞者 足以让天元镜 一下子提升到人阶顶级了 到那个时候 距离地阶也不远了 叶西文没有任何犹豫 当空直接抓出 一个血色的裂缝 将边让 直接就扔了进去 不一会儿 就被吸成了人干 惨死当场 半步法相境 虽然还不是法相境 但是也远超 一般的超脱镜高手 原本还只能 慢慢褪变了天元镜 像是一下子 得到了刺激一般 在叶西文的身体之内 暴占出一团团的血光 不过 随即又被叶西文 丹田之中的星辰宇宙 给镇压了下去 不让血光透涕而出 你 那些太风海域的高手 顿时都有些傻眼 没想到说了这么多 叶西文居然不为所动 胆大包天 似乎也根本就不怕边云 行了 你们都滚吧 叶西文看着这些 太风海域的人说道 你 太风海域的人都瞪大了双眼 还让他们滚 这是什么逻辑啊 叶西文看着太风海域的众人 冷冷说道 不是说拳头大的人 主宰一切吗 现在我宣布 这里以后就归云星海域了 改名云星城 在这个世界上 拳头大的人说话才有理 原本叶西文 还想将这些人赶尽杀绝 但现在却没有了这些兴趣了 本集故事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欢迎订阅 再见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 邵华 第473集 比起边让 这是一个更加可怕的对手 叶西文直接抽取了边让的记忆发现 这边云早早就已经跨入了半部法相径 到现在恐怕都已经跨入了半部法相径的巅峰 而在不久之前 他才刚刚跨入超脱镜七重点而已 要想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进步 在外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然的话 也不会有许多人耗费数千年 依旧还徘徊在超脱镜 无法跨入法相径 这些年轻高手在血界之中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要能最后活着出去 最后的修为都会大进 如果只靠他一个人凝聚血时的话 天知道要猴年马月 但是如果占领了这个太封城 那么哪怕只征收其中一小部分的税收 那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这个时候他才顿时有些了解 难怪那些大势力的弟子进步都那么快呢 何况他这样的一城之主 到时候有大量的血时支撑 他才能够将修为迅速推进到超脱镜七重点的巅峰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 就再也没办法磨除了 这也是目前为止 他快速提升修为的唯一办法 怎么还不走 难道是想留下来受死吗 叶席文的声音越发的冰冷 这些太封海域的高手 只能恨恨的看了几眼叶席文 等到时候边云回来 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那些云星海域出来的都要死 心中不知道怎么怨读叶席文 但是行动却是丝毫不慢 很快便消失在了众人的眼中 这太封城现在就归云星海域了 虽然有些突然 但是众人还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对于他们来说 虽然怀疑在边云回来之后 叶席文会不会被斩杀 但是那也是心里暗自付费的事情 虽然他们人数比起叶席文要多少好几倍 但是实际上 在拥有了半部法性境级别战斗力的 叶席文面前 人数都显得太过可笑了 真正喜出望外的 却是云星海域的那些人族高手 没想到刚才 还在为了让他们入城缴纳的税收 和旁天干争吵的人 现在一下子就成了太封城的主宰了 当然他们都明白 真正的主宰只有一个 那就是叶席文 但是他们也能分到许多的好处 别的不说就是每天不用缴纳的血食 日金月累下来 都是一笔庞然大物一般的财富 可是等到边云回来的话 云星海域可能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了 在众人的注目之下 云星海域那几个有限的高手 也都骄傲地抬起了头 云星海域在诸多海域之中 都是比较弱的存在 这太封城虽然号称是云星海域 和诸多海域一起建成的 但是实际上主人只是碎峰海域 他们的地位从来就没有高过 什么时候享受过这样的注目力呢 抽查了边云的记忆之后 叶席文立刻就知道了 他们存放血食的地方 这么多天过去 击败了风随海域之后 太封海域接管了原本的风随城 收取了大量的血食 而现在这一笔巨大的财富 就完全落入了叶席文的手中 从边云的记忆中叶席文知道 这一笔财富足足有一百万的血食 这还是因为众人才刚刚进入血界 没几天 不然日积月累 就是一笔天大的财富 虽然名义上是太封海域全体的财富 但是实际上 依然只是边云的私人财富 现在虽然分润的少 但如果和边云翻脸 那就一点都没用了 而边云就用了五十万的血食 强绳编让晋升为 半步法相境初期的高手 加上边云自己也用了不少 不然留给叶席文的财富 将会更多 他现在的境界要想快速进步 就非得要大量的血食吸收不可 现在这一批血食到手了 完全解了叶席文的燃眉之急 那堆积如山的血食 刹那间就被他完全吸收进去 他深吐了一口气 边云你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有了这个血食 他一下子就有了底气 很快 叶席文击沙边让 占据整个太风城 瞬间就响彻整个血界 有裴星辰海龙公子等人的加入 叶席文终于也不用 亲自管理这个城市了 这些人都是当惯了少门主的人 对于管理这一套 都是非常的熟悉 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根本不用叶席文多去操心 在云星辰跨入正轨之后 叶席文就立刻将目前云星辰之中的高层聚集到了一起 包括海龙公子 裴星辰 还有王女 金吴苑 以及白汉墨和姚倩等几人 原本还有一个剑无双的 只是剑无双早早的就离开了大队伍 前往血界深处试炼 他才是真正将这次血界试炼 当成一次难得的历练机会的人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被叶席文召集到一起了 虽然仅仅只是几天的时间 其他人也获得了许多好处 因为叶席文除了那一百万血识之外 其他的新收上来的血识 基本上都封给了云星海域的众人 叶席文没有多说什么废话 第一句话直奔主题 边云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 这一个月 我会全力比关寻求突破 立刻在边云回来之前 拥有抗衡他的实力 所以这一个月内 云星城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现在城中每天都会收上来相当多的水瘦的血识 你们也可以抓紧修炼 如果能够在边云回来之前 突破进入半部法相境初期 那我的把握就大得多了 众人听到叶席文的话 顿时眼前一亮 确实 如果是他们也能够跨入半部法相境的话 那么无论是帮叶席文还是自保 都等于是多了一张有力的底牌 虽然要在一个月内 就要跨入半部法相境出去 看起来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但其实不然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的积累已经拥有足够的深厚了 尤其是在场这些人 哪一个不是在超脱镜九重天巅峰等的巅峰啊 只差一个契机就可以了 没问题 叶大哥 我一定会帮你好好管理这个云星城的 白汉墨连连点头说 一旁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 就连京吴苑这个海族也一样表示对叶席文的支持 虽然时间很紧张 最多一个月边云就将回归 从边让零散的记忆之中 并没有透露出边云去干什么 不过有足量的血石让他足以放手一搏 最不计他自信凭借他现在的实力 全身而退还是没有问题的 密室之中 叶席文直接张开嘴 一股血气化作长河 涌入他的身体之中 顿时他就感觉到自己的修为 一点一点的在精湛 这种感觉让他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按照这种速度 他说不定真的可以在一个月内 跨入超脱镜七重天的巅峰 到那个时候就不必怕边云了 这血界之中的血气 是外界根本无法得到的 想到这里 叶席文顿时就想到 必须要在血界之中多捣到一些血石 到了外面才能更加推动 修为快速的提升 时间也在叶席文闭关修炼之中 一分一秒的过去 没有了叶席文的管理 整个云星城也依旧一副 井井有条的样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 叶席文虽然没有出面 但是绝对也是一尊无法无天的人物 反正他和边云最后到底谁胜谁负 很快也将会有结果 而云星海域那些高层 因为有了这些血石的补充 修为进步的也非常的快速 第五天 修为最深厚的海龙公子率先突破 顺利的跨入了半部法相境初期 半部法相境是一个坎 在血界之中 超脱镜九重天的人太多太多了 但是半部法相境的才有几个 对于其他海域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威慑 即便不算上叶席文 现在云星海域 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欺辱的海域了 云星海域的高手顿时心情大定 在他们看来 由叶席文再加上海龙公子 最不济也能挡住边云吧 顿时他们工作管理起来更加的卖力了 叶席文在闭关之中 也收到海龙公子跨入半部法相境的消息 对他来说他一点都不例外 又过了十天 又有一个人突破了 正是裴星辰 而其他几个高手 诸如金无怨等人 修为即便没有达到半部法相境 也只是临差一角 随时都能够跨入 这个时候光是看阵容 竟比起当初的太风海域还要强势 毕竟现在不说顶尖高手方面 云星海域已经拥有了三尊半部法相境级别的战斗力 就算是次一级的高手方面 已确实疯狂修炼了这么久之后 云星海域已经逐渐追上了太风海域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武侠玄幻小说 《武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 邵华 如果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降临 整个云星城一副大战临头的样子 犹如暴风雨前的宁静 安静 却也压迫得吓人 所有人都在等待 等待着边云回归的那一刻 大战一触即发 而就在这气氛越来越压抑的当空 所有人的目光 除了关注随时可能杀回来的边云之外 就是那一直在闭关之中的夜戏文 这一天 天空依旧是一片血色 木的 空气开始迅速沸腾 一声愤怒的咆哮 从远处席卷而来 云星海域的杂碎 出来 我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所有人心中都冒出一个想法 边云 回来了 却见一道白色身影 直接带着难以匹敌的威势 驾临云星城之上 等他站定了 众人这才看清楚 是一个白袍青年 和边让有几分相似 只不过和边让相比 更具威势 远非边让所能相提并论 他果然还是回来了 边云冷笑一声 看向这个时候纷纷露头的 云星海域的高手 残忍的一笑说 那个叫夜席文的小子出来 边云 这个时候 一声平淡的声音 从城中传了上来 众人一看 正是海龙公子 海龙公子 许久不见 你胆子倒是大了不少啊 边云咬着牙说 一直很大 从来就没有想过 海龙公子目光指示边云 边云冷声说 边让是我弟弟你知道吧 连他都敢杀 我看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边云 还有什么可说的 全都杀了不就是了吗 这时 一名和边云一起到来的 风随海域的首领 邹学奇 冷冷地说道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过你可要记得你的承诺 让我们风随海域 重新建成 自然 游得你们去 边云看都没看 周琦一眼 只是死死地盯着海龙公子 这个时候 又一个清朗的声音 从城中窜了出来 白汉墨说道 海龙大哥 我们直接动手算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 打扰了一大哥的闭关 这时候 那个邹学奇 双母微微有些闪烁 他说 又一个半步法相将的高手 想到这里 他心中惊诧 立刻就被更多的嫉妒 和愤怒所淹没了 什么云星海域 他都没听说过 能够突然冒出 这么多的高手 肯定和那些血实有关 想到这里 他心中郁闷之急 邹学奇 你真的要和这些 太风海域的人 搅和到一起吗 海龙公子 沉声问道 邹学奇冷笑着说 海龙公子 你也不用多说了 如果识相点的话 就该早点投降 免得多费手脚 海龙大哥 和他有什么好说的 那个邹什么的 敢接本大言一见吗 白汉墨已经没有耐心 和他废话了 打胆 邹学奇见白汉墨 居然敢突袭自己 顿时暴怒 他没有被打得措手不及 毕竟白汉墨和他相距很远 突袭也起不到真正的效果 白汉墨的攻势瞬间就斩到了 他的剑法已经修炼到恐怖的境界 剑光挥洒之间 让全世界都变成了一片白玉 一上来就发动猛烈攻势 犹如一辆红冲直撞的坦克一般 任何挡在面前的东西 都要被摧毁 无间不摧 当 白汉墨的长剑 猛然斩在周学奇手中的长枪之上 巨大的怪力 猛然在他手中的长枪之中晃荡着 当当当 白汉墨的攻击 简直就像是浪涛一般 无穷无尽 没想到 云星海域之中 除了那个叶西文之外 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家伙 所有人心中都冒出了这个想法 周学奇在他们之中 也是鸡威已久了 没想到 白汉墨也如此的厉害 败在边云的手上也就算了 边云也早已成名 威震各个海域 但是眼前这个小子又是什么东西啊 周学奇顿时觉得颜面全尸 他也打出了火器 手中的长枪猛然间刺出 虽然都是用枪的 但是显然和边让 又是完全另一种路子 他的招式精妙之极 显然是领悟了枪道的精髓 当 一声金铁骄明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 白汉墨趁机抢弓上来 他这一枪 没能对他造成什么困扰 而白汉墨的一剑 又再度展开了天地 直接直奔他的面门而来 速度之快 简直要吓死人 几乎是确定了周学奇 无法攻破他的防御 这才放心完全不管防御 再度抢弓上来 赖长枪刺中他皮肤的那一刻 瞬间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员 如果没有哪一门护法 自动护主的话 他现在早已被洞穿成 一个血葫芦 周学奇连忙回针防御 差点就被白汉墨 给一剑劈中 他可没有白汉墨 那种攻击力 如果被轰中的话 他整个人都会当场 劈成两半 他不管防御 就会当场惨死 即便能够从白汉墨 暴风骤雨一般的打击之中 抽空反击一两次 能够直接点中他身体 也没用 依旧如同第一枪那般 只能在白汉墨的身上 留下白色的痕迹 无法穿透 白汉墨不过是在 半个月之中突破的 这里面的差距可谓极大 如果不是白汉墨 这种汉不畏死的打法 疯子一样的打法 换了一般同等实力的高手 早就死定了 这个时候 白汉墨心中也开始焦急起来 因为这种打法 看似能够完全压制邹学齐 但是他的实力 毕竟比起邹学齐 要稍逊一筹 这个时候 维持这种打法的消耗 大到难以想象 如果再给他一定的时间 等到功力赶上邹学齐的时候 甚至能够轻松地击败他 但是却不是现在 双方的战斗十分的火爆 目的又是一声冷哼 从天宫冲传来 这个时候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边云出手了 一出手就是一只气化的大手 直接抓向了白汉墨 战斗之中的白汉墨 根本来不及躲避 就直接被抓中 砰 他的身形倒飞出去 犹如是断了线的风筝 一口鲜血猛然喷出 身形在办公中翻滚了数十个跟头之后 才堪堪停了下来 冷冷地看着边云 咬碎嘴边的血字 说道 baby 边云冷声说 少废话 那个叶锡文在哪里 我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继续等下去了 一旁的邹学齐平复了气息 脸上也有几分难看 边云的话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其实意思已经很明显 你一个老牌的半部法相境的高手 居然被这个后生小辈给压着了 毫无还手之力 丢不丢人呢 全部给我上 我要将云星海域赶尽杀绝 这一次的血界试炼之上 不会再有云星海域的名字出现 边云咬着牙说道 话音未落 他率先出手 对手不是别人 正是海龙公子 随着他的手臂瞬间扎出 幻化出一杆长枪 直破天地 单枪直入 直奔海龙公子的面门 而这个时候 海龙公子也终于动手了 他手中出现了一柄长刀 刀光瞬间斩破天地 迎着海龙公子那一枪席卷而去 长枪和刀光 当空狠狠地撞到一起 这海龙公子和边云之间的交手 明显比起邹学齐和白汉墨之间的交手 要更加的剧烈和恐怖 海龙公子一身浑厚的真元 几乎不比边云要差 但是双方这一交手 明显就显出了差距 早早就已经 跨入霸布法相境的边云 明显比海龙公子更胜一筹 海龙公子再度劈出一刀 刀光震碎了枪盲 堪堪挡住了他所有的攻击 而在另外一边 白汉墨和邹学齐的战斗再度开始了 双方像是疯子一样的打了起来 在同一时刻 两大海域的高手 联手围剿起了城中的云星海域高手 这个时候城中其他海域的高手 纷纷窜了出去 不想成为这场大战的受害者 边云 不要猖狂 吃我一击 话音未落 一道青铜长脊化作一条长龙 瞬间冲破长空 朝着边云突袭而去 边云顿时皱了皱眉头 又是一个半步法相境 但是怒火中烧的边云 根本顾不上这些了 那就一起来吧 让我把你们全都给斩杀 边云的威势可想而知 即便是一对二 居然也稳稳地占据着上风 就在他们陷入绝境之际 一道强横的气息 突然冲天而起 打破了战场的平静 云星海域的高手 确实比不得两大海域的高手 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来说 都远远不如 所以他们将自己心底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叶熙文的身上 就在他们完全陷入绝境时 刷的一下 叶熙文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边云而去 在那一团光流之中 猛然真伸出一道金色的大手印 化作一座巨大的山脉 直接朝边云镇压下来 正在猛烈追杀海龙公子和裴行神的边云 这个时候猛然感觉到一座山脉上 蕴含的恐怖力量 长枪猛然收回 一枪破开长空撕裂天幕 刹那间就赢了上去 红龙一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武侠玄幻小说《五神空间》 作者傅小辰 演播邵华 第474集 叶熙文 你出关了 太好了 裴行神一看来人竟然是叶熙文 顿时大喜说道 在他们看来 叶熙文就是这一次战斗扭转乾坤的关键 也是他们敢于明知道边云即将回来 还留在云星城的根本原因 叶熙文副手而立 脚下踩着无尽的金色浪潮 远远望去 竟似神人一般 他只是望着边云淡淡的说 这里交给我了 你们去先解决掉那个邹学琪 叶熙文虽然才刚刚出来 但是却看得分明 云星海域现在的局面看着危险 其实要破解也很简单 只要他拖住边云 海龙公子三人合力将周学琪斩杀 那么剩下的那些超脱镜的武者 根本不足为虑 你就是叶熙文吗 边云歪了歪头 说道 没错 叶熙文点头说 你杀了我弟弟 不错 好好好 边云只是连到三声好 已经气得什么都不想说 他手中长枪猛然刺出 神出鬼没一般 刹那间就扑杀到叶熙文的面前 这一枪简直超越了他的最高水准 在暴怒之下 速度简直快到极致 叶熙文脚下的金色浪潮 猛然间似乎有出反应 窜了上来 组成一道金色的神木 将叶熙文给保护在其中 当 长枪刺入金色浪潮 狂暴的枪王疯狂地破开那层金色木 长枪没入近半 最终在叶熙文面门前三寸处 停止了下来 他手上没有停止地捏出一个印诀 化作天大海印一般轰落下去 倒海印 边云刚才领教过汉山印的厉害 自然不敢小看 这比起汉山印更为强大的倒海印 轰隆一声 整个倒海印都被直接贯穿出一个大洞 但是他的手掌也被直接地崩裂开来 好强的力量 边云暗暗心惊 居然能将他给阵裂掉 他心中惊疑不定 这边云果然比起边边让要强悍多了 恐怕早已经达到了半部法相境初期的巅峰 如果换了一个月前的叶熙文 面对他多半还是要败北的 但现在则不然了 他早几天就已经跨入超脱境七重天的巅峰 不过很可惜 虽然一直在努力 还是没有能够达到超脱境八重天 不过即便没有跨入超脱境八重天 但对于叶熙文来说已经足够了 他整个人像是顺剧一般 化作一团金光 刹那间出现在边缘的面前 浑身每个毛孔都在喷吐星辰之力 无数的星辰之力聚集到他的手臂上 化成了一颗巨大的星辰 叶熙文的攻势不断地发动 各种武学在他的手上都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威力 他不拘泥一般的武学套路 任何武学在他的手上都能大方一才 恐怖的力量透过长枪 不断地轰落在叶熙文的身上 让他的手上不断地颤抖 早已经是鲜血淋漓 那崩裂出来的伤口越来越大 其他太风海域的人想去救援 或者说想要联合对付叶熙文 但是却被云星海域的人死死拖住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 他们能不能大获全胜 全看叶熙文了 怎么可能让别人去打扰他呢 而在另外一边 有了海龙公子和裴星辰的加入 白汉墨的压力顿时骤减 三大半步法相警初期的高手联手 自然比起之前只有白汉墨的时候 要强悍了无数倍 在外人看来 他们甚至了怀疑 邹学奇这么多年威名是如何取得的 看着一点都不靠谱 一开始就被白汉墨完全压制住了 随后更是在三人的加工之下 进退失度 毫无章法可言 本来要面对一个白汉墨 就已经够他头疼的了 现在还要面对一个几乎不比他逊色的海龙公子 再加上一个强横的裴星辰 他能够死守到现在 已经说明他本身功力强横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邹学奇不断地咆哮着 他手中的长枪爆战出恐怖的光芒 一举荡开了三人的攻势 然后他没有犹豫转身就逃 身形化作一道流光就要逃走 这个时候他早已经顾不上其他人了 能自保便已经不错了 想走 就在他想要逃走的一瞬间 白汉墨已经发觉 当即直接冲了上去 白玉长剑爆战出一阵恐怖的剑光 划破天地直追他而去 改死 邹学奇见白汉墨的攻击 率先追了上来 顿时大怒 联盟用长枪拨开这一道剑光的突袭 这个时候 裴星辰和海龙公子也终于反应过来 纷纷追了上来 将他包围到其中 他们都很清楚 一个半步法相境的高手 有多么难以击杀 他们也没有办法像叶锡文那样 屠杀边让 犹如突击狗一般的情况 这个高手如果放出去了 那就是后患 一旦他们没有人在城内坐镇 就有可能面临一个天大的麻烦 就如同太风海域的人 也一定想不到 叶锡文会突然找上门来一番 邹学奇见走不掉了 顿时狂兴大发 身上无数的真员一圈圈席卷出去 他心中恨极了白汉墨 都是你 如果不是他 他怎么会被缠住呢 瞬间 他举枪向白汉墨刺来 哭吃 长枪直接穿透了白汉墨的小夫 在他的小妇轰出了一个大洞 白汉墨咬碎了血渍 双目赤红 这个时候一声爆喝 手中的白玉剑 斩出一道惊人的剑芒 邹学奇离白汉墨太近了 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躲开 剑芒直接斩在了周学奇的身上 鲜血飞剑 骨蟹纷飞 他被当场中创 身体直接被撕裂出一条巨大的口子 整个人瞬间就倒飞了出去 周学奇不甘心的挣扎了一下 双目依旧是满是不甘心的动了动 但是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的生命力早已经被完全抽空了 惨死当场 无数交战双碰的高手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一尊半部法相径的高手陨落了 这一切看似极度不可思议 但是又好像非常的合理 虽然是一尊半部法相径的高手陨落 但围攻他的毕竟是三尊半部法相径出气的高手 裴行辰喘着粗气 他说道 终于搞定了 从刚才开始就有硬扛边陨的攻击 相比起邹学奇边陨才是真正可怕的难以对付的高手 他和海龙公子联手 依旧被边陨杀得节节白退 难怪邹学奇之前会惨败在边陨的手上 不得不黯然退出了云星城 一旁的白汉墨更是疼得呲牙咧嘴 别看刚才一副勇敢无畏的样子 但是那一枪如果位置再偏一点 甚至能将他的脊椎给动穿了 到时候他的下半身就完全瘫痪了 三人都没怎么消息 直接开始扑下了那两大海域的高手 在他们的攻击之下 人数居于劣势的云星海域的高手节节白退 几乎是毫无办法的 这个时候 那些两族联合的高手才害怕了 他们这才想起来 眼前这几个在边陨手上节节败退的 但是却不是说不折不扣的半部法相境的高手 他们全力出手 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这个时候那些城内外观战的人 心中顿时冒出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胜负已定 以边云先行一步解决掉了邹学企的三人组 这个时候如果去驰援叶西文 最起码也能保持不败 也就是说边云如果无法快速击败叶西文的话 这场胜负就已经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叶西文和边云的战斗 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你不是我的对手 赶紧投降吧 叶西文冷笑一声 一手就是杀招 手中出现那一柄夺来的地阶法器宝剑 剑气冲涩天地 无尽的剑气在半空中肆虐着 边云心中只是郁闷 他不断的后退 简直就该吐血了 他从来没碰到过这么古怪的对手 他并非没有遇到过力量奇大无比的 但是这样的对手速度也慢 反而不足为虑了 但像叶西文这样 出手威力无穷 速度有奇快无比 让他只有招架之力的 简直是稳作为稳 该死 你把我给逼出来了 你会后悔的 边云也不是什么善类 他的身体之中 猛然间开始出现了一层一层雪白的鳞甲 他的身体猛然间长大了足足一倍多 看过去将近四米的体型 异常的破人 他整个人现在看过去 就像是一个白色的鳞甲怪物一般 刷 他的身形猛然移动 脚下一踏 顿时踩出了一团一团的冰点 给我死 边云一声爆喝 五指捏拳 直接轰出恐怖无比的拳进 席卷出了巨大的龙卷风 瞬间就轰向了叶西文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五神空间》 作者傅晓晨 如果您喜欢本专辑 欢迎订阅 叶西文的反应也不慢 长剑猛然斩出 一道灿烂的剑华破海天穷 瞬间斩到了他的拳头之上 砰 一声巨大的金铁浇明声音 他这一身雪白色的鳞甲的防御力 堪称是惊人 边云冷声说 能逼迫我到这一步的人 你是第一个 能够死在我的手下 你足以自豪 边云冷声说道 就算是裴星辰和海龙公子 以及白汉墨上人 也都是感觉到 他们能够深深的知道 虽然同是半部法相境的高手 但是这两个人的厉害 远在他们之上 如果光只有边云也就算了 边云虽然厉害 但是毕竟还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他们和边云之间差距或许有 但是那仅仅是一些积累的差距 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时间 他们是能够超越他的 这是他们自信的 但是和叶西文相比 那就差的太多了 叶西文现在仅仅只是超脱镜七重天 要知道这里面相差的境界 不是一层两层 现在边云已经变成了人形邻甲怪物 众人震惊不已 因为这边云没有露出来的底牌 太多太多了 众人望向叶西文的眼神之中 更加的惊惧 因为如此恐怖的边云 居然都被他逼到了墙角了 边云激发血脉之后 全身真云暴涨 全然不似人类一般 而是一头凶兽 一头从荒谷走来的凶兽 叶西文眯了眯眼睛 眉头微醋 对于这种凶兽血脉的影响 他是最有体会的 因为他身上现在 也融合着星辰巨兽的血脉 这些叶末和他说功法的时候 实际上都已经说了 因为血脉会影响他的神志 让他变得尸杀 边云每一步走出 浑身的鳞片就不断的张合一下 吞噬了大量的血气 他的白色鳞片 仔细看的话 上面还刻有无数的法则和符文 不断的吸纳天底间的力量 为他所用 他双目赤红 干脆直接抛起了长枪 回归野兽的召唤 直接双手化成双肘 猛然一撕 整个天地 都好像被他撕裂开一道巨大的口子 叶西文神情丝毫不变 仿佛没有看到着席卷而来的恐怖攻击一般 猛然间 他的双手泛起了金色的光芒 犹如是点石成金一般 猛然抬起 直接撕裂出去 整个天穷都仿佛被撕裂 无数的血气瞬间被打开 那道口子竟然被他生生的抓裂了 你还是没有明白 你和我之间的真正差距 叶西文声音冷酷的说道 该死 就能这样 就想要抵挡住我吗 边云残存的一些理智 让他不断的咆哮 他开始施展出他这一族的秘书 无数诡异的法则开始疯狂的凝聚 只有激发血脉之后 才能施展出来的秘书 刷 他的手上泛起了恐怖的白光 一拳穿透长空 撕裂天幕 闪电般就轰杀到叶西文的面前 叶西文 杀了这个人 叶西文的脑海中突然出现叶末的声音 语气之中有几分的兴奋 他身上的血脉很高贵 是在远古前的一种巨兽 如果天元净能够吸收掉的话 立刻就能进身为人皆顶级的法器 叶末的话 顿时让叶西文心中移动 现在叶末要提升的话 虽然有边让的精血吸收 但是要完全晋升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想到这边云的血脉居然这么强 想知道我是怎么击败你弟弟的吗 叶西文声音洪亮的出现在了板空中 藏人剑 藏地剑 藏天剑 叶西文在天空中挥舞出三道剑光 一时间天同地卑 好像整个世界都要会灭了一般 那是一种令人胆寒的波动 三道剑光在叶西文的控制下 在天空中凝聚成了一把恐怖无比的光剑 边云顿时疯狂的收缩瞳孔 那恐怖的剑气带来的危险案 激发了他的理智 让他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了 叶西文终于动了 他头顶上那一团巨大的光剑 猛然间在他指挥之下 激舍而去 这一柄巨大的光剑破开长空 搅碎了天地间所有的血云 天地都好像没有了声音 而边云在这个时候 疯狂地提升全身的阵源 要抵挡这恐怖的一剑 但是这一道光剑 简直犹如无间部村一般 摧毁了他所有的防御 一剑将他冻穿 就在这一片白光之中 一道血光扫过 将边云给刷了进去 正是夜末动手了 在众人谁都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将边云给收走 而随着边云之死 这关系到三大海域的生死大战 也终于落下帷幕 最后却是以战前没有多少人 真正看好的云星海域 大获全胜 在面对云星海域这几尊恐怖的高手的时候 其他所有人再多也没有用 一些原本蠢蠢欲动 别有心思的人 一下子就都安静了下来 相比起心思复杂的各大海域高手 云星海域的高手们 一下子都高兴坏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他们已经铲除了后患 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不用担心随时可能来的报复 而他们现在占据了整个云星城 能够享受到云星城发展的福利 修为到时候也会节节攀升 就连跨入半步法向镜 那都不是梦想 而海龙公子等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 他们心中的压力 比起大多数人都大得多 正因为他们的实力更强 所以说肩膀上的担子更重 在云星城内的一间院子里 叶西文缓步徘徊在院子中间 周围安安静静 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来打扰他 现在距离叶西文斩杀边云 已经过去足足三天了 整个云星城也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没有了边云的威胁之后 云星城之中也是人私心定 所有人终于都开始安定下来 既然整个云星城已经进入了正轨 海龙公子等人也都开始又进入闭关之中 这一次击杀了大量的风水海域和太风海域的高手 缴获了两百多万的血石 其中一百万人口一致的是分给了叶西文 他们都很清楚 没有叶西文根本就不会有这个胜利 对于他们来说 叶西文才是根本 叶西文也是确之不公 因为他确实非常需要这些血石 虽然他的战斗力非凡 能够斩杀半步法相证初期巅峰的高手 但是也因此消耗比群阳要大得多了 哪怕仅仅是要跨入超脱颈八重田 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血石 不过就算仅仅剩下了一百万 对于其他人来说 那也是非常庞大的一笔财富 他们战斗力不比叶西文 自然不需要消耗那么大 在有些财富到手之后 他们迅速就开始了闭关 而叶西文在边云的身上缴获了许多 边云作为了原来太风海域的首领 占据了整个云星城 身上的财富虽然没有库里存的那么多 但是也足足有五十万之多 也就是说 叶西文现在已经拥有过两百万的血石了 叶西文心中也不得不感慨 相比较来说 这些大势力的首领真是身家宝负 两百万的血石足够他修炼不短的时间了 而原本打算离开的叶西文 现在反而决定先留下来 跨入超脱镜八重天再说 他的武道只有不断的历练 遇到更高的墙手 击败更强的人才有意义才能进步 剑无双就是考虑到同样这一点 这才离开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剑无双和他是同一类型的人 不过既然拥有了足够的血石 叶西文反倒是不急着 一定要尽快离开了 血界之大浩瀚无边 而越往里面越危险 高手也就越多 他现在的实力在这边缘地带 或许足以称雄 但是进入血石深知之后 一定会有许多的高手 凌驾在他之上 现在他唯一的需要的是 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把目光放到手上一张古朴的地图上 这张地图正是叶西文 从边云的身上缴获而来的 这张地图上标注的 到底是什么地方 叶西文皱着眉头 看着古朴地图上所标注的地方 对于血界完全不熟的他 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地方 不过他只知道 既然是边云临死 都有待在身边的图 必然是一张很重要的地图 虽然不知道他从哪里获得的 这些现在也都不重要了 叶末的身影画了出来 站在叶西文的肩膀上 指着地图说 这肯定是一张藏宝图 他这里有一个箭头 我想最后一个箭头所指的方向 可能就是这个藏宝之地 因为吸收了边云的精血之后 天元竟比原来预期的 更快晋升为人阶顶级的法器 而叶末终于可以破解放出来了 叶西文点了点头 他突然指着地图说 你看这座山 像不像我们之前来到这云星城 所路过的一座山 叶末眼前顿时一亮 没错 就是这个 有线索了 现在有线索就好办了 就怕一点线索都没有了 虽然仅仅只是一点点的线索 但只要有 在暗图所记 总归能找到图中所花的点的 找到线索之后 叶西文心情大好 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进入闭关状态 等到破入超脱镜八重天 就离开这里 潜水养不得真龙 他需要更广阔的天空 确定了这个点之后 叶西文当即没有任何的犹豫 进入闭关的状态 现在 云星城中的几个年轻高手 基本上都闭关 力求突破 尤其是金吴苑 王女 还有海无忧 海无量兄妹几个 还没有跨入半部法相境的天交门 更是着急起来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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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火转闻